不好 有人正在外面攻打天牢 居中而坐的这名将领 豁然而起 失声惊叫道 怎么可能 此处乃是我魂天寨的天牢 谁敢前来惹事 另外一名将领 惊疑不定地说道 可他话音刚落 眼前便现出了一道光 一道璀璨绚烂至极的剑光 轰隆隆 剑光过处 整座天牢都被从中间斩位了两半 不光如此 有一名将领还好死不死地 正好站在剑光之下 当剑光斩过 他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便被直接切尾了两半 天牢两分 灵类的风雪狂涌而入 伴随着这名将领 那光滑如镜般的两半尸体 令其余众人全都为之胆寒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谁 谁人展出的这一剑 一名将领歇斯底里地喊道 眼中满是恐惧之色 因为死掉的这名将领 刚刚还在跟他们谈笑风声 结果眨眼间 就成了一具 被精准切尾两半的死尸 要知道 这名将领虽然实力不算太强 那也是堂堂的精先强者 在此刻 却如同一只鸡狗一样 毫无尊严地死去 而且 整个过程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怎能不令气感到惊惧 但居中的这名将领 却没有说话 他的实力和见识 乃是这些人中最高的 因此 他隐约感受到 外界有一道气息正在靠近 这气息虽然若有若无 但仅仅只是泄露出的一点 便足以 令他为之震害了 所以他十分明智地闭上嘴巴 动若拖兔般 闪入了墙角的黑暗之中 真仙之力 正在他的身体之中缓缓汇聚 同时在他的掌心之中 还出现了一枚小小的欲绝 其中蕴含着恐怖的威势 他的这番举动 也提醒了其余众人 刹那间 这座被从中斩为两半 却依旧屹立不倒的天牢 便安静下来 只有狂风裹挟着风雪惯勇 而入的嘶吼声 在众人的耳边回荡 整个天地安静得可怕 终于 远处传来了脚步踩过积雪的歌之声 天牢的这些将领 乃至兵族 全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躲在暗处的这名将领 更是妈撒着手中的欲绝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可就在这时 脚步声突然停在了天牢之外 然后便传来了一个 淡然而又不容置疑的声音 我只给你们三个弹指的时间逃跑 三个弹指之后 没能逃走的 都将死去 一 话音刚落 本已躲在暗处 准备偷袭的这名将领 率先冲出天牢 然后不顾一切地往远处飞去 整个过程之中 他甚至都没有勇气 去看说话之人一眼 只想逃得越快越好 最好能远离这个说话之人 因为就在这个声音 刚刚传进他的耳畔之时 他就感觉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 本来的勇气荡然无存 连毛发都在瞬间树立起来 一切都只因为 他听出了这个声音来自谁 他乃是魂天寨门下的天将之一 名叫山元甲 当年曾在机缘巧合之下 见过薛安一面 所以他才能第一时间 听出薛安的声音 而就是这个发现 令他放弃了之前 那可笑的想要偷袭的想法 而是选择义无反顾地逃跑 二 薛安看着那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满天风雪中的身影 冷笑着喊出第二个字 这时天牢之中 其余众人也清醒过来 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不清楚 山元甲为何选择临阵脱逃 可在薛安这冰冷 而不掺杂任何感情的声音之下 有些人彻底地怒了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威胁魂天寨的人 给我去死啊 一名将领怒吼着挥舞双手 发出了自己最强的一击 一股脑地轰向了天牢之外 这名将领 虽然不如山元甲一样 名列魂天寨的天将 但也拥有着不俗的实力 尤其这一击寒怒出手 全力催动之下 更是犹如一颗金色彗星般 携带着恐怖之威 冲向了薛安 众人刚刚松了口气 可下一瞬 他们的脸上 便全都浮现出惊恐之色 因为薛安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淡淡地喝出第三个字 散 一字之下 刚刚冲到他近前的光滑 瞬间崩解开来 化为了乌有 紧接着 在薛安的深周左右 无数剑芒凭空浮现 然后便如狂风巨浪般席卷而来 将整座天牢彻底地淹没 呲呲呲 伴随着一阵阵蚁虫啃咬的声响 整座天牢在瞬间 便被这无数剑芒 生生斩位了积分 至于里面这些冰族将领 更是没有丝毫地还手之力 直接便被这些剑芒 视干血肉 露出森森白骨 然后轰然倒地 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宋伯等人的泪水 却是夺况而出 因为这些冰族将领的手上 无一步沾满了青阳冠的鲜血 现如今 看到他们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 自然满心的畅快 下一瞬 剑芒散去 再看面前这座天牢 除了地下之外 地上的整个建筑 都已荡然无存 宋伯却面露迟疑之色 然后上前一步说道 薛先生 那山原甲 乃是迫害青阳冠 最为凶残的柜子手 难道就这样放走他吗 宋伯自然也看到了 之前那山原甲的夺路而逃 还以为薛安真的打算放他走了 薛安淡淡一笑 当然不是 那您刚才 我那只是在逗他玩而言 毕竟 若是就这么杀了他 未免太便宜他了 说到这 薛安的眼中 现出一抹冰冷的光芒 我总得先让他见到点希望 然后再亲手将其推入深渊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体会到 什么叫绝望 听着薛安那冰冷的话语 宋伯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尽管他对山原甲 也是恨意滔天 在此刻却突然对他有了些怜悯 你说你们惹谁不好 居然惹到薛先生 这下好了吧 估计你死都死不痛快 正在他思索之时 但见薛安抬手一挥 一缕剑芒好似丝线一样 凭空浮现 然后薛安淡淡道 回来 话落 这缕剑丝瞬间绷紧 然后便往回拖动起来 与此同时 在这颗星球的边缘地带 山原甲正在疯狂地逃窜着 眼见就要脱离这颗星球的范畴 他的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喜色 不管怎样 自己好歹是脱身了 自己现在要赶紧回去 然后将薛安突然出现的事 报告给债主 相信债主一定会重重赏赐我的 想到这 山原甲更是心花怒放 可就在这时 他就觉得腰间突然一紧 然后便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飞回去 怎么回事 我不要回去 山原甲浑身俱震 旋即便明白了什么 吓得面无人色 疯狂地挣扎 试图脱离这屡剑丝的掌控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这股佩然莫知能欲的巨大力量之下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便被生生拽回了这颗冰雪星球之中 山原甲的眼中 献出狠利之色 猛地捏碎手中的欲绝 试图炸开剑丝 要知道 这枚欲绝 乃是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的 里面蕴含了一名先王强者的权力一击 威力十分恐怖 可这枚欲绝 刚刚放出光滑 剑气之中便又分出了一屡剑丝 直接缠绕住了这枚欲绝 然后猛被一紧 扑 欲绝连一丝波澜都没激起 直接便被这屡剑丝扼杀于无形 山原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也就是在这时 当他的眼前出现了 薛安那傲然独立的身影 他不禁现出了深深的绝望之色 然后鼓起勇气大吼起来 你不是说三个弹指之内 只要逃脱出去 就能放他走吗 你为何要出而反而 哦 我这样说过吗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微微一抬手指 山原甲瞬间被拽到了镜前 然后腰间的剑丝瞬间解开 但他依然无法动弹 而是悬浮在了空中 并满脸惊恐地看着薛安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薛安淡淡道 你刚刚不是说 我为何要出而反而吗 那我现在便告诉你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得那么轻松 我要让你保长绝望的滋味后 才可死去 只有这样 才能对得起你当年对青阳观众人的诸多照顾 在说到照顾二字的时候 薛安特意加重了语气 满含讥讽之意 山原甲哆嗦成了一团 面无人色的谜南道 饶 饶命 突然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急急忙忙地说道 大人 我愿意将浑天寨所有的谋划都告诉您 还可以将青阳观的灌主等人都放出来 只求您能饶我一命 毕竟这一整件事 都是浑天寨吩咐我做的 我只是个执行任务的小卒子而已啊 可没想到 薛安压根不为所动 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山原甲 直到山原甲说话的声音逐渐变小 最终安静下来之后 薛安方才淡淡道 你说的这些事 我自然要知道 山原甲面现狂喜之色 但下一瞬 他的喜色便僵在了脸上 只听薛安话风一转 可问题是 我既然想知道 为什么不直接从你的神魂之中索取呢 那样的话 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吗 山原甲的嘴唇 一个劲地哆嗦起来 眼神更是挥败至极 我 他刚想说些什么 可薛安却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只见薛安目中光滑一闪 汹涌神念便如一根尖针一样 直接刺入了山原甲的眉心十海之中 山原甲犹如被电击一样 疯狂地震战起来 脸上更是浮现出极端痛苦的神情 要知道 这种痛楚 是直达灵魂深处的 足以让任何硬汉为之崩溃 可薛安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神念在山原甲的十海之中 翻来搅去 漫条丝里地搜索着记忆 终于 当薛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 方才撤回了自己的神念 再看这时的山原甲 夜以吃傻如呆 眼神空洞地漂浮在半空之中 这是他的神魂已经崩溃的象征 薛安信守一点 山原甲的脑袋便在瞬间炸裂开来 化为了一具无头死尸 倒落余地 可还满意吗 薛安头也不回地淡淡道 身后的宋伯早已泪流满面 文言赶紧擦去泪水 重重点头道 满意 薛安微微一笑 满意就好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说吧 薛安一步飞至之前那座天牢的位置 此时 这座天牢虽然已经荡然无存 但地基却完好无损 薛安从那山原甲的记忆之中得知 在这地基下面 其实是一座庞大的监狱 只有通过特殊的方法 才能进入其中 但薛安却根本不用那些繁琐的方法 而是一脚踩落 哼 一脚之下 大地震战 这座地基更是被直接踩出了繁密的符文 符文推演明面 似在抵抗 但在薛安的这一脚之威下 仅仅支撑了不到几个呼吸的光景 便炸裂开来 聚闪过后 地面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薛安脉步便走入其中 宋伯等人再后相随 府一入洞 迎面便是一条长到看不到尽头的涌道 而一股浓道化不开的寒气 则立即围拢过来 宋伯等人的身上 陷出了冰霜 并且连气血修为 都隐隐有凝固的迹象 可见 这寒气之力 正在这时 薛安头也不回地往后一挥手 数十道光滑 便没入了宋伯等人的体内 历时便将那些刺骨的寒气给驱散 宋伯等人精神一震 然后便迈开大步 追随着薛安走了下去 足足走了一刻钟光景 面前的景象陡然一变 就好像 穿过了一层明雨暗的界线一样 眼前豁然开朗 但见到处都闪耀着冰冷 而又璀璨的光滑 流光一彩间 你每走出一步 都能在上下左右 看到倒映而出的影子 赫然是一间巨型的冰雪宫殿 而在这宫殿之中 寒气越发地浓烈 乃至将空气中的水气 都给彻底冻住 导致这里的空气干冷无比 吸一口能从鼻子 直接疼到肺里 可众人却没有心情 去理会这里的奇异景象 因为他们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前方那秘如珠网的铁链给吸引了 薛安更是面冷如铁 急不往前走去 墨电 他停住了脚步 眼中涌现出了滔天怒火 狂暴的杀意 甚至将脚下那亿万年不化的尖兵 都给震出了一条条巨大的裂缝 宋伯随后赶到 看到面前这一幕后 更是浑身巨震 然后扑通一下 便跪倒在地 失声悲呼 灌烛 无怪乎他们会如此激动 实在是面前的景象 太过凄惨害人 就见面前纵横交错有数十条的铁链 顶端全都延伸至这座冰雪宫殿的上空 不知其所在 而在这些铁链的末端 赫然便捆绑着一个个的人 这些人却都只有上半身 因为他们的下半身 都被埋在了坚硬的冰中 乍一看去 就好似长出来的一个个冰雕一样 而在队伍的最前面 同时也是被最多铁链捆绑的那个人 乃是一名留着小胡子 天然就带有几分亲切的中年男子 正是薛安的引路人 兼好友公粮心 薛安紧走几步来到了他的面前 等低头一看 只见金银的冰面之下 便是公粮心的下半身 可两者凝结的是 如此牢靠 就好似长在了一起一样 而公粮心则双眸紧闭 半点气息也无 犹如死尸 薛安目中光滑闪动 隐含着无限的愤怒跟杀意 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 令人生畏 但很快 他便深吸一口气 强自平静下来 然后伸出手 轻轻点在了公粮心的眉心之上 刹那间 以薛安点指之处为中心 一层淡淡的光运 迅速熨染开来 并最终蔓延至了公粮心的整个上半身 老朋友 醒来吧 我来了 薛安轻声呼唤道 在薛安身后站着的宋伯见此情景 不由激动的热泪盈眶 也随着轻声呢喃道 灌主 醒来吧 薛先生已经来了 随着他们的话音 公粮心的面容不再那么僵硬 而是逐渐变得柔软生动起来 并且眼皮也开始微微颤动 好似一名酒睡不醒的人 正在努力挣破梦魇一样 薛安静静地看着 在这青阳罐中流传着一种秘术 名叫青阳断生术 这种术法并无什么神意之处 唯一的作用就是 可以使人进入一种似死非死的境地之中 从而大大提高自身 对于严苛环境的耐受能力 但其代价 却是一旦进入这种境地之中 若是没有外人唤醒的话 将永远无法醒来 最终真的死去 而面前的公良心 以及这些青阳观众 显然就是集体进入了这种境地之中 至于他们在等谁 显而易见 就是在等薛安 这种以生命做赌注的等待 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正在这时 但见公良心终于睁开了眼睛 然后满脸茫然地 看向了前方站着的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好久不见 老朋友 公良心脸上的迷茫之色逐渐退去 也露出了一丝笑颜 是啊 好久不见 他的声音之中 蕴含着无限的疲惫和沧桑 眼神却明亮如钻 然后看向了薛安身后的宋伯等人 你们也来了 宋伯等人跪倒在地 灌烛 公良心笑了笑 这些年来 你们受苦了 一句话 便令宋伯等人气不成声 要知道他们 确实受过不少的苦 可跟公良心现在的境遇比起来 还差得很远 没想到 公良心在见到他们后的第一句话 却是安慰自己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感动 薛安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眼中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果然 不管遭遇了什么 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啊 正在这时 公良心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后的这些人 然后轻声道 薛安 将他们也都给唤醒吧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上前一步 弹指一挥 一道道光滑一闪而过 渗入了这些人的眉心之中 请客之间 这些人便也随之苏醒过来 可即便是苏醒了 这些青阳观众的下半身 依然被牢牢地冻结于冰层之中 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薛先生 您可得救出灌主等人啊 宋伯即到 可公良心闻言之后 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用的 将我们冻结的这层冰面 乃是这颗星球的规则所化 除非能够撼动这一整颗星辰 否则 我们是根本出不来的 什么 宋伯等人 全都面现惊骇之色 公良心则抬起头来 看向了薛安 微笑着言道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将我们这些人 从中间切断比较好 虽然那样会损失一半的修为 但至少可以脱身了 其余被冻结的青阳观众 也是纷纷点头 没错 薛先生 您既然来了 那就动手吧 是啊 先将我们从中间切断 这样我们 就可以脱困了 面对这些喊声 薛安默然不语 直到他们的喊声逐渐停歇之后 薛安才冲着公良心微微一笑 我既然来了 当然要救你们出来 但要我将你们从中间切断 这种事 我可做不出来 公良心轻叹一声 那不然怎么办 难道说 还没等着公良心说完 薛安便往前迈出一步 一步之下 薛安便来置了这座冰雪宫殿的上空 淡淡道 你们都闭上眼睛 众人为之一愣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卧掌成拳 双眉骤然立起 然后对着下方的冰面 便是一拳 这一拳虽然积在了虚空之中 可在空气的层层挤压之下 下方的冰面 就像是被一枚核弹轰过了一样 直接炸开了一个大洞 紧接着一道刺目至极的光滑闪过 公良心等人 齐齐闭上了眼睛 然后整个身躯都被声声震了出来 本来的需要从中间切开身体 才能脱困的束缚 就这样被薛安轻而易举地解开了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随着咔嚓咔嚓的声响 冰面上的大洞开始迅速扩散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仅仅几个呼吸之后 这座冰雪宫殿便被彻底震碎 并以气为中心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这颗星球的冰雪大陆上蔓延开来 轰隆隆 厚达树里乃至数十里的坚硬冰层 在这个巨洞面前 就好似溢碎的玻璃一样 迅速崩解破碎 山川一行 江河改道 就连那中年冰封不化的海面 也在一生悲鸣之后化为了冰粉 不过一刻钟的光景 再看这颗本来被冰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星球 已经大变了模样 枯燥乏味的白色如潮水般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那大片大片的灰褐色地面 沉寂已久的海洋 也再一次变得喧哗起来 浪潮激荡出朵朵水花 咆哮着扑向海滩 一切都在薛安的这一拳之下 变了模样 公良星还有宋伯等人 全都呆呆地站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谁也没想到 这样一颗已经被冰雪扼杀的星球 居然在薛安的一拳之下 重新焕发了生机 这种拳法简直神乎奇迹 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正当他们这些人错愕不已的时候 薛安淡淡道 走吧 这里的事已经处理完了 接下来便该去魂天寨算账了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数百道剑芒如雨般落下 没入了公良星等人的体内 本来因为长久的沉睡 而气势为米的公良星等人 就觉得心神一震 整个人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与此同时 薛安双臂往后一甩 整个人如一道剑光般冲天起 公良星等人 只觉脚下一倾 便也不由自主地飞起 紧随在薛安身后 消失于茫茫虚空之中 而在他们走后 在这颗星球的泥泞地面之上 一棵小草缓缓钻出地面 颤颤巍巍地舒展开了叶子 给这个刚刚脱胎换骨的世界 带来了一丝绿色 这一拳 不光毁灭了一切 还带来了生机 这便是杀神六世的最高境界 一拳生灭 在距离这颗星球 大概一小时光成的虚空之中 悬浮着一颗巨大的土黄色行星 行星之上 不时有时速高达数千公里的 飓风席卷而过 所过之处 足有毁天灭地之威 乃至从星球之外 看去都能看到 那飓风刮过所形成的漩涡 而在这无数飓风 集结交汇的风眼之中 赫然矗立着一座城寨 这座城寨苍凉古朴 屹立于狂风之中 不管风刮得多么狂暴 依旧窥然不动 而这里便是掌管附近千余小时光成星域的 魂天寨了 此刻 这位魂天寨寨主申鹏星 正坐在巨义分赃厅中 眉头紧锁 神情凝重 最近几日 他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 好似有什么不好的事将要发生一样 为此 他还特意找来魂天寨中的狗头军师 也就是四粮八柱中的托天粮 给自己算了一挂 算完之后 这位狗头军师资牙一乐 寨主爷 您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忧心某个人呢 神鹏星点了点头 没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忧心的是不是那位红莲仙尊薛安 此言一出 神鹏星微微色变 但旋即便长叹一声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一直在担心这个薛安 毕竟他最近可是又在诸天之中 搅弄出了不小的风浪 而若是被他知道 咱们对青阳观做出的事 说到这 神鹏星机零零打了个冷战 不敢再想下去了 这魂天寨号称是宗门 其实就是个土匪窝子 当年神鹏星在附近设立关卡 任何从此路过的修士 都要缴纳足够的过路费 才能通行 好巧不巧 当年的薛安 有一次从此路过 神鹏星的人便去索要过路费 结果 结果就是这个关卡被直接摧毁 魂天寨更是从此一蹶不振 从一个霸占了一方心欲的大派 退缩成现在这样一个小城寨 神鹏星更是险些殒命 要不是他见机得快 求饶求得恳切 估计现在他的骨头都烂了 这一切 让神鹏星 以及魂天寨的众人 全都对薛安恨之入骨 但比那恨意更为浓烈的 还有畏惧 甚至当时神鹏星 都不能听到薛安这个名字 一听到就情不自禁地 想要跪倒在地 可想而知 后来当他们听到薛安陨落的消息后 有多么高兴了 神鹏星更是差点乐得背过气去 在大宴三天之后 便对青阳观 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这也就是青阳观的公粮心等人 会被禁锢在那颗星球之中 永世不得超脱的原因所在 可万万没想到 这种高兴的日子 还没过多久呢 竹天之中又一次传来了 关于薛安的消息 而且这次薛安一出世 便力斩六大先王 后面更是阵炼千宗天骄 其威势直逼当年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 神鹏星就再也没吃饱睡好过 因为他无时不刻不再担心 薛安会不会过来报复 毕竟 自己对青阳观 可是下了死手的 这要是被薛安知道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他才会并急乱投一道 让寨子中的狗头军师 给自己算卦的程度 这时 这位名列四梁八柱之手的 托天梁 黑黑一笑 寨主也且先放宽心 我可以保证 这薛安绝不会 来找咱们的麻烦 哦 为何这么说 神鹏星当时便来了兴致 很简单 因为现如今 朱天之中几乎所有的宗门 都对薛安下了通缉必杀令 除非他疯了 否则绝不会抛头露面 更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青阳冠 便暴露自己的行踪 您说是这个礼波 当时在听到这些话后 申鹏星心情大畅 认为确实是这个道理 并重重奖赏了这位狗头军师 可等到了这几天 这申鹏星 却又开始心神不宁起来 就连晚上做梦 都会不时地被惊醒 这种感觉 实在令他白找挠心 因此 今天早早地便来到聚一分赃厅 并召集手下众人前来开会 很快 厅外便传来了粗重的脚步之声 然后闯进来一名连并落腮胡子的黑脸大汉 这名黑脸大汉 气势雄浑 身上的肌肉更是结实的 好似黑铁胶筑的一样 只是随随便便站在那 便有一股凶煞之气 来者正是申鹏星手下的第一打手 也就是四梁八柱之中的顶天梁 说到这 要简单介绍一下 这四梁八柱 这乃是魂天寨之中的组织头衔 四梁便是指 托天梁 顶天梁 应天梁 顺天梁 其中 托天梁负责出谋划策 顶天梁负责冲锋陷阵 应天梁负责后勤 顺天梁负责安全防护 八柱的地位要比四梁稍微低一些 类似于中层管理人员 共分为内外四柱 分别是内四柱 扫青柱 狠心柱 白玉柱 福宝柱 外四柱 插迁柱 地性柱 房外柱 房门柱 按照分工不同 分别负责要债 私账 打探消息等等职责 整个魂天寨分工明确 等级森严 在诸天的土匪之中 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而今天 这四梁八柱 齐聚聚一分赃厅 朝着正中那架高椒椅上 坐着的申彭心 身诗一礼 齐声喝道 大当家 申彭心摆了摆手 面色凝重地说道 今日我叫你们来 并无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所以想叫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对策 说到这 申彭心环视了在场这些手下一眼 沉声道 想必你们也都知道了 那薛安夜已重新出世 若是他来我们魂天寨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这戏话一出 这些凶神恶杀的土匪们便是一愣 然后那本来嚣张的气焰 便稍稍收敛起来 甚至连一个敢吭声的人都没有 申彭心面色一沉 怎么 全都被吓住了 连句话都不敢说 正在这时 台下 站着的这位狗头军师托天良 轻轻推了推身旁的顶天良 并冲他使了个眼色 这名黑脸大汉心领神会 然后上前一步 沉声言道 大当家 你不必太在意 莫说 那薛安不敢来 就算他真的来了 某家的这身十三太保横恋 也不是白恋的 定叫他有来无回 声音如金钟一样 在整个大厅之中回荡 众人纷纷点头 申彭心的面色 也是稍稍舒缓了一些 可还没等他说话呢 就听外面忽然传来了一名 哨兵凄厉的喊声 报告大当家 外面闯进一人 自称 自称 自称什么 申彭心豁然而起 私生惊问道 自称自己叫做薛安 并让您出去受死 申彭心闻言 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去 然后便颤抖着问道 你代怎讲 有一人自称 自己名叫薛安 要您出去送死 哄 全场一阵剧烈的骚动 之前夸夸其谈 说什么薛安即便来了 也让他有来无回的那位顶天良 面色瞬间变得煞白 然后翘无声息地往后退了退 生怕再引起别人的注意 申彭心更是面色死灰 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上 神情呆滞地呢喃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 不是不会来吗 可还没等他说完 只听外面传来一个冰冷 而又充满无上威严的声音 申彭心 是什么 给你的勇气 让你觉得我不会来 随着话音 整个剧一分脏听 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紧接着 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薛安的身影逐渐浮现 然后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众人 而在他身后站着的 便是公粮星等人 他们的出现 令全场一片哗然 申彭心更是转身 便要顿入虚空之中 往外逃窜 可本来柔软的空间 突然变得如铜墙铁壁一般 根本无法顿入 申彭心被震得鼻青脸肿 然后满眼惊骇地看向薛安 薛 薛大人 我 可还没等他说完 薛安便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然后做出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噓 不要说话 你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静静享受着最后的时光 申彭心浑身俱震 脸色瞬间变得比死都要难看 哦 对了 还有你吗 薛安笑眯眯地看向大厅之中的这些四梁八主 尽情享受着最后的时光吧 因为接下来 你们将再无机会 此言一出 这些魂天寨的手下 奇奇狂震 然后便见顶天梁等人 疯狂地往远处逃窜 可他们的身形 刚刚离开这座巨一分脏厅没多远 一道见光 便如痞链般横斩而过 扑扑扑 一声声闷响声中 冲在最前面的几人 脑袋冲天起 然后鲜血蹦剑而出 无头死尸更是前冲几步 方才跌落余地 就此神魂俱灭 这样恐怖的一幕 也令后面蠢蠢欲动的众人 立即安静下来 薛安则轻叹一声道 我都说过了 要你们安静一点 为什么就是不听吗 说着 薛安冲着深鹏心微微一笑 身债主 你可知道 青阳冠冻我的关系 深鹏心面色惨白地点了点头 知道 既然知道 那你为何还敢对他们下毒手 说到这 薛安的眼神变得冷冽起来 眉眼间好似有风雪刮过一样 还是说 有人在背后指使着你呢 深鹏心的眼中 现出一抹灰色不明的光滑 然后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没有人指使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意思 因为当初你对我魂天摘各种限制 所以等你陨落之后 我便对你的人疯狂地报复起来 哦 就这么简单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深鹏心强自支撑着 然后以决绝的姿态说道 薛安 我知道你此次是为了报仇而来 多说无意 动手吧 薛安静静地看着一脸 视死如归表情的深鹏心 忽然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 牺牲自己 便能掩盖住背后的真相呢 深鹏心浑身俱阵 然后私生惊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薛安画风一转 语气淡然地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有个儿子吧 此言一出 深鹏心的面色 瞬间白得近乎透明一样 薛安笑得更加灿烂了 看来我说对了 你果然有个儿子 而你之所以不顾一切地 对青阳观下手 是不是来自于你儿子 所拜入的师门的授意呢 或者说 这纯粹就是一笔交易 这习话 不但令深鹏心面色惨白 也令幸存的这些 浑天债众一脸的蒙比 那位狗头军师托天良 更是浑身一震 然后轻声呢喃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一直没见过 大当家的公子 深鹏心忽然咧开嘴巴 四哭四笑地说道 薛安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有个儿子 对付青阳观 也是来自于我师门的授意 但你即便知道 又能如何 我是不会告诉你 对方到底是谁的 你就等着在迷茫中 度过一生吧 神鹏心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 然后周身气势疯狂涌动 显然已经做好了 最后的准备 可薛安闻言之后 却只是淡然一笑 你真的以为你不告诉我 我就对此束手无策了吗 说到这 薛安眼中光华大盛 一股强大到极致的威势 轰然降临 将在场所有人都给震慑起来 你不告诉我 我自会从你的神魂之中索取 薛安的话音刚落 神鹏心鼓起最后一丝气力 怒吼道 一起动手 不然我们都得死 哄 幸存下来的四粮八柱等人 不顾一切地 朝薛安发出了攻击 一时间 但见这巨一分脏听之中 光滑璀璀 气势更是震荡不休 可下一瞬 所有的攻击 便全都化为了无有 薛安白衣胜血 傲然而立 缓缓道 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选择 而付出代价 你们也不例外 化落 一道道剑芒 从薛安的面前浮现 然后纵横交错 直接洞穿了在场 每一个人的咽喉 噗噗噗 一声声沉闷的响声中 一句句死尸颓然倒地 临死前 脸上还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恶 仅仅一个呼吸之后 据一分脏听之中 就止于吓了这深鹏心一人 他还试图挣扎 可当薛安的目光看过来后 他就觉得浑身一凉 就此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漂浮起来 缓缓朝着薛安飞去 你似乎很绝望 薛安微笑着问道 深鹏心满眼惊恐之色 不用这样看着我 接下来会很快的 说吧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汹涌的神念 瞬间侵入了深鹏心的尸海之中 煞时间 深鹏心的眼中 现出了无限的痛苦之色 但仅仅片刻之后 他的眼眸便重归了一片虚无 那是他的神魂夜已崩溃的征兆 而后薛安方才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冷然地看向虚空之外 淡淡道 天煞功 果然是 你们在背后捣鬼 话落 一道见光 直接将深鹏心斩为两半 天煞功 位列虚空大教的顶级宗门 但因为近些年来 没有出色的传人 所以缺席了此界的千宗玄慧 但通过深鹏心的记忆 薛安获知 他的嫡系血液身时 便败入了这天煞功门下 而深鹏心之所以敢对青阳观下毒手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来自于天煞功的指使 至于天煞功 为何要煞费苦心得如此 那就要说起 薛安当年 还只是先王之时的事了 当年薛安辗转诸天 历练心境 试图突破先王关爱 进入下一个境界 结果好巧不巧的 他遇到了当时天煞功重点培养 也是其门下百余年来 最为精彩绝艳的传人 一位年方斗寇的少女 可就是这名看似乖巧可爱的少女 实则有着魔鬼一样的内心 动辄便图成灭族 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内心 那变态的信号信号 这种行为 要比邪修更为恶劣 毕竟邪修好歹还是有目的的 但这名天煞功的传人 却是什么都不为 仅仅为了好玩 便可以大开杀戒 而因为师门的强大势力 也没人敢对其稍加管教 这也令这名传人越发地嚣张 直到他遇到了薛安 当时薛安恰好遇到了 正在肆意杀戮的 这名天煞功传人 几句质询之下 双方便大打出手 这名女子本以为 没人敢真的对自己下手 因此表现得极为嚣张 可他万万没想到 薛安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 因为他的恶劣行径 薛安寒怒出手 直接将其斩为了粉碎 不光如此 薛安还单枪匹马地 杀入了天煞功的山门之中 以一人一箭逼迫的 整个天煞功低头认罪 这也是薛安当年的高光时刻 但也因此 他跟天煞功之间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等到薛安陨落之后 天煞功立即闻风而动 但因为身份所限 他们不便对青阳灌动手 于是便以收纳 申彭星血液后代 绅士的条件收买了魂天寨 让其对青阳灌下了绝情 所以 最近的申彭星 才会如此的患得患失 就是怕消息走漏 连累了自己的血液后代 这一切都是薛安 从申彭星的神念之中获知的 等到终于将一切记忆消化完毕之后 薛安深吸一口气 转头冲功良心等人言道 仇怨算是报了 接下来 你们便进入我的掌中佛国之中 好 功良心等人 纷纷点头 然后便纷纷投身于薛安的掌中佛国 等到光滑消散之后 薛安凝望着这座夜 已变得空荡荡的魂天寨 突然一脚踩落 哄 这座古朴苍凉的城寨 就此被踩为了平地 紧接着薛安一步跨出 来置了这颗星球之外 然后深吸一口气 局长斩落下来 一道长于千万里的剑光陡然浮现 以无可抵御的威势 直斩面前的这颗星辰 轰隆隆 星辰巨震 然后便从中献出了一道深深的红沟 红沟逐渐扩散 最终咔嚓嚓断裂开来 被薛安一剑斩为了两半 等做完这一切之后 薛安转过身来 大步走入了黑暗之中 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在那星空繁盛之地 有一所巨大的宫殿 正在缓缓地漂浮着 说是宫殿 其实就跟一座星球一样 并且 其中到处遍布着层层杀鸡 正是那闻明诸天的天煞宫之所在 此刻 在这天煞宫中 身是一脸傲然地 在宫殿游廊之中穿行 所过之处 众弟子无不退避路旁 俯首失礼 他确实有足以自傲的本钱 因为当年天煞宫苦心培养的 那名传人的陨落 身时现在可以说是 整个天煞宫年轻一辈中 天赋最高 成长最快的佼佼者了 在这天煞宫中 实力就代表着一切 所以 身时才会如此地狂傲 尤其他的心底深处 还有着一丝野望 自从这一届千宗玄会 薛安镇炼天骄之后 整个诸天的年轻一辈高手 可谓元气大伤 此消彼长之下 未能参加千宗玄会的身时 居然成为了诸天之中 拔尖的年轻高手 这个发现 令他更是不可一世 眼睛简直都要飞到天上去了 终于 他缓缓落在了天煞宫中 一座独立高耸的宫殿之前 师兄 众多弟子纷纷朝他失礼 身时鼻孔朝天 微微点了点头 师尊可在里面吗 回师兄 师尊正在里面跟诸位长老商议事情吗 嗯 身时迈步便走入了这座宫殿之中 果不其然 他的师尊也就是天煞宫的大长老 正在与诸位长老商议事情 见到他进来之后 这位大长老的脸上不禁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师尊 身时汗手一礼 嗯 你过来 身时迈步走到了自己师尊身旁 然后便听这位大长老说道 现在事情就是这样 那薛安在星海深处一颗蓝超巨星之前出现了一次 然后便再次消失了 现在整个诸天都在找他 我们也不得不防 众位长老纷纷点头 而听到薛安这两个字 身时的眼前也不禁光滑一闪 然后便沉声言道 师尊 我觉得大可不必 那薛安有什么了不起 虽然是先尊 但那也只是当年那是霸了 他不来还变霸 来了 我首先就不放过他 身时信心十足 因为最近他的修为又有精进 正是信心爆棚的时候 这位大长老文言 也不禁献出了一丝宠溺的笑意 你说得倒也没错 但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毕竟这薛安虽然转世重修 但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我明白 虽然这么说 但生时的脸上 却满是不在乎的神情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流光以莫可名状的速度 直接冲到了天煞宫上空 待停住之后 薛安满眼煞气地 看了面前这座巨大的宫殿一眼 然后深吸一口气 一脚踩落 哄 漫天剑芒轰然浮现 紧接着便融为一道洪流 直扑面前的天煞宫 这一切来得是如此之快 乃至于天煞宫上空 刚刚浮现出一层防御阵的光滑 然后便被这股剑气洪流 给直接冲破了 剑芒如雪 展露任何敢于阻挡在他面前的一切 正在宫殿开会的众人浑身巨震 而此时的薛安方才淡淡道 我乃薛安 而等 全都出来受死 当花无语 以及人黄殿 玄明灵的诸多高手 穿过时空通道 来至天煞宫上空之时 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幕画面 不禁令他们瞠目结舌 只见这座本来高大 宏伟至极的巨型宫殿 此刻 却以粉身碎骨 无数的碎屑漂浮于空中 形成了一个混沌不清的巨大漩涡 但这却并不是最令他们感到惊讶的 最令他们感到震惊 乃至于面线恐惧之色的 乃是树立在漩涡之前的 那一根根巨大石柱 这些石柱 明显就是这座宫殿本身的材料 乃是以质地极尖的金石制造而成 此刻却被人生生抽离出来 然后以某种手法固定在了虚空之中 而在这些石柱之上 赫然镶嵌着一具具尸体 没错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镶嵌 但见这些尸体 都被一种莫可名状的距离 给生生砸进了石柱之中 尸体球节扭曲 有的脸上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恐惧 最关键的是 这些尸体数量极多 乃至于将所有的石柱 都给镶嵌得满满当当 一眼望去 可谓是密密麻麻 令人毛骨悚然 如此诡异血腥的画面 也令许多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声音发颤地问道 而来自仁皇殿的这位军师 则上前几步 飞至这些石柱进前 在仔细端向了片刻之后 不禁语气凝重地说道 是天煞宫的人 他们都被人杀了 怎 怎么可能 有人满脸难以置信地言道 是啊 这天煞宫虽然近些年来有些示威 可也是堂堂的虚空大叫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被人宰割 这位仁皇殿的军师没有吭声 只是一指前方不远处的一根 明显比其他石柱要粗大许多的柱子 我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可你们看那是什么 众人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然后便气气愣住了 因为就在这根石柱之上 赫然定着一名衣着不俗的老者 这名老者面容扭曲 手脚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姿态 空洞的双眸直视前方 嘴巴大张 显然临死前遭受了极为巨大的痛苦 这是 这是天煞宫的大长老 有人惊叫道 这下众人更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因为天煞宫的大长老 可是一名堂堂的先王级强者 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在这星海深处都已算不俗 可此刻 他却被人如宰猪狗一样给杀掉了 不光如此 在这名大长老的身旁 那位本来气焰嚣张 悟空遗弃的身时 此刻亦是被死死定在了石柱之中 在他的眉心处 有一个圆圆的小洞贯串过 令他那张本该俊秀的面容 变得诡异而又可怖 整个虚空都安静下来 匆匆赶来的花无语等人 全都沉默了 他们本在那蓝超巨星之前 寻觅到了薛安的踪迹 却没想到 等赶到那后 却扑了个空 本以为再想找薛安 将会越发地艰难 可还没等他们散去 这位千和公的公主花无语 就又察觉到了薛安身上的契机 狂喜之下 他迫不及待地将消息分享开来 然后各方人马集结一处 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可万万没想到 等到了这里之后 非但没有找到薛安的半点踪影 反倒看到了这样血腥的一幕 这 这薛安不是一向自诩正道人士吗 为何此次出手 会如此地狠立绝情 有人面色苍白地轻声呢喃道 很简单 他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向我们示威 仁皇殿的这位军师 目光闪烁不定 沉声言道 示威 众人一愣 没错 就是示威 仁皇军师淡淡道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 我们在后面追踪于他 可他并不在乎 反而大开杀戒 将这天煞功彻底抹杀 这说明 仁皇军师的眼中 突然闪过一抹金句之色 这说明 这位红莲先尊 在经过一次转世重修之后 显然已经改变了处世策略 至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 束手束脚 而是直接以铁蟹手段 来震慑所有人 他要用这种方式 告诉那些背叛他的人 他已经归来了 这位仁皇军师的话 令所有人都为之施语 有人更是神情呆滞地 凝望着面前 这片血肉丛林 喃喃自语道 天啊 我们到底 在对付怎样的一个恶魔呀 正在这时 花无语忽然沉声道 不 他比恶魔还要可怕 所以我们要赶在被他扭断脖子之前 先将其诛杀 否则 死的便将是我们 天煞宫上上下下 数百余名弟子被杀 大长老被人定死在石柱之上 如此震撼的消息 自然是不进而走 迅速在整个星海深处 乃至诸天蔓延开来 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全都傻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一个虚空大叫 结果就这样被人给灭了 关键是 这个薛安 往常从不会下如此重的手 这次却如此狠利 显然已经被彻底激怒了 这下 整个诸天都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 有人则在感叹 总之整个诸天都舆论如废 但如果说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谁是最害怕的 那自然要数薛安昔日的那帮手下们了 这薛安到底在搞什么拐 他不是向来宽厚吗 即便犯了错 只要好好认错 也会放你一条生路 这次怎么会如此凶残的灭门 有人近乎歇斯底里的狂吼道 几百口 那可是几百口人命啊 而且听说连新晋的学徒都没放过 这薛安果真是变了 他以前可是指出手恶邪从不论的 有人面色苍白的小声嘀咕道 还有许多曾经投靠薛安 后来又反叛而出的人 偷偷躲藏进了诸天的角落之中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 可就在整个诸天都如临大敌之时 薛安却又一次消失了 消失得彻彻底底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面对薛安这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莫测手段 本来信心十足 认为靠着弟子赴念之那道诅咒气息 便可轻松抓住薛安的花无语 此刻也彻底地绝望了 至于仁皇殿 还有玄明灵等宗门 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 但内心之中依然觉得沉甸甸的 就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将要发生一样 而就在整个诸天 都因为这件事而鸡飞狗跳之时 亲手抹杀了天煞宫的薛安 却已翘无声息地来至了星海边缘 并往那不可知的虚空飞去 一切都只因为 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佛连之中的传信 传信之人 正是那位密宗胎藏界的顶尖高手弥勒 他在信中说 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需要薛安决断 请他立即赶过去 在收到信息之时 薛安刚刚将那位生石 定死在了石柱之上 而那时候 整个天煞宫都已经覆灭 甚至连门前看守的灵兽都没能幸免 真正做到了鸡犬不溜 而薛安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是他的性情变得暴虐了 也不是为了立威 究其根源 一切都是 这天煞宫旧由自取 因为薛安在来到天煞宫之后 便见到整个天煞宫上空 弥漫着厚厚一层怨气 等到神念冲入其中 搜寻一番后 薛安不由地勃然大怒 因为他赫然发现 这表面上看去道貌黯然的天煞宫 背地里居然在用普通修饰 生魂做实验 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实验出最为合理的功法来 可这种方式实在太过阴损毒辣 因为生魂被做完实验之后 也就意味着魂飞魄散 不光如此 薛安还从其中看到了 种种龌龊肮脏至极的事情 这不由地令他怒火中烧 因此也没废话 悍然出手 直接将整个天煞宫移为了平地 等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转身往那密宗胎藏界飞去 可就是这样一个举动 却造成了整个诛天的震动 这也是薛安所没有预料到的 而且即便是预料到了 薛安也懒得理会 毕竟自己做什么 还需要在乎别人 怎么看吗 密宗两大界所处的位置 距离星海深处 其实很远 但在薛安的脚下 却不过一天多的光景而已 终于 前方的虚空之中光滑隐隐 带穿过一层薄薄的光雾之后 一座宏伟壮丽的檀城 便出现在薛安面前 檀城 一名曼陀罗 一位轮元巨足 乃是密宗之中无比殊胜之地 而面前这座檀城 更是无比的广大圆满 首先 檀城的最外围 乃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这些火焰犹如天芡 令一切邪魔不得入内 内层是一座方城 远远望去 城中金光弥漫 梵阴震天 令虚空都不时地泛起涟漪 然后开出朵朵莲花来 正当薛安停住脚步之时 城中送念的梵阴骤骤然停住 然后便见方城的城门缓缓打开 一朵朵莲花凭空浮现 构成了一条长长的涌道 并延伸至薛安的脚下 紧接着 有一名宝箱庄严的僧人 走出城来 冲薛安双掌合十 那某本师 薛施主 我们已经在此等你多时了 请随我来 说吧 这名僧人转身往城中走去 薛安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脑后便隐隐现出一枚金轮 迈步往前走去 当迈进这座方城的那一刹那 身后的城门轰然关闭 面前却出现了一座高大的星号星号台 尼勒站于星号星号台之下 面线难色 而当他看到薛安之后 更是往前紧走几步 急切地喊了一声 叫主 薛安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不必说了 一切事 我都已明了 说吧 薛安连看都未看星号星号台下的这些僧人一眼 脉步便往台上走去 可他的脚刚刚踏上一层台阶 在他的面前 便出现了一名宝箱庄严的僧人 正是刚刚出城迎接他的那位 只见他面无表情 淡淡道 薛施主若想上台 还请先过我这一关 可没想到 薛安的脚步丝毫未停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淡淡道 让开 说着 薛安的脚步便已踏上了第二层台阶 这名僧人见状冷哼一声 面前突然浮现出一柄金刚柱的虚像 朝着薛安便刺了过来 金刚柱善灭一切邪法 乃是一等一的法宗利器 尤其在这名僧人的手中 这一击更是气势宏大 令人震动 但面对这样的一击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目光一闪 虚空之中 便突然生长出一朵莲花 正好挡在了这枚金刚柱的前面 叮 一声细碎的声响之后 号称无间不摧的金刚柱 在这朵柔弱的莲花面前 连一秒钟都没坚持住 直接便寸寸断裂开来 这名僧人闷哼一声 眼中的金光陡然一暗 然后便满脸黯然地双掌合时 朝着薛安身失忆 那么本师 薛施主请 说吧 他便退到了一旁 薛安面无表情 继续往上走去 可刚走了没几步 又有一名胖大的和尚 拦住了去路 只见这名和尚 胖得好似一座肉山一样 站在台阶之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薛安 然后咧嘴一笑 薛施主 小僧也斗胆前来一时 若是你能让我离开原位 那就算你通过了 如何 虽然是在征求薛安的意见 可在这名胖大和尚身上 一道道金光 正在不停游走闪烁 在他体内更是传来一阵阵筋骨颤动的声音 然后那本来就十分高大的身躯 又随之高了几分 威严的气势足以令人为之则舌 这哪里是什么人 分明就是一尊 可以功成略债 战无不克的大杀器 一般人莫说动手 仅仅只是站在这名僧人面前 就会胆气净丧了 薛安停住脚步 抬头看了这名僧人一眼 然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大威德金刚法 薛施主果然好眼力 撒家休息的 正是金刚界的大威德金刚法 这名和尚颇为自傲地说道 可薛安却轻轻摇了摇头 可惜休息得还差点火候 此言一出 这名僧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怎么 你不服 多说无意 薛施主既然觉得我火候不够 那就请动手吧 这名僧人冷声道 薛安微微一笑 那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真正的以为为德 金刚不动 言罢 薛安伸出手来 纤细修长的指尖之上 突然凝出一点金光 然后点指刺出 这名僧人本来混不在意 因为他对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 有绝对的自信 认为这样一指 根本奈何不了自己 可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 他就为自己的自大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这名族有三米多高 壮硕如像的巨僧 便如树上飘落的枯叶一样 被震飞出去 而且落地之后 他体内传来接连不断的爆响 整个人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体型开始迅速地缩水 薛安一指 便破了他的金刚不坏之身 这才是以威为德 全场一阵无声的哗然 人们都不敢相信 这名胖大和尚 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便落败了 要知道 他的精神 在整个秘宗的胎藏跟金刚两界 都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就连这名体型业已严重缩水的和尚 也是一脸的猛逼 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败得如此之快 如此之惨 而正在众人愣神之际 薛安迈步继续往高台之上走去 正在这时 这名胖大和尚豁然起身 站在了薛安的面前 薛安微微一扬眉 怎么 还想打 胖大和尚 立马将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说着 他憨憨地一笑 双掌合十 薛先生 撒家名号金刚手 刚刚拦住你的那个家伙 名曰虚空葬 乃是我的师兄 之前那名宝箱庄严的和尚 也冲着薛安和长一礼 虚空葬 金刚手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淡淡一笑 原来是密宗中的大菩萨 在这密宗两界之中 有数位文明侠尔的高手 金刚手和虚空葬 便是其中之一 嘿嘿 当着您的面 怎敢自称大菩萨 薛先生 请 说着 金刚手便满脸肃然地 让开了一条道路 薛安迈步继续往上走去 这一次 在无人敢于台阶之上阻拦 直到马上就要 踏上高塔了 在他的面前 方才缓缓浮现出一道白色的影子 这是一名白衣僧人 看上去年纪不大 俊秀的五官之中 带着一丝少年气 但那双眼眸 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 这种反差 令这名僧人 拥有了一种奇异的魅力 薛安停住脚步 眠望着面前 这名僧人 缓缓道 你也是来阻拦我的 这名白衣小僧微微一笑 然后单掌一礼 小僧官自在 在此恭候薛先生多识了 官自在 这个名字一出 薛安的眼中 也不禁闪过了一抹异样的光滑 然后便露出了一丝 意味深长的笑意 密宗金刚界第一高手 官自在 不敢当 小僧只是个普通和尚罢了 官自在笑着言道 全无半点烟火气 这种亲和力 足以令任何人 放下戒备之心 可薛安却不为所动 反而淡淡道 不管是不是 既然你在此阻拦 那就动手吧 也让我看看 你们这些密宗高手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这番话 令许多僧人脸上的怒容引现 因为薛安的话里话外 分明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官自在笑容如故 轻叹道 薛先生果然不愧是 曾经的绝世先尊 当真好大的煞气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得罪了 说吧 官自在抬起 洁白如玉的一双手掌 轻轻一拍 是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立响 在官自在的深周左右 骤然浮现出 无数朵莲花瓣并朝着薛安狂喜而来 金光大作间 整个天地都被一股 肃杀至极的契机所笼罩 而契机指向的中心 便是薛安 如此狂暴的打法 也跟官自在那清秀俊逸的外表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 可薛安面对这如 惊涛骇浪般的一击 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甚至还十分悠然地 将手背到了身后 静静地看着 这满天飞舞的花瓣 风锐无双的 莲花瓣如雨般落下 正好落在了薛安的身上 吃吃吃 一声声极其难听的摩擦声传来 就像是有人在用一把大电锯 搓磨着混凝土地面一样 令人的骨头都酥软起来 那时这些莲花瓣 正在疯狂斩磨薛安的肌肤血肉 可紧接着 便见这些莲花瓣 便片片崩碎开来 散尾了碎片 再看这时的薛安 周身上下光滑洁净 连一丝细微的伤口都没有 不光如此 薛安身上的肌肤 似乎连毛孔都消失了 光洁的真好似玉石一般 并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关子在面色一变 脱口出 无垢 薛安淡淡道 没错 便是无垢 所谓无垢 乃是佛修之中 一个极高的境界 进入此境之后 周身将静如流离 光洁无瑕 不沾染任何的外界因果 这样一来 外界的攻击 自然也就无效了 说起来 这种境界 还是薛安当年 从月沙那里学到的 只是现如今的薛安 境界已经比那月差还要高了 甚至连这位密宗金刚界 第一高手 关子在的攻击 都能免疫掉 关子在脸上的笑容终于收敛 眼中的光滑 也变得凝重 与此同时 只听薛安冷声道 刚当你打得过瘾了 现在轮到我了 说吧 薛安踏前一步 脚还未曾落地 便已冲置着关子在的面前 这个过程是如此之快 乃至于关子在 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薛安便已伸出如玉石般的手指 直直地刺向关子在的眉心 手指位置 杀意已然凌身 犹如一根尖针般的剑翼 锋芒毕露 在关子在的眉间 猛然爆发开来 哄 光滑暴闪之下 所有人都觉得 双眸微微一痛 然后便被迫闭上了双眸 等到再次睁开双眸 所有人不禁都傻眼了 就见这位关子在 正满脸苦涩地站在原地 而薛安的手指 则直直顶在他的眉间 令其根本无法动弹 而后就见关子在的眉间 缓缓渗出了一滴烟红的鲜血 然后滴落下来 动 虽然只是一滴鲜血 却震得整座高台 都为之颤动起来 现在 可服气了吗 薛安淡淡道 关子在轻叹一声 刚想说话 就听高台之上 传来了一个浩瀚 而又威严的声音 关子在 你不是薛施主的对手 还是退下吧 是 关子在闻言 立即往旁退去 而这个声音一出 在场的这些僧人们 也纷纷跪倒在地 朝着高台之上 顶礼膜拜起来 薛安面无表情 抬脚便走上了高台 刹那间 一道金光闪过 然后便不见了薛安的踪影 弥勒呆呆地看着薛安那消失的背影 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在一起 教主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而在高台之上 薛安停住脚步 斑淡道 动用了如此大的阵仗 邀我前来 甚至不惜命弟子 列阵来考验我 你到底 想要干什么呢 本师菩提 随着薛安的话音 在高台的中央 一道金光浮现 然后便献出了一名 坐于连台之上 面目模糊不清 但气势浩瀚如海的佛尊 正是密宗的本师菩提 也就是那位创立了胎藏 金刚两大界的根本本尊 虽然看不清面容 但他却一直在用温厚的目光 看着薛安 两久之后 方才轻叹道 你身上果然有他的气息 所以他已经陨落了 是吗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是 他知道 这位本师菩提在问谁 事实上 创立净土佛国的世尊 最开始便是密宗弟子 只是后面有了自己的见地之后 方才脱离出去 也就是说 世尊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面前 这位本师菩提的弟子 哎 真是个痴啊 本师菩提叹息一下 然后便沉默下来 薛安也不说话 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两久之后 这位本师菩提 方才抬起头来 缓缓说道 虽然他牺牲了自己 来阵锋那扇同门 但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对吗 薛安微微一阵 你都知道 本师菩提轻笑一声 然后缓缓摊开手 手心之中 便浮现出一颗光滑如镜的光球 光球缓缓转动着 上面隐隐有无数的契机 正在推演生命 虽然我在此坛诚之中 但诛天之中的事 却很少能瞒得过我 说着 本师菩提抬起头来 凝绕的雾气突然消散 露出一张半边威严 半边慈祥的脸颊 你刚刚不是问我 我为何要邀请你前来吗 那我现在便告诉你 弥勒已经将所有的事 都跟我说了 所以我现在想听听 你的意思是什么 随着话音 本师菩提的眼中 爆射出极为璀璨的光滑 死死盯着薛安 薛安毫不示弱地 迎上本师菩提的目光 语气舒缓 却无比坚定地说道 自然是灭掉一切 敢于来犯之敌 保卫诛天 保卫诛天 本师菩提忽然笑了笑 那你可知道 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存在吗 薛安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 那你还如此地有信心 本师菩提好奇地问道 他们是什么存在 跟我如何保卫诛天有冲动吗 薛安反问了一句 本师菩提微微一正 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回答 果然有你红莲先尊的风范 但你想没想过 如果我同意的话 整个密宗都将卷入这场浩劫之中 甚至连能存活下来 多少都是个未知数 想过 薛安点了点头 所以我现在也想问你 你到底是加入 还是不加入 本师菩提凝望着薛安 忽然说道 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关于什么 比如你已经消散 现在跟我对话的 只是一段意志这件事吗 薛安淡淡道 此言一出 这位本师菩提 更是浑身一震 旋即苦笑起来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不过你说的也不全对 我并未消散 只是已经跟整个坛城 还有胎藏金刚两界融为了一体而已 薛安静静地听着 因为他知道这个本师菩提 肯定还会有话说 果然 只听本师菩提苦笑着说道 而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 我的本体已经被毁了 而始作俑者 同样是来自于诸天之外的邪物 这下 即便是薛安 也不禁悚然动容 因为这本师菩提 可是来自上古时代的大能之一 虽然说 因为佛修独有的性质所限 导致他的声望不隆 可实力当真不可小觑 甚至在境界上 已经无限接近于半步仙尊之境 可就是这样的实力 却被人打灭了本体 最终只能将意识跟世界相连 这怎能不令他为之震动 似乎是感受到了薛安的惊讶 这位本师菩提轻探道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对方是谁 又有什么样的实力 但我却无法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当初的那段经历 已经被某种力量 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这下 薛安更是眼眉竖起 将你的记忆给抹去 是啊 难以置信吧 我也不愿相信 这是真的 但一切就是这样发生了 所以 本师菩提双眸 璀璨地看着薛安 现在告诉我 如果面对的将是这样的存在 你还有信心 履行刚才的承诺吗 本以为薛安会有所迟疑 但没想到的是 薛安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点了点头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什么存在 我都不惧 很好 那我现在 也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这场大劫 我密宗应下了 多谢 不用谢我 实际上 即便你不这么做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覆巢之下 乌安卵这个道理 我还是懂的 并且 当年那件事 我终归是要讨个说法的 说到这 本师菩提忽然笑了起来 他以为将我的记忆 抹去 便可高枕无忧 却不知道我通过千百年来的打坐 居然找到了一丝画面 说着 在本师菩提和薛安的中间 一道光幕缓缓拉开 上面浮现出了一幅模糊不清的画面 在一片混沌的天地之中 一根巨大无比的手指 正在往下暗落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薛安看着这幅画面 目中光滑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位本师菩提淡淡道 这便是残存在我的阿赖耶石中的影子 抹杀我记忆的 那个存在虽然厉害 却忘记了阿赖耶石 是可以记住某些影子的 高台之外 檀城的众多僧人们 开始微微骚动 因为距离薛安迈入高台之中 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谁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弥勒更是满脸担忧地看着 师兄 你是在担心 这位红莲先尊吗 关自在 出现在他身后 轻声问道 弥勒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我实在很纳闷 他到底 对你做了什么 能让一贯心高气傲的你 都对他这么服应 弥勒扭头看了这位 关自在眼 然后轻笑道 怎么 被他击败 所以有些不服气 当然不是 只是好奇而言 关自在轻声道 弥勒又一次看向了高台 淡淡道 如果我说 他震碎了我的执着 你会相信吗 关自在浑身一震 然后便若有所思地低下头 不再说话了 与此同时 面前这座高台 开始微微颤动 然后便在无声无息间 坍塌开来 化为了满天光尘 众人无不震动 而也就是在这时 在这满天光尘之中 薛安昂首而出 深周光滑璀璀 身后一尊顶天立地的佛像 轰然浮现 本师菩提 所有僧人 在见到这尊佛像之后 齐齐跪倒在地 激动不已地呼喊起来 关自在和弥勒等人 亦是躬身失礼 见过师尊 本师菩提微微汗手 然后以无上威严的语气说道 正如弥勒所说 弘连先尊夜已成继师尊法统 为新任净土佛国教主 众僧欢喜赞叹 纷纷冲着薛安和长为礼 参见净土教主 弥勒的脸色逐渐激动起来 果不其然 就听本师菩提接着说道 不光如此 现在我以命弘连先尊为 尔等的根本上师 他所言便为我之法令 不得违抗 可听真 此言一出 众僧愕然 谁都没想到 本师菩提 会突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只有弥勒欢喜无限 双掌合十 深深俯首 纳摩本师 善哉善哉 虽然心中有百般的疑惑 但既然是本师菩提所言 这些僧人便也在稍一迟疑之后 齐齐点头 弟子听真 很好 那么接下来 本师菩提忽然大喝一声 红连先尊 薛安淡淡道 在此 接我法令 说吧 本师菩提伸出宽厚如山的金色手掌 笼罩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无数金光如雨般落下 渗入了薛安的体内 薛安整个人的气势也开始节节攀升 终于 当一切金光终于消散之后 本师菩提已经消失不见 而薛安则缓缓睁开了双眸 哄 整座坛城都为之颤抖 所有僧人 只觉有一股佩然莫知能欲的强大威势 轰然降临 不由深深低下了头 薛安环师在场所有人 终于缓缓言道 此界现以为我所用 你等需要听我号令 若有不从者 定斩不饶 可明白 言语间 那满意的杀气 令众僧未知震动 某些人心底深处的那些小心思 也随之烟消云散 齐声喝道 我等明白 很好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便将目光投向了 站在人群之前的弥勒 弥勒 弟子再次 弥勒满脸激动地上前一步 我命你即刻率领胎藏金刚两大界高手 携此坛城 前往净土佛国 在那里布置好重重防线 不得有误 弟子明白 弥勒弓声应道 旋即便抬起头来 一脸疑惑地问道 教主 您难道不一起回去吗 我 暂时先不回去 薛安摇了摇头 因为我还有件事需要去做 弥勒想接着问一下是什么事 但看薛安的表情 最终还是将话又咽了回去 你等且去 我多则半载少则三月 便会回返净土佛国 说吧 薛安双袖一甩 整个人冲天起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苍穹之上 弥勒深深看了薛安离去的方向一眼 最终转过头来看向了官子在等人 上师已然下令 事不宜迟 我等即刻动身 前往 净土佛国 是 众僧轰然应诺 然后便迅速行动起来 片刻之后 这座弹城突然开始变换形态 最终变成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 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茫茫虚空之中 而就在密宗众僧 前往净土佛国之时 薛安也已离开了星海深处 以快若流光的速度 往某个方向赶去 终于 在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之后 前方虚空之中 隐隐现出了一颗 湛蓝色的星球 正是地球 此时的地球 也已变了一副模样 只见它浑身 都沐浴在璀璨的滑光之中 无数灵气喷涌而出 形成巨大的灵犬 顶端甚至延伸了有数万里之遥 然后又跌落回来 形成了一道道 惊心动魄的灵气湖光 薛安站于地球之前 目光如剑斑 从地球之上扫过 但见一道道 法阵将整个地球严密地包裹其中 天道法则 更是浩瀚如海 显然在薛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地球又有了极大的发展 薛安眼神微眯 然后便纵起一道金光 翘无声息地引入法阵之中 就此消失不见 北疆 经过数年的发展 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整个华国 乃至整个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一栋栋高达数千米的高楼 拔地而起 之间更是有无数的游廊连接 构成了秘如珠网般的空中交通网络 街道之上人流如潮 其中不乏神丸弃族的修行高手 道边的武馆修院 更是一家挨着一家 不时还从中传来整齐华衣的呼哈之声 而就在这繁华的街头之上 却没有人注意到 有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突然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薛安走在街道之上 看着那琳琅满目的新鲜事物 嘴角不禁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不管去过多少地方 还是只有地球 能够给予他这种浓烈的人间烟火气 薛安也不急于去找唐轩他们 而是饶有兴致地在大街上走着 这次离开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整个地球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他想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好好观察一下 然后再决定自己心中的那个想法 到底要不要执行 很快 薛安便溜达到了一座公园之前 当仰头看见这座公园的名称后 薛安不禁哑然失笑 没想到走着走着 居然来到这里了 这里正是薛安当年 还只是个平凡男子时 和安岩经常来的地方 同时也是薛安重生归来后的第一站 只不过此时的这座公园 却比当初热闹了许多 有许多穿着武馆服装的学生 满脸崇敬地在公园门口排着队 那模样就像是前来朝圣的一样 薛安微微有些愕然 但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随在这些学生后面 走入了这座公园 当迈步走入其中 薛安发现 这座公园没有丝毫的变化 所有的布置都一如往昔 唯独在公园的那个小湖边 多了一座雕像 一座威风凛凛的男子雕像 薛安的眼中闪过一抹恶然之色 因为这座雕像之前 赫然树立着几个大字 薛神尊之像 是我的雕像 可薛安不管怎么看 都无法将这座面容呆滞 好似庙里神佛的雕像 跟自己联系起来 可就是在这样一座造型拙劣的雕像之下 却聚集了很多的学生 隐隐间还可以听到 有人正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 薛安好奇地走到近前 只见有一名穿着灰色长衫的男子 站在雕像旁的台阶上 满脸激动地说道 同学们 当年薛神尊 就是从这里开始 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征程的 那时候 薛神尊跟你们一样 还只是个不安适适的少年 为了谋求生计 养活安女神 他奔波劳累 每天最大的娱乐 就是带着安女神 来这座小湖边坐上一座 听到这 薛安的眼中 不禁闪过一抹光滑 这个家伙 倒是知道的挺多啊 当年薛安确实经常带着安言来这里散心 不过 他说起这些干什么呢 正在这时 只见这名男子 看着下面的这些学生 满脸激动地说道 可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看似毫不起眼的散步 薛神尊却从中悟到了武道治理 听到这句话 薛安差点没笑出声来 武道治理 那是什么玩意 不过他这种表现 却令周围的几名学生 对他怒目而逝 其中更有一名学生 压低了声音警告道 神情严肃点 老师现在可是在讲薛神尊的往事呢 不得亵渎 薛安也没说话 索性抱起肩膀听着 这时 说话的这名男子 表情变得狂热起来 自此之后 薛神尊就踏上了一条逆天之路 后面更是威压诸天 成为了绝世先尊 不得不说 这名男子的演讲 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至少这些学生们 文言全都面现悠然神网之色 很多男生更是激动地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而你们可知道 薛神尊又是从什么地方 悟到武道之理的吗 男子话风一转 沉声问道 众多学生全都摇了摇头 男子呵呵一笑 然后无限感叹地 拍了拍身旁的这座雕像 满脸自傲地说道 那你们又可知我 为何要在此 铸造这座雕像吗 众学生又一次气气摇头 那是因为一切的根源 都来自于这座小湖啊 男子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说道 在场的所有学生 都顺着这名男子指向的方向看去 但见这座小湖波澜不星地躺在那 除了比较清澈点外 没有任何的独特之处 可这名男子的表情 却越发地狂热 当年薛神尊就是在这座小湖之前 领悟的五道治理 所以 这里才是一切的起源 可探世人愚望 居然不知道此处的重要性 可我却明白 这里蕴含有大道治理 因此我才会 将你们带到这里来 就是想让你们能够有所参悟 哪怕得到薛神尊所留下的契机之万一 也足够你们比拟当时 横扫同级了 这名男子说的嘴角都泛白沫了 在场这些学生们 更是一阵的骚动 简直是心持神网 激动不已 薛安却有些傻眼了 什么时候 自己是从这里悟到的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还什么大道治理 这不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 而且他这又是打算干什么 正在这时 只听这名男子 换做一副十分严肃的表情 都先别激动 我知道 你们现在都想着 再次好好参悟一番 可你们想没想过 薛神尊乃是何等人物 那乃是在诸天之中 都横压一世的绝顶天才 他能领悟得到大道治理 你们能吗 这句话一出 这些学生的眼神 全都暗淡下去 是啊 哪怕是最自傲的人 都不敢说 自己能有薛神尊的那般天赋吧 场中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低落下来 许多学生更是低下了头 一脸的沮丧和失望之色 可是看到这一幕 这名男子的眼中 却闪过了一抹喜色 旋即便正年利色道 都抬起头来看着我 这些学生全都抬起头来 一脸茫然地看着这名男子 只见这名男子 痛心疾首地说道 怎么 就因为我的几句话 你们便全都丧失信心了吗 就凭你们这样的意志 又怎能在修行之路上 有披荆斩棘 有所精进呢 你们这样跟废物 又有什么两样 可是 在最前面站着的一名少年 满脸战红 有些不服气地 想要解释什么 这名男子摆了摆手 好了 不要解释了 我知道 你们在想些什么 没错 确实没几个人能赶得上 薛神尊的天赋 但方法是人想的 今天我就特意 为你们准备了这个 说着 男子突然从身后 拽出了一个造型 普普通通的蒲团 满脸珍重地抚摸着 然后缓缓说道 这是什么 蒲团啊 之前想要解释的 这名少年说道 错 这不是蒲团 而是我数十年的心血之洁精 说到这 男子的表情变得激动起来 你们可知道 我为了研发这个蒲团 耗费了多少精力吗 没错 它看上去确实是个 普普通通的蒲团 可实际上 这里面的每一帧每一线 都有着它们特殊的含义 尤其它内部填充的 乃是我特意从薛神尊的老家 取来的土壤 并经过种种复杂的手法 加以计练 可以说 每一个蒲团之中 都蕴含有薛神尊的一丝契机 只要坐上它 便可以最大限度地 提升自己的天赋 甚至 男子环视全场 脸上的神情兴奋地 已经近乎于扭曲了 跟薛神尊一样 领悟天道至理 走上修行之路 哄 全场都是一片震动 所有的学生 都被这名男子 所描述的美好愿景 给吸引了 薛安更是呆呆地 看着这名男子 两久之后 脑海中 才浮现出了两个大字 人才 因为这些话说的薛安 险些都有点相信了 甚至他都有点怀疑 自己当年 是不是真的曾经 坐在这座小湖之前 领悟过五道治理了 就连薛安都如此 更遑论在场的 这些学生了 只见他们一个个 兴奋地跟打了鸡血一样 有几个学生 更是激动不已 大师 能把这个蒲团 给我一个吗 我愿意出一万华夏币 我出两万 三万 喊声此起彼伏 男子眼中 现出了一抹喜色 但表面上却还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按理说 我是不应该向你们收钱的 毕竟同为华夏同胞 帮助你们修为精进 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这个蒲团 确实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 如果 话音未落 就见最先说话的那名少年 满脸帐红地举起手来 陈生道 大师 我出十万 请将这个蒲团卖给我 听到这个价格 男子眼中的喜色更浓 但还是故作为难地叹息一声 好吧 看来你也是真心想要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将这个蒲团给你吧 但是 你要记住 不管你误到了什么 都不可有丝毫的奸邪之心 否则我不收拾你 薛神尊也会收拾你的 男子满脸严肃地告诫了几声 这名学生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恭恭敬敬地接过了 男子手中的蒲团 放心吧大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嗯 男子点了点头 突然掏出了一个二维码 来 扫码转账 这名少年迫不及待地赚了钱 然后便急匆匆地跑到了小湖边 选定一个开阔位置之后 便放下了蒲团 坐于旗上 开始闭目打坐起来 一见到这一幕 剩下的这些学生 不禁全都着急了 大师 可还有蒲团吗 卖给我一个吧 我也愿意出十万 没错 还有我 鼓噪声中 男子故作为难地 嘖嘖几声 哎 这个嘛 也不是没有 关键是 这些蒲团 可是我留着准备自己用的 这 求求大师 你还是卖给我吧 我若能够领悟到大道之理 一定不会忘记 大师您的大恩大德 有学生哀求起来 是啊 是啊 求求大师 你将蒲团卖给我们吧 就是这样 这名男子 还是沉饮了两久 方才勉为其难地说道 好吧 那我就将这些 本来打算留着自己用的蒲团 都给你们吧 这些学生大喜过望 多谢大师 于是又是一通地扫码转账 然后这些学生们 便人手一个 抱着蒲团冲到湖边 开始闭目打坐起来 一时间 整个小胡便都坐满了学生 这名男子健壮黑黑笑了几声 然后便心满意足地打算转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淡淡的声音 传到了他的耳边 你这么骗人 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文婷此言 男子豁然回头 但见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正站在不远处 含笑看着他 见到不是保安 这名男子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便正念力色地说道 小伙子 你这话可就说得不对了 我哪里骗人了 那些蒲团 可都是我耗费了无数心血制造而成的 确实可以提升自己天赋 领悟薛神尊所留下的大道治理 你这样胡说的话 小心我告你诽谤 哦 是吗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说着 薛安手腕一翻 手中便出现了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蒲团败电二十元 男子健壮 猛地一摸裤兜 脸色瞬间就变了 朋友 可否借一步说话 男子看了远处那些正在闭目打坐的学生们一眼 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好啊 薛安淡淡道 看着薛安脸上的表情 男子咬了咬牙 转身走向了远处的一处花圃 薛安慢条思理地在后面跟着 等来到这里之后 男子豁然转身 陈生问道 朋友 敢问你是哪条道上的 我 薛安淡淡一笑 我哪条道上的也不是 可男子根本不信 陈生问道 这里是鲁坤鲁大哥的底盘 敢问您可是他老人家的手下吗 鲁坤 薛安忽然想起了这个名字 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男子当即便松了口气 闹了半天 原来是个过路蛇呀 什么叫过路蛇 薛安诧异地问道 朋友 你这样装糊涂 可就不对了 既然你哪条道上的都不是 那不就是过路蛇吗 说着 男子的神态 变得越发放松起来 不过这次你既然喝破了我的行踪 那我自认倒霉 这次的收益 我可以跟你分一半 但以后请不要出现在这里 否则你是会连累到我的 可他万万没想到 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你还看什么 这一半的收益 已经是我出于江湖道义 可以给出的最高价格了 你可不要太贪心 男子满脸警惕地说道 薛安忽然笑了起来 你放心 你的那些收益我一分也不会要 那你想要干什么 男子一脸狐疑地问道 我只想知道 你身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又是什么 能让一名好歹也是长生境的强者 沦落至此 此言一出 这名男子勃然色变 旋即往后退了几步 满脸戒备地看着薛安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我也不想告诉你 说吧 他转身就走 可就在这时 只听薛安淡淡道 身为修士 若是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 那还如何逆天而行 听到这句话 男子墨地停住了脚步 低下头沉默了片刻 旋即苦笑起来 没用的 即便我敢于面对 又能怎样 那根本不是我所能惹得起的 而且年轻人 我劝你最好也少打听 否则可是容易引火上身的 到那时 可没人能帮得上你 说吧 这名男子便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 薛安看着他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之中 最开始的时候 薛安以为 这人只是个口舌如簧的骗子 但略一探查之下 薛安才赫然发现 这人居然是个长生境的强者 这点实力 虽然在薛安面前完全不够看 但在地球之上 已经算是不错了 不管做点什么 都不至于沦落至此 但在仔细一探查 薛安便发现 这人的所有实力 都被某种阴毒的手段给封印了 所以才会有了 薛安刚刚那一问 而听这个男子的话里话外 里面似乎另有隐情 因此 薛安在漠然片刻之后 便翘无声息地 引入虚空之中 从后面跟了上去 只见这名男子 穿过了一条繁华的街道 然后拐进了一条 幽深的胡同之中 不管多么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 都免不了这样的阴暗角落存在 北疆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道路泥泞肮脏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 一股浓郁的臭味 带走至胡同深处之后 男子忽然停住了脚步 然后东张西望起来 神情意识变得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 在男子身前不远处 缓缓凝聚出了一堂灰影 然后便听里面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 今天的任务可完成了吗 男子浑身一颤 慌忙低下头 连看这团灰影一眼都不敢 颤声言道 回大人 今天的收入我刚刚已经转过去了 嗯 很好 这是你的解药 说吧 一道白光从灰影之中飞出 男子忙不迭地接住 脸上终于现出一抹 如是重负之色 多谢大人 姐姐 好好努力 表现得好 我可以向宗主申请下 让他老人家大发慈悲 彻底治好你身上的伤呢 是是是 男子连连点头哈腰的言道 行了 不跟你说了 今天我要跟随宗主 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晚宴 届时 省城几大家族的大少都将到场 我可得提前准备一下 说吧 灰影开始逐渐消散 可就在这时 空间突然一震 然后这道本已消散开来的灰影 便直接凝固了 怎么回事 是谁在暗中下手 灰影中传来一声怒吼 可这吼声刚落 但见胡同口处 便浮现出了薛安的身影 当见到是薛安之后 这名男子的眼睛瞬间睁大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他 而正当他疑惑之时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脚踏虚空而来 见到这一幕 本来叫嚣的灰影 瞬间闭上了嘴巴 因为傻子也能看出来 这个身穿白衣的男子 显然绝非常人 就凭这一手踏空而行 便足以令人震动 与此同时 薛安来治了这道灰影镜前 先是淡淡地扫了 这名男子一眼 然后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男子浑身一颤 头部经埋得更低了 这就是你一直 不敢面对的那个存在吗 薛安转头看向这道灰影 淡淡言道 灰影一阵地求解扭动 然后从中传来一个 阴邪的声音 朋友 我好像从未见过你吧 你阴河要将我禁锢于此 虽然语调冰冷 但语气却变得客气了许多 薛安闻言一笑 然后轻描淡写地言道 以邪读来 控制他人为我所用 这种手段 是谁教给你的 此言一出 这道灰影微微一颤 然后便听里面的那个声音 强自镇定道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哦 听不懂 那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听懂一下 说吧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释放出了一丝威视 哼 尽管只是百分之一 都不到的威视 但在这名男子 以及这道灰影看来 就仿佛天塌地陷了一样 灰影瞬间崩碎 然后便从中 跌落出一名尖嘴猴腮 相貌丑陋的男子来 这名男子直挺挺地摔在泥水之中 却连动都动不了 只能用无限惊恐的目光 看着薛安 薛安目光淡然 然后问道 现在可听懂了吗 如果再听不懂 我还有的是办法 让你听懂 明白 在最后 那两个字的质问之下 这名男子的脸刷一下 就白得跟纸一样 然后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薛安抬起头来 看向之前招摇撞骗的那名男子 微微一笑 现在可敢面对了吗 这位同样也是一脸猛逼 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湖边偶遇的这名白衣少年 居然有这般实力 可他到底是谁呢 这人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现如今的薛安 实力太过强横 所以在这红尘俗世中出现时 地球的天道法则 都会主动地遮掩住他的面容 令人觉得 好像是看到了他 却又根本记不住他的长相 因此 不管是这名招摇撞骗的男子 还是这个灰影男子 都没有认出薛安的身份 正在这时 薛安低头问地上 躺着的这名男子 现在告诉我 你身上携带的这些 毒是怎么回事 又是谁交给你的 这名男子连忙说道 大人饶命啊 我这都是宗主交给我的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哦 宗主 什么宗 这 嗯 薛安微微一扬眉 这位男子 吓得浑身汗毛直竖 立即说道 是五毒宗 大人 我乃是五毒宗的传人 名叫杨辉 而交给我这些本领 并让我控制这些人的 则是五毒宗的宗主吕阳 接着 这名男子便如竹筒倒豆子一样 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原来这五毒宗 乃是心境崛起的宗门 宗主便是这位 吕阳 此人手中有诡异莫测的手段 尤其擅长 调配种种匪夷所思的毒 胡编招摇撞骗的 这名男子名叫石藤 便是被这吕阳以毒封印了全身修为 最终成为了 他手下的傀儡 而且 据这杨辉所说 五毒宗门下 可不光是只有他这一个人 还有诸多弟子 都在外面管理这些被毒所困的傀儡 说完这些话后 这杨辉便满脸哀求地看着薛安 大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切事情 都是那吕阳指使的我 甚至就连我都中了他的毒 所以求您饶命啊 薛安却忽然笑了起来 你这么害怕干什么 我又没打算杀你 真搭 这杨辉 简直是喜出望外 当然是真的 不过刚刚我听你说 今晚要跟随你的宗主 去参加一场晚宴 这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杨辉的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了 但在略意迟疑之后 不禁还是长叹一声 大人 虽然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但我还是想劝您一句 这些事 可不是您应该管的 哦 为何这么说 因为参加今天晚宴的 可都是省城 以及北疆之中 响当当的少年才俊啊 随便哪一个 都不是我这样的身份 可以平视的 其实力更是不可小觑 所以您 虽然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就是劝薛安 不要多管闲事 可薛安对此 却只是淡淡一笑 巧了 我最喜欢的 就是跟这些豪门子弟 打交道了 所以今晚 我还就得去一趟 看看这些少年才俊们 到底有多了不起 爱之余都敢跟掌握 英术写法的存在 打交道了 说到最后 薛安的言语之中 显露出一丝凛冽杀意 北疆 腾龙大厦 作为北疆的新地标 这座大厦 足有上千层之高 跟它比起来 之前的北疆地标 龙泰大厦 就显得有些相形见处了 若是其他人 一定不敢在北疆的地界上 别龙泰大厦的风头 因为谁不知道 龙泰大厦 乃是秦氏集团的产业呢 唯独这座腾龙大厦是个例外 因为建造它的集团 名叫天元 天元 当年凭借着一款神奇药水 而迅速成长起来 并最终成为 现如今 这个在所有行业 都有涉猎的巨无霸集团 听说天元集团的三巨头 乃是薛神尊的同窗好友 这更令这个集团 成为了无人敢惹的存在 所以这腾龙大厦 很快便成为了 北疆名副歧视的肖金窟 无数的高端餐饮 酒店纷纷入住 更有许多顶级的 炼器道场和武馆 将总部设在了这里 总之 能进入这腾龙大厦用餐 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而在今天 就在这腾龙大厦最高层的 一间豪华包房内 来自省城 以及北疆当地的 年轻一代才俊们 齐聚一堂 正在谈笑风生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一丝娇金之色 因为他们 也确实有骄傲的本钱 毕竟 能进入这里 不光需要家族的产业 达到千亿级别 还得需要本人的天赋和修为 都能超越常人 不说别的 就是在场这些年轻人中 便步伐长生进强者 要知道这个修为 放在数年以前 在整个世界之中 都算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但当这些年轻人的目光 扫向房间中间的那张沙发时 眼中不禁现出一抹敬畏之色 因为就在这张沙发之上 坐着几个人 每一个都有着 不弱于金仙级的修为 由此也可见 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 有多高了 正在这时 坐在这张沙发上的这几人 也在谈论着什么 江少 上次服用了 吕宗主调配的玩耀之后 我自觉修为又有精进 一名面色蜡黄 眼窝深陷 猛一看上去 好似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的男子 黑黑笑道 正是来自省城一个新锐家族王家的传人 是啊 我也有此感觉 看来这位吕宗主 还真是位神人啊 另一个虎背雄妖 但眼中光滑显得有些黯淡的男子 也笑嘻嘻地说道 这个男子名叫焦刚浩 北江当地人 家族也是颇为的不凡 但身份最高的 还是居中 而坐的这名少年 只见他气度不凡 满脸傲气 正是最近风头正进的江家大少 江洪哲 而在听到两位朋友的话后 这位江少微微一笑 那是自然 这位吕宗主 可是一位有大本事的人了 这样说起来 我还有些迫不及待了呢 也不知道这次这位吕宗主 能给咱们带来些什么新货色 这位焦刚浩 妈撒着双手 黑黑笑道 正在这时 就听门外传来一阵嘶哑难听的笑声 焦少不必如此着急 本座这不就来了吗 随着话音 房门无风自开 然后便见一名穿着黑衣的中年男子 从外面飘了进来 没错 就是整个人悬浮于空 如鬼魅般飘了进来 正是五毒宗的宗主吕阳 而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数名弟子 见到他的出现 包括江洪哲在内 所有人全都站起身来 吕宗主 见过吕宗主 吕阳嘎嘎一乐 轻飘飘地飞至沙发前 绕着江洪哲等人转了一圈 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不错 看来我上次给你们的丹药 你们都按时服用啊 那是自然 就是不知道这次又会有什么样的丹药呢 焦刚浩迫不及待地说道 焦少不必如此着急 这次我特意准备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礼物 待会你就知道了 说着 吕阳转头看向自己身后的弟子 杨辉还没来吗 回宗主 还没有 吕阳皱了皱眉 杨辉平时可都是第一个来的 这次是怎么了 正在他惊疑不定之时 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之声 然后杨辉便走进了房中 宗主 吕阳冷哼一声 这次怎么这么晚了 杨辉没有说话 而是面色惨白地看着吕阳 吕阳的眉头瞬间扬起 混账 本座在跟你说话呢 你难道没听到吗 要是搁在以往 他只要脸一沉 鸡威之下 杨辉立马便会跪倒在地 可这次却不知道是怎么了 杨辉连点反应都没有 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吕阳 吕阳简直是勃然大怒 要知道 现在可是有这么多豪门大少看着呢 自己若是连个徒弟都收拾不了 岂不丢人 因此 他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然后阴侧侧地说道 看来你还真是疲痒了 今天本座就让你见识见识厉害 给我跪下 随着话音 这位吕阳的眼眸变得暗红 丝丝灰色的雾气 在他深周萦绕 试图引动早已埋在杨辉体内的剧毒 也就是在这时 忽听一声轻笑 从门外传来 本座 就凭你 也配自称本座 什么人在说话 吕阳怒吼一声 回应他的 只有那不紧不慢的脚步之声 然后便见薛安款步走进了房中 在他身后 还跟着那位石藤 当见到薛安之后 全场便是一愣 因为天道法则的遮掩 所以人们并没有认出薛安 但所有人都觉得薛安有些眼熟 却又说不出是哪里眼熟来 吕阳更是死死盯着薛安 两久之后 方才发出了一阵阴惨惨的怪笑 小子 你可知道 你是在跟谁说话吗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不知道 哼 我乃是五毒宗的宗主吕阳 这位便是江家大少江洪哲 还有焦少等人 吕阳盛气凌人地说道 薛安却连正眼看 都没看江洪哲等人一眼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位吕阳 忽然说道 那你可知道 你又是在跟谁说话吗 吕阳咧开嘴巴 露出一嘴尖利的牙齿 我管你是谁 今天到了这个地方 你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 没错 小子 你是哪帮出来的 居然敢这么跟吕宗主说话 焦刚浩冷声喝道 江洪哲没有说话 但那一脸的冷漠和傲慢 也证明了他心中的想法 薛安抬眸 瞥了江洪哲和焦刚浩等人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命都快被人给吸干了 居然还帮着人说话 真是蠢到家了 此言一出 吕阳面色大变 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可焦刚浩却认为 薛安是在嘲讽他蠢 因此怒吼一声 朝着薛安便冲了过来 但他刚刚冲到中途 薛安只是淡淡地扫了他眼 一股磅礴威势轰然降临 直接将他压跪余地 再也无法动弹 这一幕也令全场一阵剧烈的骚动 焦少 许多人失声惊呼 江洪哲更是面色一沉 抬手便朝着薛安 展出了一道剑气 剑光如匹炼般 展向薛安 薛安微微一扬眉 瑜伽建议 瑜伽什么时候 有你这样愚蠢的传人了 话落 剑至 然后便无声无息地崩碎开来 化为了乌有 江洪哲勃然色变 惊客道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薛安淡淡道 江洪哲的面色 变得无比凝重 他尾时无法接受 自己引以为傲的剑气 居然会如此不堪落败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从焦刚浩动手开始 到江洪哲的剑气被灭 总共也不过一个弹指的时间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一直站在远处隐忍不发的吕阳 此刻也动手了 但见一缕缕灰色的雾气 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丝网 朝着薛安便笼罩过来 雾气所过之处 连空气都被俯视出滋滋的声响 可见其毒性之裂 近了 更近了 见薛安一直不为所动 似乎完全不知道躲避一样 吕阳的脸上不禁现出了喜色 不管你是何等强者 只要中了自己的毒就休想活命 可就在他满心得意之时 他突然看到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深深的嘲讽之色 就仿佛顶天立地的巨树 在嘲笑皮肤的自不量力一样 而后不等吕阳反应过来 这些龙像薛安的灰色雾气 便寸寸断裂开来 然后化为了乌有 吕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 这不可能 可薛安却没有给他多少惊讶的时间 但见薛安淡淡道 跪下 扑通 吕阳就觉得 尖头之上 像是多了一座山一样 扑通一下 便跪倒在地 力度之大 乃至将地板都给砸出了一个深坑 膝盖更是瞬间粉碎 啊 吕阳吃痛不过 凄厉地惨叫起来 但下一秒 他便乖乖闭上了嘴巴 因为薛安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并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凝望着这双满含默然于威严的双眸 吕阳就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 现在我问你答 如果回答得让我满意 我就会放了你 如果不然 后果你自己想象 明白 吕阳疯狂点头 你这深阴毒之术 是从哪里学来的 这 吕阳迟疑了 嗯 压下的力量又一次加大 吕阳就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在被疯狂压缩 吓得他疯狂大吼爆 是深渊 这都是我从深渊之中学来的 深渊 没错 就是深渊 当初薛安展开深渊通道 将深渊跟地球连接在一起 因此从那时候开始 地球之上便掀起了一股前往深渊探宝的热潮 那深渊之中虽然危险重重 但危险往往就意味着机遇 尤其有几名姓悦儿从中获得的不菲的回报后 更是刺激的许多人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深渊之中 这吕阳便也是其中的一位 当初的吕阳 仅仅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天人静 这样的修为在现在的地球之中 仅仅比普通人强一点 尽管吕阳废寝忘食地修炼 但因为天资所限 导致他根本不得存尽 绝望之下 他便铤而走险 索性就去了深渊之中 搏一搏机会 结果没想到 机缘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 当时他误入了一处时空下戏之中 本以为必死无疑了 却没想到 从中得到了一本奇怪的欲绝 这枚欲绝之中 就记载着种种奇鬼难言的修炼术法 吕阳的这身本领便是从中学到的 说到这 吕阳满脸哀求地看着薛安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 我保证没有半句谎话 而江洪哲等人在听到这些话后 也不禁陷入了震恶之中 因为吕阳在之前跟他们介绍的 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吕阳的口中 他乃是传承自上古时期的苗疆独修 拥有着神鬼莫测的能力 尤其擅长用种种丹药 来催发人本有的潜力 注意修行 可万万没想到 原来他只是个骗子 薛安在听完之后 深深看了这个吕阳一眼 然后沉声道 那梅欲绝现在何处 就在我前面的兜脸 是 一缕渐气滑过 吕阳胸前的衣服直接碎裂 然后那梅欲绝便飞了出来 到了薛安的手中 府一入手 薛安便是微微一愣 因为这梅欲绝居然没有半点存在感 要知道 吕阳可是跪在薛安的面前啊 即便如此 在此之前 薛安都没感受到 这梅欲绝的存在 甚至攥在手里 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果然如我所料的那样 不是诸天之物吗 薛安轻声呢难道 事实上 从见到这个杨辉的时候 薛安就察觉到了异样 因为这个杨辉所施展出的手段 并不是诸天之中 所有已知的手段 反而更像是天外之物 直到见到这个所谓的 五毒宗宗主吕阳之后 薛安的这个想法 便被印证了 而深渊之中 出现了天外之物 这是不是说明 深渊里面也有 类似于净土佛国那种 通往诸天之外的通道呢 想到这 薛安的面色 不禁越发凝重起来 吕阳则胆战心惊地看着薛安 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哪里蹦出来 却又极其强大的少年 会如何处置自己 正在全场 都陷入凝制状态之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这龙腾大厦的 保安主管李星伟 便冲了进来 在他身后 还率领着一群金干手下 要知道 自从薛安进到这个房间之后 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龙腾大厦 自然也已经被惊动了 当看到房间里面 居然都是来自省城 和北疆的新贵子弟之后 这位负责大厦安保的 李星伟脸都白了 若是这些人 在龙腾大厦出点什么闪失 自己可就彻底弯弯了 因此 他立即率领人赶了过来 快住手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李星伟歇斯底里地 冲薛安吼道 薛安却转过头来 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忽然说道 你是天元的人 李星伟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那好 你现在就去通知天元总部 让你们的乔总 赵总还有杨总过来见我 就说 我回来了 李星伟逐渐从茫然中清醒过来 然后便气急返校 你说什么 让我们三位老总过来见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么大的面子 薛安没有理会他的话 只是淡淡道 你通知是你的事 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事 但若是因此耽误了大事 你可能担得起责任吗 薛安的话 将李星伟对得没词了 但他还是狠狠地看了薛安一眼 那若是你趁我走了 对江少他们不利怎么办 薛安文言洒然一笑 你放心 就凭他们 还不配我出手 江洪哲等人 文言脸上全都引现怒色 可对于这样一位来历神秘的少年 他们也不好发作 只好强自压抑下去 李星伟咬了咬牙 那好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但你若是敢耍我 我保证 你出不了这腾龙大厦 说吧 李星伟冲身后的手下吼道 看好他 他若是敢有任何的异动 格杀勿论 是 这群保安齐齐喝道 李星伟匆匆离开了房间 去外面打电话了 薛安则施施然地走到沙发之前 麻烦让一下 江洪哲等人 只好让到了一旁 然后 薛安便悠哉悠哉地坐了下来 脸上还满是淡淡的笑意 可其他人却笑不出来 因为此刻的地上还跪着两个人呢 一个是那位暴躁冲动的焦纲号 还有便是这位武毒宗的吕阳了 房间中的气氛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而在屋外 这位李星伟 则小心翼翼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便被接通了 从里面传来一个冷艳的女生 什么事 说 李星伟简直都要把腰弯到地上了 原秘书 我这边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情况 有一个人口口声声 要见三位老总 我 电话那头 穿着一身职业装 显得干练而又冷艳的袁梦颖 闻言皱了皱眉 就因为这点事 你也值得给我打电话 每天想见三位老总的多了去了 想见就让他去预约 说着 袁梦颖就要挂断电话 李星伟的汉都要下来了 袁秘书 你理会错意思了 这个人是要让三位老总过来见他 越往后说 李星伟的声音越小 到最后已经声若闻难一样 而电话这边的袁梦颖 则更是怒急返笑 李星伟 你去北江当安保部长 是不是当糊涂了 连疯子的胡言乱语 你都信 他以为他自己是谁 能让三位老总去北江见他 是是是 您教训的是 说实话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而且 这个人口口声声说 三位老总一定会来见他的 他还说 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说什么他回来了 真是不可理喻的疯子 我现在就去收拾他 李星伟长出一口气 认为自己 已经排除了那个白衣少年 真的认识三位老总的可能 毕竟 袁梦颖身为天元集团的大秘书 大小事物他基本都知道 如果他都不知道是谁 那这个人不用问 肯定是个骗子 可他的话刚落 就听电话那头 传来刺耳的桌椅摩擦声 然后便传来了 袁梦颖那急促的呼吸声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那真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我现在就找弟兄们收拾了他 李星伟怒气冲冲地说道 不是这句 在上面那句 电话那头的袁梦颖 握着电话的手 都已经开始颤抖了 这个骗子说什么 他回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此言一出 袁梦颖身形晃了一晃 险些摔倒在地 幸好他及时扶住了桌子 这时 电话中传来李星伟 那有些疑惑的声音 袁秘书 你怎么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毕竟那个家伙骗了我 我可不能让他给跑了 说着 他便要挂断电话 给我住手 袁梦颖忽然大吼一声 声音之大 乃至令周围正在忙碌的小秘书们 都为之震恶 谁也没见过大秘书 如此失态的样子 与此同时 就见袁梦颖站直了身躯 深吸一口气道 李星伟 你给我听着 从现在开始 你不可再对说话那人 有丝毫的不敬 更不可让他离开 我现在便去通知三位老总 若是有丝毫的差错 你就不用回来了 尽管隔着电话 李星伟依然能听到 袁梦颖言语中那冰冷的杀意 而且不等他说什么 电话便被直接挂断了 李星伟呆呆地站在原地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轻声言道 卧槽 莫非真如这个家伙说的 三位老总都会来见他 正当李星伟震恶之时 在京都的天园总部大厦之中 众多秘书以及职员们 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但见平素端庄冷艳 乃至于有冰面女神之称的 大秘书长袁梦颖 穿着高跟鞋 在宽广的楼道中飞奔着 等他飞奔而过之后 众人方才一脸猛逼地 互相对视一眼 刚 刚刚刚那是袁秘书长吗 应该是吧 就在这无数双惊恶的目光中 袁梦颖急匆匆地来到会议室外 此刻 门外的接待台上 有一名女秘书 正在偷偷看手机 一见到袁梦颖来了 吓得他赶紧将手机藏起来 然后站起身来 秘书长 袁梦颖气喘吁吁 却还是急切地喊道 我刚刚打电话 怎么不接 三位老总呢 三位老总都在里面开会呢 是您吩咐过的 老总开会的时候 不能接电话的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名女秘书 便陷入了震惊跟迷茫之中 只见平素端庄大气的袁梦颖 此刻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冲到会议室门前 然后一脚踹了出去 咚 结实的石木门 就此被袁梦颖一脚踢开 里面正在开会研究 商业并购计划的赵学辉 乔乐 还有杨斌一三人 满脸愕然地抬起头来 梦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这么着急 赵学辉问道 袁梦颖面色肃然 然后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大人 回来了 大人 在整个天元公司 能被袁梦颖称为大人的 只有一个人 而听到这句话 赵学辉乔乐 还有杨斌一三人 更是浑身俱阵 你带怎讲 薛先生 回来了 啪哒 乔乐手中那根全球限量款的钢笔 掉落余地 衰位了两半 但乔乐对此却一无所绝 而是一脸茫然地轻声呢喃道 二哥回来了 玄机三人齐齐一阵 然后便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一口同声地说道 在哪 袁梦颖急速道 是李星伟打电话通知的我 现在应该就在北疆的腾龙大厦 并且大人说 让你们现在 就过去见他 快 被车 不对 是被直升飞机 乔乐立即喊道 可赵学辉这时候 已经率先冲了出去 并且一边跑一边说道 来不及了 我们还是玉空飞过去吧 经过这几年的高速发展 整个地球的修行水平业以水涨船高 不能说散线遍地走吧 可也差不多了 至于赵学辉他们三人 身为天元集团这个巨无霸的老总 在众多资源的加持下 实力更是不俗 最强者赵学辉 夜已突破为了半步真仙 就连实力最差的乔乐 也已有了惊鲜修为 因此 玉空飞行全无压力 三人连一秒钟都没有耽搁 一脚踹开会议室那高大的落地窗 纵身跃起 飞入了天空之中 袁梦颖头也不回 对听到响动而赶来的众多保安和秘书说道 你们在此守候 并封锁现场 严禁其他人进入这里 说吧 也不等众人回应 袁梦颖便长生而起 紧随在三人之后 往北江方向赶去 此刻的腾龙大厦顶层 气氛十分的凝重 江洪哲等人 面色铁青地站在一旁 死死盯着悠哉游哉地坐在沙发上的薛安 眼中简直都要喷出火来了 尤其是这位江家大少 作为北江当地的新贵子弟 他不管到哪都是贵客 哪个不是对他笑脸相迎 所以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本来是一场豪门子弟间的盛宴 结果却被面前这个不知来历 和身份的白衣少年给搅和了 这让他怎能不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出去打电话的李新伟还没回来 场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那位王家大少巧声道 江少 我看这个家伙 根本就是在虚张声势 也不想想 那天元的三位老总 是何等身份 岂能来北江见他 他以为自己是谁 所以我觉得 要不咱们 江洪哲冷哼一声 眼中寒光一闪 冷声道 别急 我刚刚已经通知了家里 现在人应该就快到了 话音刚落 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之声 有人怒吼道 是谁居然敢对我江家的人不敬 江洪哲闻言面色一喜 立即喊道 三爷爷 我在这 话落 便听门外传来了沉重如山般的脚步声 震得整个楼板都在微微颤动 然后有一名须发接张 好似怒尸般的老者 昂首走了进来 这名老者 身材十分高大 满头的银发 一双眼眸之中 金光四射 神态不怒而自威 正是来自江家的一位顶级供奉 名叫欧海洋 此人本是世间的一位散修 但在晋升为真仙之敬后 便被江家重金聘请过来 将其当成了家族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 因此 江家上上下下 都对其奉若神明一般 即便是江洪哲 也要对其尊称 一声三爷爷 此刻见到是他亲自赶来 江洪哲不由地心中大定 冲着薛安冷笑起来 然后抬手一指 三爷爷 就是此人搅闹我的酒局 并打伤了我的朋友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求您出手教训他 欧海洋文言 从鼻孔里冷哼一声 然后便翻动眼皮 冷冷地打亮了薛安几眼 因为天道法则的遮蔽 他根本看不出薛安的真面目 只是看到了一名 平平无奇的白衣少年 因此不禁撇开大嘴 怪笑起来 当今盛世 果然是英雄辈出啊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赶在北疆的地界上 对我江家不敬 可欧海洋万万没想到 面对自己的话 这个白衣少年连头都没抬 甚至连看都懒得看自己一眼 这更是令他怒火中烧 言语中的杀气不禁又中了几分 怎么 不敢说话 那好 那你现在便跪下向江少道歉 若是求得他的原谅 我便可放过你 否则 欧海洋一阵地怪笑 老夫这血手人图的名头 可不是赤素的 欧海洋当年纵横江湖 犯下了许多惊天大案 可在投靠江家之后 居然没有受到半点追责 所以他才会如此嚣张地 爆出自己的名号 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轻笑一声 然后便缓缓抬起头来 血手人图 没错 正是老夫 欧海洋满脸得意地扬起下巴 那意思 你怕了吧 在他看来 听到自己的名号后 这个白衣少年一定会颜色更变 然后乖乖跪倒求饶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却笑着摇了摇头 真不知道是哪个没文化的 给你起的这个外号 真是吐到爆炸 面对薛安的吐槽 欧海洋的脸 瞬间轻一阵红一阵地 然后便怒吼起来 小子 少成口舌之力 今天我就让你 见识见识老夫的厉害 说吧 他的双手瞬间变为血红色 然后便怒气冲冲地 朝着薛安扑了过来 江洪哲见状 脸上不禁浮现出 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对欧海洋十分有信心 毕竟那可是真先级的高手啊 这等修为在如今的地球之中 都算是一流高手了 因此在他看来 这一下这个白衣少年 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眼中光滑一闪 这欧海洋就觉得脚下突然一软 然后便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摔了个狗啃屎 这一下全场皆惊 江洪哲脸上的那抹得意 更是瞬间凝固 然后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怎么回事 为何三爷爷会突然摔倒 莫非这是在施展什么特殊的招数吗 而比他更为难以置信地 还要数这位欧海洋 只见他双眼圆睁 满脸迷茫地挣起头来 看着坐在面前 沙发上的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 怎么这么客气 刚一见面 就行如此大脸 欧海洋的眼睛 逐渐泛起了红光 这是他已经彻底暴怒的征兆 真仙之威 更是在整个房间之中鼓荡 逼迫的江洪哲等人 纷纷退去 见此一幕江洪哲长出一口气 冷笑道 结束了 三爷爷已经彻底暴怒 等待在这个家伙面前的 必将是 嗯 话音未落 江洪哲的眼睛就差点没瞪出来 因为就在此刻 但见薛安缓缓伸出手来 轻轻抚摸着欧海洋那满头的银发 淡淡道 都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如此的暴躁 那语气和动作 就仿佛在跟家里的宠物狗说话一样 全场所有人都傻了 江洪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轻声呢喃道 这 这怎么可能 而这位欧海洋 则满脸惊恐地看着薛安 因为此刻的他忽然发现 在这名白衣少年 近乎侮辱性地摸头下 自己却连根手指都动不了 就仿佛全身的力气 都被抽干了一样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反抗之心都生不起来 这种古怪的现象 令他的内心无限震撼 正在这时 但见薛安抬起手来闻了闻 然后微微一皱眉 你该洗头了 我来帮你吧 说吧 一点火光突然从欧海洋的脑袋上升腾而起 并在瞬间扩散开来 将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这满头银发 都给点燃了 哄 火光冲天而起 欧海洋的脑袋瞬间变成了一个火把 空气中弥漫起一股头发被烧焦的难闻气味 江洪哲已经吓得站都站不稳了 其余众人亦是面线惊恐之色 但眨眼间 这火光便消失于无形 再看此时的欧海洋 脑袋上的头发都已经被烧光 成了一个光洁正亮的大光头 虚安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这样才看得比较顺眼一些 欧海洋简直是欲哭无泪 心中恨极了这个白衣少年 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继续保持这个姿势趴在地上 配合上他这个心头形 怎么看怎么滑稽 可在场众人 却没人能够笑得出来 正在这时 虚安转头 看了看包房外的天色 轻叹一声 时间差不多了 应该来了 什么来了 众人正在疑惑 忽然便见窗外的天空之中 浮现出四道光滑 并以极快的速度 往着腾龙大厦冲来 眨眼间 流光便直接撞破了 这间包厢的玻璃 然后落在了地面之上 待光滑散去之后 赫然便是赵学辉 乔勒 杨彬一 还有袁梦颖这四人 一见到是他们四个 整个屋子 更是一片死寂 江洪哲的心中 更是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虽然以他的身份 根本接触不到赵学辉 这样级别的大人物 见识或者网络上他 可是没少看到 这几张熟悉的面孔 此刻见到他们 突然飞临此处 怎能不感到震惊 但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但见赵学辉乔勒等人 在进到包房之后 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不远处沙发上的薛安 因为熟识的缘故 所以他们并不受 天道法则的遮蔽 也因此 他们的脸上 全都现出了激动之色 而后以赵学辉为首 四人全都深吸一口气 走上前来 朝着薛安深深俯首 见过薛先生 在此刻 他们三个不分年龄和辈分 而是真心实意地 对薛安的归来表示恭敬 毕竟 薛安可是数次挽救地球 于危难之中 并亲手开启了 这修行盛世的第一人 在这样的功绩和威望面前 哪怕是身为大哥的赵学辉 亦要表现出自己的敬意来 哄 他们四人的这番举动 就好似在这间包房之中 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 震得所有人为之头晕目眩 什么 连天元集团的三巨头 都要对这个白衣少年如此恭敬 并称其为薛先生 那这个白衣少年的身份 就呼之欲出了 因为在地球之中 只有一个人配得起薛先生这三个字 就是那位 举世无双独步诛天的薛神尊 一念至此 所有人的脸色 刷一下就变了 被振跪于地的这位五毒宗的宗主吕阳 本来一直在思考 怎么从这里逃脱出去 可在听到这番话后 他连犹豫都没犹豫 直接两眼一番 硬生生地被吓晕了 那位招摇撞骗 打着薛安齐浩骗前的石藤 亦是一脸猛逼 原来他就是薛神尊啊 石藤忽然激动起来 至于这位本来恨得咬牙切齿 一直在琢磨 怎么报复回来的欧海洋 在明白薛安的身份之后 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下去 然后便满脸 惊恐地看向薛安 心中的所有恨意 瞬间烟消云散 因为你可能会恨一个 跟你境界差不多的 可当这个人无比强大的时候 你就会连恨都恨不起来了 骚动过后 全场逐渐安静下来 因为赵学辉四人 还在那弯着腰弓身尸里呢 可薛安却仿佛没有看到一样 依然神情淡然地坐在沙发上 气氛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赵学辉 乔勒 还有杨斌一三人的额头上 逐渐陷出了冷汗 袁梦颖的心中 更是闪过一丝疑惑 怎么回事 要知道 大人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虽然身份尊贵 可见到三位老总之后 都会十分地热情和亲切 今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但他也不敢问 只能将头深深低下 连动也不敢动 而这一幕 也被门外的李星伟 隔着门缝看到了 这一下 他浑身的血都差点凉了 然后便疯狂地庆幸起来 幸好自己刚刚没有太过分 不然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就连自己的三位老总 还有袁秘书 都得乖乖地站在那 连动都不敢动 自己又算个什么东西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赵学辉等人 额头上的汗珠 也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落 终于 薛安长叹一声 都站起来吧 可他虽然这么说 但赵学辉三人 却还是没有动他 只有袁孟颖悄悄地抬起头来 小心翼翼地看向了薛安 薛安冲他微微一点头 袁姑娘 袁姑娘吓得面色一白 忙不迭地点头回礼 许 薛先生 薛安笑了笑 然后看向依然攻着身的三个人 不禁轻叹一声 然后便说道 大哥 老三 老四 你们都起来吧 三人这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却还是不敢说话 只有脸皮最后的乔勒 冲着薛安小声喊道 二哥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便站起身来 缓步走到了窗前 凝望着脚下 这座繁华至极的城市 两久没有说话 包厢内的气氛 压抑得令人喘不上气来 终于 薛安以淡然的声音说道 大哥 老三 老四 你们知道 你们做错什么了吗 三人齐齐一阵 还是乔勒强笑一声 二哥 您给提示一下呗 薛安转头看了他一眼 乔勒赶紧收敛笑容 乖乖地站在那 连动都不敢动了 大哥 我们当初创立天元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还记得吗 赵学辉点了点头 当然记得 是为了华国的崛起 很好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反问一句 那我问你们 现在华国 崛起了吗 这个问题 令赵学辉三人面面相去 然后杨斌一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 应该 算是崛起了吧 薛安笑了笑 什么叫应该算是崛起了呢 因为现在的华国 早已是整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 杨斌一说道 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就算是崛起了吗 薛安淡淡道 杨斌一面色一白 不敢说话了 薛安又一次转头 看向了窗外的夜空 淡淡道 我当初说过 外面的世界 远比你们想象的广大 而跟那广袤无垠的宇宙相比 甚至连着诸天 亦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所以 仅仅成为了一个小小星球上最强的国家 就算是崛起了吗 薛安的话 令赵学辉三人 以及袁孟颖的脸上 都现出了沉思之色 不 这还远远不够 我所认为的华族崛起 应该是势力遍及整个诸天 乃至整个宇宙 成为星光之下最为强大的族群 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你们 薛安转过头来 目光璀璨地 看着赵学辉三人 可明白吗 所有人都被薛安所描述的宏伟前景给惊呆了 令整个华族 成为整个诸天 乃至整个宇宙最为强大的种族 这得是何等的气魄 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尤其是赵学辉三人 更是激动地不能自已 二哥说得没错 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相比之下 区区一个地球的最强国家 算个屁 乔勒笑嘻嘻地说道 但下一刻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薛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乔勒吓得一缩脖子 偷偷吐了吐舌头 再也不敢废话了 与此同时 薛安淡淡问道 既然知道华族远未崛起 那我问你们 你们最近都在干些什么 此言一出 赵学辉三人都面现羞残之色 我们 我替你们回答吧 是在忙着修建这些奢华壮丽的高楼 是在忙着将商业的触角 伸进社会的每个角落 是在忙着挣钱 对吗 三人的脸上都陷出了冷汗 浑身更是微微颤抖起来 薛安轻叹一声 诚然 你们这样做并没有错 因为公司毕竟是要赚钱的 你们这点做得很棒 可你们想过没有 即便挣再多的钱又能如何 在那无边星海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唯有自己的实力 才是真的 因为那些真正的敌人 是不会因为钱财而放过地球的 现在 可明白了吗 三人面色苍白 满脸羞愧地低下头 明白了 可笑我们之前还以为自己做得不错 原来都已经被表面的浮华 给蒙住双眼了呀 赵学辉轻叹道 乔勒更是认真诚恳地说道 二哥 你教训得简直太对了 我们知道 错了 薛安笑着点了点头 明白了就好 那二哥 你这次突然回来 不会仅仅为了告诉我们这些吧 当然不是 这件事 我只不过恰好赶上了而已 我此次回来 是因为一件很重要的事 说到这 薛安的面色变得十分肃然 薛儿等人呢 二哥 薛儿姑娘 还有金金姑娘 小蕊姑娘等人 都在深渊之中刷怪呢 乔勒说道 刷怪 薛安微微一愣 玄机明白了什么意思 不禁笑道 这个比喻倒是挺形象 嘿嘿 您是不知道 自从您将深渊跟咱们地球连接在一起之后 全球的强者都疯狂了 无数人开始深入深渊之中搜寻宝物 可以说 这两年 咱们地球之所以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来自于这个深渊 乔勒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我便去一趟深渊吧 二哥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乔勒立即说道 薛安并未拒绝 因为他知道 此时他们三人 都想尽力弥补自己的过错 也好 但在临去之前 还有些事情 需要先处理下 说着 薛安转过头来 看向跪趴在地的欧海洋 目光所及 这欧海洋浑身一颤 在无知前的嚣张气焰 薛安淡淡道 势强凌弱 你可知罪 欧海洋连连叩手 却连话都说不出来 按理说 以你的所作所为 必当严惩 但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所以我问你 你可愿戴罪立功 听到薛安的话 本已陷入绝望之中的欧海洋 豁然抬头 呆呆地看着薛安 怎么 愿意还是不愿意 薛安冷冷道 欧海洋狂喜过望 激动得泪流满面 然后疯狂点头 愿意 那好 那你就在此乖乖地等候吧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一缕剑芒 便刺入了欧海洋的眉心之中 欧海洋浑身一震 然后便深深低下了头 因为他知道 自此之后 自己的性命 就不再是自己的了 但这还没完 薛安的目光 又从在场这些人的脸上走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俯首 最终 薛安将目光停留在了江洪哲的身上 江洪哲这时候 已经都快要被吓哭了 他怎么能想到自己 居然惹到了这样一尊大神 因此浑身都在颤抖着 你的建议 是跟瑜伽的谁学的 薛安淡淡道 回大人 是愚然大人交给我的 江洪哲颤颤巍巍地说道 愚然吗 薛安轻声念叨了一句 然后眼中光滑一闪 江洪哲就觉得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 浑身瞬间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然后便瘫倒在地 我不杀你 但你这样的人不配用剑 说着 薛安又对袁梦颖说道 袁姑娘 麻烦你详细调查一下在场这些人的家族 若是有步伐之事 你明白该怎么做 是 袁梦颖立即点头 走了 说着 薛安随手卷起躺在地上 其实早已醒来 却依然在装晕的吕阳 然后飞身而起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这里是位于深渊极底的一处幽密空间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 而又恶心的刺鼻气味 一朵朵 散发着幽蓝色荧光的肉球花在空中飘来飘去 给这个空间 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奇鬼的面纱 可就在这时 有一只小队 突然踏破了这里的宁静 这些肉球花被脚步声锁惊 纷纷四散去 直到这只小队走出黑暗之后 方才看清 领头的乃是一名穿着皮衣 面容冷艳的双马尾少女 而在他身后跟着的 则是几名穿着特制防护服 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的男子 尽管周遭环境如此恶劣 少女却像是完全无感一样 一脸平静地往空间深处走去 墨蒂 在那不可知的黑暗之中 突然窜出来一只触手罐 只见他挥舞着粘腻而又心臭的触手 朝着这名少女便卷了过来 这一变故是如此地突如其来 乃至于这名少女站在原地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似被吓傻了一样 正在这时 在他身后不远处的一名男子大喊一声 小蕊 快让开 说着 他便不顾一切地冲到镜前 挡在了少女前面 然后手持匕首 连连挥击 破 触手被匕首斩碎后 有心臭的乌血喷剑而出 但都被男子十分灵巧地闪开了 可就在这时 这只触手怪突然张开了嘴巴 对着男子便喷出了一股黑色的粘液 这股粘液速度是如此之快 乃至于令男子都有些来不及反应 就在这时 这位双马尾少女突然上前一步 对着这股黑色粘液便拍落了一掌 破 粘液在接触到少女的手臂后 试图腐蚀 但很快便失去了活性 然后化为浓水溅落余地 但还不等众人松口气 就听这名男子突然大叫起来 快 快拿药水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一些黑色乌血 溅在了男子穿着的防护服上 激起了道道白烟 其余的几名男子赶紧冲上前来 掏出随身携带的特制水囊 冲着男子的防护服一阵的冲洗 直到好一会后 那白烟方才消散 男子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妈呀 幸好老子躲得快 否则就被烧坏了 说着 男子转过头来 冲着少女黑黑一笑 小蕊 你没事吧 没错 这名身穿皮衣的双马尾少女 正是小蕊 而这名男子 自然便是火凤凰特种部队中的那位火宝 兼刺客遭遂了 自从薛安打开深渊 将其跟地球连接在一起后 唐轩 谢晶晶 还有小蕊等人 就经常地进入深渊之中历练 这火凤凰特种部队 自然也不例外 除非有任务 否则整个火凤凰基本上都泡在了这深渊之中 不过因为这深渊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队长程浩 便将火凤凰分成了若干小队准许其在实力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行动 于是 邹岁便自告奋勇 率领着几名关系不错的队员组成了一支小队 但他并未单独行动 反而死皮赖脸地跟在了小蕊身后 口口声声说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要贴身保护他 小蕊不善言辞 也可能纯粹就是懒得拒绝 居然也就随他去了 此刻 当听到邹岁的问话之后 小蕊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 然后便转过身来 踩着那触手怪的尸体往里走去 邹岁颇为尴尬地站在原地 因为这一路上 类似于这样的乌龙已经不是闹了一回了 自己往往是因为担心而出手 结果却适得其反 经常弄得自己屡次落入险境之中 还得小蕊出手相救 说来也是奇怪 深渊之中那些足以另一般强者 当时毕命的剧毒 对小蕊却毫无作用 可能是因为被炼金术洗炼过的缘故 小蕊根本不拒着深渊之中的剧毒 此刻 见到邹岁被小蕊晾在了原地 其余几名火凤凰的队员全都满眼笑意 邹岁恼羞成怒 笑个屁呀笑 可他这一说 这几人反而笑得更大声了 其中更有一名队员笑嘻嘻地说道 邹头 看样子 小蕊姑娘对你意见很大 根本就不理你呢 呸 你们懂什么 小蕊那是心疼我 哦 是吗 那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 少他妈废话 赶紧走 待会小蕊姑娘 要是自己先离开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说吧 邹岁便赶紧转身离开了 因为他很清楚 这帮家伙的嘴 有多么不靠谱 而也就是他们一行人 继续往深处走去之时 薛安带领着赵学辉三人 也已来至了深渊的某处角落 面前是一片近乎虚无的黑暗 可就是在这样一片黑暗之中 赫然有一道 泛着星红光芒的巨大裂痕 就好似一条巨型黑蟒 被斩出了一道伤痕一样 诡异而恐怖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赵学辉三人忍不住惊叹道 薛安对此却早有预料 轻叹一声道 果然是这样 然后便将吕阳扔了下来 淡淡道 还准备装晕吗 吕阳浑身一颤 然后便颤颤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大 大人 薛安没有理会 只是抬手一指面前的这道裂痕 你的欲绝就是从这里获得的吗 吕阳慌忙点头 是的 乔勒这事忍不住问道 二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道裂痕又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东西 薛安冷冷地注视着面前这道裂痕 然后缓缓道 而是通往天外的一条通道 通往天外的一条通道 三人齐齐一惊 确切地说 应该是一条从天外延伸至此的裂性 赵学辉三人的面色 全都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那怎么办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杨斌一忽然问道 薛安轻叹一声道 我此次回来 就是为一场即将从天外蔓延至此的大劫而来 你说会产生什么后果 此言一出 三人全都傻了 因为这可是从薛安口中说出的大劫啊 这甚至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 两久之后 乔勒忽然咬牙切齿地吼道 二哥 是不是这个家伙搞得鬼 我现在就将他的脑袋拧下来 说着 乔勒便怒气冲冲地冲上前来 想要动手 吕阳被吓得失声惨叫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干的 我只是偶然路过这里 然后捡到了那枚玉橘而已啊 还敢狡辩 今天我就弄死你 乔勒压根就不听他的解释 撸胳膊挽袖子就想动手 行了 这件事确实不是他做的 他也没那个本事和资格 去做这种事 薛安淡淡道 乔勒这才满脸不甘地住了手 但还是惊疑不定地说道 那这里怎么会突然之间 出现一道裂痕呢 呵呵 薛安冷笑一声 有些家伙 因为之前的道路被封堵住了 便想从这里突破进来 说到这 薛安转头 看了浑身叶仪 抖作一团的吕阳一眼 可惜 这帮家伙处心积虑 乃至将欲绝都送了进来 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来帮自己打开通道 结果却找了一个 只会耀武扬威 不懂收敛的废物 既然这样 那杀了算了 乔勒杀气腾腾地说道 吕阳文言两眼一番 又一次被吓晕过去 薛安摇了摇头 算了 这个家伙纯粹 就是被心中的贪婪给控制住了 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反倒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说着 薛安抬手一挥 一道光滑 便渗入了吕阳的眉心之中 吕阳浑身一震 等再次睁开双眸 之前的金句和惶恐夜已荡然无存 一度地平静 他缓缓站起身来 冲着薛安一弯腰 大人 薛安点了点头 去吧 是 而后这吕阳便转身离开了深渊 乔勒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问道 二哥 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呀 为何他会变得如此听话 没什么 只是将他神魂之中的恐惧和贪婪 都给切除了而已 薛安淡淡道 乔勒文言浑身一冷 然后便不敢说话了 万一自己要是惹得二哥不开心了 他才把自己神魂之中的某些地方给切除了 自己起步完蛋 薛安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却也没解释 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抬起头来 看向了面前的虚空 二弟 这烈戏怎么办 就让他这样待着吗 赵学辉有些担忧地说道 自然不是 说着 但见薛安手掐剑绝 面色陡然一速 然后抬手一指前方 沉声喝道 呵 一声令下 黑暗如潮水般翻涌起来 紧接着 这道烈戏 便也开始蠕动 并逐渐愈合起来 而随着这道烈戏的愈合 隐隐间还可以听到 虚空中传来一丝丝不甘的怒吼 终于 在足足一刻钟之后 面前的虚空平复如初 再不复见之前的烈戏 赵学辉等人 这才长出一口气 好在发现得及时 算是将这烈戏给堵上了 可薛安的面色 却没有任何的舒缓 依然满脸严肃地说道 这只是权宜之计 既然对方已经找到了这处所在 就一定不会放弃 时则数载 快则半年 这样的烈戏 一定还会出现 而且 来世可能要比这次还要凶吗 那怎么办 赵学辉三人 悚然而惊 薛安转头看了他们三人一眼 悠悠道 怎么 害怕了 当然不是 乔勒立即说道 不管对方是什么狗屁存在 只要敢打地球的主意 我老乔就绝不会同意 没错 我也一样 杨斌一副喝道 赵学辉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神情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很好 薛安满意地点点头 退去铜臭气后 才是我认识的好哥吗 听到薛安这样说 三人心头一暖 心头那丝因为薛安的身份而产生的隔阂 瞬间荡然无存 要知道 当年在上大学之时 他们四个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是并肩作战的 哪怕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 他们四个人也没有害怕过 嘿嘿 二哥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当年咱们多猛啊 有一次跟校外的小混混打架 老大从体育器材室里 拽出一根哑铃 便冲入了战团 打得那帮小子 哭爹叫娘的 那才叫威风呢 乔勒笑嘻嘻地说道 赵学辉脸一红 然后便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都是当年的事了 还替那些干什么 哎对了 你这次回来 怎么没见弟妹和两个侄女呢 薛安也笑了 一笑之下 他也没有了之前那股超然于物外的气势 而是从一个半步先帝的强者 重新变回了那个普普通通的少年 言而 被我留在了净土佛国之中 经营那里的势力 说着 薛安便将事情的经过 大概地讲述了一遍 三人听的是心神摇动 毛骨悚然 直到薛安说完之后 赵学辉才满脸肃然地说道 二弟 你现在就吩咐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是啊 现在就吩咐吧 咱们兄弟绝无二话 乔勒和杨宾一 也纷纷鼓躁起来 不用着急 我这次既然回来 自然是有我的打算 但仅凭你们还远远不够 这次需要的是 整个华国 乃至整个地球的河里 说吧 薛安一步踩落 脚下的虚空瞬间泛起涟漪 然后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磅礴的神念如流水般 顺着这虚空的涟漪蔓延开来 往整个深渊扩散 此时 在一处所在之中 唐轩和薛兰正在并肩作战 经过这几年的历练 唐轩的修为业仪 有了极大的进步 连带着身上的气势 也变得干练起来 而薛兰身为薛安的唐妹 实力自然也是不俗 很快 他们两个便将对面的这一小撮 深渊恶魔给消灭了 地上掉落了许多光彩翼的石头 这便是深渊恶魔死后 所化的金石了 薛兰十分兴奋 薛姐姐 这次咱们的收获可真多呢 唐轩略了略耳边散落的并发 温婉一笑 嗯 确实不少 可就在这时 那一丝涟漪便已冲到了境前 唐轩和薛兰齐齐一阵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一口同声地说道 薛安 哥哥 紧接着 两人也顾不得去 检石地上的金石了 立即长身而起 往薛安所在的方向飞来 不光是他们 在深渊的另一处角落之中 一支正打得不亦乐乎的 火凤凰小队 也是齐齐一阵 然后队长程浩 便立即醒悟过来 沉声喝道 全体听令 立即停下手头的一切任务 随我来 说吧 他率先飞起 其余队员随即丢下 唾手可得的猎物 再后相随 面前是一群模样蠢萌的怪物 看上去就跟羊头怪一样 蟹晶晶漫步从这群怪物之中走过 所过之处 极寒阴气 直接将身边的所有怪物 全部冻僵 但这种怪物的生命力 倒是极为顽强 哪怕被冻僵 依然没有死去 可就在这时 在蟹晶晶身后相随的老蟹 挥舞着手中的菜刀 一刀一个 直接将这些怪物全都给解决了 很快 这群怪物便被他们妇女二人收割完毕 紧接着 老蟹便一脸兴奋地蹲下身 开始给这些怪物包皮去骨 他的手法十分麻利 显然经常干这种事 蟹晶晶也在一旁打下手 每当老蟹将一具怪物的尸体分割完毕之后 他就会施展法掘 运用自身修炼的纯阴之气 将其冻住 第一时间进行保鲜 妇女二人分工明确 很快便将这满地的怪物尸体给包干洗净 处理完毕 等做完这一切后 老蟹方才站起身来 满意地拍了拍手 今天这批肉羊的质量真不错 做出菜来 味道肯定好 没错 他们妇女二人收割这些怪物的尸体 居然是用来做菜的 这一切 还得源于之前老蟹的一个偶然发现 因为薛安打开深渊 并将其跟地球连接在一起的缘故 神魂夜已恢复完毕的老蟹 便也跟着凑热闹 数次进入深渊之中碰运气 结果在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之下 老蟹赫然发现 这种羊头怪的肉质 居然十分鲜嫩 做出菜来的味道 更是极为可口 简直秒杀一切的猪羊牛肉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老蟹简直是大喜过望 立即开始用这种羊头怪的肉 研发新菜品 结果一经推出 便大受欢迎 乃至于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这不 前两天刚弄到手的一批肉 已经用完了 老蟹干脆带着女儿 一起来深渊之中寻找 说白了 她们妇女二人 就是来深渊之中进货的 这时谢金金问道 爸 这些够了吗 够了够了 这些足够一个月用的了 老蟹十分满意地说道 谢金金也是十分欢喜 因为经历过失去爸爸的痛苦 所以 现如今的谢金金 十分珍惜跟老蟹在一起的时光 正当她们妇女二人闲聊之时 来自虚空的那丝涟漪震动 也传了过来 老蟹妇女二人 几乎同时感知到了 不禁面面相去 是小安哥 谢金金率先反应过来 脱口而出 老蟹更是惊乐莫名 小安怎么会突然回来呢 但此刻 已经顾不得许多 两人 甚至都没管地上 已经处理好的肉 立即起身 往涟漪发出的方向赶来 而比他们速度更快的 还有小蕊 在感知到消息的那一刹那 小蕊根本没有半点的犹豫 立即转身飞走 邹岁等人在后相随 一边飞邹岁 还一边大喊 小蕊 你不要那么着急 教官大人又跑不了 可他的喊声 完全于事无补 小蕊的速度 压根就没有丝毫地迟滞 邹岁见状 不禁苦笑一声 然后便拼尽全力地 在后追赶 不光是他们 与此同时 在深渊的各个角落 本来正在疯狂刷怪的众人 全都收到了 薛安传递开来的信息 一时间 无数人为之震动 纷纷长身而起 往薛安的方向赶来 薛安站在黑暗之中 闭目不言 静静地等待着 他不说话 赵学辉和乔勒三人 末地 薛安睁开了双眸 微笑言道 来了 话音刚落 只见远处的虚空之中 现出了点点光滑 紧接着 便见两道流光 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了近前 当立定之后 领头的赫然便是唐轩 薛兰则在后相随 哥 当确定是薛安之后 薛兰不禁惊喜无限地 喊了一声 然后便急冲冲地飞了过来 薛安微微一笑 莱儿 哥 你怎么突然之间回来了 我嫂子和想想念念呢 薛兰的眼睛 一个近往薛安的身后穴摸 想找到那两个小丫头 他们有些事 这次没有回来 啊 薛兰有些失落 身为想想念念的姑姑 薛兰对这两个小丫头 简直是哀悼不行 因此 在听到他们两个没有回来后 不禁满脸的失望 不过别着急 很快你就能看到他们了 薛安笑着说道 然后便抬起头来 看向了撬声声 站于不远处的唐轩 当感受到唐轩身上的气势后 薛安的眼中 不禁献出一抹亚裔之色 因为此时的唐轩 赫然已经是一名大罗强者 而且因为所修炼的 欲清自在真卷的缘故 导致他整个人从里到外 都变得如琉璃般静节无瑕 连带着整个人的气息 都变得圣洁起来 这种感觉 在配合上唐轩的无双容貌 构成了一副 即便是薛安都为之惊叹的 绝美花卷 而此刻 在感受到薛安的注视之后 唐轩的脸 不由微微一红 然后便侧过头去 柔声道 薛安 你如此大张旗鼓地 召集我们前来 是打算干什么 这句问话 不但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同时也避免了薛安尴尬 果然是唐轩的 一贯做事风格 薛安文言微微一正 旋即便有些 不好意思地轻咳一声 嗨嗨 这次我回来 是因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 很重要的事情 唐轩文言 面色不惊变地凝重起来 因为能被薛安 如此郑重对待 可想而知 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啊 正在这时 只见两股光滑 分别从两个方向 往这里冲来 等到了进前之后 这两股光滑 方才堪堪停住 赫然便是小蕊 和谢金金等人 小安哥 谢金金喊了一声 薛安点点头 然后冲谢金金身后的老谢笑道 谢叔 老谢黑黑笑着抓了抓后脑勺 十分自豪地应道 嗯 小安回来了 他评诉最喜欢的 就是跟其他人吹牛说 连薛神尊都要管自己 喊一声书 小蕊则一声不吭 只是如一只小猫一样 默默走到了薛安的身旁 薛安抬手轻轻抚摸了一下 他的脑袋 微笑道 蕊儿又长大了 小蕊浑身一颤 然后便低下了头 一直平静如水的眼眸之中 终于现出了一抹欢欣之色 叫过案 这时周岁等人 也气喘吁吁地感到了 不光是他 程昊率领着火凤凰特种部队的 其他人也在同一时间赶至 见过教官 火凤凰的人 瞬间排列好阵型 挺起胸膛 满脸自豪地大喊一声 薛安的目光 从这一张张激动的脸上扫过 最终微笑着点了点头 很好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们又有进步 我很欣慰 多谢教官 程昊等人齐声吼道 这声音和气势 也令随后赶来的众人 为之震动 不过眨眼间 在薛安面前的虚空之中 已经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 其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 比如那位镇守湘江 夜已被尊称为 千古风水术法第一人的颂议 比如岭南渝家的渝鸣 和渝然兄妹 比如北江秦家的秦渝 还有那位安保经理黑王 还有诸如 话行与话听听爷孙二人 谭小雨 石雪青等等众人 甚至连北江的地下头子杜凡 也在其中 当然还有许多薛安不认识的新人 但不管是谁 此刻全都用近乎崇拜的眼神 看着薛安 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这位一手开启了地球 修行圣事的薛神尊 简直就是造物主一般的存在 薛安看着这密密麻麻的众人 微微一笑 虽然还未开口 但全场便已瞬间安静下来 我知道 你们现在都在疑惑我 为何会突然归来 又为什么召集你们前来 很简单 因为考验地球 同时也是 讨厌你们的时候 已经到了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众人无不震撼 然后面面相去 不明白薛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 你们所将看到的画面 可能会颠覆你们固有的认知 但一切都是真实的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道道光华 便直接飞入了在场众人的眉心之中 众人齐齐一阵 旋即全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薛安也不着急 而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 在足足一刻钟之后 在场众人方才逐渐清醒过来 然后脸色全都变得无比凝重 因为他们从刚刚那道神念之中 看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画面 其中就有薛安在青丘湖国 以及净土佛国所遇见的九头蛇 以及三角头的画面 那诡异莫测的战斗手段 以及完全超出理解范畴的无解能力 都令人为之震动 都看到了吗 现在可有什么感想 薛安淡淡道 众人面面相去 直到片刻之后 宋义方才挺身而出 朝着薛安一躬扫地 薛先生 若是按照您所言 十年之后 便将有许多这样的妖物 浸泛诸天吗 薛安摇了摇头 然后缓缓道 不是十年 而是只有八年了 这句话 令全场更是一阵的骚动 但很快 在场众人便不约而同地静默下来 紧接着 便见每一个人的眼神 都开始变得坚毅 宋义更是呵呵一笑 原来是这样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足够了 没错 我火凤凰全体成员 誓死怨战 陈昊沉声说道 誓死怨战 火凤凰的其余众人 齐声大吼 紧接着 在场所有人齐齐攻身 我等 誓死怨战 深圳四野 令人动容 赵学辉 乔勒 杨斌一三人 亦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妈的 我终于明白自己 之前有多愚蠢啊 居然痴迷于赚钱 乔勒低声暗骂自己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长生而起 哈哈大笑道 好 果然不愧是我华族之人 既然如此 那我等现在变出这深渊 然后 全球备战 中度 今天又是平凡无奇的一天啊 安英轻声感叹了一句 然后百无聊赖地 看向了办公室 那扇宽大的落地窗 窗外是百米的高空 可是却十分地热闹 一架驾个人飞行器 正在穿梭往来 令整个中都的上空 都变得异常繁华 也不知道 情节现在怎么样了 唉 居然让我整天憋在公司里办公 我也很想去深渊里面刷怪啊 安英愁眉苦脸地说道 身为安家现在所剩无几的男丁 安英早已成为 整个中都炙手可热的存在 毕竟 谁不知道 原尊的夫人乃是他的姐姐 有这层关系在 谁敢不给他面子 可安英深安处世之道 明白自己能活下来 都是沾了当年自己与人为善 对那时候还很平凡的姐夫 给予关照的光 但这可不代表 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浪了 因为安英很清楚 除了安言和安情外 薛安对安家的其他人 可是一向没什么好感的 所以他可不敢去试探薛安的底线 这些年来 也是一直老老实实做人 不敢有丝毫的嚣张 这样的举动 居然给他博得了一个不错的人员和名声 但现在的安英 却是无聊透顶 因为安情前段时间去深渊之中 刷怪时 由于过于拖大 导致出了一些意外 神识受到了些震荡 因此 一直在家中养伤 于是 安家的产业 就得由他来打理了 可安英 对于这所谓的产业 连半点兴趣都没有 现如今 但凡有点追求的富家子弟 哪个不是期盼着 能在修行上有所进步 因为只有那样 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至于按部就班的接盘生意 那都是最没出息的顽固子弟 才会做的事情 正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 被轻轻推开了 然后 一名娇俏可爱的女秘书 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 安少 喝杯茶吧 嗯 放桌上吧 安英头也没抬得说道 这名女秘书 有些失望地将茶杯放下 心中有些失落 看来 自己这精心打扮的妆容 又浪费了 然后便要转身离开 正在这时 安英突然说道 等一下 女秘书当即站住 然后一脸惊喜地转过身来 安少还有什么吩咐 哦 没什么事 待会你 替我去楼上问问 请姐的伤怎么样了 可好些了吗 我去毕竟不太方便 哦 女秘书一脸失落地点点头 那我现在就去 说着迈步便要离开 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落地窗外的天空陡然一暗 然后便见远处的天际 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潮 安英浑身一震 然后脸上便现出了无限的惊骇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 只见那如黑云般的人潮 便飞快地往这里赶来 眨眼间便来至了中都的头顶之上 安英神情呆滞地看着 直到这时他才看清 这人潮居然全都是来自华国各地的强者 只不过这些人此刻不是 都应该在深渊之中刷怪呢吗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呢 不光是他 在同一时刻 整个中都乃至整个华国都被震动了 无数人的心中都浮现出这样一个疑问 这些人突然从深渊之中出来 聚集在一起是要干什么 也就是在这时 就在安英所在的楼层之上 因为心神震荡而陷入休眠状态的安晴 陡然睁开了双眸 紧接着他便看向了窗外 轻声念叨 姐夫 话音刚落 但见在那苍穹之上 人潮的前端 薛安的身影 开始逐渐浮现 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刻 举世都为之沸腾起来 我的天啊 全是薛神尊 薛神尊回来了 无数人发出了惊呼 更有甚者直接跪倒在地 朝着薛安便顶礼膜拜起来 薛安衣衫飘荡如飞 神情淡然地俯瞰世间 然后微微一笑 我回来了 一句话便压得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 而后薛安淡淡道 此次回来 我是为备战而来 置于缘由 薛安的神念 如水般蔓延过整个地球 直接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灌输进了每个人的死海之中 当然 这也就是薛安 换做其他任何人都不敢这么做 毕竟 这可是 同时跟数十亿人沟通神念 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令无数人神魂俱丧 但薛安却轻描淡写地 就将这件事给完成了 片刻之后 当人们逐渐苏醒之后 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起来 天啊 原来我华族居然有这等血海深仇 真是不可饶恕 有人咬牙切齿 那诸天之外的妖物 居然想要染指世间 可曾问过我 龙虎山天师父吗 我火麒麟特种部队 虽然比不上火凤凰 但也愿誓死一战 没错 也算我一个 一时间群情涌动 而在安家总部之中的安晴 这时 也恢复过来 然后他便颇为讶异地惊疑了一声 因为他赫然发现 自己那因为神魂震荡 而受的伤 居然已经痊愈了 但玄疾他便明白过来 不禁微微一笑 猛然间撞破了房间窗户 飞入了苍穹之中 他并未说话 而是静止 飞到了薛安身后 用行动无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很好 薛安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便宣布 即刻起 全球备战 一切听我号令 若有违抗者 杀 最后一个字 令整个地球都为之遗产 莫 漫天强者 齐齐攻身硬道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只见薛安猛地上前一步 然后随手一挥 哄 一座宏伟的建筑 便出现在了苍穹之中 其中所蕴含的强大威势 更是令人为之则舌 正是之前 薛安在那蓝超巨星之中 收取的武库 而薛安之所以回返地球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这座武库 他很清楚 尽管地球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胜往昔 可跟那天外妖物比起来 还是差得很远 可这武库的出现 却极大的弥补了 实力上的鸿沟 所以薛安决定 先用武库中的兵甲 将地球武装起来 与此同时 在见到这座武库之后 全场众人 一时一阵地骚动 人们都不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 可又不敢问 只能静静地看着薛安 这时 只听薛安缓缓言道 这乃是我与某处得到的武库 里面蕴含有 无数威力强大的兵甲 说着 但见武库光滑一闪 从中飞出了数十道流光 停在了薛安面前 正是一句句造型精致 其中蕴含强大威力的甲咒 薛安随手拿起一件 淡淡道 程浩 在 程浩立即上前 穿上他 说着 薛安随手扔了过去 还没等程浩来得及反应 这件兵甲 便突然解体变形 然后将程浩 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刹那间 天空中便出现了一名 身穿火红色甲咒的兵族 程浩难以置信地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然后握了握手 感受着其中 汹涌澎湃的强大力量 感觉如何 薛安淡淡道 这股力量 简直太强大了 我现在甚至感觉 可以一拳轰灭一座山峰 程浩惊喜言道 可他话音刚落 就见薛安猛地握掌成拳 然后上前一步 直直轰在了程浩的胸膛之上 尽管只动用了千不足一的实力 可薛安的这一拳 还是令整个苍穹之上 刮起了一阵狂风 猝不及防之下 程浩更是被直接轰飞出去 人群发出了一声惊呼 因为谁也没想到 薛安会突然出手 但就在这时 本来承下坠态势的程浩 突然身躯一番 然后便在空中站定了 这下不光是众人傻了 就连程浩也是一脸的猛逼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身上的这套甲咒 居然有如此变态的防御能力 居然能够抵挡住薛安的一拳 尽管只是薛安极力控制的一拳 但这也足够了 紧接着 程浩的脸上便现出了狂喜之色 因为他很清楚 这种甲咒意味着什么 不光是他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 眼神都变得热切起来 与此同时 就听薛安淡淡道 感觉怎么样 感觉并无大碍 这甲咒 简直太神奇了 程浩欣喜无限地言道 薛安笑了笑 那好 那这套甲咒 就赐予你了 多谢教官 程浩浑身一颤 立即站直身形 十分严肃地喊道 而后薛安 看向其余的火凤凰队员 此时 这些人脸上满是艳羡之色 却又不敢说什么 只是用殷切的目光看着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火凤凰何在 在 火凤凰众人齐齐一震 然后便精神抖走地喊道 接甲咒 话落 但见一道道流光 直接飞至火凤凰众人的头顶之上 然后往下一冲 便将他们给彻底覆盖起来 眨眼间 火凤凰的所有人都已穿上了甲咒 气势瞬间增强了何止一倍 这让很多人羡慕的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全都看向薛安 薛安淡淡道 甲咒我有无数 就是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资格来穿了 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 硕大的日头悬挂在头顶 以近乎疯狂的热情 炙烤着一切 安淡已经不记得 上次喝水是什么时候了 之前那种极度干渴的感觉 正在逐渐消散 嘴唇也变得湿润起来 但安淡知道 那是因为嘴唇已经干裂到一定程度 导致鲜血泵涌而出 从而形成的错觉 而且用不了多久 这种湿润的感觉 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到了那时候 自己身上的鲜血 可能都不会流动了 安淡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只觉得眼前开始逐渐浮现幻觉 而且脚下那松软炽热的沙地 也开始变得粘着起来 每迈出一步 都需要他奋起全身的力气 终于 在一个亮枪之后 安淡只觉得眼前一黑 然后便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滚烫的沙子 瞬间覆盖了他的脸颊 灼热的空气 则随着急促的呼吸 用涌入肺部 制烤着沿途的一切 可他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 他现在只想这么静静地躺着 然后等待黑暗的降临 又失败了吗 安淡心中不无自嘲地想到 可就在这时 安淡忽然感觉到 身下的沙地 正在轻微地震动 这种感觉很是轻微 但安淡却是精神一震 因为这种震动很有节奏 显然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悄悄接近 安淡依然趴在地上 但身下的双手 却已悄悄握紧了拳头 默默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震动越来越近 默默 震动停止 显然是这个靠近安淡的东西 停住了脚步 就是现在 安淡心中涌现出这个念头 然后整个人奋起最后的力气 如弹簧般 从地上一跃而起 带起了一片沙尘 借以遮蔽视线 然后双拳便直奔 这个靠近自己的东西轰去 动 一声如鸡皮革的闷响之后 安淡就觉得自己的双拳 险些被震裂了 整个人更是被震退了十几步 等站稳之后 方才看清 靠近自己的 原来 是一只巨大的蜥蜴 这只蜥蜴 足足有七八米长 一人多高 吐着尖锐的杏子 令人看上去 便不寒而栗 但是已至此 安淡已经豁出去了 怒吼一声 孽畜受死 说着 他又一次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 尽管修为在这片沙漠之中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在此刻 安淡的眼中 还是泛起了淡淡的光滑 气势所及 这只蜥蜴 也不禁往后稍稍退了退 但安淡刚冲到近前 就见蜥蜴的尾巴便恶狠狠地抽了过来 速度之快 乃至都带起了尖锐的风声 安淡的眼睛都已经红了 压根就没管拦腰抽来的尾巴 而是继续往前直冲 碰 安淡撞入了蜥蜴的前肢之下 双拳朝天轰出 正好系在蜥蜴那泛着白光的柔软腹部上 死 蜥蜴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 然后便疯狂地踩动脚步 试图踩死安淡 安淡左躲右闪 然后瞅准机会 猛地一拳轰在了蜥蜴的咽喉之上 蜥蜴惨叫一声 然后便愤怒至极地挥舞着尾巴 抽向安淡 安淡没有躲闪 实际上 他也没有力气躲闪了 刚刚的那几个动作 已经耗干了他所有的体力 此时安淡眼前发黑 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但这时的安淡 反倒被激起了骨子里的凶性 畜生 想抽死耶耶 没那么容易 说着 安淡不躲反镜 直直地往前冲去 然后便恶狠狠地咬在了蜥蜴的咽喉之上 啪 尾巴狠狠抽在安淡的后背上 衣服和肌肤被瞬间撕裂 并拖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甚至隐隐可以看到白森森的脊椎 安淡痛得浑身一颤 但嘴下却没有丝毫的松懈 反而用尽了浑身力气 恶狠狠地咬了下去 牙齿终于穿透蜥咽喉处的肌肤 并且直接咬断了蜥蜴的喉管 蜥蜴痛苦至极地挣扎起来 试图摆脱安淡 但这时候的安淡虽然下肢已经瘫痪 双手却好似钢爪一样 死死抓住蜥蜴的脖子 就是不肯放手 不光如此 就在咬破蜥蜴咽喉的那一刹那 安淡就感觉有一股新色的液体 涌进了嘴巴 并顺着咽喉流进了胃里 是蜥蜴的血 安淡浑身一震 便觉得本已游进灯窟的身体 都因为这蜥蜴鲜血的涌入 在足足一刻钟之后 这只蜥蜴不知倒地 成为了一具死尸 再看他的咽喉 已经被安淡彻底咬烂 但这时候的安淡 状态也很不好 虽然得到了能量的补充 但蜥蜴的那一尾巴 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安淡就觉得 自己的整个下半身 都失去了知觉 而这样的自己是 无法在沙漠之中继续生存的 正当安淡准备放弃之时 突然就觉得浑身一震 然后周遭的环境 便开始急速地变换 沙漠如流水般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地球景象 同时 安淡就觉得自己所有的伤势 全都消失不见 修为也全都回来了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 有些疑惑地看向周遭 明明自己还没有退出呢 为何会突然回到地球呢 正在这时 只听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说实话 我很惊讶 听到这个声音 安淡豁然回首 但见薛安正站于不远处 含笑看着自己 安淡浑身一震 慌忙扶手言道 姐 薛先生 他本来想喊姐夫 但话到嘴边 最终还是改成了薛先生 薛安没有理会他的失礼 只是淡淡道 知道我在惊讶什么吗 安淡摇了摇头 我本以为你自幼娇生惯养 乃是一名贪图享乐的顽固子弟 即便参加武库试炼 也会因为承受不住痛苦 而很快放弃 可没想到 你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说到这 薛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然后抬手一挥 一枚冰符便飞到了安淡的头顶之上 就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 一件造型精美 气势不凡的冰符战甲 就此穿在了安淡的身上 安淡一脸猛逼的低头看了看 还没从震恶之中反应过来 恭喜你 失恋通过了 说着 薛安转身便要离开 但在走了几步之后 他突然停住脚步 然后头也不回地说道 以后还是喊我姐夫吧 毕竟 炎儿现在也只有你这个弟弟了 安淡终于明白过来 深深俯首 姐夫 薛安笑了笑 大步而去 直到薛安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 安淡才低下头 无限爱惜地抚摸起身上的这件冰符战甲来 然后他的脸上逐渐绽放出笑颜 最终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满是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意气风发 而且不光是他 整个地球的强者都已经疯了 在薛安将武库放出 并开启了武库的试炼幻境之后 整个世界的强者都争先恐后地涌入其中 为的就是能尽快通过试炼 然后获得拥有一件冰符战甲的资格 没错 薛安将冰符战甲的资格 跟武库的试炼捆绑起来 只有通过了武库的试炼幻境 才能证明你的实力和心境 足以掌控冰符战甲 否则 垂涎三尺 因此 很快便有人开始打起了歪主意 试图通过金钱来收买 获得了冰符战甲的强者 可无一例外 他们全都失败了 且不说 没人会卖这种宝物 即便有 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这种冰符战甲一旦绑定 除非战死 否则是不可能跟第二个人绑定在一起的 这就杜绝了所有的歪门邪道 若想获得战甲 只有通过试炼才可以 可这试炼 哪里是那么简单就能通过的 许多顽固子弟 报名参加了一次 然后便全都哭爹叫娘地退出了 因为在那武库的失恋幻境之中 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 所有的痛苦 都跟现实世界一般无二 在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人根本就熬不到最后 便直接退出了 也因此 安英便成为了他的那些朋友们 艳羡的对象 因为在这些人看来 安英身为薛安的小舅子 肯定能够得到点照顾吧 没准一声姐夫叫出来 安英便不用参加试炼 便能得到一件兵符战甲了呢 可万万没想到 安英压根就没找过薛安 直接便进入了试炼之中 在开始得到消息的时候 薛安也微微有些惊讶 但玄机他便认为 安英肯定不可能坚持到最后 但事实 却是 安英不到坚持到最后了 而且还成功反杀 顺利通过了试炼 这才是薛安感到惊讶的原因所在 而在亲自送出兵符战甲之后 薛安姓布莱志了 位于中都最高层建筑天原大厦的指挥室中 这里便是新境建立的 全球备战指挥部的所在之地 薛先生 见过薛先生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点头示意 薛安含笑汗手 然后便静止离开了 当他走后 有许多女工作人员 便满脸通红地凑到一起 哇 刚刚薛先生冲我笑了呢 呸 臭不要脸 那是冲你笑的吗 薛先生 那只是出于礼貌的回应而已 哎呀我知道 但你难道就不能让我幻想一下吗 你这个小浪蹄子还幻想一下 绝对不行 因为薛先生是属于大家的 说着 这些女子便笑闹成一团 而这些女子的谈话 也传进了薛安的耳朵里 薛安颇为尴尬地将其屏蔽掉 心中暗想 有时候听力太好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而正当薛安走进全球被站指挥部的时候 在那指挥室中 浩然书院的欧阳小曼 仰头看着那监视器上的一格格画面 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两久之后 他不禁轻声感叹道 这些家伙 难道都疯了吗 居然如此狂热地参加试炼 他们难道都不会累 或者疼吗 浩然书院的大山长 舒文斌则手屡虚然 漠然不语 直到片刻之后 他才转头看向一旁站着的青阳罐罐 主公良心 公良罐主 你怎么看 自叹不如 公良心苦笑言道 是啊 舒文斌不禁也感叹起来 跟这些人的旺盛斗志比起来 我等真是差得太远啊 若能有这斗志的百分之一 青阳罐当年 又何至于被魂天寨那般欺辱 说起来 还是我们太坍图安稳了 反而丧射锐且 公良心也不禁随声附和道 既然知道了 那现在改变也还来得见 薛安的声音传了过来 然后便迈步 走进了指挥室中 老师 薛先生 舒文斌和公良心 急忙失礼 欧阳小曼则笑嘻嘻地冲到近前 师父 你终于来了 我也想参加试炼 你 薛安看了自己这个女弟子一眼 然后无奈道 你能行吗 当然能行 其他人能做到的 我自然也能做到 欧阳小曼十分不服气地说道 前几日 薛安便将浩然书院 还有青阳观的众人 都从掌中佛国之中放了出来 因为相比起让他们去净土佛国 还不如将其留在地球之上 毕竟 净土佛国 那才是这次的主战场 别着急 你们自然也是 要进入武库试炼的 并且 因为你们的性情 这试炼还要比其他人都要长 不过在试炼之前 我需要先 教会你们一些东西 说到这 薛安的神情陡然一速 然后说到 当年我以华族的儒家经典 创立浩然书院 但因为缺乏经验 结果导致你们 空有极高的境界 却无对敌的手段 而这几天 我经过深思熟虑 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制了一套功法 帮助你们加以成长 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大劫之中 有更好的自我保护能力 说着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数十道神念 便飞入浩然书院众人的眉心之中 舒文斌 还有欧阳小曼等人 齐齐一阵 这功法 舒文斌满脸震动地说道 薛安淡然汗手 没错 这功法的名字就叫 平天下 很快 浩然书院的众人 便各自散去 即便是平宿最喜欢闹的欧阳小曼 此刻也变得沉默下来 因为他们急需时间来整理消化薛安 传给他们的这套功法 而等他们走后 薛安冲公粮心微微一笑 公粮 你们青阳观的功法还算可以 唯独有些小的缺陷 但之前我都已经修改过了 所以这次 这个是给你们的 说着 薛安摊开手 手心之上赫然悬浮起一块块剑气碎片 莫忘安 公粮心浑身一震 尸声惊道 没错 正是莫忘安 他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公粮心震害言道 这说起就话长了 之前在对阵一尊天外邪物之时 这柄莫忘安便已折断 本来打算修补的 但后来我改变主意了 说着 薛安的手指 从莫忘安的碎片上 轻轻拂过 与其执着于当年的心结 还不如就此放下 毕竟现在安言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还执着于当初的一个念头 实在有些不知 所以我决定 将这莫忘安打碎 然后分别赐予你们 这样一来 你们便将拥有一套剑气 并可随时组成威力极强的剑阵 可是 这莫忘安已经预出了灵石 这样做的话 公粮心有些不忍的言道 薛安淡淡一笑 放心吧 在这么做之前 我早已征求过他的意见 而且在赐予你们之后 这莫忘安也并非死去了 相反 若是你们计恋得当的话 他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成长 所以 你们可愿 继承这莫忘安的碎片吗 公粮心这才长出一口气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自然愿意 很好 说吧 薛安抬手一扬 手中的剑气碎片分扬而起 然后便化作到刘光 飞入了青阳冠众人的体内 青阳冠众人浑身一震 片刻之后方才清醒 然后齐齐朝着薛安躬身一礼 薛安摆了摆手 去吧 青阳冠的众人便也随之离去 等指挥师中空无一人后 薛安转头看向那巨大的监视器 与其淡然道 不要觉得 获得兵服战甲 便算是结束了 因为真正的试炼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也就是在地球之上 正在热火朝天的备战之时 在那遥远的虚空深处 净土佛国之外 一道身影忽然从黑暗之中冲出 然后便颇为疑惑地 打量起面前的这堵卓家罗来 奇怪 明明感受到 有一丝微弱的波动 是传自于此 怎么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呢 这人形色匆匆 但从装束可以看出 应该是一名行走诛天的赏金猎人 而最近 诛天之中赏金额度最大 乃至都已经破了历史记录的 便要数找寻薛安下落的这个任务了 整个诛天的赏金猎人都闻风而动 这位自然也不例外 而且他跟一般的赏金猎人 到处瞎撞运气不同 他有一套家传的秘法 可以通过血脉气味 来追踪一个人的行踪 所以 经过这一路的探查 他便找寻到了这里 莫非薛安躲藏在这佛国之中 这名猎人绕着卓家罗 来回走了几圈 不禁喃喃自语道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那丝微弱的血脉波动 可这些佛修一向与世无争 生怕沾染因果 怎么会收留这样一个惹事的祖宗呢 这位赏金猎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也就是在这时 远处的虚空突然泛起了阵阵佛光 并隐隐有泛音传来 这名赏金猎人吓得一缩脖子 赶紧躲进了虚空之中 自身的气血活动降至最低 进入了一种似有似无的状态之中 这也是他的保命绝招 等他刚刚躲藏完毕 就见无数金光漫天而来 领头的赫然是数名 头顶金轮脚踩莲花的大菩萨 这名赏金猎人的眼睛瞬间睁大 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大字 密宗 没错 来者正是密宗金刚界和胎藏界的众多佛修 当初 薛安在密宗谈成之中 跟本师菩提缔盟约 最终成为整个密宗的上师 而后 薛安便让弥勒率领官自在等密宗强者 前往净土佛国 这样合力一处也好增强实力 不过因为路上需要遮掩行踪 所以弥勒等人现在才赶到了净土佛国 看着这些密宗高手 这名赏金猎人的心都微微颤抖了一下 旋即赶紧将其压制下来 生怕再引来这些大菩萨的注意 因为他深知 这些密宗大菩萨的做事风格 可跟净土佛国的佛修截然不同 那可是真会动手杀人的存在 不过这些密宗高手 浩浩荡荡地来至净土佛国 是要干什么 莫非这帮和尚起内讧了 要干仗 这个念头 刚刚在这名赏金猎人的脑海之中浮现 就见金光停住 然后弥勒起身而出 双掌核实道 纳摩本师 诸位师兄 弥勒来了 化落 卓家罗的内部也隐隐现出冲天金光 而后便听有人高宣佛号 纳摩我佛 今天这是什么风 居然让密宗的诸位大菩萨悉数到场了 莫非来我净土佛国砸场子不成 随着话音 卓家罗上空金光闪烁 然后便见月计率领着月叉 以及白眉罗汉等人脚踩莲花的迎了出来 双方在空中各站一方 莲花对生 隐隐有对立之相 而在月叉旁边 小鹰落巧声问道 大叔 你们这是要打架吗 月莎笑了笑 应该不至于 那为什么要拉出这么大的阵势 可能为了好看吧 月莎淡淡道 正在这时 就见月计目光冷然地从弥勒等人身上扫过 然后淡淡道 弥勒 你这是何意 言语中充满了戒备和敌意 也不是月计神经紧张 实在是这密宗诸人来世太过汹汹 难免不令他往坏处想 弥勒赶忙合掌行礼 月计师兄 我等乃是奉了靴 还没等他说完 在他身后的官字在 便冷声道 弥勒师兄 你先不要说话 让我先试试月计师兄的实力如何 说吧 他上前一步 淡然而立 月计师兄 小僧官自在 想跟你变法一战 弥勒一阵 官自在你 官自在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 只是切磋一下而已 不会伤到和气的 对吗 月计师兄 月计冷冷地看着官自在 刚想说话 也就是在这时 月莎小僧对英洛说道 英洛 你不要乱动 我去一下 说吧 他上前一步 淡淡道 官自在 我来给你切磋一下 你看如何 官自在一看是月莎 不禁豁然抬眸 是你 没错 是我 月莎微微一笑 可敢动手吗 有何不敢 官自在冷声言道 空气中 瞬间弥漫起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眼见一场大战 便要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声大喊 都先别动手 主母大人驾到 随着话音 就见一行人从净土佛国之中飞出 领头的赫然便是安言 当见到他后 越计越差等人 纷纷往旁退散 躬身失礼 安夫人 而密宗这边 弥勒一时双掌合时 见过教主夫人 同时 他还不动神色地 瞅了身旁的官自在一眼 官自在等人心领神会 立即也随着一同失礼 面对这么多人的失礼 安言显得有些局促 众位 众位都请起身吧 反倒是小沙一脸的大大咧咧 哎呀 主母大人 他们愿意失礼 就让他们失礼呗 反正您的身份完全当得起 何必跟他们客气 就是就是 张小瑜也在一旁附和道 安言却没有理会这些 他深吸一口气 先定了定神 然后问道 我很想知道 你们刚刚这是干什么呢 起内讧 一句话 令月叉 还有弥勒等人 全都低下了头 安言接着用语重心长的语气问道 弥勒菩萨 你带着这么多的人来此事要干什么 弥勒连忙说道 回教主夫人的话 我等乃是奉教主上师的命令 前来跟净土佛国联合一处的 哦 联合一处 就是刚刚那种形式的联合一处吗 安言轻声质问道 一句话 便令弥勒的额头上 陷出了冷汗 他尾时没有想到 这个看似温婉的安言 说起话来 居然会如此的直击要害 正在这时 一旁的官子在突然上前一步 然后躬身失礼道 教主夫人 刚刚都是我的缘故 我现在知道错了 求您还有月莎师兄等人原谅 说着 他一躬到地 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这一幕 也大大出乎了净土佛国这边的预料 与此同时 安言转头看向了月莎 柔声道 月叉 你什么态度 月莎面现羞愧之色 也赶忙上前冲着官子再回忆毅礼 灌尸地 这件事 我也有责任 这次 一场风波就此消散 月继颇惊讶地看着一脸沉静的安言 心中暗暗想到 不愧是红莲先尊的夫人 处事当真果断 而就在这时 两个小丫头 也突然从安言的身后 探出头来 妈妈 这些大和尚是干什么的 念念好奇地问道 安言微微一笑 这些大和尚 都是你爸爸的好朋友 是前来帮忙的呀 哦 原来是这样 念念点了点头 然后便跟着想想 去找鹰落丸了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虚空之中躲藏的这名赏金猎人 在看到想想念念后 心头陡然一颤 差点没暴露出自己的行踪来 直到片刻之后 他才勉强稳住心神 脑袋之中 却浮现出一个念头 这下 自己赚大了 因为这名赏金猎人 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了 来自想想和念念身上的血脉波动 而这种血脉波动的出现 只有一种原因 那就是 这两个小丫头 乃是那位红莲先尊的血液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理由 可以解释这种波动 这位赏金猎人 激动的浑身 都在微微颤抖 与此同时 弥勒等密宗高手 跟净土佛国的众人 簇拥着安言一行人 往里飞去 等到他们走后 这位赏金猎人 立即从那种 似有似无的状态中 跌落出来 然后轻声呢喃道 虽然没有找到血脉的下落 但能找到他的血液 也是一个好消息 我得赶紧去报告给众位大人 说吧 他身形一闪 就此消失在了茫茫太空之中 类似于他们这种赏金猎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赶路方法 不然若是按部就班 赶路的话 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很快 这名赏金猎人 便离开了净土佛国的心域 来至了千鹤宫的管辖范围 此刻 这千鹤宫中 亦是热闹非凡 经历过数次扑空之后 这位千鹤宫的公主花无语 也有些厌烦了 索性带着仁皇殿 还有玄明灵的众人 回到了自己的山门之中 好好商议一下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所以 此时在这千鹤宫中 可谓强者云集 来自玄明灵和仁皇殿 两大超级宗门的强者 就将这座义士大殿 给挤了个满满当当 这薛安屡次于诛天之中出现 可等我们赶到之后 却踪影全无 这说明 这个家伙 纯粹就是在戏耍我们 所以我们 不能再这样被动地 在他屁股后面追了 玄明灵的一名大长老 满脸怒涩地说道 哦 那敢问大长老 可有什么高见呢 仁皇殿的军师 冷笑着问道 这 总之咱们 就是不能在后面追赶了 不然就真诚被人 耍得团团转的傻子了 这位大长老恼怒道 道理谁都知道 可若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话 这岂不跟废话一样 仁皇殿的军师冷冷道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只是说个事实而已 眼见双方有吵起来的迹象 花舞雨轻轻拍了拍手 好了二位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玄明灵的这位大长老 方才满脸怒涩地坐了回去 仁皇殿的军师则冷冷一笑 却也不再吭声了 你们二位的心情我很理解 大家都是为了追捕薛安而来 可现在他踪影全无 而若是不能将他除去的话 相信大家连睡觉都睡不踏实 所以我们更不能在此事互相猜疑 毕竟一旦丧失了团结 再想对付薛安 那就更难了 花公主说得极是 仁皇殿的军师 鼓掌赞许道 现在先找到薛安的下落 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就不相信 他真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肯定是咱们的搜寻方向出了问题 我觉得 与其在这里干等 不如再多分派些人出去 对朱天来一次拉网式的大派查 花舞雨沉声道 众人眼前一亮 虽然也算不上什么太好的办法 但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仁皇殿的军师点头延道 而正当众人准备 就下一步的具体布置 进行讨论之时 外面忽然跑进来了一名 报信的婢女 报公主 外面有人求见 求见 花舞雨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没见我现在正忙着呢吗 不见 可那人口口声声说 自己有薛安的下落 什么 此言一出 满座皆惊 就连花舞雨 亦是浑身一震 旋即便回过神来 大喊道 那还不快请进来 愚蠢的奴才 这样重要的是 你怎么还让人在外面等着 这位婢女也不敢吭声 慌忙转身离去 片刻之后 那位赏金猎人 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一见到她的装扮 众人的希望 不禁又高涨了几分 因为这人一看便知 乃是一名赏金猎人 而这样的人 消息往往是最灵通的 而当看到大殿之中的形势之后 这名赏金猎人 也不禁吓了一跳 因为就在这间不大的殿房之中 居然挤满了来自仁皇殿 和玄明灵 这两大超级宗门的强者 花舞雨注意到她的惊恶 不禁柔声道 不用害怕 这些都是 我千和公的贵客 你刚刚说有薛安的下落 可是真的吗 这名赏金猎人摇了摇头 我没有薛安的下落 此言一出 大殿之中一阵骚动 玄机便有人怒吼起来 小子 你这是在拿爷爷们开涮吗 没错 居然敢来戏耍我的 给她点颜色瞧瞧 鼓噪声中 这位千和公公主 花舞雨的眼中 也不禁闪过了一抹寒芒 但还是笑着问道 哦 既然没有薛安的下落 那你来 求见我所为何事 很简单 我虽然没有薛安的下落 但我却有这位红莲先尊 直系血液的下落 这位赏金猎人 满脸自傲地说道 煞时间 整座大殿都安静下来 人们面面相去 然后便是一片哗然 你说什么 花舞雨长身而起 满脸激动地问道 我说 我有那位红莲先尊 直系血液的下落 说到这 这位赏金猎人脸上的 得意之色 不禁越发地浓重起来 消息可确凿吗 人黄殿的这位军师 更是抢先问道 我敢拿巷上人头担保 确凿无疑 而且 这位红莲先尊的血液 还不是一个 而是一对罕见的双生女 同时他们的妈妈也在 这说明 他们很可能就是薛安 特意安置在那的 听到这句话 大殿之中的众人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眼中便浮现出 兴奋与贪婪之色 若是真如这赏金猎人所说 那这可就太好了 因为如薛安这等级别的强者 直系血液乃是极为珍贵的 所以 只要将他们母女三人 掌握在手中 不愁薛安不主动露面 一念至此 人黄殿的这位军师 立即问道 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嗨嗨 这位赏金猎人 却没有说话 只是含笑 指了指自己的口袋 众人立即明白了什么意思 花无语喊道 来 将我千和公之前 允诺的赏金拿上来 先付给这位朋友一半 其余的等事成之后再支付 人黄殿和玄明灵 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他们这些宗门强者而言 区区钱财而已 根本无足挂齿 只要能消灭掉薛安这个心腹大患 花多少钱 都是值得的 因此很快 三分丰厚的赏金 便全都摆到了 这位赏金猎人面前 赏金猎人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手忙脚乱地 将这些钱财收起来 而后花无语才沉声问道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薛安血液的下落了吗 当然 说实话 在最开始之前 我也没想到 他们能出现在那个地方 说起来 这个薛安还真是狡猾呢 说着 这位赏金猎人 便展开了一幅星图 然后在星图上 点出了一个坐标 众人立即睁大了眼睛去看 等确定这个坐标的位置之后 不禁全都傻了眼 直到片刻之后 方才有人轻声呢喃道 怪不得一直便寻不着 原来躲到佛修的地盘上去吧 而仁皇殿的这位军师 玄明灵的大长老 还有千鹤宫的公主 此刻全都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齐齐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 传我花间令 千鹤宫立即行动 花无语沉声道 仁皇殿 还有玄明灵的人 亦是闻风而动 而后花无语 对那位赏金猎人说道 这位朋友 麻烦你也受点累吧 随我们走一趟 等事成之后 多付你赏金 这位赏金猎人 笑嘻嘻地点点头 好 仅仅半个时辰之后 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便自千鹤宫中飞出 朝着净土佛国的方向 便扑了过去 这千鹤宫 离这净土佛国 还真是不算太远 所以 这位赏金猎人 才会选择在这里出卖情报 因此 不过两天光景 前方便出现了那独碗 若奇迹般的围墙 卓家罗 此刻 整个净土佛国 十分地平静 弥勒等密宗高手的到来 虽然令许多净土佛修一阵的骚动 但很快 这种躁动便平息下来 毕竟 密宗和净土同出一员 哪怕修行的方法和道路有些不同 但殊途同归 总归还是归属于佛修这一大派的 所以 净土佛修 很快就接纳了密宗的这些人 这个结果可谓皆大欢喜 但也有不那么开心的 比如小沙 他对于弥勒之前想要收服他 做做夏天龙的事 可谓是耿耿于怀 连带着对整个密宗佛修的观感 都变得很差 所以 看到这些人 居然也投身于主人的麾下 甚至称自己的主人为根本上师之后 他就十分的生气 于是 他干脆躲到了 这卓家罗的定禅寺中 找袁通慧通 这帮小和尚来散心 此刻 只听小沙邪靠在定禅寺大殿的佛刊上 嘴里啃着贡品 同时大大咧咧地喊道 喂 小和尚 你们就这些贡品吗 还有啥别的好吃的没有 慧通愁眉苦脸地 在佛刊下面 剪食着小沙随手丢掉的果皮 没有其他的了 女施主 你能不能从佛刊上下来 这样对佛祖可是大不敬啊 妾 不敬又能怎样 佛祖再大 还能有我家主人大吗 你说是吧 袁通 小沙嗤之以鼻地说道 善哉善哉 女施主这么说 倒也不算错 可是 袁通双掌合时 又开始善哉起来 可小沙完全不听他那一套 既然不算错 那就别再可适了 赶紧给老娘去找点好吃的 要是有烧鸡烤鸭什么的更好 善哉善哉 女施主 我们这里是佛寺 怎么会有那些昏心之物呢 没有不会去做嘛 袁通众人 可就在小沙在这定禅寺中耍无赖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 整座卓家罗都为之遗产 众人齐齐一惊 紧接着 小沙从佛刊上一跃而起 静直冲破了定禅寺的屋顶 来至了外间 而后他便看到了 令人惊悚的一幕 但见远处的虚空之中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来自千鹤宫 玄明灵还有仁皇殿的强者 刚刚那一声巨响 便是众人对着卓家罗发出的第一波攻击 小沙的小脸上瞬间阴云密布 沉声言道 居然敢找上门来 这是来挑衅的吗 与此同时 袁通汇通等定禅寺众僧夜已冲出大殿 然后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袁通的善哉都没说完 脸色煞白的言道 话音刚落 这些强者便又发起了第二波的攻击 只见无数形态各异的攻击 汇聚成一处 构成了一道巨大而又璀璨的光滑 重重地轰击在了卓家罗上 咚 又是一声巨响 这下连小沙都差点被从空中震落下来 其中所蕴含的威势 更是令整个净土佛国都为之震动 无数民众和僧人 全都惶惶不安地看向天空 有那胆小的 还以为是上天降下的责罚 跪在地上便鼎礼膜拜起来 可就在这时 但见一道光滑冲天起 然后便停留于苍穹之上 待现出身形之后 只见安言傲然而立 面对远处那卓家罗之外的无数强者 沉声鹤念道 外敌入侵 净土佛修何在 一声令下 越计越差 还有白眉罗汉等僧立即劣阵而出 弓声道 净土在 你等立即各回其位 严防死守 不得有误 莫 净土佛修 立即领命而去 而后 安言又转头看向了越越越式的弥勒等人 轻声道 密宗佛修何在 密宗在 以弥勒为首 关子在 虚空藏金刚手等大菩萨在后相随 全都上前一步 躬身应道 做好准备 随我御敌 莫 整个净土佛国 瞬间平静下来 因为安言这几道条理清晰的命令一下 本来慌乱的众人 立即找到了主心谷 许多人更是对安言刮目相看 本以为这位安姑娘 只是教主大人的夫人而已 却没想到她也有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 乃至在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敌人之时 依然毫不慌乱 小沙更是哈哈大笑 然后抬手拍了拍圆通的肩头 小和尚 看到了没 这才是我祖母大人的风采 你们这些修佛 已经修傻了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说着 小沙长生而起 瞬间来至了安言的身后 祖母 小沙在此 猪鞋退位 说吧 下一步咱们要打谁 此刻的小沙 简直是跃跃欲试 真恨不得 现在就冲出卓家罗 跟这帮家伙大打一场 可安言文言 却轻轻摇了摇头 不要冲动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守住净土佛国 然后等虚安回来 等主人回来 没错 可他会知道消息吗 当然 因为在临走前 他已经在卓家罗上 布置下了层层法阵 稍有一动 即便他远在诸天的那一头 也会立即感知到 所以现在的他 应该已经知道了 听到安言的话 小沙不吭声了 只是有些失落地 看了一眼卓家罗之外的 这些强者 而与此同时的花无鱼等人 则也是满心的震撼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这卓家罗的防御能力 居然会如此的恐怖 在抵挡住自己这些人 两次的攻击之后 依然连一丝一毫 破裂的迹象都没有 甚至隐隐间 还有光华更胜之势 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很快 花无鱼便冷静下来 因为他注意到 在那遥远的卓家罗深处 出现了一名容颜绝代的女子 不用问 这人应该就是薛安的夫人了 薛安的直系血液肯定也在 确定这个事实之后 花无鱼跟仁皇殿的军师 还有玄明灵的长老对视一眼 然后花无鱼便沉声言道 所有人听令 包围这座净土佛国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人群瞬间分散开来 将整个净土佛国包围起来 而后花无鱼冷笑言道 薛安 这次我看你 还能藏到什么时候 等我抓到你的血液 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地球 全球备战进行得如火如荼 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已经通过试炼 拿到了自己心仪的兵符战甲 即便那些暂时没有拿到的 此时心中也憋了一股劲 并没有放弃 因为薛安说得明白 不管是谁 只要他通过了试炼 那就还有机会 拿到兵符战甲 至于那些已经拿到战甲的强者 这时候也没有闲着 几乎是马不停蹄地 重新投身于武库的试炼幻景之中 不过这次的试炼幻景 却跟之前不同 之前的试炼考验的 乃是他们的心智跟实力 这次考验的 则是他们的协同作战能力 因为薛安这次 直接将幻境设置为众人共享 并且其中的怪物 都按照天外妖物的形态设置 为的就是尽快让人们 习惯起这种作战形式来 结果几天下来 成效卓著 在最开始的时候 哪怕是火凤凰的特种部队 也是屡次的全军覆没 最好的成绩 也仅仅只支撑了半个小时不到 便被那铺天盖地的 天外妖物大军给淹没了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等到这几天 他们已经能跟这些天外妖物 打得有来有回了 面对这个成果 薛安感到很是欣慰 可也就是在他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一丝强烈的悸动 突然涌上心头 紧接着一幕画面 便出现在薛安的石海之中 当看到那浩浩荡荡的诸天大军之时 薛安微微一震 旋即便浮现出了一抹冷笑 鼻子还真是挺灵的 我还没去找你们 你们居然就已经找到净土佛国了 可你们觉得 这样就能怎样吗 也罢 今天我便让这诸天知道 才是二等的主宰 说到这 薛安淡淡道 火凤凰 出来 一声令下 本在试炼之中的火凤凰众人 瞬间清醒过来 然后便飞至薛安的进前 教官 有什么吩咐 随我来 参加一次实战 说吧 薛安随手将面前的空间展开 然后迈步走入其中 咚咚咚 随着一声声接连不断的乍响 沿着卓家罗的围墙一溜排开 一道道璀璨的焰火便随之绽放开来 这是来自千鹤宫 仁皇殿 玄冥陵三大宗门的强者 正在攻打卓家罗的景象 而这一幕 在这一天多的时间中 已经发生了数十次 顷刻间 佛国震动 连带着本来笼罩于卓家罗之上的防御光幕 也随之剧烈地晃动起来 紧接着 那本来坚不可摧 抵挡了数十次攻击的防御光幕 也终于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身影 然后献出了一道道细如发丝的裂痕 见此情景 花无鱼等人精神未知一阵 可算是有了响动了 妈的 这光幕简直比那万年的乌龟壳还要坚固 玄冥陵的大长老 欢喜无限地大喊起来 仁皇殿的军师则深吸一口气 沉声吩咐道 全体听令 加紧攻击 务必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攻破这道围墙 是 三宗强者齐声应没 然后便又一次疯狂攻击起来 光幕之中 佛国上空 安岩以及岳济弥勒等人 默然而立 静静地看着卓加罗之外的这些强者 虽然相隔很远 但众人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强者脸上的兴奋与贪婪 哄 随着又一波的攻击 整个净土佛国再次震动起来 小沙终于忍不住了 大声说道 主母大人 难道我们就这样干看着吗 让我出去会会这帮家伙吧 否则照这么打下去 这防御阵法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 小沙的这番话 也令官自在等人看向了安岩 这些密宗高手都跟小沙一样 早就已经憋足了气 跃跃欲试了 可安岩却不动神色 只是淡淡道 别急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主母大人 现在还不是时候的话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难道非要等对方打进来 才算时候吗 小沙十分憋悶地说道 没错 安岩轻声道 我等的就是他们打进来 小沙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一看安岩那满脸肃然的表情 便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不敢吭声了 别看安岩 平时表现得温婉可人 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照样满身煞气 令人为之胆寒 与此同时 卓家罗之外 三宗强者们再一次集合起来 然后发出了各自最强的攻击 哄 但见无数光滑汇聚在一起 化为一道浩浩荡荡的洪流 轰向了防御光幕 动 又是一声震动环宇的巨响 只不过这次的巨响声中 掺杂着许多细碎的破裂声 紧接着 防御光幕上的裂纹 便如珠网般蔓延开来 并迅速加身 显得那么的摇摇欲坠 大家再加把劲 这防御阵法撑不住了 玄冥林的这位长老 极为嚣张地大笑起来 果然 在又勉强支撑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覆盖于卓家罗之上的防御光幕 便悲鸣了一声 然后彻底崩碎开来 这些三宗的强者们 见状不由地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而后便听花无语 还有仁皇殿军师等人高呼一声 大家往里冲 覆灭这净土佛国 一声令下 这帮强者们便如以群般 跨过卓家罗 冲向净土佛国之中 这等景象 也令净土佛国的许多人 未知色变 哪怕是最能沉得住气的月迹 也不经双掌合十 嘴唇微动 显然想说些什么 至于性子最为急躁的小沙 这时候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眼巴巴地看着安岩 就等着他一声令下 然后便冲上去 跟这些三宗强者 站个痛快了 可万万没想到 在看到卓家罗的防御阵法被迫之后 安岩不经反省 嘴角更是浮现出一抹淡然的笑意 然后语气清冷地言道 你们真以为这就足够了吗 这番话 不光在场的这些人听到了 就连远处正在直冲而来的花无鱼等人也都听到了 什么意思 听这个女人的意思 莫非还有什么陷阱不成 花无鱼心中刚然一惊 与此同时 他就听到身边左右传来了一阵惊恐的叫声 待他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一幕 不由地令他浑身发了 只见在这些冲进来的三宗强者的头顶 乃至脚下 一个个巨大的光圈正在飞快浮现 光圈之中乃是密密麻麻地堆砌在一起的符文 令人望而生畏 不光如此 当这光圈彻底浮现之后 一股股强大的犀利 开始在众人的身边左右浮现 刹那间 便有至少一半的三宗强者 被这股犀利拽进了光圈之中 但这依然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一幕 才令花无语 手脚冰凉 乃至连心跳都停顿了半拍 当这些强者 被拽进光圈之中的那一瞬间 光圈之中的符文 就像是被按下了激活剑一样 开始飞快地转动起来 而后 但见这些光圈之中 或有剑气纵横 或有烈火沸腾 或有黑水滔天 或有山月轻塌 总之 每个光圈所显现的内容 都不一样 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 被拽进光圈之中的 这些强者们的下场 都是一样 几乎是在寝客之间 这些强者们便死于非命 而且死法还五花八门 有的被剑气斩为肉片 有的被烈火稍为焦炭 还有的干脆在黑水之下 消失无踪 连尸骨都没留下 花五宇呆呆地 看着面前这一幕 嘴里轻声呢喃道 太阴奇门阵 都天烈火阵 大须弥阵 反九宫阵 然后 他便浑身一个机灵 眼中现出了 无限的惊恐之色 因为出现在面前的 无疑不是在整个诸天 都算是威力强横的阵法 此刻却像是 打包批发一样 集体出现在这 而能有如此 大手笔布置下 这等一环套 一环阵法的人 只有一个 就是那位红莲先尊 一念至此 这花五宇 就觉得自己浑身的血 都凉了 因为若是薛安提前 布置下了这些阵法 那岂不是说 他早就预料到 自己这些人会来 那这样说的话 这件事会不会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阴谋呢 这个念头一出 花五宇 便恨不得 现在就转身 逃离这里 可他做不到 因为现如今 不光是他的千鹤宫 玄冰陵和仁皇殿 也是伤亡惨重 至少折损了 少一半的强者 而付出了 如此惨痛的代价 若是就这样 转身离开的话 那玄冰陵和仁皇殿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果然 就见玄冰陵的 这位长老 简直都要气疯了 居然在这里 设下埋伏 薛安 你好狠毒的手段 仁皇殿的这位军师 此刻也无法再 保持以往的淡定了 只见他面色阴沉地 看了远处的安言一眼 继续往前冲 我看他 还能耍出什么花样 三宗强者 又一次邪怒冲来 见此情景 同样陷入震惊之中的 净土佛国众人 浑身一震 这才清醒过来 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 为何安言会表现得那么淡定 原来在这卓家罗之内 早已为这帮到来的强者 背好了大礼 小沙更是喜出望外 满脸激动的一挥拳头 原来主人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样一幕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呀 害我之前那么担心 可他话音刚落 却见安言轻轻一甩手臂 紧接着一套漂亮酷炫至极的甲咒 便如流水般覆盖了安言的全身 而后安言用手将面甲合上 淡淡道 不要废话了 你之前不是憋着静 想要跟这些人大打一场吗 现在机会来了 动手吧 小沙立即拱手言道 得令 言霸 他猛地一仰头 然后晃动了一下身躯 煞事间 一条巨龙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对着这些冲来的三宗强者 便迎了上去 而等休要猖狂 你小沙大爷来演 小沙一边冲还一边兴奋地大喊道 后方的张小鱼文言之后 却撇了撇嘴 什么小沙大爷 我觉得应该叫小沙大娘才对 当然 这些话 小沙自然是听不到的 张小鱼也不敢让他知道 否则一顿胖揍事 肯定免不了的 而在见到小沙一马当先地冲上去后 月记还有迷了这些人 不禁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骑送佛号 那么我佛 那么本师 紧接着便展露金光 足踏连台 也一起冲了上去 但比他们动作还快的 反倒是安岩 虽然说 安岩的真正实力 可能连定禅寺的中通圆通都比不上 可当他披上这件炼金甲咒之后 实力却增强了何止一倍 这件仅差两件十二生肖甲咒 便可凑为完全踢的炼金奇物 有着神鬼莫测的能力 一旦穿上之后 便可令人的反应能力 以及反应速度 都得到大幅提升 比如现在 安岩几乎是跟小沙前后脚冲到近前的 碰 当两者腹一接触 一声声剧烈的炸响 便此起彼伏地连成了一片 安岩穿梭其中 手中不停地挥舞着那口平底锅 说起来 这口平底锅也算是命运多舛了 自打落入安岩手里之后 几乎就没消停过 而且 安岩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往往对付的就是 实力远胜于他的强者 所以 此刻面对这场大混战 平底锅中的气凌雷尊 表现得十分淡定 甚至还有些想唱歌 如果按照绝对实力对比的话 三宗强者无庸置疑 是占据着上风的 因为仅仅只是花无语这一个人 就乃是先王级的强者 更何况 还有仁皇殿 以及玄明灵 这两大超级宗门的高层参与 可出乎意料 当交上手之后 三宗强者这边 非但没有占到便宜 还被全程压着打 比如现在 当花无语 刚刚跟弥勒对了一掌之后 关自在便不知道 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然后翘无声息地 对着花无语的后背 便是一掌 整个过程 连半点波澜都没有激起 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直到堪堪 就要触碰到后背了 花无语 方才本能地感知到了危险 可这时候 他已来不及躲闪 无奈之下 花无语只能奋力全身之力 汇聚于后背之上 硬生生扛住了关自在这一掌 碰 一声闷响之后 关自在被震得倒退几步 花无语 亦是花容失色 亮呛地往前冲了几步 不光是他 仁皇殿的军师 还有玄冥林的这位长老 所面临的境遇 也都差不多 几乎是被人轮番围攻 打得他们是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见此清静 花无语不禁大喊一声 继续这样拖下去 不但抓不住薛安的血液 连我们都得陷在这 快动手 闻听此言 仁皇军师 还有玄冥长老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七七点了点头 紧接着 这位仁皇军师深吸一口气 猛地往后一退 就此撤出了战圈之外 而他所留下的空白 则被这位玄冥长老 瞬间补上 阻止弥勒月沙等人 继续往前冲 与此同时 但见这位仁皇军师 从怀中掏出一宗 造型古朴的卷轴 然后徐徐展开 当卷轴彻底展开的那一刹那 无数金光冲天起 乃至在高空之中 交织出一方巨大的喜应虚相 而后便听这仁皇军师 面色肃然 沉生念叨 今有邪命兼党 亵渎龙威 其罪当诛 判斩立决 钦此 在这几句 简短至极的话语之后 但见那方巨大的喜应 轰隆隆地落下 直接压制住了 净土佛国的本有天道 刹那间 弥勒月继等人 便觉得身体往下一沉 连体内的修为运转 都变得凝瑟起来 与之相对的 却是三宗强者们的气势 瞬间暴涨了数倍 此消彼掌之下 形势瞬间逆转 月继等人 全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只有安岩不受影响 但仅凭他一人之力 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不停地穿梭往来 做一名救火队员 人皇军师健壮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然后沉声道 不要管其他人 先把这个女子抓起来 众强者闻风而动 立即布置下阵型 将安岩团团围困在了当中 安岩左冲右突 依然无法突破 并且活动范围 还在迅速缩小 从远处看去 身穿金色炼金甲轴的安岩 入了罗网之中的蝴蝶一样 令人看上去 便为之心酸 妈妈 跟张小鱼和茶儿 站在远处的想想念念 见到这一幕后 忍不住惊叫一声 而这声呐喊 也吸引了花无鱼等人的注意力 当看到是一对 罕见的双生女后 她们的眼中 瞬间迸现出贪婪和兴奋的光芒 就是她们两个 她们便是虚安的血液 那名赏金猎人 这时候也探出头来大喊道 冲上去 先将这两个小丫头给抓住 仁皇军师沉声道 不待她说完 花无鱼早已冲了出去 然后满脸凝笑地 扑向了想想和念念 安岩心中大吉 想想念念 你们快跑 但就在这时 只见念念小脸 肃然地抬手 一指花无鱼 滚 一声令下 花无鱼就感觉一股莫大的力量 直接将自己 给震退出了老远 花无鱼被震得头云眼花 而在莫名其妙之余 心中更是感到了巨大的震动 因为 她可以感受到 这种将自己震退的力量 不同于任何的招数 好似某种不可侧夺的意志一样 令人完全无法抵抗 但很快 这些震动 便全都化为了脸上的一抹冷笑 果然不愧是红莲仙尊的血液呢 这么小的年纪 便已有了如此令人惊艳的天赋 可惜 你还是太嫩了点 说吧 花无鱼又一次冲了上来 而这时的念念小脸叶蚁 变得有些苍白 显然已经支撑不了 第二次的言出法随了 眼见花无鱼 就要冲到镜前 可就在这时 一抹璀璨至极的闪光 从两个小丫头 以及安颜的身上浮下出 而后在他们母女三人的头顶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尊 坐于红莲之上的男子虚像 一见到这个虚像 花无语不由地浑身俱阵 失声惊叫道 红莲先尊 没错 这虚像 正是薛安在临走之前 特意留在母女三人驶海之中的 为的就是防止他们 落入极度危险的境地之中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的虚像 缓缓睁开双眸 然后冷喝一声 白光纳日月 紫气排斗牛 哄 一言而出 在这三尊薛安虚像的眉间 出现了三道璀璨至极的剑芒 紧接着 剑芒便以裹挟日月 倒转乾坤之势 执斩而下 花无语 吓得失声惨叫起来 然后便想逃跑 可在这剑光的锁定之下 他根本无处可逃 而另外两道剑光 则直指仁皇军师 以及玄冥长老这二人 这一切变故 用文字描述起来 显得很慢 实则仅仅只用了几个弹纸的时间 许多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便有三道浩荡若 山川日月的剑芒展落 眼见必无可避 这位仁皇军师 不禁大吼一声 仁皇之威 哄 苍穹之上 那枚巨大无比的喜应 突然缓缓转动起来 而在这转动之间 整个天地的契机 瞬间都被搅乱了 包括这三道剑芒在内 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方向 紧接着 这三道剑芒便在颤动了几下之后 无声无息地崩碎开来 见到剑芒消散 这三人方才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惊魂俯定的花无语 便怒不可遏地吼道 这下 我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 随着话音 他如流星般冲向了 想想和念念 此刻 即便是黎卓想想念念最近的月差 也来不及赶过来了 可就在这时 但前刚刚还在急速往前冲的花无语 就已比之前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出去 紧接着才听半空中 传来一声清脆至极的巴掌声 这下 全场皆惊 而在这时 倒飞出去的花无语 终于勉强站住 然后张嘴便吐出了一大口 混杂着碎牙的鲜血 怎么回事 人皇军师 还有着玄冥长老等人 齐齐一阵 等定情一看 但见在两个小丫头的身前 一道淡淡的身影正在浮现 眨眼间 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当看到他后 安言不禁长出一口气 然后便暗脆了一口 这个混蛋 每次都得赶在最后关头才出现 害得我白担心了半天 出现于此的 自然是薛安 两个小丫头一见到是自己的爸爸 不由地欢呼着冲了上来 爸爸 你终于来了 爸爸 这个坏阿姨居然想抓我们走 两个小丫头 开始叽叽喳喳地向薛安告状 薛安微微一笑 轻轻抚摸了一下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然后柔声道 爸爸都知道了 你们先退到后面 看爸爸怎么给你们出气 好不好 嗯嗯 两个小丫头齐齐点头 乖巧地退到了后面 而后薛安抬起头来 冲着全都陷入惊恶状态的三宗强者 微微一笑 你们好 我叫薛安 也就是你们一直在找寻的那位红莲先尊 哼 此言一出 全场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三宗强者奇迹震动 甚至连净土佛国的众人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薛安居然会突然出现 而且还来得这要巧 只有小沙身形一闪 恢复了人形状态 然后黑黑笑道 好了 主人来了 这帮家伙完蛋了 这时 骚动逐渐平息 人皇军师 玄冥长老全都面色肃然地出现在花舞雨身旁 三人并肩站成一排 死死盯着一脸淡然笑意的薛安 姓薛的 你居然还敢出现 笑话 我为什么不敢出现 反倒是你们 薛安摇了摇头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特意在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 就是想看看 你们能做成什么样 结果你们光是 击破我留下的防御阵法 就用去了一天时间 你说 你们还能做什么 薛安言语中的讽刺意味浓的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但这三人都是顶级强者 自然不会轻易地 被薛安挑动起内心的情绪 只见仁皇军师冷笑一声 红莲先尊 你的胆识果然不俗 而且也足够强横 可你错就错在不该如此的狂妄 居然以一己之力跟诸天对抗 你真以为 我们就治不了你了吗 薛安文言也笑了 然后摊开手心 一脸真诚地说道 请 请质疑至我 正好我最近有些无聊 也好姐姐们 找死 仁皇军师的眼中 蹦现出无限的怒火 然后猛地一盏手中的卷轴 仁皇有令 诛杀此子 可出乎他的意料 外界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连天空中的那枚巨大喜印 似乎也沉没了 仁皇军师便是一愣 薛安则笑音地说道 不好意思 你是打算用这个来对付我吗 说着 薛安举手探向空中 刹那间 就见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赫然浮现于苍穹之上 然后一把握住了这枚喜印 猛地一握 碰 这枚仁皇喜印的虚项就此崩碎开来 伴随着这枚喜印的破碎 这位仁皇军师扑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然后便满脸震骇地惊叫起来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薛安语气淡漠道 你真以为凭这么个破喜印就能将我镇压吗 即便是你们的人皇亲质 我也不惧 更何况 这仅仅只是一枚小小的虚项而已 说到这 薛安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了一丝冰冷至极的笑意 反倒是你们 既然来都来了 又何必急着走呢 因为就在薛安刚刚说话的时候 包括花舞雨在内 许多人正在悄然往后退去 可随着薛安的最后一声质问 在这些人的后方 一道道穿着甲皱的身影 开始接连浮现 正是随着薛安一同前来的火凤凰众人 此刻 火凤凰众人排列四方 构成了严密的防御阵型 将三宗强者团团围在了当中 有那着急逃窜的剑状 不由得怒火中烧 滚开 别挡大爷的路 说着便率先发动了攻击 可当这些人的攻击 轰在火凤凰众人身上后 只是激起了层层火焰 带光滑散去 他们身上的甲皱 连半点污损都没有 好似刚刚的攻击 根本不存在一样 这样恐怖的防御能力 也令这帮三宗强者 齐齐未知一阵 与此同时 就听薛安清探一声道 说了别急着走 怎么就是不听呢 性虚的 你少在这故弄玄虚 我就不信 老夫要走你 真的能拦得住我 玄明灵的这位长老 突然怒吼一声 然后抬手一拳 便轰在了面前的虚空之中 玄明无见 哄 虚空震荡 紧接着便献出了道道列文 并汇聚在一起 好似要开启一扇门一样 这位玄明长老 露出了一丝宁笑 性薛的 你猖狂不了多久了 带我回去之后 定会禀明领主 到时候大军发志 请客就会将你碾为积粉 说着 他一边狂笑着 一边迈步 往那时空烈系之中走路 可就在这时 薛安却淡淡道 我既然说了 让你们留下 那你们就一个也别想走 说着 薛安豁然抬眸 然后抬手斩落一剑 哄 一道巨大道 好似要将整个世界 都拦腰斩断的剑气 直斩而下 可奇怪的是 却没有任何人因此而受伤 但也就是在 见落的那一瞬间 这位玄明长老面前的 时空烈系 轰然破碎 化为了乌有 不光如此 这些三宗强者 就感觉周遭的空间 陡然一宁 变得无比坚固 这是因为 薛安一剑 展落了这方天地 跟周遭虚空的 所有联系的缘故 仁皇殿的军师面色铁青 寒声年道 一剑截天 薛安 看来你是真的想将我等 赶尽杀绝了 笑话 你们正多人 气势汹汹而来 难道是为了观赏风景的吗 薛安冷笑一声 接着言道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们还不定 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 所以礼尚往来 我现在 将你们杀尽诛绝 也不要怪我心狠 闻听此言 这些三宗强者之中的 很多人都面现绝望之色 花无语 仁皇军师 玄冥长老三人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猛地大喝一声 跟他拼了 说着 三人便奋起全身的修为 朝着薛安便扑了过来 薛安淡淡一笑 这才对 好歹得挣扎几下吗 动手吧 他最后那三个字一出 火凤凰的众人奇迹而动 按照在武库幻境中 训练出的阵型 朝着这三宗强者碾压过来 眨眼间 喊沙声便响彻了云霄 净土佛国的众人健壮 也想加入战团 可正在跟花无语三人周旋的薛安 却淡淡道 你们不必动手 就这点人 让他们自己解决变形 也算是 对他们的一个考验 岳济还有弥勒等人奇迹一愣 旋即便苦笑着停住脚步 然后看向了那沸腾的战场 仅仅片刻之后 岳济等人的脸色就变了 变得无比凝重 因为在火凤凰那严密的阵型 和默契无间的配合之下 战场的形势 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火凤凰的人 近乎是在压着这些三宗强者打 看着这近乎单方面屠杀的一幕 密宗的这位 观自在有些面色苍白地言道 上师大人是从哪里找来的 这些战争机器 弥勒文言轻叹一声 师弟 上师大人的威能 又岂是我们所能揣夺的 观自在不说话了 但心中对薛安的崇敬 不禁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如果说之前的他 还仅仅只是因为本是菩提的话 才对薛安言听计从的话 现在他已经彻底服音 不得不说 观自在对火凤凰的评语是对的 在拥有了兵服战甲的加持之后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成员 一个个全都化身为 最为恐怖的杀戮机器 仅仅一展察的光景之后 这些三宗强者 就已经被消灭了大半 剩下的也是浑身浴血 苦苦支撑而已 正在跟薛安缠斗的花五语三人 偷眼看到了这一幕场景 不由地浑身俱阵 心中寒气大貌 不是说 这位红莲先尊乃是孤家寡人一个 除了自身的实力比较强横之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实力吗 那现在这帮杀气腾腾的家伙 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身上的甲咒 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疑问 都令花五语三人为之毛骨悚然 可也就是在这时 在他们的耳边 全都传来了薛安那淡然 而又冰冷的声音 游戏结束 言罢 苍穹之中 便有一道冷艳至极的剑光划过 破 率先陨落的 便是这位玄冥林的长老 只见他连哼 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直接便被这一道剑芒 斩断了脖梗 硕大的脑袋冲天起 鲜血紧随其后 如喷泉一样 从那无头搏枪中狂涌而出 见了旁边的 仁皇军师满头满脸 但还不等这位仁皇军师 惊叫出声 一道凝炼至极 如真似箭的神念 便无声无息地 刺入了他的石海之中 碰 仁皇军师的石海 瞬间被撑爆 连带着眉毛以上的脑袋 直接炸开 白花花的脑浆 带着令人作呕的心气 躺落下来 然后两具死尸 便随之从空中跌落下去 刹那间 三大高手已去其二 而且还是连一丝神魂 都没留下的 彻彻底底的陨落 这样充满冲击性的一幕 让花五宇通体冰凉 瞬间丧失了 所有的抵抗之心 只能面色惨白地 看着薛安 等待着命运 对他的发落 可薛安却没有 立即动手杀他 相反的 薛安还冲他微微一笑 害怕吗 花五宇浑身一颤 然后点头如捣蒜一样 害 害怕 害怕就对了 是 是 花五宇的脸上 挤出一丝 谄媚的笑容 大脑子在飞快运转 他为何不杀我 莫非 花五宇忽然想起 自己好歹也是 一位绝色女子呢 虽然年岁稍微大了些 但因为秀为高深 非但丝毫不显老态 反而还平添了 汲取成熟女人的魅力 莫非这位红莲先尊 看上自己了 嗯 很有这个可能 一念至此 花五宇脸上的笑意 不禁更盛 然后搔手弄姿地低下头 红莲大人 之前奴家也是 被那仁皇殿和玄明灵的人 给蒙蔽了 结果犯下了 这等滔天大错 现在奴家随您发落 说着 他还故作娇羞地抬眸 瞥了薛安一眼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压根就不为所动 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哦 随我发落 嗯嗯 只要能保住奴家的这条命 您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当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子 对你说 让她干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那种诱惑 足以让许多普通男人 瞬间沦陷 可薛安的眼神 却逐渐冰冷 然后淡淡道 既然如此 那你便说一说 到底是谁在幕后 主使着这一切吧 此言一出 本来正在卖弄风情的花无语 浑身俱阵 然后便满脸骇然地 看向了薛安 怎么 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薛安冷冷一笑 不 我家只是不知道 您在说些什么 花无语抢笑道 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那好 那我换个说法 说到这 薛安忽然栖身上前 来至了花无语的身前 然后抬手便勾住了 花无语的下巴 将他的脸拖了起来 花无语浑身都在微微站立 但眼中却献出了一抹喜色 只要能活命 付出这么点上的代价算什么 至于全场 亦是一阵微微的骚动 张小鱼小声嘟囔道 老大这是怎么了 莫非真对这个老女人动心了 可那也不能当着主母大人的面啊 话音未落 小沙便狠狠敲了他的脑袋一下 少废话 主人才不是那种见色忘义的男人 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 还是有些担心地 看向了不远处的安言 新说主母大人 可千万别发飙啊 可万万没想到 安言却是一脸的平静 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 因为安言很清楚 薛安这么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果然 就见薛安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位千鹤公的公主 然后用满含嘲讽的语气说道 我实在很想知道 你身上那丝来自诸天之外的气息 到底怎么回事 此言一出 花无语瞬间从之前的沾沾自喜 便为了满脸的震恶与恐惧 薛安微微一扬眉 怎么 还是不想说吗 花无语就感觉浑身的汗毛都树立起来 然后被一丝丝尖锐至极的剑气 给气气削断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不要问了 不然我一定会死的 花无语面线极度的痛苦之色 那你不说 难道就不会死了吗 薛安冷冷道 实际上 薛安在很早之前 就感受到了 这些千鹤公弟子身上的异样 最早是在那千宗 玄慧之上 薛安诛灭赋念之之时 感觉到他的神识之中 有一丝极其细微 却令人倍感恐惧的气息存在 并且在杀死他后 这些气息 似乎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但薛安对此并未在意 因为他明白 这丝气息 应该是用来 确定自己位置的 薛安根本不在乎 暴露自己的行踪 反而想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此一直没有驱除 直到见到这花无语的时候 他才确定 在这千鹤公的背后 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存在 咔咔咔 花无语的喉咙之中 突然发出了一阵 类似某种东西断裂的声响 花无语的神情 瞬间变得极度恐惧 一把抓住了薛安的手臂 私声尖叫道 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他要出来了 噗 一声闷响之后 花无语的惨叫声 瞬间消失 并且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因为他的嘴巴 已经生生撕裂开来 撕裂的幅度是如此之大 乃至于令他的整张脸 都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 在他那大张的嘴巴之中 突然生长出了一朵 散发着恶臭 并流淌着年夜的古怪花朵 这朵花朵 徐徐绽放开来 其中赫然是一名 不过一只手掌大小 秀珍版的女子 虽然只有一只手掌大小 但这名女子 却极其地妖艳 尤其那双眼眸 简直被无尽的浴火所充斥 一般的人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会彻底疯狂 可薛安却静静地看着 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这名秀珍女子 似乎很恼火于薛安的反应 在略一迟愣之后 便突然凝笑着 张开嘴巴吟唱起来 歌曲曼妙动听 虽然听不懂歌词 却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 并且 这种歌声 还能激发起人内心最深处的 至少离着近的火凤凰等人 便全都面显迷茫之色 乐迹和弥勒等人 也随之一阵 然后双掌合十 口宣佛号 那么我佛 那么本师 然后便低头闭目 急速送念起经文来 否则他们也不敢保证 自己会不会被这歌声所设 由此也可见 这歌声到底有多么的恐怖了 但就在这时 一只宛若轻欲雕琢而成 通体纤细修长的手掌 却丝毫不受影响 缓缓伸到了这朵花镜前 然后猛地一握 碰 奇花之中的秀珍女子 便被薛安握在了手中 歌声戛然而止 这名秀珍女子 也没想到薛安会如此地冷静 不经面线惊恐之色 奋力地挣扎起来 一边挣扎 他还一边发出 类似于婴孩啼哭的声音 试图激起薛安的同情 可薛安对此 却只是笑了笑 果然是天外邪恶 如此看来 你们这些所谓的虚空大叫 星海神宗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被污染了呀 说着 薛安的手掌 突然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这名秀珍女子 发出了尖锐至极的惨叫之声 但下一秒她 便被整个烧为了灰烬 随着这个秀珍邪的被烧毁 花无雨的身躯之上 猛地生腾起熊熊火焰 灼热的高温刹那间 便将花无雨 整个烧为了灰烬 然后便散落风中 化为了乌有 全场一片静默 许多人还没从震恶之中 彻底回过神来 谁能想到 刚刚还气势汹汹地 前来攻打净土佛国的三宗强者 眨眼间便全军覆没 那满地的死尸 似乎在阐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就是 千万不要跟薛安作对 正在这时 火凤凰众人 齐齐飞至薛安静前 以严密的阵型排列战力 报告教官 火凤凰夜已完成任务 剿灭敌人1321名 己方轻伤三人 重伤灵 阵亡灵 请指示 承昊率先出列 以气势辉弘的声音吼道 而这番话 也令全场一阵的骚动 官子在满脸震惊之色 只觉得内心深处的某些骄傲 瞬间碎了一地 剿灭了1321名强者 自身却仅仅轻伤三人 甚至连个重伤的都没有 这是何等辉煌的战绩啊 薛安文言也不禁轻轻汗手 做得不错 可见这段时间的武库试炼 没有白费 一切都是教官的栽培 火凤凰众人齐声喊道 薛安笑着摆了摆手 行了 不必给我戴高帽子 是你们的成绩 就是你们的成绩 不必往我身上扯 但你们要记住 薛安的面色 陡然变得肃然起来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你们现在对付的 都是一群根本没有上过战场的 酒囊饭袋 完全做不得数 以后你们所面临的敌人 将越来越强大 所以你们千万不可骄傲自满 可明白 教官放心 我等明白 众人齐声喊道 很好 先解散吧 而后薛安便转过身来 直接飞至了安言进前 笑嘻嘻地说道 然而 你穿着这身假皱 可真好看 本来想板着脸 给薛安一个小小教训的安言 文言立即便将之前的念头 抛到了九霄云外 是吗 嗯嗯 薛安重重点头 若是用成语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英姿萨爽 倾国倾城 安言鸣嘴一笑 讨厌 讨厌也要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啊 好了好了 原谅你了 以后可不许再这么晚赶过来 你是不知道 那个女人冲向想想念念时 我有多担心 薛安微微松了口气 不管怎样 先把老婆哄开心了 才是最主要的 而等听到安言的话后 薛安不禁黑黑一笑 放心吧 言儿 我其实早有准备 当时即便我没能赶回来 这些人也休想得逞 正在这时 承昊率领着火凤凰的众人 也赶到了近前 结甲 承昊一声令下 只见一阵光滑闪烁 火凤凰等人身上的甲咒 如流水般收敛起来 然后他们便冲着 安言齐齐躬身失礼 见过夫人 升阵四野 令人侧目 安言的脸疼一下又红了起来 然后有些手足无措地说道 都 都快起来吧 薛安健壮 在一旁微笑不语 可就在这时 安言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轻声言道 老公 你跟我来 我让你看些好东西 说吧 拽着薛安便往下飞去 薛安微微一震 本想问是什么 但很快便闭上了嘴巴 乖乖地跟着去了 净土佛国经过了此番震动 除了卓家罗上 被轰出了一个大洞外 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而当安言牵着薛安的手 领着两个小丫头 落于净土佛国的地面之后 面前所呈现出的景象 令薛安也不禁微微一愣 但见之前的荒野叶已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是千末纵横的田地 在这些整齐的田地之中 则种植着各式各样的珍稀药材 残阳玄光藤 玉女断芹草 准蹄刚蜂竹 一株株即便是放在新海深处 都极为罕见稀有的药草 绿油油的生长期间 所散发出的浓郁药气 甚至在田地上空 凝聚出了种种幻象 这事 薛安逐渐睁大了双眸 安言满脸自豪地说道 你开辟出的药田 对啊 安言笑嘻嘻地说道 正在这时 火凤凰还有净土佛国的人 也全都跟了过来 月计上前一步 双掌合十 微笑言道 教主 这些药田 确实是安夫人一手开辟的 当真令人赞叹 薛安蹲下身 看着这些掌饰喜人的药草 久久没有说话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抬起头来问道 然而 这些药田 你是怎么管理的呢 嘿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安言兴奋地手舞足蹈 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 令薛安都看不透的事 脸上的得意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你难道没觉得 这些药田之中的气息 有些熟悉吗 安言说道 薛安闭上眼感受了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还真是优点 那就对了 因为这些药田的开辟 以及管理 其实都是来自于福保小楼的那只井里求求 求求 没错 说着 安言一挥手 这只井里求求 便浮现于半空之中 求求 去表演个是非 求求满眼敬畏地看了薛安一眼 不敢动弹 安言笑着说道 不用怕 你就照着 你平时那样做就可以了 求求这才摇摆着尾巴 游到了空中 然后冲着下面吐起了泡泡 没错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泡泡 这些泡泡好似篮球大小 晃晃悠悠地飘落进了药田之中 在啪的一声清响之后 炸卫了粉碎 可当泡泡炸碎之时 周围的药草不禁又舒展了几分 同时 枝叶也变得更加繁茂了 怎么样 我很厉害吧 嘿嘿 求求的这个功能 还是我一不小心发现的呢 安言满脸快夸我快夸我的表情 薛安也毫不吝啬地伸出大拇指 由衷地赞叹道 炎儿 你真厉害 我都没想到 求求还有这种妙用吗 安言文言 脸上简直放出了光 骄傲得好像一个考了满分 又得到家长夸奖的小姑娘一样 人群中的月莎 看到这却突然轻笑了一声 英洛小声问道 大叔 你笑什么呀 没什么 只是有些感叹吧 什么感叹 小孩子别乱问 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 净土佛国终于恢复了平静 月记率领着弥勒等人 前去卓加罗修复 被轰出的那的大洞去了 安言则兴冲冲地 开始整吃药甜 就连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 也兴致勃勃地 帮着捉起重来 薛安和月莎 却站在远处那跟被遗留下的铁柱之上 轻声交谈着 说真的 我还是头一次 发现你居然这么有表演天赋 月莎轻声道 薛安淡淡一笑 还是不行 因为你都已经看出来了 月莎摇了摇头 你的表演可谓天衣无缝 连我都险些差点被骗 那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很简单 堂堂的红莲仙尊 又岂能不知道 那只神符锦里的妙用 怪不得都说 你们这些和尚狡猾 果然是这样 薛安轻笑几声 然后便看向 正在远处药田中忙碌的安言 淡淡道 其实我这并不叫骗 而是再红 毕竟 只要我装一装傻 便能赢得这个傻姑娘 一整天的开心 我何乐而不为呢 月莎默然不语 两久之后 方才轻叹一声道 这就是 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情爱了吗 对啊 羡慕吗 月莎摇了摇头 我只觉得麻烦 且 说的你好像怎么清高一样 纳摩我佛 平僧就是清高 那阴落又怎么解释 你为了自己的前世情缘 甚至连修为根基都不要了 这还叫清高 我那只是在了却一段心愿而已 并不意味着 我就能理解这些男女情爱 你们这些和尚 说起道理来 永远是一套一套的 说到这 薛安和月莎对视一眼 然后便同时大笑起来 说真的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薛安沉声问道 就那样呗 暂时死不了 但也治不好 阴落知道了吗 月莎摇了摇头 薛安轻叹一声 那你打算瞒她到什么时候 月莎还是摇了摇头 然后轻声吐出三个字 随缘吧 随缘随缘 我最讨厌的就是 你们这群和尚 用这个借口 来掩饰自己的怯懵 薛安忽然变得有些激动 但月莎却只是微微苦笑一声 那不随缘又能如何呢 薛安也不禁沉默了 最终长叹一声 然后轻轻拍了拍月莎的肩头 若是能撑得住的话 你一定要咬牙撑下去 等我重登先尊之位 应该就能有办法救活你了 嗯 月莎重重点了点头 放心吧 为了见到你重登先尊之位 我也会咬牙等到那一天的 薛安忽然往后退了几步 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喂 我可只是拿你当朋友的 你可别乱想 月莎先是微微一愣 旋即才明白了 薛安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禁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能不能正经点 嘿嘿 正经能值几个钱 先走了 老子要去哄老婆了 再见 说吧 薛安纵身跃起 飞向了远处的药田 月莎则静静看着薛安的背影 眼神深处的疲惫之色 越发浓重 最终轻声呢喃道 谢谢 他很清楚 薛安刚刚之所以插磕打混 就是不想让自己这个话题太过沉重 以薛安现在远胜于自己的实力 还能如此照顾自己的感受 月莎又怎能不受感动 可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撑到薛安重返先尊的那一天了 因为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走向终结 正在这时 薛安落入了药田之中 爷儿 累了没有 让我来 说着 薛安便要接过安言手中的铁锹 不用 这点活怎么会累呢 安言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笑着问道 老公 你刚刚跟月莎在说些什么啊 哦 没什么 就是谈论了一下 这些药田的掌势也 一提到药田 安言不禁又兴奋起来 老公 那你觉得我开辟的这些药田 对即将到来的大劫帮助大吗 当然 薛安认真地点了点头 岂止是帮助大 简直就是帮助大劫了 有了这些药材 我们便可以炼制无数丹药 而这些丹药 到时候又能救下无数条性命 你说意义大不大 听到薛安的话 安言眼中的光华 不禁越发赤脸 我就说嘛 这些药材肯定会有帮助的 那我便再开辟个几万亩的药田 省得到时候不够用 此言一出 正在远处吐着泡泡施肥的球球 差点没从空中栽落下来 然后便无限委屈地冲安言悲鸣一声 其中的意思很明确 那就是 可别在家了 在家我就真成泡泡机了 而也就是在整个净土佛国积极备战 为将来的大劫做准备之时 三宗强者齐劫覆灭 千鹤公公主花无语与命的消息 也如飓风般轰传开来 消息传开 诸天震动 什么 那薛安居然出现了 而且还跟净土佛修纠缠到了一起 不光如此 他还带来了一支 穿着甲咒的神秘部队 战斗力极为恐怖 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杀戮机器 因为当时三宗强者 在攻打净土佛国之时 有人通过水镜之法在远处观看 因此 有些人便通过这种渠道 看到了当时传回来的模糊影像 自然也被火凤凰众人所表现出的恐怖战斗力所震惊 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那仁皇殿和玄明灵 以及众多宗门 本来就在苦苦寻找薛安的下落 现在他不但出现 还将两宗的许多手下给灭掉 这无形中又增添了一道仇恨 估计接下来两大宗门便会召集人马 攻打净土佛国了 有人幸灾乐祸道 这个看法也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毕竟薛安这次已经不是在挑衅了 而是直接公开地挑战两大宗门的权威 若是仁皇殿和玄明灵 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反应的话 那威望可就真的扫地了 果然 两大宗门开始暗潮涌动 其余宗门亦是闻风而动 可就在整个诸天风雨欲来之时 突然 又有一个劲爆至极的消息轰传开来 令所有人都为之惊愕 当年那位名叫剑七 现在已经晋升为剑三的女子 公开向剑弓之主力进行 发起了挑战 要说起来 最近诸天之中 风头最近的 除了陨落而又重生的薛安之外 便要数这位辗转于诸天之间 不停地挑战剑道高手 并一次次刷新 人们对于女剑手的固有认知 以无可辩驳的辉煌战绩 成功证明自己实力的剑三了 在他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女子在剑道意图上 有着先天上的不足 因为修系剑道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剑心 而女子往往生性柔弱敏感 所以很难成功 可剑三的横空出世 却直接推翻了这个说法 这一点从他名字上的变化 就能看得出来 当初地球那场大战之时 他的名字还叫做剑七 可短短几年光景 他的排名便已突飞猛进 最终成就了剑三这一赫赫威名 但他并未满足于此 而是再一次向自己名单上的超级剑修 发起了挑战 这一次的目标便是那位执掌剑功数百载 号称实力可以排进有史以来 诸天剑修前十的埋剑山之主力进行 这其中的勇气与坚韧 足以令人为之动容 至少整个诸天都因为这个消息而沸腾起来 什么 剑三这个疯婆娘 击败爵士散修秋一夜才多久 居然又向埋剑山之主发起了挑战 她难道都不用休整的吗 有剑修听闻这个消息后 近乎抓狂地说道 要知道那位才被剑三击败的秋一夜虽然无门无派 却可称得上是诸天最强剑修之一 其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当时这个还明为剑四的女人足足跟秋一夜大战了十天 最终方才奋出了胜负 结果还没过多久 她居然又向利景行发起了挑战 也难怪这些剑修会抓狂 因为到了秋一夜还有剑三这等境界 一场大战对自身的损耗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损耗不光是指修为和体力上 更重要的是对自身心境的消磨 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心境出错导致修为受损 所以一般的强者在大战之后都会择一僻静之处 好生疗养几年 就是为了防止心境和零食出现偏差 唯独剑三是个例外 她好像根本不用修整一样 在这几年中近乎马不停蹄地疯狂挑战各大剑修 这种挑战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怀疑人生 但除了这个想法之外 诸天之中几乎所有的剑修都对这场大战产生了一呼寻常的关注 因为不同于之前的秋一夜等人 这次剑三挑战的可是威名镇压于是数百载的埋剑山之主啊 尽管他已很久不曾出手 但实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失踪 重新归来后的立井行听闻实力又有静静 一方是成名已久的强者 一方是势不可挡的新锐 这样的绝世大战 怎能不吸引人的眼球 因此一时之间 整个诸天的剑修都闻风而动 纷纷往那剑弓心欲赶去 而不同于这些剑修的激动 诸天其他流派宗门的反应则各不相同 有兴奋的 也有不以为然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消息居然将续安的这件事给盖了过去 仁皇殿和玄冥陵这两大超级宗门齐齐师生 再无任何动作 这种反常的情况 也引来了许多有心之人的注意 无论是谁都不会相信 仁皇殿和玄冥陵会就此善罢甘休 也因此 这两大宗门的突然沉默 便隐隐透露出一丝不祥的意味 不光如此 许多人还将目光投向了净土佛国之中 想知道 这位搅弄的诸天不得安宁的红莲先尊 此刻在忙些什么 是否已经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可跟这些人想象的不一样 此刻的薛安非但没有半点压力 反而悠哉悠哉地 躺在福宝小楼中的沙发上 满脸闲适之色 而安妍则坐在她身旁 正在轻轻地为她揉捏肩膀 一边揉着 安妍一边有些担心地说道 老公 我刚刚听月记说 之前在地球上曾见过的那位剑气姑娘 要挑战你的好朋友丽景行了 你说错了 她现在已经不叫剑气了 而是剑三 薛安懒洋洋地说道 哦 那我们怎么办 安妍问道 什么怎么办 薛安抬起头来 含笑问道 我们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安妍诧意道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也不要试图去调停 因为这本来就是剑修的宿命 不是走在挑战别人的路上 就是等待着被别人所挑战 说到这 薛安也不禁轻叹一声 说起来 这个剑气还真是有够疯狂的 短短几年 居然提升了四个名次 连秋一夜都败在了她的手上 那老公你觉得 这次会是谁胜谁败呢 薛安又一次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安妍脸上的诧异之色 不禁越发的浓重 因为这还是薛安第一次 如此坦诚地说自己不知道 说实话 我估计朱天也没人能猜到 这一战的结果到底如何 因为剑修是最不需要 论资排辈的修行流派 只要你天赋足够强 便可以秒杀 已经修行千年的强者 这可能也就是见到的魅力所在吧 那我们要去观战吗 安妍问道 怎么 你想去 薛安笑着问道 安妍有些不好意思 有点想去看看热闹 薛安笑了笑 刚想说话 然后便豁然抬眸 看向了福宝小楼的天空 与此同时 但见一道风锐无双的剑芒 直接撞破福宝小楼的天空 直直地飞至了薛安进前 然后骤然停住 直到这时 方才看清在这道剑芒之中 赫然包裹着一封信件 信件上写着几个大字 薛安倾起 落款则是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 剑三 看到这个名字 安妍不禁愣住了 薛安自露出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苦笑 然后轻叹着摇了摇头 送个信件 难道就不能温柔一点吗 非得如此暴力 小心以后架不出去啊 说着 薛安信手拿起信件 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几句很简单的话 红莲先尊 距离地球那一别已有数载 现我已成为剑道第三人 普天之下 能于剑道上胜过我的 就只有丽景星和你了 这一次 我向丽景星发起挑战 希望你能前来观战 而等我击败丽景星之后 下一个便该轮到你了 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 对了 还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 你之前交给我的 以相思来磨练剑意这一招 确实很好用 所以 你猜我相思的是谁 信件最后是 哈哈哈哈一行大字 薛安拿着这封信件 却有些笑不出来了 因为此刻 安妍就站在他身旁 他先看了一遍信件 然后便意味深长地看着薛安 那目光炯炯的眼神 看得薛安都为之尴尬起来 乐颜 你听我给你狡辩 啊不不不 是解释 可安妍却根本没往下听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用解释了 现在收拾东西 我跟你一起去建功观此一战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便无奈地点了点头 好 这一次薛安的离开 是翘无声息的 因为现如今 诸天之中的态势极为紧张 如果只是薛安自己的话 自然无所谓 但安妍执意同行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所以薛安并无任何张扬 只是简单地叮嘱了 月记和火凤凰的队长 程浩几句 然后便准备低调地离开了 当然 安妍要走 两个小丫头自然要跟着 而两个小丫头既然跟着 小沙和张小瑜这对火宝 也不会落下 可这次 他们却不能进入福宝小楼之中了 因为神福求求 需要留在净土佛国之中 浇灌着数万亩的药田 所以 薛安干脆就让他们 稍微改变了一下外貌形态 然后便乘坐着一架 平凡无奇的新洲 往那建功新玉赶去 建功新玉 距离净土佛国 可谓十分遥远 但因为时间充裕 薛安便也没有着急赶路 而是任由新洲 在虚空之中飞驰着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薛安辗转奔波于诛天之中 几乎没有休息过 所以 正好趁着这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 多陪陪两个小丫头 说起来 两个小丫头 如果按照地球上的年岁 划分的话 早已超过十岁 可因为自身天赋过于强大的缘故 导致两个小丫头的生长 远比普通人来得缓慢 现在看去 也只像是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可薛安明白 不管成长多么缓慢 孩子早晚有一天会长大 因此 为了不留下遗憾 薛安会尽可能地多陪陪孩子 比如现在 薛安便一本正经地 跟两个小丫头 下起了五子棋 其实以薛安的神识和计算能力 这种五子棋闭着眼都能赢 可为了两个女儿开心 薛安还是十分认真地下了起来 哈哈哈哈 爸爸 你又输了 想想忽然拍手大笑起来 念念赶紧凑过来看 果然 棋盘上属于姐姐的白子叶椅 连成了五子 哇 姐姐好厉害 居然下赢了爸爸 念念简直一脸的惊叹 薛安则微微一笑 是啊 想想真的好厉害呢 再来 不过这次 我们要下复杂一点的 想想信心十足地说道 哦 怎么复杂点 薛安饶有兴致地问道 诺 就是我们都不能看棋盘 纯凭口述 来下棋 妹妹则负责按照我们所说的话 来复原棋盘 最终输赢 也要凭我们自己的判断 这样可以吗 爸爸 想想满脸认真地说道 一旁的念念 简直都听傻了 哇 听起来就好复杂哦 薛安也不禁微微一正 旋即看着自己的大女儿 脸上逐渐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我自然没问题 关键是这些方法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是我没事瞎琢磨出来的 因为妹妹实在太笨了 跟她下棋根本没意思 于是我就通过这种方法来 自己跟自己下棋 想想说道 念念脸一红 轻声嘟囔道 我才没有太笨呢 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笨而已 薛安脸上的笑意不禁更盛 原来是这样 那好 那爸爸就陪你来下一盘 很快 两人便将棋盘放到一旁 开始口述着 下起了盲棋 最终结果 也令薛安十分地震惊 因为她发现在 稍不注意的情况下 自己很快便输掉了第一盘 想想笑嘻嘻地说道 爸爸 你又输了 还来吗 薛安深吸一口气 深深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当然要来 这第二盘薛安再无任何的轻视之心 而是全神贯注地 跟想想下起起来 可结果却还是一样 依然输了 而且 输得毫无悬念 薛安就感觉自己 虽然已经计算好了 所有的应对招数 可想想 却总能窥视到棋局之中的破绽 并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击败 还来吗 想想又问道 薛安点了点头 来 接下来又连下三盘 结果薛安三盘接输 这时候 连安岩和小沙 都忍不住凑到了进前 满脸惊叉地看着 最后一盘棋下完之后 薛安沉默不语 静静地看着想想 想想有些不明所以 爸爸 你总是看着我干什么 薛安的脸上 逐渐绽放出一丝笑容 没什么 只是有些感叹罢了 说着 薛安站起身来 来至了闲窗旁边 想想自然不明白薛安的意思 但小孩子的天性 令他很快便将这些抛到了脑后 跟念念玩耍起来 安岩走到了薛安身旁 轻声道 老公 嗯 薛安头也没回 你怎么了 安岩问道 薛安长叹一声 没什么 只是突然感到了一些压力而已 压力 什么压力 安岩有些惊诧 薛安淡淡道 言而 你觉得 想想和念念他们两个 谁的天赋更高 这 应该都一样吧 你说实话 应该 是念念吧 安岩小声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念念的言楚法随 乃是极为逆天的天赋 可现在 我却不那么肯定了 因为 想想现如今所展露出的计算天赋 再结合他本有的窥视一切天赋 很有可能会成长为一种极为恐怖的天赋 什么天赋 安岩也不禁严肃起来 沉声问道 为不先知 安岩也不禁被薛安的这句话给震撼到了 声音颤抖地反问道 为不先知 薛安肃然点头 没错 安岩忽然说不出话来了 然后便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 别人都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 但安岩却是在忧愁自己的孩子太过优秀怎么办 因为即便是安岩也可以想象到 如果想想所拥有的这个天赋流传开来 将会在诸天之中掀起怎样的一场风波 毕竟 没有人能拒绝提前预知未来的诱惑 似乎是看出了安岩的担忧 薛安轻叹道 我刚刚所感受到的压力也来源于此 但你也不必太过担忧 毕竟有我在 他们两个自然会平安顺遂地长大 至于那些感激于他们天赋的 薛安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冰冷至极的沙翼 我会让他们明白什么叫血的代价 这场小风波很快便平息了 甚至连小沙和张小鱼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而在经历了数天的跋涉之后 薛安等人所驾成的这架新洲 终于抵达了剑弓星域 想想和念念扒在弦窗上 看着外面的虚空一脸惊叹地说道 哇 这里好热闹 因为就在这剑弓星域外的虚空之中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新洲 简直挤了个水泄不通 更有许多剑修杖剑飞来 然后三五成群地凑到一起 将整个虚空变得如同集市一样热闹 相比之下 薛安所驾成的这架新洲 就显得很是不起眼了 爸爸 这些人都是来干什么的啊 念念问道 薛安倾笑一声 他们啊 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啊 看热闹 热闹有那么好看吗 念念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 薛安微微一笑 刚要说话 正在这时 在远处的虚空之中 突然闯出了一架伤痕累累的新洲 然后跌跌撞撞地往这里飞了过来 所过之处 众多新洲无不退散 然后惊起了一片骂声 卧槽 开新洲没长眼睛啊 没见到这里有人啊 这孙子该不会致喝醉了吧 看着新洲上的痕迹 一路上可没撞啊 虽然骂声一片 但这架新洲依然我行我素 直直地往前飞来 动 新洲直接撞在了一艘躲闪不及的巨脸之上 速度之快 乃至令这架巨大如山般的车脸 都歪歪扭扭地斜飞了出去 至于这架新洲的前脸 更是碎了一地 卧槽 你他妈到底会不会开新洲啊 在这架巨脸之中 飞出了一名身着华服的少年 满脸怒涩的吼道 人群一阵的骚动 有人小声嘀咕道 这人是喜剑老人的嫡孙叶空明 他既然来了 那喜剑老人肯定也在巨脸之上 这下这架新洲可惨了 那喜剑老人可不是好招惹的 可任凭外界议论纷纷 这架破损的新洲 却是窥然不动 少他妈装死 你的眼睛是瞎了吗 这么大一架巨脸 你难道都看不到吗 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事的 赶紧给我滚出来 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叶空明冷笑言道 似乎是他的这番话起了作用 只见新洲一阵的颤抖 紧接着便听一声巨响 新洲的门被人直接踢飞出去 然后一名衣衫不整 酒气冲天的中年男人 便摇摇晃晃地从中走了出来 他先是醉眼朦胧地看了全场一眼 咧嘴笑了笑 然后便打了个酒隔 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 熏得离得近的人全都往后退散 并手眼口鼻 面露闲雾之色 叶空明也是一愣 旋即便更是怒意勃发 好啊 这人还敢酒驾 小子 你今天要不给个说法 就别想走了 说法 中年男子抄起腰间的葫芦 咕咚咕咚狂灌了一气 然后才惬意地尝出一口气 你想要什么说法 废话 当然是赔偿了 叶空明满脸骄横的 一指身后的巨念 看到了吗 这一家巨念 可是由神舟门的大师 亲手打造而成 乃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现在却被你给撞坏了 你说怎么赔偿吧 中年男子眯起眼睛 看了一眼面前 这家巨念 然后咧嘴一笑 那你想要怎么赔偿 叶空明居高临下地 打量了这个中年男子几眼 微微一皱眉 看你这穷酸样 估计也赔不起 这样吧 你现在跪下 冲我磕几个头 喊我几声爷爷 若是喊得我高兴了 这件事就算了了 不然的话 叶空明冷笑几声 我想放过你 我手里的剑可不答应 他的这个提议 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意义 毕竟是这个男人做错在先 若是他赔不起的话 那跪下求人原谅 也无可厚非 可远处的薛安 在目睹了这一幕后 却不禁轻叹一声 这个家伙 估计要倒霉了 一旁的安言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男人的身份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照你这么说 这个最熏熏的男人也是一名高手 安言十分讶异地说道 岂止是一名高手 他的身份 可要比这个所谓的喜剑老人高多了 说到这 薛安透过闲窗 似笑非笑地 看向远处的这个男子 毕竟 九剑仙这个名号 虽然没进前十 可在诸天剑修之中 却独占了一个棋字 棋人棋剑 莫过于他 安言听得似懂非懂 可若是有其他人听到九剑仙这三个字 肯定会无比震惊 因为这个名号可是代表了一段传奇的 跟那位爵士散修丘一夜类似 谁也不知道 这位九剑仙出自和门和派 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是多少 又是在什么时候扬名的 人们只知道 在诸天的剑修之中 有一位酷爱悲中之物 为人更是放荡不羁的绝顶高手存在 只不过 其人向来神龙剑手不见尾 很多人只是听闻过这个名号 根本就没见过真人 所以 此刻的在场众人之中 只有薛安等寥寥几人猜出了这名男子的身份 但没有人出来说破 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果然 在听到夜空明的这番叫嚣之后 这位九剑仙丝毫没有动怒 而是笑嘻嘻地看着他 直到笑得夜空明都有些发毛之后 九剑仙方才笑眯眯地说道 听你这话 你也是一名剑修咯 废话 我的祖父乃是堂堂喜剑老人 我自幼在他老人家膝下学艺 自然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剑修 夜空明满脸傲然地说道 喜剑老人 九剑仙轻声念叨了一遍 旋即笑着点了点头 如果这样说的话 你确实可以勉强算得上一名剑修 而你既然是剑修 那么不如这样 我撞了你的车脸 赔我是赔不起了 但你可以砍我三剑 三剑之后 若是我没事 这笔账就一笔结果 若是不敌 那我死了也就死了 你看如何 听到这番提议 夜空明先是微微一正 旋即便连连冷笑起来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居然还有人上赶着找死啊 好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不要怪我出手无情了 不必留情 正好我最近喝得筋骨疲乏 活动活动也是好的 酒剑仙笑咪咪地说道 哼 夜空明冷哼一声 手腕一翻 手中陡然浮现出一柄 如一红秋水般的长剑 夜空明的脸色变得肃然起来 沉声道 此剑乃是我祖父亲手赏赐于我 名曰西尘 今日 你能死在他的刃下 也不枉此生了 酒剑仙 对此 却只是呵呵一笑 然后拿起腰间的葫芦 咕嘟咕嘟又喝了起来 这种彻底无视的态度 令夜空明怒不可遏 狂徒接剑 言罢 他双手平举 然后一剑斩落 不得不说 这个夜空明确实有几分自傲的本钱 仅凭这一剑的声势和火候 就足以碾压在场大部分的剑修 但酒剑仙却在面对这一剑的时候 轻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便闭上了眼睛 许多人惊呼出声 夜空明更是面线屈辱之色 杀意随之 又浓重了几分 刹那间 剑光叶矣 斩至酒剑仙的头顶 只要再过百分之一秒 这一剑就能将酒剑仙彻底斩为两半 可也就是在这时 夜空明忽然觉得 手中的剑猛的凝制于空 并再也不得存尽 猝不及防之下 夜空明的手腕都发出了咯蹦咯蹦几声脆响 险些被直接震断 而后便见酒剑仙以两根手指 夹住夜空明的这名吸尘剑 淡淡道 这是第一剑 夜空明的脸瞬间憋成了酱紫色 疯狂地往外抽动着 试图将剑从酒剑仙的手指中拔出来 但他却发现 面前这个满身酒气的男人 虽然只伸出了两根手指 却好似两座不可撼动的山峰一样 不管自己怎么用力 都纹丝不动 正当他绝望之时 酒剑仙微微一笑 猛地松开了手 夜空明一个收拾不住 连连往后退去 直到七八步之后 方才站住了身形 然后脸色变得极度难看 酒剑仙却淡淡道 再来 这下 全场已经再无一人敢于小看 这名浑身酒气的男子 结合他的表现 许多人都已隐隐猜到了他的身份 不禁微微骚动起来 夜空明却只觉得热血上涌 猛地一咬牙 举手便要斩出第二剑 可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传来了一个苍老 而又威严的声音 明儿不可无礼 还不退到一旁 听到这个声音 夜空明浑身一震 旋即便心不甘情不愿地 退到了一旁 与此同时 在那巨念之中 陡然飞出了树道剑光 待落下之后 领头的赫然便是一名 白发苍苍先锋倒鼓的老者 正是赫赫有名的喜剑老人 夜不凡 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后 全场的骚动越发剧烈起来 这九剑仙却是一脸的平静 咕咚咕咚又喝下了几大口酒 夜不凡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便上前一步 拱手为礼 晚辈夜不凡 见过九剑仙灵狐爵前辈 此言一出 全场震恶 包括 这位夜空明也傻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刚刚举剑相向的 居然会是鼎鼎大名的九剑仙灵狐爵 一念至此 夜空明便觉得心都凉了半截 幸亏爷爷来得及时 否则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夜空明虽然狂妄 可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毕竟 那可是自己的爷爷 都要口尊前辈的顶级见修啊 面对着夜不凡的失礼 灵狐爵沉默片刻 旋即便洒然一笑 百年未见 你居然已经老成 这副德性了吗 夜不凡面现尴尬之色 亲看到 晚辈是因为误入歧途 险些走火入魔 所以才导致的一夜白头 灵狐爵摆了白手 就以你交出来的 这个嫡孙的性情来看 你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说吧 灵狐爵也不再废话 直接纵身飞起 化为一道剑光 往那剑弓心域飞去 眨眼间 他的身形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脸尴尬的夜不凡 站在原地 但他连句吐槽的话 都说不出来 因为剑修这个大群体的 普遍性情便是如此 有什么就说什么 直来直去 从来不知道藏着掖着 无奈之下 他只能挥了挥手 走吧 夜空明虽然想说什么 但见到自己爷爷脸上的神情后 也不敢说了 众人转身刚要走 你说巧不巧 也就是在这时 在那家剧念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又闯出了一架星舟 这架星舟 可比九剑仙那架要兴许多 同时在星舟的前端 还树立着密密麻麻的长刺 令人一见便为之毛骨悚然 而这架星舟在出现之后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便以疯狂的速度往前冲去 好死不死的 因为叶不凡和叶空明这对爷孙 都没在剧念之上 剧念失去了指挥 正静静地悬浮于虚空之中 因此 在仅仅一个弹指的光景之后 两者便撞在了一起 哄 只听一声巨响 星舟前方的长刺 犹如催枯拉朽一样 直接没入了这架剧念的仓体内 然后从另一端穿透而出 剧念的内部震动不已 然后便从各个出口之中 往外喷射火焰和烟气 那是星舟的长刺 将剧念内部的动力核心 都给捣碎 从而导致的爆炸 不光如此 这架星舟 好似一只蛮狠的大象一样 在撞上之后 依然没有丝毫地减速 而是依然疯狂地往前推进着 剧念的剑体 发出一阵阵不堪重负的身影 然后便在这股剧力的作用下 被生生撕裂开来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眼睛都不禁瞪圆了 尤其是叶不凡和叶空明这对爷孙 更是一脸的猛逼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会的功夫 自己这架花费重金打造而出的剧念 就先是被酒后的星舟追尾 然后又被人如此粗蛮对待 乃至生生撕扯为了两半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震恶 终于 这架星舟的速度逐渐放缓下来 而在看此刻的这架剧念 也已被彻底撕成了粉碎 零件和扭曲的外壳散落开来 遍布了整个虚空 这样的惨状 也终于唤醒了叶不凡二人 卧槽 我的剧念啊 叶空明怒吼一声 然后便不顾一切的纵身跃出 然后气急败坏地拦住了那架星舟的去路 小子 你他妈会不会开星舟 这是故意撞上来的吗 这句话似曾相识 可这时候的叶空明已经顾不得那许多了 他的心简直都在滴血 要知道 身为年轻人 他最喜欢的只有两件东西 一是宝剑 二便是星舟巨念 这架巨念 就是他耗费重金打造而成 而且是在前两天才交付的 今天这还是第一次开出来显摆 却没想到 这架巨念会如此的命运多传 仅仅只存续了几天的时间 就落得如此下场 正当叶空明欲哭无泪之时 在那架星舟之中 传来了一个冰冷至极的声音 你刚刚说什么 随着话音 只见一名穿着灰色衣衫 留着一头灰色长发 连双眸瞳孔都泛着灰色灰光的男子 从星舟之中走了下来 这名男子的面容 看上去并无多少疏益之处 但当他站在众人面前时 却令人从骨头缝里往外的那么寒冷 叶空明也愣住了 男子则歪着头打亮了他几眼 然后灰褐色的嘴唇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邪恶难言的笑容 刚刚就是你在骂我吗 叶空明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亥意之色 这种惊恐 乃至于令他连话都说不出来 而全场更是静的骇人 远处星舟之中的薛安眼中 亦是光滑一闪 轻声道 居然是他 这下这喜见老人有麻烦了 老公 这个小惠人是谁啊 很厉害吗 薛安点了点头 很厉害 实际上若是按照纯粹的见到修为来排名的话 这个人肯定能入诸天前十 只不过他性情古怪 所以才屡次落选罢了 不光是薛安 在场的许多人都在第一时间认出了这名男子 然后场中的气氛瞬间变得极为压抑 许多胆小之人更是悄然往后退去 生怕自己在跟这个魔头产生什么交集 嗯 男子 这位扬了扬眉 不说话吗 说着便要卖不上钱 正在这时 叶不凡突然出现在了自己嫡孙面前 然后一宫扫地 叶不凡 见过邪剑尊者风子明前辈 孩子不懂事 还望风前辈见谅 没错 这位从头到脚 都散发着淡淡灰气的男子 便是在诸天之中 有着赫赫威名的邪剑尊者风子明 说起这个风子明 可谓是一位令任何人提起 都感到脑袋疼的存在 因为他生性邪宁乖章 从来不讲求善恶章法 而是单凭自己的喜怒做事 因此 他也被人称为风子明 可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却有着极为高深的剑道修为 没想到他这次居然也来了 跟这位魔星相比 这喜剑老人压根什么都算不上 更遑论这位夜空明了 所以为了保住嫡孙的性命 喜剑老人也顾不得脸面了 毕恭毕敬地向风子明行礼 只求他能高抬贵手 放自己嫡孙一马 全场静地 可以听到夜空明那急促的呼吸声 这个生性顽固的少年 此刻终于感受到了 什么叫恐惧 脸色煞白地站在那 手脚都在不停地颤抖着 风子明并没有回应 而是冷冷地看着一躬到地的喜剑老人 然后便微微冷笑起来 我当时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原来是叶家的传人 怪不得如此嚣张呢 听到这句话 叶不凡的额头上 不禁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因为这言语中 分明没有放过自己嫡孙的打算 所以他只能咬了咬牙 抬起头来谄笑道 风前辈实在太客气了 小孩子不懂事 您这样的身份 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风子明冷笑一声 然后转头看了看远处那架 已经被撞碎的巨脸一眼 这架巨脸是你们的 是 那你们为什么故意将它摆放在 我所经过的道路上 说 你们是不是在故意跟我作对 风子明在说这番话时 脸上的表情阴冷至极 灰色的双眸之中 更是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而叶氏祖孙二人 在闻言之后 也不禁傻眼了 这是什么道理 明明是他撞碎的巨脸 结果现在 却倒打一耙 质问起自己 为何要将巨脸摆放在 他必经之路上了 天底下 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不光是他们 就连旁观的人 也是一脸猛逼 这话真是已经被风子明 给说到头了 甚至令人一时间都想不出 应该如何反驳来 被我问得说不出话了吧 风子明冷笑几声 然后一脸傲慢地说道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让我杀了你这个嫡孙 第二就是跪下给我道歉 求我原谅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叶空明终于明白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从哪里来的了 风子明的这番话 不就是自己刚刚才对九剑仙说过的吗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 这么快报应 就降临到了自己头上 喜见老人叶不凡的脸上 这时候 也已现出了一抹怒色 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虽然说自己的实力 不如这个风子明 可也不代表着自己 就能被如此欺辱吧 若是现在怂了 那以后自己也就不用再诸天混了 风子明注意到了叶不凡眼中的怒色 脸上不禁现出一抹期待之色 他就是喜欢这种将人逼至爆发的感觉 尤其在对方爆发之后 他在一剑将其斩杀的时候 那会让他很有成就感 可就在这一场大战 眼见就要一触即发之时 突然 有树道剑光从剑弓星域之中飞出 眨眼间便来至了众人的头顶之上 待光滑散去之后 领头的赫然是一名挽着发际 却做少年打扮的女子 当他出现之后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因为人们都从他身穿的衣服 看出了他的身份 在他胸腹之前的衣服上 赫然纹绣着三枚小剑 这三枚小剑便意味着 他乃是剑弓门下的三剑行走 要知道 剑弓门下有八大行走 除了一位从创世到现在 都没人见过其庐山真面目的 巡恶行走之外 其余七大行走 乃是依靠剑道修为高低来分别 从最低的八剑使徒开始 一直到最高的双剑灵天 而面前这名女子 居然是三剑行走 可见她实力绝对非同小可 而在看到这名女子之后 星舟之中的安言 不禁微微讶异一声 老公 这不是咱们之前在深渊之中 见到过的那位剑在心俭姑娘吗 薛安笑了笑 没错 就是她 之前在深渊之时 薛安曾偶遇了当时 正在到处寻找 立井行下落的剑在心 没想到 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她 只不过这时的剑在心 叶已跟之前那个 被困附于杀戮地狱的她 有了天壤之别 不说别的 就光凭身上 这股凛然剑意 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更不要说 此时就在剑宫门前 在那几世带剑修长达 数千年所凝练 汇聚出的无上剑意的加持下 剑在心犹如天道化身一般 令人不敢直视 哪怕是一贯嚣张跋扈的 这位邪剑尊者封子明 此刻也不得不闭上了嘴巴 乖乖地站在那 终于 剑在心的目光 从在场每一个人脸上扫过 然后便以淡然而又充满威严的语气说道 剑主有令 邀请大家全都进入心域之中观里 哼 文婷此言 全场一片沸腾 许多人面现惊喜之色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 本以为能在心域之外等待大战的消息 就够可以了 却没想到 居然被邀请进入其中观里 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 因此一时间 全场便是一片赞许回应之声 多谢剑主 多谢三剑行走大人 这些喊声此起彼伏 剑在心却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意味深长地 看了封子明一眼 然后淡淡道 不必谢我 这都是剑主的意思 但进入观里可以 若是有人想要趁机闹事的话 就不要怪我手中的剑无情了 这番话杀气凛然 而且很显然是说给封子明听的 封子明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并未发作 反而黑黑笑了几声 也不理会这喜剑老人了 转身便走 紧接着 剑在心在前领路 众人紧紧相随 奇奇地涌入了剑公心域之中 薛安等人所驾成的这架新舟 也混在里面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十分顺利地便进入了棋中 此刻 在这剑公心域之中 夜已搭建出了一座高台 这座高台 通体散发着柔柔的荧光 在高台的中间 还树立着一根棋杆 棋杆上飘扬着一面大棋 大棋之上 纹绣着一柄金剑 显得气势极其威严不凡 正是剑公的标志 而沿着高台的脚下 则依此安放着一层层的看台 此刻 在看台之上 夜已站满了前来官里的人 其中更是不乏各方民间 人群议论纷纷 显然都在谈论 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 这一战若是剑三获胜 那么诸天之中 除了那位红莲先尊之外 将在无人可以阻止 他前进的脚步了 有人轻叹道 那红莲先尊不是法修吗 怎么也算是剑修了 有年轻人疑惑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红莲先尊 可是法剑双绝的 尤其他那红莲剑意 更是独步天下 所向披靡 哇塞 这么厉害吗 这名年轻人 听得悠然神往 旁边突然有人冷笑了一声 再厉害又能怎样 还不是活不了多久了 毕竟那仁皇殿和玄明灵 可不是赤素的 旁的人文言 全都沉默了 因为这件事 已经超出了 他们可以讨论的范畴 直到两久之后 方才有人轻叹一声道 说起来惭愧 我等男子 居然被一介 女流给压在头上 若是立剑主 此次还不能阻止他 那我们这些男剑修 就更是抬不起头来了 众多男子纷纷点头 身以为然 正在这时 简在心率领着众人 也到了看台之上 这些新来的人 令场中又是一阵的骚动 其中有彼此相熟的 不禁开始大声打起了招呼 但还有许多平时不目 乃至有仇的 此时也只能狠狠瞪对方一眼 却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因为 这里可是剑功心欲之所在啊 哪个敢造刺 要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还要数这位协剑尊者 疯子明了 只见他大大咧咧的 迈步往前走去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退让 唯恐避之不及 毕竟 谁都不愿意 跟一个疯子作对 至于喜剑老人叶不凡 和叶空明这对爷孙 则灰溜溜地 躲进了人群之中 生怕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终于 骚动逐渐平息下来 人们开始翘首以盼 这场大战的到来 能出现在这的 最少都是大罗以上的强者 自然耐心十足 哪怕这样等上十天 都是无所谓的事 不过这种难耐的 无聊和寂寞 则很是肖默人的意志 因此 很快便有人又开始 按捺不住的低声交谈起来 薛安领着乔装改办后的 安妍和两个女儿 以及小沙张小鱼等人 站在最后面的看台上 两个小丫头凑到一起 小声嘀咕着什么 时不时地 还发出一阵笑声 安妍也跟小沙和张小鱼 在一旁闲聊着 只有薛安静静地站在那 正在这时 在他一旁的一名男子 在几次回首之后 终于忍不住问道 朋友 怎么 看个热闹 还带着一大家子来吗 薛安微微侧头看了一眼 说话的是一名留着山羊湖 双眸金光闪亮 骨子里就透露着一股 精明强干的男子 薛安不禁微微一笑 是啊 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正好带他们出来见见世面 是啊 孩子还真是应该这样锻炼锻炼 不然老是在家待着 容易变成井底之蛙啊 这名男子一脸感叹地说着 然后十分自然地 从兜里掏出一个玉盒 打开以后 里面是一根根黑色的长棍 来一根 男子顺手对过去了一根 薛安也没推辞 直接就接了过来 然后叼在嘴里微微一晃 长棍的末端就点燃了 薛安吸了一口 带缓缓吐出之后 不禁说到 三百年的灵芝药草 不对 其中还混杂着玉西脚香 男子满脸佩服地伸出大拇指 真是行家 能抽出灵芝药草的香味不难 但你 还是第一个长出玉西脚香的 薛安笑了笑 过奖了 我也只是瞎猜而已 薛安抽的这种类似烟的东西 其实就是流行于诸天修行者中的烟草 因为其拥有安神解育的妙用 所以一直很受欢迎 并也跟地球上的烟一样 成为了一种社交的手段 比如现在 通过这根烟的媒介 薛安和这个男子 很快就聊得火热 可就在他们谈笑风生之时 却有一双满含憎恨的眼睛 在暗处盯着他们 哟 这不是朝景山吗 真没想到你 居然也敢出现在这 这里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吗 随着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 一行人挤过人群走了过来 领头的赫然是一名满脸骄横之色的男子 当看到这名男子之后 跟薛安相谈甚欢的这名男子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眼中也现出了惊惧之色 你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事吗 这名男子冷冷一笑 玄机目光从薛安的身上扫过 朝景山 我只想知道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能还清 不然的话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朝景山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我欠你的钱早就已经还清了 你为何还要如此苦苦相逼 还清 呵呵 你还真是敢说啊 你说还清了 可是证据呢 男子冷笑起来 当初我从你手中借钱的时候 就已经说好了 每年三分的利息 后来我还了你足足五分利 你还如此不依不饶 你到底想怎样 朝景山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 少他妈废话 我说 你没还清 就是没还清 男子喝骂一声 然后冲身后的手下 一石眼色 这些人立即上前 便要对朝景山下手 朝景山面现金句之色 但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淡淡道 怎么 你们这是 要当着剑弓众人的面动手吗 薛安的这番话令 本来跃跃欲试的众人 瞬间冷静下来 朝景山朝着薛安头 去了感激之色 这名男子 却是面色一沉 冷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来管本大爷的事 薛安微微一笑 慢条斯里的言道 我希望你说话之前 最好能过一过脑子 不然要是因为这个死了 那得多可惜啊 这名男子 眼中陡然现出了寒芒 然后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我们先走 说吧 他领着手下 便静止离开了 但他并未走远 而是来至了不远处 然后满脸冰冷地 盯着薛安河和朝景山 朝景山十分感激地低声言道 朋友 多谢你帮我说话 但你待会还是赶紧走吧 这些人 你是惹不起的 薛安淡淡一笑 哦 为什么这么说 哎 你是不知道 这些人乃是专门放贷的贩子 当初我因为一些事情 不得已的情况下 向他们借了些金石 却没想到 从此便中了他们的圈套 虽然我已经还了数倍于 当初借下的金石 这些人却还是说我没有还清 并屡次骚扰于我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那这样 都没人管一管吗 谁敢管啊 听说这些家伙的后台 乃是玄明灵 哪怕我找来许多 有头有脸的人物 依然无济于事 所以 一旦被他们 这群人缠上的话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这名朝景山 满是苦涩的言道 薛安文言眼中 却是光滑一闪 玄明灵 怪不得这人说话的口气 会如此的嚣张 原来是这个超级宗门 再为他们撑腰啊 朝景山所面临的这种事 其实并不新鲜 这就跟地球上 放高利贷的一样 乃是一群 彻头彻尾的混混 靠的就是欺压良善为生 薛安当年就曾对此有所耳闻 却没想到 连玄明灵这样的顶级宗门 都涉猎此事 朋友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你脱家带口的 这件事还是不要连累你了 一会 你就趁着这场大战还没开始 悄悄地溜走 否则必将引来无穷的麻烦 朝景山一脸认真的说道 可没想到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走 我为什么要走 好不容易过来看这场热闹 还没看完我怎么能走呢 可是 朝景山大急 薛安却摆了摆手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放心吧 这些人我自有办法应对 面对着薛安那一脸淡然的表情 朝景山欲言又止 最终长叹一声 再不说话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在远处死死盯着朝景山的这个男子 也收到了手下的禀报 报告老大 跟朝景山在一起的这人我已经查过了 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估计就是 恰巧跟他凑到了一起而已 呵呵 这名男子冷笑一声 若是这样说的话 那这个男的 纯粹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居然还敢跟我作对 在他旁边的那几个人 都是他带来的吗 是的老大 应该就是他的家属 很好 既然他这么的不给面子 那等会 咱们就给他上一课 先把他的家属全都抓起来 然后再让他跪下求饶 说到这 这名男子的眼中 闪过一抹极为冷酷残忍的光芒 他的这帮手下们文言 却全都面线争鸣笑意 姐姐 这小子的老婆 身材可是不错呢 到时候 我可得好好玩一玩 没错 也算我一个 玩可以 但多注意点 可别玩死了 否则咱们 还怎么让这个男人就饭呢 这些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而从他们的对话也可以听出 这种事 他们已经做了不止一次了 可他们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肆无忌惮地谈论之时 远处的薛安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力芒 正要发作 可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人群一阵的骚动 然后便见一道华光轰然飞至 当落在高台之上后 赫然便是那位剑公之主 同时也是执掌埋剑山数百载的利景形 他的出现 令全场一阵微微的骚动 旋即变得无比 肃然起来 无他 实在是因为这利景形身上所带的剑威 太过强大了 强大到 令整个看台的众人 都为之窒息的程度 一人 压得诸天剑修 不敢望谈剑道 这便是 这位剑公之主的威严啊 有人轻声感叹道 与此同时 但见利景形复手而立 周身剑气纵横 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全场鸦雀无声 终于 当一声尖锐至极的破空声传来后 所有人精神为之一阵 利景形更是睁开双眸 仰头看去 与此同时 但见一道璀璨至极的剑光 轰然飞至高台之上 待到光滑散去之后 出现在场中的 赫然是一名细小伶仃 眉目如画 整个人充满空灵美感的女子 而在她的眉间 还有一道红色的树纹 远看过去 就好似一柄利剑一样 满是冲天的煞气 所有人都为之正恶 而这时的利景形 却缓缓露出了一丝笑颜 剑三 女子傲然而立 微微汗手 没错 我就是剑三 第三的三 此言一出 全场便是一阵无声的哗然 许多人的眼中 都现出了凝重之色 因为能出现在这的 都不是一般人 自然可以感受到 剑三身上所蕴含的强大威势 且不论她的实力如何 单凭这股威势 就足以证明 她的名望不虚 人群之中 酒剑先咕咚咕咚 又灌了几杯酒 然后抹了抹嘴巴 嘿嘿笑了起来 可跟她的闲事和安然不同 这位邪剑尊者的眼中 却现出冰冷的敌意 而躲藏在人群之后的 喜剑老人祖孙 亦是一脸的惊恶 尤其这位夜空明 她呆呆地看着这位年岁 跟自己差不太多的剑三 只觉得内心深处的骄傲 轰然碎了一地 她本以为 自己在剑道上的天赋 已经够可以的了 这也是她一直 志得意满的原因所在 可当遇到这位剑三的时候 所有的骄傲 全都碎为了几粉 因为几乎同样的年纪 这位少女 却已经有了 挑战剑功之主的资格 而自己却连仰视都做不到 这种差距足以令人绝望 与此同时 丽景行十分欣赏地 打量了她几眼 然后淡淡道 虽然早有预料 但你的年轻 还是超乎我的想象 姑娘 你与剑道上的天赋 在我生平见过的人中 可以排到第二 哦 那第一是谁 剑三微笑言道 第一嘛 乃是一个看上去 跟你年岁差不多的人 丽景行含笑言道 然后有意无意地 往薛安这边瞥了一眼 剑三微微一正 但旋即便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如果你说的是她的话 我倒是愿意承认 丽景行哈哈一笑 怪不得当初她告诉我说 会有一位剑道的后起之秀 将向我发起挑战 让我提前做好准备 她说的果然没错 你确实可以称得上 是百年来最优秀的剑道新秀 剑三微微一扬眉 这种接近于事实的话 就不要再说了 因为我已经听腻了 此言一出 人群之后的薛安 不禁哑然失笑 然后轻声呢喃道 这个家伙 果然还是这样 丽景行也随之轻笑了几声 但旋即她的面色为之一俗 剑三姑娘 我现在要提前告诉你 剑道对决 乃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 尤其是到了 你我这般境界 更是九死一生 所以你若是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剑三摇了摇头 既然我向你发起了挑战 这些情况我自然都已经预料到了 剑道对决确实九死一生 但我一路走来 已经对决过无数次 死的却从来不是我 这次也会是一样 所以 说着 剑三眉间的这道树纹 越发烟红起来 好似一滴血珠正在滚动一样 真正应该担心的 反而是你 这番话 令剑宫的人全都面线怒色 尤其是剑在心等人 更是死死盯着剑三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丽景行俨然已经是一尊剑道上 不可动摇的神灵 任何敢于亵渎 他的人都将遭受报应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丽景行眼中的欣赏之色 越发浓重 然后轻笑一声 既然你如此有信心 那便动手吧 话落 丽景行豁然抬眸 眼中陡然蹦射出两道力芒 面前的空气 似乎都被这两道目光切割开来一样 发出了刺刺的声响 不光如此 在这一刹那间 整个高抬的空间都随之彻底凝固 一丝一毫的元气都无法流动 丽景行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 却好似执掌一切的帝王一样 令人生不起丝毫的抵抗之心 只想跪倒顶礼膜拜 这便是埋剑山之主的真正实力 甚至都不需要动用一丝力量 纯粹就靠千百年来 涵养出一口剑意 便能镇压一事 由此可见 丽景行的可怕之处 围观众人无不骇然 可剑三却完全不为之所动 只是淡淡一笑 有点意思 你果然比那秋一夜要强 话落 剑三身处宛若轻松般的手指 猛地在身前一滑 碰 本来凝质的空间 瞬间被剑三这一直斩碎 丽景行眼中闪过一抹异色 忍不住脱口 出喝了一声 好 因为剑三这看似轻描淡写的意志 却直接斩在了虚空最薄弱之处 因此才会形成这种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虽然喊好 丽景行手中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放缓 猛地一甩袍袖 接我这一剑 搜 一道剑意锁宁的巨剑 瞬间成形 然后便划破虚空 直接出现在了剑三面前 速度之快 令人连眨眼都来不及 可剑三对此 却只是冷冷一笑 有点意思 但对付我却还是不够 说着 在他的面前 陡然浮现出无数剑芒 然后剑芒瞬间收敛皈依 您为了一柄伶丁小剑 正好挡在了这柄巨剑之前 哄 只听一声巨响 然后便见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以剑三为中心 直接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连这座高台都微微颤抖起来 这一战的第一剑对决 二人不分胜负 而这一幕画面也随着种种渠道 在瞬间传遍了大半个诛天 许多人看得心惊肉跳 都被丽景行和剑三所表现出的实力所惊 而也就是在这时 剑三哈哈大笑起来 丽景行 来而不往非里眼 现在 你也来接我这一剑 说吧 只见剑三猛得一扬眉 然后并止成剑 轰然斩落 轰隆隆 这一剑 好似牵动了整个天地一样 方圆数万里的虚空奇迹震动 一往无前的剑意更是宁为一道长鱼数十里的巨大剑芒 照着丽景行便劈头盖脸地砸落下来 丽景行仰头望去 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来得好 说吧 丽景行举手 以一双肉掌硬汗这道披落的剑芒 咔咔咔 随着一声声接连不断地爆响 然后便见这道剑芒在丽景行的面前不断破碎开来 声威之圣 令围观者都不经为之惊剧退散 碰 随着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 丽景行双手猛然一合 居然硬生生将剑芒斩落的这一剑给死死夹在了掌中 死 全场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面现亥然之色 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那可是由一位剑道顶级高手所斩出的一剑啊 其风锐无双足以斩灭任何敢于阻拦于他面前的东西 结果却被丽景行的双手硬生生挡住了 剑三也不经面现凝重之色 然后抱喝一声 开 哄 他所执掌的这一道剑芒便寸寸炸裂开来 并急速蔓延至丽景行的手中 丽景行身躯微晃 只觉手中好似有一头怒骄 想要脱困一样 不禁冷喝一声 凤 一言即出 丽景行的眼中迸射出极为璀璨的光滑 无上威压轰然而落 将即将爆发的剑芒直接阵风于无形 剑三闷哼一声 稍稍往后退了半步 显然也在这一招之下 吃了点亏 可他浑然不惧 反而又向前迈出一步 一步之下 整座剑弓心域都为之震动 围观众人更是晃动不止 有那修为浅薄的 更是直接从看台上跌落下来 煞时间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丽景行的眼中 也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因为就在这时 在剑三的双眸之中 一丝璀璨至极的剑芒正在迅速成形 不过虚余间 一道如雪剑芒便浮于剑三的双眉之前 也硬衬的他脸上的神情 越发空灵飘渺 而后剑三以冰冷到 不掺杂丝毫感情的声音喝道 我依我剑 斩青天 哄 浩然剑意冲天起 撼动心域 晃动乾坤 紧接着 剑光如海 邪无上风华 直斩丽景行 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斩为两半 丽景行的衣媚 被剑气吹得飘荡若飞 头上的树发金带 更是被风锐的剑意直接斩碎 一头长发劈散下来 好似随时都会遇风而起一般 而他的双眸也被这金氏一剑的光滑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光 然后淡然轻贺道 藏剑 化落 在他的身周左右 出现了无数道细小的剑气漩涡 这些漩涡疯狂地旋转起来 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撕扯之力 与此同时 剑三的这一剑也已斩至近前 二者俯一接触 这本来气势如虹的一剑 就好似落入了泥沼之中一样 速度瞬间减缓 并开始不停衰弱 刹那间剑光便被生生削弱了大半 剩下的那些也已不成剑士 藏剑士 是埋剑十二世中的藏剑士 远处围观的人群之中 有人惊呼出声 其余众人亦是一阵的骚动 酒剑仙灵狐爵此刻 也已经忘记喝酒了 而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场中 刚刚那连番的大战 已经令其彻底地沉迷其中 尤其此刻 他目视场中轻声呢喃道 藏剑于心 埋剑于谷 果然不愧是剑弓之主 好精妙的剑意 至于那位协剑尊者封子明 此刻的眼中则是光滑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一场大战 看得这位夜空明亦是古苏星遥 忍不住轻声问道 爷爷 您觉得这一场大战 会是谁胜谁负 喜剑老人夜不凡 凝望着高台之上 面沉似水 思量片刻之后 沉声言道 反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还是剑弓之主占据上风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还没有还手 全程都是 这位剑三姑娘在出击 这难道不好吗 我怎么觉得 剑三是全程在压着这位剑弓之主打呢 夜空明有些不解地说道 哼 不要看现在的形势 要知道 剑到一图醉蒋事 一鼓作气 再而结再而衰 尤其这件三吕弓不下 肯定会折损锐气 再加上 刚刚他已经受了点小伤 这一切都对他极为不利 所以我认为 这一战最终的结果 肯定会是剑弓之主胜 这也就意味着 这位剑三姑娘 无往而不利的挑战之路 将就此终结了 叶不凡不禁轻叹一声 虽然并不相识 但面对这样一位天资爵士 并不停挑战自我的剑到天才 身为正统剑修的叶不凡 还是十分赞许和欣赏的 现在见到他 可能要马上陨落 心中自然有些感叹 而且不光是他 此刻场中的许多人 都是秉持着同样的想法 都认为这位剑三 马上就要输了 包括一直躲在看台最后的这位朝景山 此刻也不禁摇了摇头 可惜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了 马上就要输了 说着 他转头看向薛安 你觉得呢 不想薛安却倾笑着摇了摇头 我倒不那么认为 哦 为什么 朝景山微微一愣 因为现在言 这场大战的胜败还太早 可是现在场中的形势 已经很明显了呀 哼 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一切都要等到尘埃落定之后 才可见分晓 说着 薛安宁望着场中那道身影 轻声呢喃道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吧 让我看看 你最近到底有没有进步 似乎是感受到了薛安目光 剑三有意无意地往看台这边瞟了一眼 然后便抬眸 看向了周身被剑气漩涡所环绕的利景形 看起来那朱天的剑修排名也做不得数 你虽然 只比秋一夜高一位 却比他厉害多了 利景形语气淡然 过奖 你其实也不错 但若是仅此而已的话 那今天的这场大战 就不必再继续了 因为你输定了 如此坚定的语气 令全场一阵的骚动 剑三却笑了 一笑之下 他脸上的空灵和飘渺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抹淡淡的思念 尤其他的眼中 那种相思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若是之前 我可能真就认输了 但现在却不一定 因为我还有最强的一剑 没有展出 哦 最强的一剑 利景形微微一正 没错 我管这一剑 取名叫做相思 言罢 在剑三的面前 一柄细小伶仃 烟红似血的剑道法香 瞬间成形 只是你 却从这柄精致的 好似艺术品的小剑上 感受不到任何的杀意 有的 只是无尽的思念 剑三轻松满的手指 轻轻抚摸剑身 然后用弥男的语气说道 这一剑 乃是他教给我的 现在 我便让你见识一下 这一剑之威 不同于刚刚的气定神弦 当看到这柄小剑之后 利景形的眼中 终于现出了 深深的忌惮之色 因为剑本救主杀法 修炼的杀气凌凌很容易 可如剑三这般 非但没有半点杀气 反而带着一点淡淡的相思 这可就极难了 更重要的是 当这一剑浮现之时 在利景形的神念感知之中 面前的剑三突然消失了 没错 就是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他仿佛容身于这一整片天地之中了一样 另立景形 失去了针对的目标 不光是他感到震恶 全场亦是一片沸腾 相似剑 好名字 好剑法 当服一大白 说着 这位九剑仙灵狐诀便突然激动起来 然后咕咚咕咚 狂灌了几大口酒水 喜剑老人叶不凡 更是一拍大腿 无比激动地说道 当真是天资绝世的绝世天才 跟人家比起来 我这可真是忘活了几百年啊 至于他的嫡孙叶空明 却是一脸呆滞地看着场中那位风华绝代的剑三 只觉得刚刚升起的某些幻想 瞬间破碎开来 不用问 能让这样一位少女取名相思的 肯定是一位极其优秀的男人 可他又会是谁呢 正当他感到疑惑之时 在看台最后站着的薛安 却感觉如芒刺背一般 脸上的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 正在这时 安岩收回看向战场之中的目光 然后凑到薛安的耳边 轻声言道 老公 这个剑三姑娘 口中所提的她 是不是你 嗯 燕儿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当时只是随口那么一说 谁知道她真的会 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来自腰间的剧痛 正在提醒薛安闭嘴 安岩狠狠凝了薛安腰间的肉一下 然后才恶狠狠地说道 回头再收拾你 薛安对此只能苦笑 与此同时 战场之中 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 只见剑三手持这柄灵丁小剑 犹如孩童嬉戏一般 随意地朝着利景形 斩落了几剑 可就是这样 好似开玩笑的几剑 却令利景形如临大敌一般 猛的一跺脚 一道道剑气漩涡 便飞展开来 试图阻挡这几剑 可这一次 这看似坚不可摧的剑气漩涡 却好似溢碎的玻璃一样 连一秒钟都没撑住 直接崩碎开来 紧接着 几道淡淡的灰光 直袭利景形 锁过之处 连波澜都没有激起半分 利景形却深吸一口气 然后爆喝一声 中剑 划落 在他的面前 陡然献出了一道圆形的剑气弧光 然后便跟展来的这几道剑光 对积在一起 叮叮叮 几声清脆的响声之后 剑三的这几剑 便被这道厚重至极的剑气弧光 直接碾碎 中剑无风 大巧不攻 埋剑十二世 中剑是 九剑仙眼中一彩连连 轻声言道 所谓剑者 太过丰锐 往往一折 所以这一世 干脆取中剑之意 中剑本就无风 自然也就不会折断 因此 利景形以这一剑应对 显然是妙到了巅峰 可这时的剑三剑状 却如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 天真烂漫地笑了起来 重剑可灭一切有形剑气 那我这无形的 你又该怎样呢 说着 剑三轻轻吐出一口气 这一次 他连剑都未曾挥舞 可仅仅只是 这样一口无形无质的气流 却令利景形勃然色变 然后往后击退 同时 在他往后退之时 面前剑光不停闪烁 于瞬间设置下了数百道屏障之多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仅仅只是虚余之间 这所有的剑气屏障 便齐齐炸为了粉碎 利景形更是闷哼一声 然后顺着嘴角 便溢出了一丝鲜血 师尊 剑主 全场一阵大乱 简在心等剑弓行走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剑主大人 可是无所不能的神灵 神灵怎么会受伤呢 但眼前这铁一般的事实 却击碎了他们心中所有的幻想 其余众人 更是面线骇然之色 九剑仙手中的九葫萝 啪哒一声便摔落余地 可即便是这剑 被他视若珍宝的葫芦落地 也未能将他从震恶之中唤醒 只见他神情呆滞 满脸不可置信地呢喃道 相思 不对 这剑一天真烂漫 分明如同坠入爱河的少女一样 是已经相恋了 说到这 九剑仙眼中 不禁现出了深深的震撼之色 在看向剑三之时 更是如同看一名绝世天人一般 因为他伪实无法想象 怎么会有人能如此完美地 将情感融入剑岛之中 并且随意施展 挥斥方球间 好似一举一动 都蕴含有无限的剑道智力一般 这已经超出了天才的范畴 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地 与此同时 丽景形缓缓擦去嘴角的血字 看着远处那翘然立于虚空之中的剑三 脸上缓缓浮现出一抹笑意 好剑法 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 用剑伤到我的 剑三哥哥一笑 放心吧 这个荣誉 我是不会在意的 因为你很快便将败在我的剑下 说着剑三微微垂手 十分随意地将满头长发挽起 然后随手将之前那柄小剑 别在了发际上 做完这一切后 剑三嘴巴咬住一缕发丝 眉眼弯起 笑颜如花 斩 一语之下 在场所有人便觉得 星空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淡淡的华光 光滑如水似净 令人情不自禁地便沉醉其中 仅有少数几人窥知到了 这一剑背后所蕴含的无上剑意 九剑仙灵狐绝 更是近乎身影般地呢喃了一声 相守 这是真烈女子 为情郎相守一生的决绝心意啊 丽景星的眼中 映照着铺天盖地展来的这一剑 缓缓言道 星剑 一言即出 一道道展天绝地的剑芒 在她的深周左右化为汪洋大海 然后直营而去 正是埋剑十二世第一世 以星为剑 剑如夏日雨夜的雷霆一般 接连不断地乍响开来 刹那间 剑三的这一剑 便被彻底淹没 紧接着 无数剑光 犹如滔滔洪流一般 朝着剑三奔袭而来 所过之处 空间崩碎 所有人全都被立井行这一剑之危所射 目眩神窑之余 全都为剑三捏了一把汗 因为 没有人能在如此强大的剑起洪流下活下来 可就在这时 剑三脸上的神情 突然变得黯然下来 然后顺着眼角 躺落下一颗晶莹的泪珠 最苦不过相思 我有意而君无情 此便为 无情剑 想象一下 茫茫雪叶 你在一片无垠的荒野之中奔跑 突然 遍布苍穹的阴云 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隙 一缕月光投射而下 照于雪原之上 那道月光是什么颜色 那么 剑三的这一剑 就是什么颜色 几乎是在刹那间 这一剑便劈开了层层叠叠的剑气洪流 直奔立井心而来 所过之处 宛若最为绝情的浪子一般 义无反顾 立井心只觉得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 紧接着 眉毛和头发便被齐齐削断了一截 发丝满天散落 而他已来不及躲闪 因此只能往前迈出一步 沉生喝倒 埋剑 埋剑十二世的最后一世 同时也是威力 最强的最终世 就此展开 这埋剑式 跟藏剑式 又有 X 不同 藏剑乃是剑 有风而行不路 是为藏剑 埋剑则是绝顶高手功成名就 邪无上剑气 入蛮荒深山 行迹不显 却于世间留有神明 方为埋剑 此事一出 本已统领一切 将立井心活活 困在当中的无情剑气 瞬间凝制 然后逐渐变得晦涩起来 剑光秀顿 可立井心的脸色 也随之变得苍白 显然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 碰 陡然的一声巨响之后 高台都被声声震碎了一层 阎尘漫天而起 而立井行则穿过阎尘 被声声震飞出去 并且在空中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鲜血渐落 也令全场一片死寂 世尊 简在心惊呼一声 便要往上冲 可是剑三和立井行的 剑道修为实在太高 二人对战之时 整个高台都已被森严剑气封锁 外人根本不得进入 动 立井行重重摔落余地 然后急促地喘息起来 每一下的喘息 鲜血都会顺着他的口鼻 不停往下流淌 全场都被这一幕画面给惊呆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 战场的形势 居然会这一般急转直下 明明刚刚还站进优势的立井行 眨眼间却变成了现在这样 难道说 连这位剑公之主 都抵挡不住剑三前进的脚步吗 战于人群之后 观战的朝景山 见此情景也不禁感叹道 朋友 果然还是 你看得比较准 没想到这个剑三居然会这么厉害 连剑公之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薛安却没有回应他的话 而是仰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立于虚空之中的剑三 眼中现出了深深的忧色 他可以感知到 剑三身上的气势正在不停往下跌落 不光是他 在场之中 还有许多剑道高手 也察觉到了异样 因此 此刻的剑三实在太安静了 安静到近乎反常的地步 按理说 现在立井行都已经被其轰城重伤了 他就应该趁胜追击 可就是 在这关键时刻 剑三却窥然不动 这本身就透着几分蹊跷 果然 当全场开始微微骚动之时 只见剑三发际上别着的那柄灵丁小剑突然崩碎开来 满头绣发瞬间散落 将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映衬得惨白如纸 而在他的嘴角 还有一缕淡金色的鲜血 缓缓躺落 全场先是一镜 紧接着便为之震动起来 许多人都面现惊骇之色 因为眼前的局势告诉他们 这分明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难道说 这场巅峰对决 就要这样结尾了吗 就在这时 但见立井行缓缓失去口鼻的鲜血 然后仰起头来淡淡道 剑三姑娘 现如今你的相思、相恋、相守和无情四剑 都已被我折断 你还有何话可说 剑三默然不语 立井行接着往下说道 就此投降吧 你虽然重伤于我 但念在你身具无上天赋的份上 我不为难你 立井行的话令全场一片哗然 直到这时 人们方才明白 原来是剑三败了 剑在心等剑弓行走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刚刚的那场大战 都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他们无法想象 若是师尊真的败了 那自己这些人应该如何应对 但更多的人 则将目光都投向了 独立于虚空之中的剑三身上 对于这位险些击败剑弓之主的女子 哪怕在心高气傲的剑修 此刻都不得不服气 剑三一无所言 擒手低垂 满头秀发散落下来 看不清她的面容和表情 甚至在面对立井行的话时 她都没有任何回应 人群又一次开始骚动 喜剑老人叶不凡率先忍不住了 往前迈出一步 高声喊道 剑三姑娘 就按照剑主大人所说 认输吧 你这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虽败犹容啊 是啊 先认输吧 你还年轻 以后 有的是机会啊 叶空明也击碎了这些人心中的幻想 包括这位邪剑尊者封子明 都不禁暗脆一口 妈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可也就是在灵狐绝的这番话 刚刚落下之时 垂手低头的剑三 忽然发出了一阵轻笑 笑声虽然虚弱 但其中蕴含的信念 却是那么决绝 认输 我剑三一路走来 挑战过无数剑道高手 还从来不曾低头认输过 今天也是一样 说到这 剑三豁然抬眸 眼中满是璀璨剑意 紧接着 在他的身上 一股沸腾的剑意 豁然而起 如火焰般熊熊燃烧起来 以生化剑 不好 他这是要拼命 快阻止他 久见仙灵狐绝惊呼一声 然后飞升而起 便想闯过屏障 去拦住剑三 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只见剑三声化长红 如流星坠地般 直奔立井心而来 全场一片惊呼 安言也不由地惊叫一声 然后用力摇晃薛安的手臂 老公 你快去阻止一下 这个剑三姑娘 薛安却是满脸复杂的神情 然后轻叹摇头道 没用的 他的剑已拔出 就在没有环翘的可能了 见到对决 本来就是如此残酷 而也就是这时 立井心的眼中 也浮现出了深深的敬意 然后单掌树立胸前 轻声粘道 既然你为求胜负 而不惜一战 那我便成全你 李剑 直剑以李 视为李剑 哄 两者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一团光球豁然出现 而后这团光球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开始膨胀扩散 刹那间 一道璀璨至极的白光闪过 刺痛了所有人的双目 紧接着 虚空震动 高台摇晃 连这些外围的看台 都被吹翻出了老远 实力稍差之人 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被外泄的威势震晕过去 等到光华逐渐消散之后 再看高台之上 立井行跌坐余地 面色惨白 紧闭双眸 顺着口鼻 还在往外躺血 剑三则半跪余地 双手死死撑住地面 勉强没有让自己倒下 而在他的胸腹之前 有一道巨大的伤痕 写着贯穿了整个身体 这道伤痕是如此巨大 来自于都可以清晰看到那外翻的肌肉 以及隐隐露出的白骨 可奇怪的是 如此巨大的一道伤口 却没有一滴鲜血流出 众人全都看傻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只听剑三以滴滴的声音说道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现在可以出来见我了吗 此言一出 全场众人全都一脸茫然之色 什么意思 谁一直都在 唯有少数几人隐隐猜到了什么 却也没有坑声 与此同时 朝景山一脸奇怪地说道 朋友 这个剑三是在说谁呢 谁那么重要 乃至于令他临死之前 都想见最后一面 哪怕是他 都能看出剑三已经游进灯窟 即将不久于人世 问话之后 朝景山没有听到回应 不禁有些奇怪地转头望去 然后他便看到了 令他极为震恶的一幕 但见薛安冲安言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便满脸肃然地 分开人群往前走去 所过之处 众人不由自主地 便往两旁退散 让出了一条道路 可也有那不幸邪的 比如 之前跟朝景山要仗的这帮家伙 他们站的位置很靠里 正好是薛安的必经之路 因此 在看到薛安往这里走来后 这群人不禁互相使了个眼色 然后便冷笑着 试图挡住薛安 小子 这里不是 你应该来的地方 赶紧滚回后面去 其中一人极为嚣张地说道 并试图伸手驱赶薛安 可下一秒 他就再也做不出这个动作了 因为他的手 已经永远跟他说了再见 一缕剑芒 直接将他的双手 起轴斩断 等到掉落余地后 这人才反应过来 他低头看着两根光秃秃的手肘 刚想惨叫 眼前便觉白光一闪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 翻涌着飞上了天空 甚至还看到了下面那群满脸惊恶之色的同伴们 动 这人的脑袋摔落余地 就此崛起身亡 但这仅仅只是个序曲而已 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 薛安脚步丝毫不乱 又已往前迈出了一步 一步之下 剑芒肆意 然后如落叶飞花般涌向了这些人 呲呲呲 伴随着一声声清脆至极的切割皮肉的声响 不过眨眼间 这些人便被剑芒彻底斩为了碎片 等到薛安走到进前之时 剑芒散去 鲜血落地 而后薛安脚踏血扑而过 没有丝毫停留 整个过程总共也不过几步的时间 刚刚还生龙活虎的一帮人 便成为了地上的血泥 死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许多剑修自问自己 也可以勉强做到这一点 但要像这个白衣少年一样 如此的轻描淡血 没有丝毫烟火气 那可就太难了 关键是从始至终 薛安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就仿佛死在面前的不是一群人 而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一样 什么时候 剑道之中又出现了这样年轻的绝顶高手了呢 许多人不禁有些疑惑 至于这位朝景山 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些血泥 脑海里满是不可置信地问号 要知道这些十日以来 他都快要被这些家伙给逼疯了 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过自杀 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来摆脱这些人的纠缠 可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些在他眼中 好似地狱恶魔般的存在 却在几个呼吸的光景下 成为了一片肉泥 而出手之人 则是一名自己一直将其视为普通人的少年 这怎能不令他为之正恶 而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夜已分开人群 来至了高台之下 剑弓三剑行走 剑在心 撇到了他的容貌 不禁浑身一震 刚想说话 薛安夜以台步踏入虚空 然后直接来至了高台之上 剑师姐 你在看什么啊 有小师妹一脸好奇地问道 剑在心一脸严肃地 看着高台之上薛安的背影 轻声道 没什么 只是有些惊讶罢了 与此同时 全场亦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这位少年是谁啊 不知道啊 但看刚刚那剑异 应该也不是一般人啊 他莫非就是剑三姑娘相似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 人群议论纷纷 而在高台之上 薛安却已走到了剑三进前 然后慢慢蹲下身来 我来了 剑三的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可他却并没有抬头去看薛安 只是轻声道 我刚刚的表现如何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很棒 我就是 照着你所说的那样 以相似磨练剑异的 效果真是不错 薛安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听着 所以我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挑四大高手 成功晋升为剑三 剑三叙叙叨叨地往下说着 但我却不知道 是应该谢你 还是应该恨你了 因为我的剑意虽然强大了 却也成功中了相思的毒 说到这 剑三苦笑起来 我逼迫着自己喜欢上你 本来只是借用这个方法来修炼 却没想到 最终我真的无法自拔了 薛安轻叹一声 我本来就告诉过你 相思是有风险的 剑三笑了 笑声中 他努力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薛安 我又没有责怪你 你着急解释什么 薛安不说话了 真是可惜啊 只差那么一点 我就可以赢了力警星 到那时 我就是堂堂的剑二了 剑三的眼中 现出神网之色 那样的话 我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挑战你 只要将你再斩于剑下 那我的相思 也就可以解开了 你说 那样我是不是就是天下无敌的剑一了 剑三问道 薛安漠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是 哥哥 真是想一想就开心呢 可惜 我却再也看不到了 随着话音 剑三眼中的光滑 开始暗淡下去 胸腹间的伤口 也隐隐献出了血光 薛安眼中 献出了极其复杂的神色 他不知道 该如何去面对这个 将剑到视为自己生命的姑娘 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陨落 正在这时 剑三忽然轻笑起来 没想到临死前 居然还能有个男人为我难过 说着 他吃力地转过头 来看向了远处的看台 那个女人比在地球之石强了不少 她就是你的老婆吗 薛安点了点头 哥哥 真后悔当初在地球的时候 没有把他给杀了 说到这 剑三的口中 突然又吐出了一口淡金色的鲜血 薛安一把握住他那瘦削的尖头 源源不断地将修为度过去 同时沉声道 休息一下 不要说话了 呵呵 没用的 我剑心已碎 即便你现在重登仙尊之位 也就不活我了 剑三眼中的光华 越发暗淡 但他却颤抖着伸出手来 猛地探入了自己的胸腹之间 咔嚓一声 肋骨折断 他的手探入了心房之中 缓缓往外拽出了一柄晶莹璀的小剑 全场静可闻针 九剑仙灵狐绝更是面线不忍之色 低声言道 剑心凝相 在剑修之中 流传着一种功法 那就是 顶级剑修在陨落之前 可以将自身所有的剑道感悟 跟修为明炼在一起 然后抽离出来 作为传承传递下去 可这需要其 必须忍受极其恐怖的痛苦 因为剑修的剑心 已经跟其身体紧密联合在一起 根本不分彼此 将其生生抽离出来的话 就相当于将一个人的骨头 硬生生拽出来一样 可剑三却一脸平静地做到了 当这柄小剑被拽出来后 他轻轻放在了薛安的手中 他是你的了 小剑之上 还残存着剑三心脏之中的温度 也令薛安呆愣在原地 此时 剑三的面色 已经白得近乎透明 却还是笑道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薛安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叫剑三 第三的三 不对 剑三摇了摇头 然后吃力地凑到了薛安的耳边 轻声言道 那只是我的绰号 我的真名叫沈苏浅 你要记住这个名字 好 我会记住 沈苏浅那苍白的脸上 泛起一丝红韵 突然死死抓住薛安胸前的衣服 抱一抱我 我好冷 薛安没有犹豫 轻轻将他抱在了怀中 沈苏浅靠在薛安的臂弯上 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然后轻声弥难道 真暖和呀 可他的身躯 却在一点点变得冰冷 暖和就睡一觉吧 薛安轻声道 沈苏浅轻笑道 你这个大骗子 我才不睡 我这一睡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虽然在笑 胸腹间的那道伤痕 却在不停地往外泵涌鲜血 建成血崩之势 沈苏浅的嘴唇 逐渐变得苍白 眼中的光滑 也开始涣散 他抬起头来 无神地凝望着星空 轻声道 薛安 嗯 此生未能震到剑衣 那老娘就下辈子再来征战 你记得要等着我 好 沈苏浅露出满意的笑容 那就好 走了走了 说吧 他眼中的光滑 便如江西的炉火一样 一点点地消散了 薛安静静地坐在地上 没有说话 他可以感受到 怀中的身体 正在一点点变得冰冷 全场安静地可怕 人群之后的安言 更是早已泪流满面 两久之后 薛安才轻声道 我生平很少佩服什么人 但你绝对算一个 说着 薛安抱着他的尸体 缓缓站起身来 见三姑娘 一路走好啊 喜见老人叶不凡 忽然大喊起来 众多剑修 亦是热泪盈眶 见三姑娘 一路走好 与此同时 一直跌坐于地 闭目不严的利景行 不知道何时 也已张开眼睛 然后缓缓站起身来 走到了薛安身旁 将他埋在剑山上吧 我想他 应该会很喜欢那脸 薛安点了点头 利景行也没异扬 一道剑光 便直接劈开了 面前的虚空 一座大山 隐隐浮现其中 而在这座大山之上 则树立着许许多多 高耸入云的剑碑 以剑为碑 正是剑弓之中 最为神圣 也是专门用来埋葬 历代剑主的剑山之所在 薛安却没有入内 只是探手 将沈苏浅的尸体 放入这座山中 刹那间 似乎是感受到了 尸体的到来 大山之中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 然后便见一道 剑碑拔地而起 并很快超过了 历代剑主之碑 最终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方才缓缓停了下来 至于他的尸体 则已被注入其中 化为了永恒 等做完这一切后 历景行周身的气势 不禁越发地衰落 甚至摇摇欲坠 连站都站不稳了 这也令全场 一阵滴滴的惊呼 还能撑得住吗 薛安淡淡道 还可以吧 但这次我的剑心 也受到了重创 最少需要三年 才能复原 历景行苦笑道 薛安点了点头 不着急 有我在 剑弓不会有事 嗯 历景行也点了点头 然后轻声道 那就拜托你了 我先入关了 说吧 历景行再次闭上了双眸 眨眼间就被树到 剑一阵风起来 居然就这样站着闭关了 这一场大战 就这样 以一死一伤的结局结束了 薛安环是全场 然后沉声道 剑弓子弟全都回转 其余众人各自退散 剑在新闻烟面线激动之色 刚响应诺 就听一个冰冷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 随着话音 但见这位邪剑尊者 风子明 冷笑着走出人群 全场便是一静 因为谁也没想到 居然会是他 在这个时候出头说话 剑在新面色一沉 心中大为不悦 什么时候剑弓之势 轮到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插手了 可他刚要出言训斥 这风子明 便宠他黑黑笑了几声 剑姑娘 你且稍安勿躁 我既然敢这么质问 肯定是有原因的 说着 他抬起头来 满脸英智地看向薛安 小子 我不管你跟剑三的娘们 是什么关系 但这里不是 你应该指手画脚的地方 这番话说得极重 但薛安并未动目 反而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嘴角便浮现出 一抹冰冷的笑意 哦 那既然你说 这里不应该 由我来指手画脚 那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少他妈废话 实话告诉你 我既然敢说出这话 自然是有根源的 现在乖乖滚蛋 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风子明 阴侧侧的言道 薛安哑然失笑 我实在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 给你的勇气 让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言至最后 在薛安的面前 陡然浮现出一道 风锐无双的剑意 然后便劈开了虚空 直接出现在了 风子明面前 薛安现在杀意如斥 已然没有耐心 跟这个蹦出来 叫嚣的邪剑尊者周旋了 风子明也没想到 薛安出手会如此突然 还没等他醒过神来 这一件夜仪 斩至他的脖梗之间 感受到这道风锐剑意 刺破肌肤的寒凉之意 不由的心神悸动 满眼惊恐 可下一瞬 这道即将斩断 风子明咽喉 切下他头颅的剑意 便消失了 确切地说 是被一只手给挡住了 一只骨节分明 却又如死人般惨白的手掌 只见这只手掌 横跟于风子明的脖梗之前 恰好挡住了这道剑意 然后轻描淡写的一握 破 剑意便烟消云散了 而后全场都为之震动起来 因为就在风子明身旁 站着一名穿着黑衣 五官英俊 但面色却极为苍白的男子 尽管如此 他的那双眼睛 却如幽幽的鬼火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 一见此人 包括剑在心在内 剑宫上下所有弟子 全都为之一震 然后齐其躬身失礼 见过大师兄 声音震于四眼 令许多人为之色变 九剑仙灵狐觉的面色 也变得极为名重 然后轻声言道 剑宫门下首席大弟子 双剑灵天 没错 出现于风子明身前的 这名黑衣男子 正是剑宫门下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弟子 同时也是 丽景行实力最强的传人 埋剑山的未来之主 双剑灵天 穆红熙 风子明往后退了一步 毕恭毕敬地俯首失礼 穆红熙没有理会风子明 而是静静地感受着什么 然后那张苍白的脸上 便浮现出一抹玩味之色 剑意不错 说着 他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了薛安 可是你不该 对我的人下手的 哦 他是你的人 薛安饶有兴致地 反问了一句 没错 穆红熙笑了笑 他乃是我最近新收的弟子 你有意见吗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就连剑灾星等人 都不禁睁大了眼睛 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因为他们在之前 根本没有听到 半点关于这件事的风声 甚至连师尊都毫不知情 而且 这邪剑尊者 好歹也是见到之中的 一方巨拨 怎么会拜穆红熙为师 这也太匪所思了吧 可似乎是为了 印证穆红熙的话 只见这位封子明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师尊 这下 全场更是一片哗然 这到底怎么回事 剑弓一直都是 剑道之中的正派宗门 门下的弟子 更是精挑细选 心性稍有瑕疵 都会被逐出 可这次怎么会收封子明 这样的人为弟子 还是由穆红熙 这样的掌门大弟子收的 喜见老人叶不凡 满脸惊恶地 呢喃自语道 不光是他 几乎所有人都想不通 可事实就摆在面前 已经由不得他们不相信了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意思 旋即便淡淡道 那你想怎样 很简单 剑弓的事 只能由剑弓的人来做主 所以 你还是趁我还没有 改变主意的时候 趁早离开吧 穆红熙语气自然地 像是在讲述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其中所暗含的威胁之意 却足以令人惊惧 全场也是一片静默 因为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 穆红熙说的都很有道理 毕竟 他才是剑弓的掌门大弟子 现在剑主闭关 由他来执掌剑弓 乃是一件十分合情合理的事 相比之下 哪怕这个白衣少年 再如何强大 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剑在心的脸上 也现出纠结之色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应不应该将心中的猜疑说出来 实际上 他到现在都没有确定 这个白衣少年到底是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个人 因为 薛安县如今的修为实在太高 并且为了避免麻烦 所以面目一直是被遮掩住的 所以 剑在心只是感觉 这个白衣少年身上的气息很熟悉 却不敢最终确定 而且 哪怕真的是 那位红莲先尊 又能怎样呢 毕竟 大师兄才是建功的合法继承人啊 想到这 剑在心不禁轻叹一声 然后闭上了嘴巴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却突然轻笑起来 然后笑声越来越大 乃至到最后 令整座高台都开始微微颤抖 沐红西眼中 寒光一闪 这位邪剑尊者封子明 更是怒不可遏 然后上前一步 抬手怒吼道 你笑什么 笑声逐渐收敛 然后薛安便居高临下 冷冷地俯瞰着沐红西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建功的事 当然应该由建功的人来做主 但你可知道 我是谁吗 沐红西摇了摇头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因为你是谁根本不重要 哪怕你实力再强 建功也是 由我说了算 而不是你 说得好 薛安轻轻鼓起掌来 然后似笑非笑地 看着沐红西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 风锐至极的寒芒 可如果我才是 真正的建功之人 而你 不过是个 图有其表的骗子呢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许多人面现惊恶 与难解之色 什么意思啊 这白衣少年到底是谁 沐红西的面色却丝毫未变 只是冷冷一笑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是建功之人咯 当然 薛安淡淡道 沐红西吃笑一声 真是笑话 你说你乃是建功之人 可我身为建功的掌门大弟子 门下所有弟子 我全都了如指掌 为何却从来没有见过你呢 就是 你纯粹就是在巧言善变 风子明 更是一脸讥讽地附和道 但薛安那冰冷的目光 令他将后面的话 全都咽了回去 紧接着 薛安便目光忧深地 看着这位沐红西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问你 建功门下有几大行走 当然是八大行走 都有谁 我乃是双剑灵天 后面还有三剑行走捡师妹 然后依次类推 一直到最后的八剑使徒 怎么 有问题吗 沐红西一副稳坐钓鱼台 看你如何演戏的表情 薛安却笑了 很好 既然是八剑行走 那么为何加上你才一共七剑 你是说 那位谁都没见过的寻恶行走 哼 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我甚至为此特意问过世尊 他怎么说 薛安淡淡道 他说 你当他存在那他就是存在的 当他不存在 那就是不存在 说到这 沐红西抬起头来 冷笑着看向薛安 怎么 你该不会想说 你就是那位寻恶行走吧 言语中满是激讽和嘲笑之意 因为谁都知道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有这位寻恶行走存在的话 那他的年岁一定很大了 毕竟连入门几百年的 沐红西都不曾见过 可想而知 他得多早便加入了剑工 至于其他人 亦是纷纷摇头 认为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唯有这位 简在心的眼睛 逐渐睁大 因为 他忽然想到了 自己在第一次见到薛安时 他曾说过的话 那些话中 俨然跟自己的师尊 很是熟悉 莫非 正当这个简在心 隐隐猜到什么之时 只见薛安笑了起来 虽然我一直觉得 这个称呼有点中二 但不得不说 你确实答对了 煞世间 全场震步 几乎所有人的眼睛 都在瞬间睁大 什么 这个少年 居然便是那位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谁都没有见过的 寻恶行走 这怎么可能 慕红熙更是微微一震 但旋即便冷笑起来 你说自己是就是了 证据呢 没错 你说自己是寻恶行走 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封子明 也随之叫嚣起来 证据 那好 那我就给你证据 话落 但见薛安 猛然一脚踩落 哄 以他的脚尖为中心 无数剑芒瞬间浮现 然后便围绕着薛安 缓缓旋转起来 同时 剑间齐齐指向目红熙 剑芒吞吐不定 隐隐间似有降落之势 这等剑威 也令许多人为之震惊 而简在心 也终于证实了 自己心中的猜测 忍不住脱口而出 是先尊大人 不光是他 还有许多人 终于在薛安此刻 所展现出的剑意中 察觉到了异样 是红莲剑意 天哪 原来他是红莲先尊 每个人都面现 惊骇欲绝之色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这位正在被人黄殿 玄明灵 以及各大宗门 联手通缉的红莲先尊 居然会出现在这 并且口口声声说 自己乃是剑公的 寻恶行走 慕红熙一世勃然色变 但玄疾 他便冷静下来 然后一阵的冷笑 怪不得剑意如此强横 原来是威名赫赫的 先尊大人啊 可我还是那句话 哪怕你再强 只要不是剑公之人 也不得插手 我剑公之事 更何况 你说你乃是寻恶行走 这就是你给的证据吗 薛安站于万箭环绕之中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慕红熙 嘴角缓缓扬起 我忽然发现 你们这些存在 还真是嘴硬啊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遮掩自己吗 我是不是寻恶行走 这已经不重要 关键是你 我怎么了 慕红熙冷冷道 但眼神深处 却现出了一抹慌乱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光 我之前就说过 你才是徒有其表的骗子 而我给你的证据 也在于此 说吧 薛安抬手一指下方 冷喝到 寻恶之剑 杀 哄 亿万箭盲如暴雨般清晰而下 无上箭威之下 强者便为凡夫 巨拨亦是蝼蚁 所有人勃然色变 可这些箭盲 却好似身具灵性一般 浩浩荡荡地从人群之中穿行而过 于大多数人都毫发无损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惨叫一声 然后便被这脚弱油龙的剑盲 洪流给吞没了 呲呲呲 剑气啃势而过 留下森森白骨 但这仅仅只是最外围 狠不起眼的小战斗而已 真正的战场核心 则在慕洪熙和风子明这边 只见剑盲疯狂地向二人冲击 不过眨眼间 便将风子明的护体 剑气烘碎 风子明下的亡魂揭冒 嘶声尖叫道 师尊救我 话音刚落 但见慕洪熙那苍白的脸上 泛起一抹不正常的潮红 手掌猛的一转 风子明便被拽到了境前 算是暂时脱离了这些 寻恶剑气的围攻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随着这些剑气洪流的越发狂暴 攻击也在逐渐增强 紧紧眨眼间 慕洪熙的护体剑气 便已经被轰碎了数百层之多 消耗之巨 令着慕洪熙 也面现深深的疲惫之色 眼见他就要不知倒地 剑在心 还有许多剑弓弟子 不由大吉 纷纷朝薛安躬身势力起来 先尊大人 放过大师兄吧 大师兄已经知道错了 他也是为了剑弓着想 求求寻恶大人放过他吧 这些求情之声 此起彼伏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微微冷笑起来 大师兄 呵呵 你们真以为 他还是你们的大师兄吗 话音刚落 只见被寻恶剑气破得连连躲避 狼狈不堪的慕洪熙 突然仰起头来利吼一声 然后双眸就变得一片心红 不光如此 在他的身周左右 一层层黑色的剑气陡然浮现 将他的面容映衬得无比猙獰可怖 然后抬手 便抓住了离他最近的风子明的肩膀 风子明被吓得犹如小姑娘一样 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师尊 是我 可一切已经太晚了 只见这慕洪熙 犹如邪魔附体一般 突然一口咬在了风子明的咽喉之上 然后大口大口地瞬息起来 刹那间 风子明的身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急剧消瘦 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他就变得如同一具骷髅一样 皮包骨头 眼窝深陷 连带着惨嚎 都变得有气无力起来 这样恐怖的一幕 也令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动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了 有人失声惊呼 薛安目冷如冰地看着 淡淡道 他被天外邪恶所寄生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人了 此言一出 简在心等建功弟子 全都傻了 天外邪恶 那是什么东西 而且 大师兄怎么可能会被要挟所轻 要知道 他可是建功之中 实力仅次于师尊立井行的存在 可事实现在 就摆在面前 简在心等人 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 而且似乎是为了印证薛安的话 只见木红西突然松开嘴巴 然后便如同扔垃圾一样 将已经被活活吸成干湿的风子鸣 扔到了一旁 咔嚓一声 风子鸣的尸体 直接从中间断裂为两截 其中却无半点鲜血流出 只有森森白骨裸露于外 但也很快便被封化了 堂堂斜剑尊者 一方剑刀巨拨 最终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而始作勇者 木红西 却连看都没看他的尸体一眼 而是翻着眼皮 用那双心红如血的眼眸 环视全场 然后节节怪笑起来 笑声之嘶哑难听 好似有人在用尖锐的指甲 刮膜玻璃一样 令人浑身的汗毛 都树立起来 紧接着 从木红西的喉咙深处 传来一个含糊不清 却又满含邪宁之气的声音 哥哥 你们都得死 说着 在他的身周左右 一道道黑色的剑芒 瞬间成形 犹如层层波浪一样 直接扩散开来 速度之快 威力之强 显然是 想要灭杀所有在场之人的 薛安冷哼一声 突然一脚踏落 动 一声巨响过后 一目红西为中心 方圆数十里的虚空 奇奇震动 直接将这些黑色剑芒 震碎为无形 紧接着 薛安的身形 便已出现在木红西面前 然后便是一剑斩出 哄 这一剑朴实无华 却直接将木红西 从原地 生生震飞出去 直到飞了树里之遥 方才堪堪停住 再看这时的木红西 有一道巨大的剑痕 从眉心开始 一直延伸到了小幅之上 黑色的血液 从伤口中奔涌而出 滴落下来后 将地面都给腐蚀出了一个大洞 可薛安对此 却无任何轻松之色 因为他知道 这仅仅只是的开始而已 果然 只见木红西身上的剑伤 在瞬间便恢复如初 紧接着 他的身躯便开始剧烈地震战 就好似有无数条怪蛇 要从他的体内钻出来一样 木红西的身体各处 开始鼓起各种大包 木红西发出了痛苦至极的惨嚎 显然正在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连那张本来英俊的脸 也因此而变得极度争鸣 突然 木红西身上的所有大包 七七炸裂 浓血四剑间 他的整个身躯 犹如一条破毛巾一样 开始极度地扭曲起来 眨眼间 他的上半身便声声拧了一个圈 同时 他的咽喉之中 还在不停地发出咯咯声响 这样奇鬼难言的一幕 看得所有人头皮为之发麻 薛安却微微眯起眼睛 然后抬手便是竖到剑气红流 朝着木红西便席卷去 可这些无间不摧的剑气红流 还没冲到木红西进前呢 便被一层淡淡的黑色光幕给挡住了 紧接着 这些剑气红流便开始迅速地黑化 最终被其强行融合为了一体 然后迅速收敛于木红西的身体之中 咔咔咔 随着一声声骨骼错动的摩擦声 木红西夜已大变了模样 只见他那本来修长的身躯 变得臃肿不堪 英俊的脸庞上 也浮现出一块块硕大的黑斑 顺着他的嘴角 恶臭而带有腐蚀性的粘液 正在不停低落 双手更是自手肘以下 化为了两根锋芒利刃的三棱长剑 最关键的 还是他那双眼睛 唇黑中隐含着一抹暗红 犹如最为深沉恐怖的梦魇 令人看一眼 便为之疯狂 死 这样一个畸形怪物 令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薛安却冷然一笑 终于露出你的本来面目了吗 木红西 或者说是被天外邪物寄生后的木红西 闻言不禁一阵的怪笑 红莲先尊 你果然有点能耐 居然能看透我的伪装 怪不得三角头会败在你的手上 哦 这么说来 你跟那三角头 原来是一伙的 薛安微微一扬眉 没错 但你不要以为 我会跟那个废物一样 被你这样一只以学之中的小家伙击败 说着 木红西双手所画的三棱利剑 开始逐渐增长 并且节节怪笑道 要知道我此次本来只想 将这些剑修给一网打尽的 却没想到你也出现了 这可真算是意外之喜啊 所以 木红西的眼中 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受死吧 话音刚落 木红西便已消失在原地 可薛安却无丝毫慌乱 而是随手往身后一探 当 一记巨大的金铁交鸣之声 薛安那只探到背后的手中 赫然握着一柄剑气所画的法香 正好挡住了不知何时潜伏到薛安背后 神不知鬼不觉地 想要偷袭薛安的木红西的那一剑 三棱长剑被震得颤动不已 连带着这木红西也连连往后倒退出去 这一击是如此的出其不意 乃至于木红西的眼中 都现出了一抹惊恶之色 他尾时没有料到 薛安的反应会如此之快 而也就是在这时 只见薛安淡淡道 你刚刚说错了 你出现在此 才是我的意外之喜 言罢 薛安手中的剑气法香 便轰然炸裂开来 二人此刻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乃至于木红西都来不及反应 这些剑芒便已刺穿了他的身躯 啊啊啊啊 混蛋 居然敢伤到我 我要将你一点点碾 木红西痛苦地惨嚎着 然后整个身躯又一次开始暴涨 刹那间 之前所中的伤痕便已消失无踪 而木红西则已变为了一头身高五米多 浑身肌肉囚结的异形怪兽 只见他双眸血红 举手便朝着薛安兜头盖脸的披落下来 风锐的三棱长剑划破长空 带着锐利的呼啸展向薛安 可薛安不退反进 往前迈出一步 直接冲到了木红西的胸腹之前 然后眼中光滑一闪 一手画剑直接插了进去 破 黑色的污血蹦践而出 木红西痛苦地吼叫一声 然后便怒不可遏地举手那次 试图将薛安斩杀于当场 但他的如意算盘 还是落空了 薛安压根就没做任何停留 手掌一横 斜着便挑飞出去 所过之处 木红西那坚硬的骨骼与肌肉 就好似奶油一样 被薛安直接切开 整个过程说起来复杂 实则只用了几个弹指的时间 当薛安出现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手掌斜斜向下 将黑色的污血空干之时 木红西的大半个身躯 都已经被这一道巨大的伤痕生生切开 内脏器官都随之掉落下来 其中更可看到 一颗巨大的黑色心脏 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全场鸦雀无声 因为人们都被这空前惨烈的一战给吓傻了 谁能想到 剑弓的双剑临天 居然变成了 这副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而在跟薛安对战之时 不过一个照面 就险些被切尾了两半 这都让许多人心神狂震 这时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笑意 就这点本事吗 看来你连那三角头都不如 居然还敢叫嚣着杀死我 木红西剧烈地喘息着 顺着伤口不停往外奔涌的鲜血 逐渐止住 然后开始一点点愈合 但因为这伤口实在太大 即便是以他那堪称变态的恢复能力 也得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彻底愈合 尽管如此 木红西依然死死盯着薛安 双眸之中满是憎恨之色 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你对见到的理解和掌握 即便放到诸天之外 也算是不错了 可你以为这就足够了吗 说到这 木红西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深深的嘲讽之色 没有见过大千世界的你们 就算有点修为又能如何 在我等存在面前 依然只是一只比较强壮的蝼蚁而已 随着他的话音 他的身躯又一次起了变化 本来高大的身躯开始不停收缩 臃肿的身形也在坍塌 很快 他就变得无比干瘦 但肌肉却泛起了淡淡的金属光泽 乍看上去 真好似一柄长剑一样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真正的剑道 化落 这木红西便又一次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这次的消失跟之前又有不同 之前是突然而然的消失 事先全无征兆 这次却是一点点的淡化于空中 可就是这种看似平平无奇的消失 却令薛安的面色变得无比凝重 因为在这一刹那 薛安感觉不到这个木红西的存在了 之前木红西虽然也消失不见 可他的契机实际上是还存在的 所以 薛安才会那么淡然地接招 可这次 周遭的虚空空空如也 没有半点关于木红西的契机 试想一下 你正跟敌人打得热闹 结果敌人却在突然之间消失了 你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出手 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这种感觉 简直糟糕透了 但很快 薛安便镇定下来 然后眼中光滑一闪 庞大的神念汹涌而出 开始以所向披靡之势 碾压周遭的所有虚空 薛安的应对方法 简单而粗暴 你不是躲在虚空之中不出来吗 那我就用神念将所有的虚空统统打爆 看你还能往哪里躲 果然 最简单的方法 往往就是最有效的 当虚空接连不断地被薛安的神念所碾碎之时 这穆红西不禁狼狈不堪地从中跌落出来 然后气急败坏地吼道 红莲先尊 你不是建修吗 为何还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念 薛安淡淡一笑 谁告诉你建修就不能有强大的神念了 说着 庞大的神念 有如牢笼一样 将木红西牢牢锁定在当中 木红西面色一白 但很快便冷静下来 然后一阵地冷笑 好 这是你逼我的 话音刚落 木红西的身躯便在突然之间炸裂开来 没错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炸裂 可尽管炸为了积粉 却无半点的鲜血流出 相反 这些积粉还化为了一层淡淡的雾气 然后迅速地弥漫开来 而随着扩散 这雾气也在不断地增强 眨眼间 整个高台以及附近的看台 都被这浓得化不开的雾气所遮掩 所有人都慌乱起来 因为人们惊恐地发现 这雾气遮掩的 不光是人的视线 包括神念在内 所有侦测探知的法术都失效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人呢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 有人惊叫道 妈的 是谁在乱动 那是老子我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很可能误伤同伴 金怡和不安的喊声 此起彼伏 就连薛安也不禁微微轻移了一声 因为哪怕是以他的神念强度 此刻也被这浓雾彻底屏蔽 成为了睁眼下 正在人们惊慌失措 骚动不安之时 在浓雾之中 传来了一阵得意至极的怪笑之声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这迷雾可以屏蔽一切窥探 根本不是你们可以破开的 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乖乖享受我给你们准备的大餐 至于薛安 我会一点点地将你折磨死的 哈哈哈哈 笑声近的 好似在每个人的耳畔响起一样 许多人更是勃然色变 但因为迷雾的阻隔 他们根本感知 不到周围人的存在 这种人为的隔离跟孤寂 更是令人为之疯狂 而也就是在众人慌乱之时 在这迷雾之中 突然出现了许多淡淡的影子 影子无形无智地出现在众人的身后 然后便猛地刺出了一剑 破 黑色的短剑刺破肌肤 溅起了鲜红的血花 许多人痛叫一声 转身便要还手 可当他们转过身来时 面前依然是一片迷雾 看不到任何一样 但这种近似游戏般的杀戮 却依然在继续 耳畔不停响起同伴的惨叫声 可自己却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 这种无力 令许多心智坚定的剑修都现出了绝望之色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那淡然的声音 突然在每个人的耳畔响起 所有人听我号令 人群为之一静 紧接着便听薛安缓缓道 他要的就是让你们慌乱 这样他才有可乘之机 所以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冷静 否则必死无疑 能出现在这的都是顶级剑修 因此文言之后 很快便冷静下来 哪怕那些黑影的挑衅和杀戮 依然在继续 也没能让这些人为之动摇 很好 现在 你们所有人深吸一口气 握住身边人的手 背靠背地围拢在一起 然后 闭上眼睛 当闭上眼睛之后 周遭的一切变得十分安静 甚至可以感觉到 雾气从耳畔流过的声音 九剑仙灵狐爵默然而立 只觉一颗剑心澄澈明镜 没有半点瑕疵 在这种清明的状态下 所有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有的只是手中的那柄剑而已 没错 此刻的灵狐爵手中 已经没有了那只从不离身的葫芦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柄清脆玉滴 并散发着淡淡酒香的长剑 正当九剑先闭目不严 仗剑而立之时 墨地 一道淡淡的黑影 出现在了灵狐爵身后 然后悄无声息地探出黑色短剑 照着灵狐爵的后背 便刺了下去 整个过程非但没有半点声息 甚至连雾气都没有惊扰半分 可正处于空明状态之中的灵狐爵 却突厥剑心一动 然后手中的剑 便下意识地往后一次 扑 一声闷响之后 九剑先的长剑 直接刺穿了这道黑影 黑影极为痛苦地挣扎起来 却无半点鲜血流出 终于 在片刻之后 这道黑影便逐渐消散 化为了乌有 灵狐爵尝出一口气 虽然没有睁开眼 但凭借高超的剑道修为他 也能推测出 偷袭自己的这道黑影 已经死了 正在这时 从他耳边传来了 薛安那淡然的声音 做得不错 灵狐爵微微一震 玄机脸上 便露出了一丝欢心的笑容 虽然他乃是见到巨博 可是能够得到薛安的赞许 还是一件很值得欢心鼓舞的事 毕竟 那可是曾经威压诸天 一手红莲剑意 足以傲视群雄的顶级强者啊 正当灵狐爵 继续仗劲力 等待下一次出手的时机之时 全场之中 类似于这样的杀戮 正在不停展开 所有的剑修都十分惊奇地发现 自己今天的状态 居然比平时要好很多 虽然双目紧闭 连带着神念都屏蔽了 但一颗剑心 却十分地澄澈安静 往常极难进入的空明之境 这时候 也十分轻松地便进入了 在这种状态的加持下 众多剑修全都有了超水平的发挥 扑扑扑 随着一声声闷响地传来 一道道试图偷袭的黑影 全都被斩于剑下 虽然因为迷雾的阻隔 薛安看不到这一切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而在他的眉间 一朵纯粹由剑意凝聚而成的红莲 正在缓缓地转动着 红莲轻转 一股玄妙至极的契机扩散开来 洗练着所有剑修的剑心 令他们都可以轻松进入空明之境 这就相当于给所有人 加持了一个增益buff 所以 众人才能有现如今的超水平发挥 可也就是在这时 在他的头顶的迷雾之中 突然涌现出了一团黑影 然后猛地往下刺出一剑 整个过程可谓快至巅峰 甚至令人都来不及反应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冷笑一声 想杀我 光瓶这些可不够 划落 从这丙肩的剑尖开始 这团黑影一寸寸地炸裂开来 转瞬间便化为了乌有 隐隐间 似有惨嚎之声 从迷雾深处传来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当这团黑影化为乌有的那一瞬间 在薛安的身前身后 甚至是脚下全都涌现出了浓重的黑气 紧接着 黑气之中有剑光炸裂 直奔薛安而来 这种360度无死角的攻击 可谓阴险毒辣至极 若是换作其他的剑修 此刻肯定已经慌了 因为不管你实力多么强横 面对这种避无可避的攻击 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薛安对此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 这些剑光已经冲到薛安境前 勘勘就要触碰到他的身体了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的手中突然凝聚出一道剑异 然后便以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 往前刺出 破 一声闷响之后 迷雾之中传来了 慕红熙那痛苦的嘶吼 然后那些本来都已经 攻到薛安面前的剑光 便随之消失了 慕红熙的身躯 出现在不远处 胸口之上 赫然是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并不停地往外流淌着鲜血 他死死盯着薛安 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 很简单 因为闭上眼睛的我 比睁着眼睛的时候 看得更清楚 薛安闭着眼 淡淡言道 我不信 没有谁能看透我不下的迷雾 你今天必须得死 慕红熙无限愿毒地嘶吼一声 然后身形往后一退 再一次消失在了茫茫迷雾之中 紧接着 无数道黑影便如潮水般 向薛安涌来 薛安无声地笑了 然后往前迈出一步 手中剑一轻挥 一场盛大的杀戮就此展开 一道道黑影 连薛安的深舟都靠近不了 便被直接斩为了粉碎 不过虚余间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黑影 便被薛安斩碎了大半 剩下的黑影 也变得色缩起来 再不敢上前 没错 这些黑影 居然生生被薛安杀的 都知道害怕了 躲在迷雾之中的慕红熙 再见到这一幕后 简直都要气炸了 你们这些卑贱的暗影剑奴 居然还敢退缩 全都给我往上冲 杀他 穆红熙近乎歇斯底里的下令道 围压之下 这些黑影 只好无奈地朝着薛安冲来 可就在这时 本来好端端站在那的薛安 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场中瞬间安静下来 这些暗影剑奴失去了目标 开始在原地打转 穆红熙心中便是一惊 因为薛安消失得实在太过蹊跷了 而且 在这片属于他自己的绝对主场之中 他居然没有察觉出丝毫的一样 这不禁令他通体发寒 然后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觉得脖梗出一凉 然后便听一个淡然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说道 怎么 这就想走吗 穆红熙悚然一惊 可他没有回头 因为他知道 现如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都关系着自己的生死 因此 他连犹豫都没犹豫 直接往后刺出一剑 这一剑不可谓不毒辣不阴险 但却出乎意料地刺了个空 与此同时 只听薛安冷声道 太慢了 穆红熙浑身俱阵 刚想刺出第二剑 就在这时 他只觉得咽喉处一凉 然后便愣在了原地 再也不敢动它 因为薛安的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而一柄光滑璀璨的小剑 则搁在了他的咽喉上 刺骨的剑意 乃至令他咽喉处的肌肤 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别动 再动 你的脑袋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薛安轻描淡写地言道 穆红熙深吸一口气 强自压下眼中的金句之色 然后缓缓道 放心 我绝对不会动 很好 那我下面让你做什么 你就乖乖做什么 若是有丝毫的违抗 后果你懂得 明白 穆红熙回答得干脆利落 先把这些迷雾散去 刹那间 本来已经笼罩了 大半个剑弓心域的迷雾 就此散去 一切恢复了正常 众多剑修们 缓缓睁开眼睛 满脸惊恶之色地抬头望去 只见在那虚空之中 穆红熙呆立在原地 连动都不敢动 因为 薛安就站在他的身后 手中的剑 便搁在他的咽喉之上 穆红熙轻轻吞了口口水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 这样可以了吗 薛安笑了 然后颇为玩味地说道 大人 你喊我大人 没 没错 说到这 穆红熙谈笑一下 您现在掌握着我的生死 我自然要喊您大人 你倒是挺识相的 薛安淡淡道 穆红熙不敢说话 只是裴笑几声 不过 我现在好奇的是 你是怎么突破进了诸天之中 并寄生在这件公弟子的体内的呢 实际上 这也是薛安最想知道的问题 因为这代表着 除了净土佛国 以及地球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地方 有通往诸天之外的通道 若是有的话 必须提前做好防范 否则等大劫一致 很容易陷于被动之中 而在听到薛安的话后 这穆红熙不禁勃然色变 这 怎么 不想说吗 说着 抵在穆红熙咽喉上的那道剑意 微微往里一推 锋刃直接割破了肌肤 鲜血从中泵涌而出 穆红熙的脸色 刷一下就变白了 我说我说 大人你千万不要动手啊 我现在就说 穆红熙连声告扰 薛安的手这才停住 穆红熙微微松了口气 忙不迭地说道 大人 我乃是通过 玄冥陵地宫的那个通道 入口进入这里的 此言一出 全场都为之震动起来 什么 玄冥陵 这个妖物 居然是从玄冥陵出来的 有人惊呼出声 不对 你刚刚没听先尊大人说吗 这妖物 显然是诸天之外的邪物 而它能从玄冥陵的地宫之中进来 也就说明 这玄冥陵 肯定跟这些邪物 有说不清的纠葛 有人沉声言道 说话的正是这位喜剑老人叶不凡 不得不说 这叶不凡的实力可能不是最强 但头脑却是最清醒的 一眼就看出了整件事的关键所在 而在听到他的推断之后 许多人都不禁道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们在隐约间 嗅到了一股阴谋的气息 天外邪物 超级宗门 建功弟子 随便哪一个拎出来 都不是异于之辈 现在却全都纠缠到了一起 这怎能不令人为之震动 唯有虚安面臣似水 说下去 是 慕红熙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连忙往下说道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 我跟那三脚头 乃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只不过 他是通过佛国那个通道 进入诸天之中的 而我则是在一位大人物的授意下 从玄冥陵的地宫之中 进入的诸天 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薛安立即问道 没想到慕红熙闻言 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大人 看来您并不明白我们的规矩 能被我称之为大人物的存在 又岂会让我知道名字 甚至连关于他的记忆 都已经被强行抹去了 薛安不作声了 他知道 慕红熙不敢在这种事上说谎 那你又是怎么寄生到慕红熙的身上 而且立景行身为顶级剑修 你又是怎么瞒过他的 寄生的目的又是什么 薛安面色冰冷地问道 慕红熙愁眉苦脸 当时我刚从玄冥陵的地宫通道之中出来 还没等我清醒过来 便被直接塞入了这个家伙的体内 等一等 你是说 这并非是你自己寄生的 而是其他人所为 薛安打断了慕红熙的话 沉声问道 慕红熙点了点头 是的 当时将我塞入这个家伙体内的人 便是玄冥陵领主斗应案 这个名字令全场一片死寂 许多人只觉得眼皮直跳 因为窦英安这个名字 可是代表着一位 屹立于诸天最顶端的绝世强者 而他居然也牵涉于此事之中 可见这件事的内幕 到底有多么恐怖 当时他将我塞入了这个家伙的体内之后 便命我回剑宫之中 等待实际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慕红熙 居然是被窦英安以诡计骗来的 当时栗锦行失踪 他为了寻找师尊的下落 几乎跑遍了整个诸天 窦英安便是以自己 有利锦行下落的借口 将其匡骗到了玄冥陵 然后的是 你们便都知道了 这些话 从这个占据着慕红熙身体的邪恶嘴中说出来后 剑宫众多弟子 不禁全都热泪盈眶 尤其是简在心等人 更是潸然泪下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师兄居然早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遇害了 而且还是死在了寻找师尊的途中 不得不说 这个慕红熙的剑道天赋足够惊艳 我在将他的记忆融汇贯通之后 很快便恢复了大败实力 但正如您刚刚所说 这利锦行乃是顶级强者 我这样回去 肯定会被其察觉 于是我就干脆将自己催眠 令自己的本来意识 沉睡于灵魂深处 然后用慕红熙本有记忆生成的人格 来掌管身体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骗过的利锦行 这样的谋算不可谓不深 薛安听完之后默然不语 片刻之后 他才抬眸 看向着慕红熙 缓缓道 慕殿 你们如此煞费苦心 这么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窦英安想要将剑弓吞并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统一诸天 打开结界 迎接我们的到来 哄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什么 这玄冥灵居然敢做出 这等人神共愤之事 他们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有人怒吼道 为一己之私利 却不惜牺牲整个诸天 这玄冥灵主 当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 有人冷笑道 最关键的是 他还在暗中设计 试图颠覆剑弓 将我等一网打尽 这等阴毒心机 绝不可以容饶 有人杀气腾腾 一时之间 全场群情激愤 许多剑修 更是气得哇哇爆叫 恨不得现在就杀上玄冥灵 找窦英安讨个公道 要知道 剑修本来就以脾气暴躁 动辄便生死相见 而著称于诸天 现如今 有人背后耍弄心机 试图谋害他们 更是激起了他们心中的怒火和杀意 哪怕对方乃是超级宗门 这些剑修们 也是怡然不惧 唯有薛安面色平静 好似对此早有预料一样 但但言道 照你这么说 你是听命于窦英安的了 慕红夕不敢摇头 因为他生怕咽喉处的这柄剑 再要了自己的命 因此只能赶紧解释到 谈不到谁听命于谁 纯粹就是互相利用罢了 互相利用 薛安突然冷笑一声 那好 那我现在再问你一件事 大人请讲 你于外界的所作所为 窦英安可会知道 慕红夕微微一正 显然没明白 薛安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自然不会知道 除非有什么重大的事 否则我都是单独行动的 也就是说 现如今你身份业已暴露这件事 窦英安也不知道咯 薛安淡淡道 没错 就是 后面的话没说完 因为慕红夕突然明白 薛安的意思了 只见她的脸色 刷一下变得惨白 额头上也陷出了冷汗 很好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就以你的方式 通知窦英安 就说事情已经大功告成 不日你便将带着背负的剑修们 返回玄冥陵 慕红夕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一时间居然没有回应薛安的话 嗯 薛安微微一扬眉 怎么 没听清吗 啊 不不不 听清了听清了 我现在就通知 慕红夕艰难硬道 眼中却满是惊恐之色 因为她很清楚 薛安的这个命令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分明是想通过自己给玄冥陵设下一个惊天圈套啊 而且听这话的意思 薛安是想将整个玄冥陵都一网打尽 可是这真的可能吗 毕竟那窦英安的实力可是在整个诸天之中都堪称最顶尖的 慕红夕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乖乖地通过独特的神念联系方式将消息发出 整个过程 她也没敢耍任何花样 因为她很清楚 任何想要在薛安这般强者面前耍花样的行为都是愚蠢的 而在她发完讯息之后 薛安不禁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你很听话 谢谢大人 慕红夕连忙陪笑道 可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十分要紧 若是你稍有透露 慕红夕浑身一颤 连忙喊道 大人放心 不管您做什么 我一定全力配合 不会有丝毫的异心 若为此念 令我神魂俱灭 哦 薛安饶有兴致地瞥了她一眼 你这些话 可是认真的吗 无比认真 真的不能再争了 慕红夕无比真诚地看着薛安 那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杀你了 薛安淡淡言道 慕红夕心中不禁稍稍松了口气 脸上堆满了产笑 大人您放心 我明白您想做什么 等到了玄冥林之中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而且 那玄冥林地宫之中的通道 也只有我才知道怎么开启 您 她以极快的速度说着 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 可就在这时 薛安却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慕红夕的声音 戛然而止 而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俯下身 在她的耳边轻声道 你真以为 我会放过你这样的天外邪屋吗 慕红夕浑身拒震 然后便嘶声利喉起来 不要杀我 你杀了我 那玄冥林地宫之中的通道 就永远也别想找到了 薛安文言却冷冷一笑 我要想做的事情 还从来没有做不到的 说着 薛安的手 突然奔住了慕红夕的头顶 另一只手握住咽喉处的耐柄剑 猛地往外一滑 扑 慕红夕的咽喉 被割开了一个硕大的口子 鲜血蹦践而出 隐隐间 还露出了那白森森的脊椎骨 慕红夕的嘴巴里 发出咯咯的声响 可因为声带已经被割断的缘故 导致它根本不能发声 只能满眼憎恨地盯着薛安 可薛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摁住慕红夕头顶的那只手 便猛地往上一把 碰 一声闷响之后 慕红夕的脑袋 便被薛安从枪子上生生拔了下来 无头尸体颓然倒地 而薛安抓着这颗脑袋 双眸之中光滑一闪 汹涌的神念如摧枯拉朽一般 将慕红夕十海之中的所有记忆 掠夺而出 居然还没死 而是无限怨毒地盯着薛安 那模样 恨不得将薛安给生吞活剥了 可薛安却语气淡然道 不必这样看着我 很快 你的那些同伴们 便会下去陪你了 说吧 薛安的手掌猛然一用力 直接将慕红夕的脑袋 生生捏爆 灰白色的脑浆洒落长空 也宣告了这只邪物的彻底终结 等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抬眸看向在场的这些人 直到这时 在场的这些人 方才从震恶之中 逐渐苏醒过来 然后便是一片无声的哗然 因为薛安刚刚所说的话 他们可全都听到了 有那心思机敏的 已经猜到了 薛安想要做什么 果然 只见薛安的目光 从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划过 然后淡淡道 我想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者 便是那玄冥陵 而且 天外邪物 也是从玄冥陵的地宫之中 进入了此界 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要将其彻底封堵 所以我现在决定 要假借这只天外邪物的名头 进入玄冥陵之中 将其彻底覆灭 你们哪个愿望 薛安那清悦的声音 在全场激荡 还没等散去 便见 这位九剑先灵狐爵 第一个走出人群 抱拳拱手道 红莲大人 灵狐爵愿望 他的这个表态 好似开了一个头 紧接着 那位喜剑老人叶不凡 以及他的嫡孙叶空明 便也满脸激动地走上前来 红莲大人 我祖孙二人也愿望 红莲大人 还有我 算我一个 煞世间 全场喊声如吠 几乎所有剑修 都在第一时间 做出了同一个决定 那就是愿望 薛安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这才是我认识的剑修 说着 薛安又将目光投向了三剑 行走简在心等剑弓弟子 你们是什么意思 剑弓众弟子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这位简在心 便深吸一口气 上前一步 躬身失礼道 大人 现如今师尊闭关 大师兄已允 我等自然要听从大人的吩咐 更何况 说着 简在心抬起头来 满脸肃杀的言道 那玄明灵害死我大师兄 并意图颠覆我宗门 此等大仇不共戴天 我等 愿望 没错 我等愿望 剑弓所有弟子 齐齐吼道 薛安也未推辞 直接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等便留下一部分人 在此镇守剑弓 其余人都随我来 莫 全场剑修 齐齐拱手 齐声喝道 紧接着 便见薛安深吸一口气 眼中光滑闪烁浮动 顷刻间便将 从慕弘夕石海中掠夺的记忆 全部吸收完毕 而后薛安往前踏出一步 身形和面貌 瞬间变起了极大的变化 不过转眼间 薛安便已变成了慕弘夕的模样 这神奇的一幕 令全场一阵骚动 尤其是站在人群之后的 想想和念念 在看到这一幕后 不禁满脸惊讶地说道 妈妈 爸爸怎么变了一个人啊 安言笑了笑 因为爸爸要去对付坏人啊 正在这时 只见薛安闪身 便来治了安言进前 轻声道 眼儿 你跟想想念念 还有小杀他们再次等候 嗯 安言点了点头 你放心的去吧 这里有我 薛安也笑了 因为他欣慰地发现 经历过了这么的风风雨雨 眼儿已经成长了太多太多 甚至已经可以帮自己 独当一面了 至于说 江颜儿他们留在这里的安全问题 有正在闭关的栗井行在 安全问题根本不用考虑 因为如栗井行这般的强者 在闭关之时 往往要比清醒的时候 还要可怕许多倍 所以 薛安才会如此地放心 正在这时 只见两个小丫头 也挥舞着拳头 冲薛安说道 爸爸 你放心吧 有我们两个在 一定可以保护好妈妈的 没错爸爸 去了之后 记得替我们多打几个坏人哦 看着两个小丫头 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薛安不禁哈哈一笑 好 那爸爸此去 便替你们两个 多打几个坏人 说吧 薛安长生而起 站于虚空之中 脸上的笑容 夜已消失不见 满脸肃杀到 此去你们 是以俘虏的名义 进入玄冥林的 所以 此刻我要给你们 加上一道枷锁 薛安手掌一挥 一道剑光冲天起 然后诈为 无数璀璨流光 飞至了每一个人的体内 刹时间 在这些人的眉间 全都献出了一道鲜红的剑印 而后薛安轻贺道 跟我走 言罢 薛安化为剑光 煞时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众多剑修不敢怠慢 纷纷冲天起 紧随在薛安身后 往那虚空深处飞去 就在众多剑修 跟随着薛安 浩浩荡荡地 往那玄冥林杀去之时 在那玄冥林之中 窦应安有些烦躁地 坐在王座之上 最近几天 他总觉得心神不宁 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将要发生一样 他满心狂躁 乃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便虐杀了数十名 侍奉他的妻妾和下人 这等残忍的手段 令整个玄冥林的下人们 都为之静若寒蝉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窦应安靠在王座之上 面臣似水 手指轻轻敲击着座椅的扶手 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都令他感到有些烦躁 先是自己最看重的传人 萧天煞死在了千宗玄慧之上 而始作勇者薛安 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一想到这个红莲仙尊那神鬼莫测的手段 他就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因为当初薛安曾为仙尊之时 可是压得整个玄冥林连头都不敢抬 夹着尾巴做人的 好容易盼到了薛安陨落 却没想到 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呢 这薛安居然又复活了 而且还比之前更为强势的态度 宣告了回归 尤其是萧天煞的死 更是为窦应安敲响了警钟 他不由自主地便回想起 当年曾被薛安所支配的恐惧 所以 当初他才会那么坚决地下令 必须找到薛安 然后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 可当初下令之时 窦应安就已经隐隐猜到 这个计划注定会失败 因为薛安既然能在冲击至高之境的 雨落之中复活 那就说明 他是身具大气运的 这样的存在 往往是不可能杀死的 所以 他便悄悄做好了两手准备 这也就是 他为何会偷偷勾结天外邪物 并试图颠覆建功的原因所在 他是想着 借用天外之力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想到这 窦应安便觉得心头一沉 按照现在这个时间 那件三根立井形的对决 应该已经奋出胜负了 就是不知道 慕红夕的进展顺不顺利 自己总觉得烦躁 是不是他那边出了什么事呢 正当他心中思虑万千之时 突然 一道诡异的神念波动 传进了窦应安的实海之中 窦应安先是一愣 旋即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大笑 也令在场的下人们抖弱筛康 面色惨白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位喜怒无常的领主大人 又发了什么疯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 所有人都跪趴在了地上 连头都不敢抬 与此同时 就见窦应安站起身来 满脸兴奋地说道 快 快去准备上好的酒宴 待会我要亲自招待客人 哈哈 真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这下 有了建功之力 我看你虚安还如何嚣张 一声令下 整个玄冥陵都为之忙碌起来 领主大人都说 要上好的酒宴了 那自然是以最高的标准来 因此 各式各样珍奇食材 便流水般端进了厨房之中 其中有许多 更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而就在整个玄冥陵 都因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盛宴 而纷乱之时 在距离玄冥陵不算太远的某处虚空之中 无数光滑狂奔而来 然后便停滞于此 从中献出了薛安等人的身影 大人 前面不远就是玄冥陵了 酒剑仙灵狐爵观察了一下周遭的星空 沉声言道 薛安点了点头 都准备好了吗 回大人 都准备好了 众人齐声而鹤 开启枷锁 一声令下 众人眉间的那道剑印 便陡然献出了道道灰光 而后这些灰光如锁链一样 将众人的双手捆覆起来 连气势都随之跌落到了谷底 看着这些双眸 变得暗淡无光 好似浑身修为 都已经被封印的众多剑修 薛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随我来 言罢 薛安随手一挥 剑气如丝般 将众人串联起来 然后薛安一马当仙 牵着这些人 便往那玄冥陵飞去 当薛安的身形 出现在玄冥陵的山门之前时 整个玄冥陵都为之轰动了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来了如此多的剑修 不对 这些剑修怎么全都气势为民 像是被人控制住了一样呢 众多弟子们 不禁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薛安也不着急 此刻已经幻化为慕红夕的他 站于山门之前的虚空之中 气定神闲地等待着 果然 不过一盏茶的光景 便听那玄冥陵之中 传来一个浑厚 而又充满威严的大笑之声 哈哈哈哈 慕贤爹 真没想到你 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哥哥有失远因 当面恕罪 随着话音 但见一道威严的华光 飞至山门之前 待光滑散去之后 只见向来喜怒不形余色的窦应安 此刻的脸上 却堆满了笑容 尤其当看到站在薛安身后 周身被剑气枷锁 环绕得重剑修后 窦应安脸上的笑意不禁更胜 然后极为热切地上前一步 伸手便要去拍薛安的肩膀 薛安不动神色地 往后退了半步 同时冷冷道 窦领主搞出这么大的证实 你是想将我害死吗 此言一出 窦应安的眼中 不禁闪过一抹怒色 因为就以他的身份 还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话 想到慕红夕的真实身份 他便释然了 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你看我这记性 光顾着高兴了 居然忘了这茶 说着 窦应安面容冷峻地 看向山门周围的弟子 冷声道 你们都给我记住 今天你们什么都没看到 若是被我听到 你们胡说八道 小心你们的脑袋 听到没 这些弟子们浑身一颤 齐齐应道 是 做完这一切后 窦应安方才满脸笑容地 看向薛安 慕贤店 放心吧 这些人的小命 都捏在我手里 他们不敢乱说的 酒宴已经备好 我们现在便赶过去吧 那这些人呢 薛安以止气使地 一指身后这些剑修 这个好说 来人啊 一声令下 在窦应安的身周左右 陡然浮现出众多手下 在 将这些人 全都关进地牢之中 是 慢着 薛安忽然叫住了他们 嗯 慕贤地 还有什么事吗 窦应安的眼中 现出一抹疑惑之色 窦领主 我觉得 还是将这些人 关进地宫之中比较好 哦 为何这么说 窦应安脸上的笑容未变 但眼神深处 却浮现出一抹戒备之色 很简单 因为若是窦领主 想要将这些剑修 收为己用的话 就必须借助我们的力量 所以直接将他们 关进地宫之中 才是最方便的 薛安淡淡道 听到这个解释 窦应安眼中的一色顿趣 哦 原来如此 那就将这些人 关进地宫之中吧 这帮手下立即上前 带着这些剑修远去了 穆贤 请 窦应安笑容可惧地说道 那模样怎么看 怎么不像是一位 超级宗门的领主 反倒更像一位 乡下的土财主 可薛安却很清楚 若是有人真将他 当成乡下土财主 那他一定会死得很惨 因为这窦应安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隐隐蕴含有大道法则 这显然是 已经将修为淬炼到最高境界 将大道法则 跟自己容量为一体的表现 这就说明 他的实力 最少也是先帝巅峰 这样的境界 在整个诸天之中 都是真正绝顶的存在 可薛安却没有丝毫的表情 全程保持着这个天外邪物 应有的高冷姿态 这番表现 也完美打消了 窦应安的所有疑虑 等来到宴会厅之后 只见盛大的酒宴夜已摆好 不光如此 在这宴会厅的两旁 还跪着两排容颜疏利的少女 窦应安黑黑笑道 穆贤 我记得上次你说很喜欢朱天的少女 但当时你走得匆忙 没来得及准备 这次哥哥便给你一次信补上 不要小看这些少女 他们都是来自朱天大家族的嫡传子弟 每一个的血脉都有据可查 而且修为也十分不错 可以让穆贤帝尽情玩得高兴 说这话时 窦应安挤了几眼 一脸男人都懂得表情 薛安却只是冷哼一声 连看都没看 这些跪在地上 脸上犹带屈辱泪痕的少女一眼 而是镜子走到宴席之前 直接落座 窦领主 我想我们还是先谈一谈正事吧 至于女人 那不过身外之物 根本无足挂齿 哈哈 穆贤帝果然英雄了得 哥哥佩服 窦应安甘笑几声 建议掩盖眼中的一丝不快 然后便也坐到了薛安的身旁 我给你发的讯息 你可都收到了吗 薛安拿起筷子 拨弄着面前一条刚刚孵化 便被整个清蒸的真情异兽 淡淡言道 嗯 收到了 真是没想到 那剑三居然会如此厉害 连立井行都被他打得昏迷不行 窦应安感叹道 薛安放下筷子 直视着窦应安道 现在剑弓已经为我所用 这些剑修我也全都带回来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自然是借助剑弓之力 扫荡群雄 一统诛天啊 窦应安笑着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便去 将那些剑修收服 说着 薛安便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这么着急吗 不如先吃点饭吧 这可都是特意为贤弟 你准备的酒宴啊 窦应安说道 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但那些剑修 却如同炸弹一样 实则生变 还是尽早 处理完的为好 说到这 薛安转头 看了窦应安一眼 淡淡道 所以我们现在便去地宫 玄冥陵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 理解的话 其实就是一座大坟墓 而地宫 便位于这座坟墓的最底层 在这里 安葬着玄冥陵的历代领主 对于整个玄冥陵而言 乃是十分殊胜的所在 所以 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否则平日里这座地宫 是绝对不会开启的 不过这次是窦应安亲自下令 要将这些剑修关押在地宫之中 因此 地宫的玄门 还是轰隆隆地打开了 这些玄冥陵的守卫 推推嗓嗓地 将九剑仙灵护绝 喜剑老人叶不凡 以及三剑行走简在兴等人 推入了这座地宫之中 然后那地宫的玄门 便再次关闭了 周遭瞬间变得十分阴暗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 一股沉浮的气味 但这些剑修 却并没有慌乱 而是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有人抬手挥出一道剑影 剑光照亮了四周 入目所及 全都是冷冰冰的灰色岩石 而在那剑光照不到的地方 则依然是一片漆黑 显然这座地宫的规模极为庞大 乃至于连这道璀璨剑光 都只是照出了冰山一角而已 灵狐前辈 这里便是那玄冥陵的地宫了吗 叶空明轻声问道 身为喜见老人叶不凡的嫡孙 在今天之前 他还是极为骄傲的 认为就凭自己的见到天赋和修为 在年轻人中 不说数一数二 也算是佼佼者了 再加上爷爷的威望跟实力 自己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这也是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表现的那么骄横的原因所在 结果 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教他做人 首先便是 年龄跟他差不多 甚至比他还要年轻几岁的剑三 这个女孩 已近乎恐怖地见到天赋和实力 无情击碎了 他对于自己的所有骄傲 紧接着 便是一个又一个 只在传说中才能出现的人物 开始接连上场 尤其是薛安击破迷雾 将那只天外邪物斩杀的场景 更是令他印象深刻 所以现在的他 不但骄精致气进去 还变得十分谦虚内敛 就比如现在 他对于灵狐 绝可谓十分的恭敬 再无半点最开始见面式的张狂了 灵狐爵自然注意到了他的变化 不禁微微一笑 是啊 这里便是玄冥林的地宫 那天外邪物 就是从这里进入的朱天吗 怎么看不到呢 叶空明有些疑惑地打量着四周 叶不凡这时 呵呵笑着走了上来 你当然看不到了 因为你真以为这玄冥林的地宫 仅仅只是一个地宫 那么简单吗 不然呢 实际上 到了玄冥林这般等级的宗门 它的每一处建筑 都有可能内运着一方小世界 这处地宫 自然更不会例外 实际上 刚刚我已经以神念探索过了 结果如何 灵狐爵问道 叶不凡摇了摇头 一无所获 以我的神念覆盖范围 根本就没有触碰到任何边界 文婷此言 灵狐爵还有许多 剑修的脸色 全都变得十分严肃 因为这起见老人叶不凡的实力 还是很不错的 可他的神念 却连这地宫的边界都没有触碰到 由此也可见 这座地宫到底有多么广袤无垠了 叶空明也听傻了 忍不住轻声自语道 也不知道薛先生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 我总觉得 在这黑暗之中 似乎隐藏着无数的危险呢 放心吧 薛先生既然说来 那他就一定会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养精蓄锐 做好准备 等待反击 灵狐爵沉声言道 仲剑修纷纷点头 而也就是在同时 薛安和窦应安 也已经来至了地宫门前 领主 在门前看守的守卫们 纷纷跪到尸里 嗯 窦应安微微汗手 然后淡淡言道 那些人都已经关进去了吗 回领主 刚刚都已经关进去了 窦应安转过头来 看向薛安 穆贤弟 我就说没事吧 你未免也太小心了 薛安却没有理会他的话 只是面色淡然地言道 开门吧 这些守卫们自然不敢动 而是齐齐 看向了领主窦应安 窦应安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但很快便似笑非笑道 那就开门吧 说着 他猛地一挥手 面前的地宫悬门 便轰隆隆地打开了 穆贤弟 请吧 窦应安一手虚影 薛安也未迟疑 迈步便走入了地宫之中 窦应安呵呵一笑 紧随其后便也走了进去 当二人进入地宫之后 身后的悬门哐当一声 便重重地关闭了 黑暗占据了视野 却不见灵狐绝等人的踪迹 薛安眼中光滑微微一闪 却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道 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了 呵呵 在他身后 传来了窦应安的一声冷笑 然后便听他以 近乎细血的声音淡淡道 你真以为自己的伪装 是天衣无缝的吗 实话告诉你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你是假冒的了 哦 为什么这么肯定 薛安并没有紧张 反而十分放松地 站在虚空之中 轻笑言道 因为味道 窦应安的声音之中 流露出了一丝得意 不得不承认 你的伪装几乎是完美的 不管是相貌还是气势 都跟那慕红戏一般无二 更难能可贵的是 你连寄生于他身体里的 那个家伙的眼神 都模仿出来了 若是其他人 可能就被你给蒙骗过去了 但你千算万算 唯独遗漏了味道这一项 窦应安侃侃而谈 越说越是兴奋 这些天外而来的家伙身上 都带着一股独特的味道 这股味道 只有实力达到我这个层次的人 才能分辨得出来 所以 我当时就认定你 你全都是在演戏了 薛安转过身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窦应安 也不算是演戏 而是再试探 那你试探出结果了吗 薛安的眼神 在黑暗的地宫之中 熠熠生辉 当然 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在这张慕红戏的面庞之下 到底隐藏着谁 说到这 窦应安上前一步 冷笑言道 丽景行 你还准备这样 伪装到什么时候 丽景行 这个名字 若是被灵狐绝那帮剑修听到 一定会满脸惊恶 唯独薛安对于这句话 好似全在意料之中一样 微微轻叹一声 果然还是 被你看出来了 哼 丽景行 你的伪装确实不错 但你也不想想我是谁 怎么会被这点微墨伎俩给蒙骗住 窦应安满脸得意地说道 对此 薛安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身形变幻 转眼间就现出了丽景行的面貌来 窦应安健壮冷笑一声 丽景行 我是真没想到 你的命 居然会这么地硬 赢了 剑三那个疯子不说 居然连那天外之物 都没能对付得了你 不过 你不该来这里的 我知道你的打算 你是想为你自己的弟子报仇 同时铲除那些天外之物 我猜得没错吧 薛安淡淡一笑 事又如何 事又如何 窦应安就好像听到了 什么笑话一样 咧开嘴巴一阵的怪笑 那我现在便只好告诉你 你那所有的想法 根本就是在痴心妄想 你现在非但报不了仇 连你自己也得葬身于此 说着周遭的环境 突然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只是在这种明亮之中 却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息 因为在那黑暗之中 一座座巨大的陵墓开始浮现 而这些亮光 便是源自于墓碑顶端的那盏长明灯 正是玄冥陵历代陵主之墓 当这些巨大的陵墓全都出现之后 磅礴道难以想象的 威压在整个地宫之中 肆虐横行 在这股威压的加持之下 窦英安的气势 亦是节节攀升 而薛安身上的气势 则如风中残竹一般 被压制得摇摇欲坠 窦英安节节怪笑起来 立井行 你难道就不奇怪 为何到现在都没见到 你的那帮剑修手下吗 薛安漠然不语 直到片刻之后 他才轻声言道 这地宫看似是一个 实则是许多世界叠加在一起 就如同彼此相连的泡沫一样 我现在位于此 而他们则可能在另外一个 相连却不相通的世界之中 我说得对吗 哈哈哈哈 窦英安狂笑起来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剑弓之主 果然好眼力 没错 你的那帮手下 都被我关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之中 而你知道 这里是哪吗 不等薛安回答 窦英安便冷笑着往下说道 这里便是真正的地宫之所在 那些陵墓之中埋葬的 便是我玄冥林的历代陵主 而你能死在这 也是你的莫大荣幸了 你就那么肯定 你能赢得了我 薛安似笑非笑的言道 同时深周开始有剑异沸腾 窦英安对此 却只是冷笑几声 没错 你身为剑弓之主 实力应该是丝毫不赐于我的 再加上 你乃是剑修 同级之下 我很有可能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不要忘了 这里乃是我历代陵主的脉骨之处 你真以为 我会自己上手跟你争斗吗 你想的太多了 我之所以 将你放进这个世界 就是要让历代陵主来对付你 所以接下来 希望你能玩得愉快 哈哈哈哈 窦英安狂笑起来 同时身躯开始一点点变淡 而也就是在这时 那些灵木颤动起来 其中隐隐有黑气 开始往外溢散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 直到他马上就要彻底消失在面前了 薛安方才轻声言道 你这么对玄冥林的历代陵主 难道就不会心中有愧吗 窦英安冷笑一声 有愧 我为什么要有愧 这些老东西的 既然都已经陨落了 那他们的尸骨 自然也就没用了 现在我废物利用 他们应该感激我才对 所以好好享受吧 笑声顿觉 窦英安的身形也随之消失不见 而也就是 在他彻底消失的那一瞬间 这些灵木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崩塌 然后便见其中有无数黑气凝聚而成的 阴兵鬼将朝着薛安冲杀过来 这样恐怖的一幕 足以另一般强者通体生寒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相反眼中还现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然后轻声呢喃道 有了这样的不孝子孙 也难怪 你们会被气得从棺材里醒过来啊 也罢 那我今天就做点好事 先把你们给超度了吧 说着 薛安的眉间便浮现出了一朵璀璨红莲 紧接着 红莲之上由火光冲天而起 笼罩之处 这些冲来的阴兵鬼将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被直接炼为了虚无 但也就是在这时 在这一座座灵木之中 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一具具身形干瘦的尸体 这些尸体 有的甚至都已经化为白骨了 可依然气势凛然 拥有着比拟一世的威严 正是玄冥林的历代领主 只不过 这些曾经叱咤诸天的顶级强者 早就已经陨落 甚至连神识都已散去 可就是这样的一具具尸骨 此刻却突然拥有了生命力 那一双双眼窝之中 更是燃烧着悠悠的鬼火 冰冷无情地盯着薛安 薛安微微冷笑一声 然后上前跨出一步 来吧 早点收拾完你们这帮家伙 我好去办我的事 哄 似乎是被薛安的挑衅给激怒了 这些形如僵尸的历代领主 突然怒吼着 朝薛安冲来 速度之快 叶已超出了一般的先王强者 并无限接近于准先帝的存在 关键是 这还不是一具尸骨 而是足足二三十句之多 可薛安却在这时垂下眼眸 冷声言道 又是天外之力 窦应安 你这算是将自己的祖坟 都卖给天外邪物了吗 话落 一道蕴含着红莲夜火的璀璨见光闪过 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一具僵尸 从中斩为两半 哄 尸骨顺化飞灰 消失不见 但其余的僵尸 却没有丝毫的感觉 依然汉不畏死地往前冲着 眨眼间 薛安便被这些僵尸们 联手构成的强大威压给淹没了 但下一秒 又见一道璀璨红光 从中冲天起 斩灭了一具僵尸 而也就是在薛安于这玄冥陵地宫之中 跟这帮领主所化的僵尸熬战之时 在那地宫之外 窦印安占于玄门之前 面色殷勤不定 似乎在思考什么 片刻之后 他方才沉声言道 传我之令 封锁地宫方圆千里之地 若有敢善入者 杀无赦 煞世间 整个玄冥陵闻风而动 将地宫以及地宫附近 彻底封锁起来 但见无数强者隐秘身形 严阵以待 并由那神念强者封锁虚空 真正达到了固若金汤 鸟飞不尽的地步 等监督做完这一切后 窦印安这才彻底放下了心 冲着地宫一阵的冷笑 丽锦行 怪就怪你 不该跑来这里送死的 等你死后 你的剑弓便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窦印安大笑着离去 在他的心中 早已将薛安判了死刑 因为没有谁能摆脱 历代玄冥陵领主的围攻 哪怕是剑弓之主 丽锦行也不行 所以现在的他 可谓高枕无忧 只等着对方一死 便立即率领部下 大举进攻剑弓 将其彻底收归己有 一想到在诸天之中 都算是一大顶级势力的剑弓 将为自己所用 这窦印安就一扫最近的颓丧 那因为薛安重生 而压在心头许久的阴霾 更是一扫而空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地不行 至于那天外之物的陨落 他则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毕竟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死了也就死了吧 与此同时 在那玄冥陵的地宫之中 敖战仍在继续 破 一道剑异直接穿透了一名僵尸的胸膛 从后背突刺出来 带出了一溜血线 但就是这样一处 对于普通人而言 乃是绝对致命伤的伤口 却仅仅只是 令这具僵尸稍稍往后退了半步 紧接着便再次扑了上来 而其他的僵尸 更是如复古之躯般 在薛安身旁周旋 时不时地发出攻击 借以牵制薛安的注意力 没错 这些僵尸居然还知道 彼此配合 进攻之时 更是进退有度 十分地有章法 若是换作其他人 面对这些诡异 而又强大的僵尸 估计早就已经慌了 唯独薛安全程波澜不幸 甚至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只是剑招拆招 跟这些僵尸打了个难解难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薛安好似不知疲倦一样 剑气纵横往来 不停地 斩在这些僵尸身上 这些僵尸本来身着脏服 到了这时 也已经全被斩得七零八落 露出那干瘦的身躯 显得十分狼狈 终于 这些僵尸的动作 变得越来越慢 反应也大不如前 就好像累了一样 磨叠 其中一只僵尸的动作 稍微慢了一些 露出了一丝破绽 然后薛安的剑便赶到了 破 一道剑芒从这只僵尸的嘴巴里插进去 从后脑迸射出来 将那已经干涸枯燥的脑浆 炸卫了满天粉尘 这只僵尸的身形摇晃了几下 然后眼窝中的鬼火 便逐渐熄灭 最终倒落余地 化为了一地枯骨 这下 其余僵尸的脸上 全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时 薛安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所及 这些僵尸 居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薛安冷冷一笑 你们也看到了 若是再这么打下去 你们全都得死 所以不如让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薛安的话 在这空旷的地宫之中回荡 这些僵尸静默无言地站在原地 似乎在思考薛安的这番话 薛安也不着急 只是淡淡道 我很明白 你们对于这个 打扰了你们沉睡 并且欺失灭祖的窦应安 也是满心的怨恨 只是因为身中天外之力 所以才不得不为他卖命 我说得对吗 这帮僵尸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见其中一只形貌最为完整 显然死去时间并不算太久的僵尸 便走上前来 他没有说话 因为僵尸就是僵尸 能够发生的器官 早就已经腐烂了 他只是看着薛安 然后度过去了一道神念 你有办法替我们解开枷锁吗 薛安笑了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这些僵尸眼中 那幽幽的鬼火 瞬间暗淡下去 那你说 这些废话干什么 继续来过 这只说话的僵尸 更是怒火中烧 便要再次动手 薛安却摆了摆手 别着急 我自己做不到 但不代表就没有办法 嗯 什么办法 这只僵尸停住手问道 我已经侦测过了 你们所种的 乃是一种类似古毒的东西 这种东西 直接作用于你们的脑袋之中 所以你们才会死而复生 同时变为听命于他人的杀戮机器 这些僵尸全都沉默了 因为薛安所言 全都是真的 薛安接着往下说道 这种古毒十分奇怪 显然是来自天外之物 寻常手段根本无法破解 我也不能 但我却有两种方法将其绕开 什么办法 这只僵尸 满是稀奇的问道 对于他们这些 生前曾为不是强者的存在而言 虽然说 现在算是死而复生了 可这种死而复生 却是极为屈辱的 甚至要听从一个后生晚辈的话 而且自己还要成为一只人 不忍鬼不鬼的东西 这对于稍微有一些自尊的人 都是不可忍受的事 更何况是这些强者 因此 他们迫切地 想要解开家诸余生的这道枷锁 薛安淡淡一笑 方法很简单 要不就是 将你们全都杀光 到了那时 你们都已经死了 自然也就无所谓枷锁了 至于另外一个方法吗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芒 那就是杀死对你们发号施令之人 只要对方一死 你们同样可以解开枷锁 此言一出 这些僵尸便是一阵骚动 但很快 这只说话的僵尸 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实际上 我们比你更想杀死这个不孝子孙 但现如今 我们被困在地宫之中 除非从外面打开 否则我们是出不去的 其余的僵尸闻言 眼中的鬼火 愈发的黯淡了 因为作为 曾是玄冥林领主的他们而言 比谁都清楚 这玄冥林地宫的厉害之处 实际上 这里根本就是一个 经过特殊改造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之中 除非掌握玄冥林的领主 否则其他人是无权开启的 哪怕你是先帝也不行 所以这地宫 才会成为这些 历代领主的埋骨之处 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安全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千房万房家贼男房 他们最终却被窦印鞍出卖 落了个这个结局 薛安闻言 却只是淡淡一笑 你们说的 也对也不对 若是仅凭我现在的实力 自然是打不开这个地宫的 但若是有其他人帮助呢 其他人帮助 还有谁 这名僵尸一脸惊恶地问道 自然是 我带进来的人了 说着 薛安上前一步 卧掌成拳 直接轰在了面前的虚空之上 哄 地宫摇晃 虚空震荡 泛起层层涟漣 你是想击碎这方泡沫 进入其他的世界之中 这只僵尸惊呼一声 旋即摇了摇头 没用的 仅凭这点力量 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这地宫的历史 远比我们玄冥林长久 并且十分神秘 里面有天然生成的 一层层世界 极为坚固 果然 涟漪开始迅速消散 一切都在恢复平静 可薛安健壮 眼中却是光滑一闪 然后另一只手 也随之轰出 并正好轰在了 之前那一拳的位置上 动 这次的声势 要比上次还要恐怖 虚空的涟漪 更是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隐隐间 还能听到虚空深处 传来了一阵 好似什么东西 断裂般的咔咔声响 这个声音一出 这些僵尸 全都为之震动 薛安的嘴角 却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看来也不是那么坚固吗 说着 薛安便抬起手来 又轰出了一拳 动 这次的断裂声 已经清晰可闻 并能看到虚空的黑暗 都开始扭曲起来 这是空间 即将崩溃的前兆 与此同时 薛安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一拳解决不了的事 那就再加一拳 然后便又是一拳轰出 碰 这一次 虚空深处发出一声 不堪重负的呻吟 然后便轰然破碎开来 虚空乱流席卷而来 实力稍差之人 当场就会殒灭 可薛安却面不改色 直接迈进了这个 被轰出的虚空大洞之中 这帮僵尸们面面相去 便也紧随其后 走了进去 此刻 这帮剑修们 也在遭遇一场莫大的危机 因为他们并没有等来薛安 反而等来了无数从黑暗之中 冲出的怪物 这些怪物奇形怪状 但每一个都拥有着不俗的实力 尤其它们 集结在一起的时候 更是极为恐怖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剑修们猝不及防 险些吃了的大亏 但幸好 灵狐爵还有减在心等人的反应很快 在全力防守的情况下 形势很快便稳定下来 不过局面也随之陷入了僵持 因为这些剑修 奈何不了这些怪物 这些怪物 同样也奈何不了这些剑修 破 三道剑芒一闪而过 直接将悄悄潜伏过来的数只怪物 斩位了两半 好剑法 灵狐爵忍不住击掌贺彩 神采飞扬地说道 果然不愧是利剑主的高足 这三剑当真漂亮至极 简在心微微一笑 还没等说话呢 突然便听远处的黑暗之中 传来了一声利吼 然后 这些正在跟剑修对峙的怪物 便开始往后退去 怎么回事 这些畜生 莫非被我们杀怕了 要撤退 叶空明忍不住惊恶道 但一旁的叶不凡 却是面色凝重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黑暗之中 灵狐兄 你可察觉到了吗 灵狐觉得面色 同样变得十分肃杀 点了点头 嗯 很强的气息 叶不凡缓缓缓吐出一口气 看来这些怪物刚当的攻击 只是试探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说着 叶不凡便大声喊道 大家做好准备 这些怪物并没有撤退 而是在准备下一步的攻击 与此同时 这些剑修也都感受到了气氛有些不对劲 黑暗之中 好似有什么庞然大物 正在冷冷注视着自己一样 这种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简在心沉声喝道 剑弓弟子听令 做好第一波准备 一声令下 剑弓的这些弟子们 立即变换阵型 站在了队伍之前 而也就是在这时 在那黑暗之中 缓缓走出了一只巨型怪物 这是一只身高足有百米 浑身布满花纹 乍一看去好似豹子 成金般的怪物 而在他的后背之上 则密密麻麻的声长着无数根尖刺 尖刺的顶端 散发着幽蓝的光泽 显然催着剧毒 当这头怪物 彻底出现在众人面前后 那邪恶而又恐怖的威势 令人的头皮都为之发麻 攻击 简在心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喝道 他很清楚 两军对决 只有先下守者 方才可以占据先机 煞时间 无数道剑光轰然而出 在半空中 便汇聚为一体 朝着这只怪物直斩而去 可面对这剑弓弟子的合力一击 这只怪物的眼中 却现出一抹嘲弄之色 然后身后的一根 尖刺瞬间消失 等再次出现 夜以来制止到剑光的近前 动 两者对撞在一起 尖刺直接粉碎 可也破了剑弓弟子的合力一击 紧接着 只见这只怪物 仰天怪笑几声 然后身后的尖刺 便齐齐飞出 密密麻麻地悬浮于半空之中 尖端直指中剑修 不好 快散开 灵狐爵面色一变 立即惊叫起来 但还没等这些剑修有所动作 这只怪物往下一挥手 尖刺便如洪流般直罐下 扑向这些剑修 完了 灵狐爵绝望地喊叫一声 其实以他的实力 是有时间躲开的 但他清楚 自己要是躲开了 那这些实力 不如自己的剑修全都得死 哪怕是为了救下这些剑修 他也不能躲开 想到这 灵狐爵的眼中 现出绝绝之色 然后大吼一声 猛地一挥手 一道翠绿的光芒 便直飞而起 然后带着淡淡的酒香 在空中展开了身形 正是灵狐爵从不 离身的那只酒葫芦 说起来 这只酒葫芦 也算是一剑一宝了 不但可以装酒 还能化身为剑 但在此刻 灵狐爵却将这件 自己视为生命的珍宝 毫不犹豫地扔出 并展开身形 借以阻挡这些轰来的剑流 叮叮叮 随着一阵密集的声响 酒葫芦居然真的 挡住了这些尖刺 但仅仅片刻之后 这只酒葫芦的光滑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暗淡下来 并隐隐现出裂痕 可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一道剑光直冲而起 替酒葫芦挡住了大半攻击 灵狐爵豁然转头 喜见老人叶不凡 微微一笑 老朽虽然实力低微 但也不能让灵狐兄 你独自一人面对刺等妖怪 灵狐爵的眼中 现出一抹暖意 可仅仅只支撑了刹那光景 叶不凡的这道剑光 便被震碎 扑 喜见老人叶不凡吐出了 一大口鲜血 然后满脸羞愧地苦笑道 老了 真是不中用了 可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道剑光冲天起 目标全都是空中的那只怪物 看着这一幕 叶不凡和灵狐爵 全都有些发傻 简在心则淡淡道 你们是剑修 我们难道就不是吗 没错 我等身为剑修 自然不能让此等怪物猖狂 众人齐声吼道 灵狐爵只觉鼻子发酸 重重点头道 既如此 那大家便齐心协力 共灭此妖 莫 一声令下 众剑修闻风而动 开始跟这只怪物周旋起来 虽然说 众人都奋起了全身之力 并毫无保留地施展出来 可奈何这只怪物的实力 伪失太过强横 众人的围攻 仅仅只是令他受了些皮外伤而已 根本伤及不到根本 不但如此 因为众剑修得不停袭扰 这只怪物也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只见他突然怒吼一声 然后身上的花纹陡然一亮 居然构成了一道奇异法阵 当这道法阵成形的那一刹那 众人只觉得身形一沉 自身的修为 居然被压制到了谷底 有那实力稍差之人 更是险些从空中跌落下去 不好 他在掌控周边 借以压制我们 快闪开 叶不凡大喊一声 满脸黄疾之色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这只怪物 发出了几声宁笑 然后大手一挥 那一道道尖刺 便重新集结于他的手边 朝着气势违米的众人 便直轰而来 完了 叶不凡绝望地低语一声 然后闭上了眼睛 不光是他 还有许多剑修 亦是满心绝望 认为这次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可也就是在这时 这只怪物身侧不远处的虚空 突然泛起了层层涟漪 紧接着 这虚空便轰然炸开 巨大的威力将这只怪物 都给掀翻了出去 全场便是一阵 众人不明所以 纷纷仰头看去 与此同时 在那炸开的虚空大洞之中 传来一个淡然的声音 接连找了这么多事件 终于找到了 说着 但见薛安昂守自那虚空大洞之中走出 来至了众人面前 一见到他的出现 全场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呼 大人果然还是及时赶到了 灵狐绝尝出一口气 我就知道 大人绝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 叶不凡 亦是喜不自胜 与此同时 在薛安的身后 那些僵尸的身形 也开始一个个地浮现 这些人不忍鬼不鬼地存在 令全场一片惊恶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不用怕 他们是我刚刚找来的打手 说着 薛安便抬起头来 双眸微眯 冷冷地 注视着远处那只怪物 此刻 这只怪物也刚从刚刚的爆炸中清醒过来 但见他眼神之中的迷茫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 无限的怒火 吼吼吼 怪物嘶吼着 然后一道道尖刺 便在身前左右迅速成形 不光如此 这只怪物身上的花纹 也变得越发璀璨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薛安 可面对这些动作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淡淡道 幸好我动作比较快 不然这些人 岂不是被你这只畜生给害了 这次薛安可不是故意拖到最后一刻 介意耍帅的 实际上薛安连一刻都没有耽搁 而是一路打了过来 从那埋葬历代领主的世界 薛安全碎虚空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但那个泡沫世界之中 也没有剑修等人的存在 于是薛安又出拳 轰碎虚空 接连进入下一个世界 如果以俯瞰的角度 看着地宫的话 就会看到 薛安以近乎霸道的姿态 从地宫世界的最东端 一路轰到了最西端 所过之处 虚空接连震碎 只留下了一个个 彼此相通的时空通道 就是在这样的速度之下 薛安才算堪堪赶上 而若是迟来一步的话 面前这些剑修 可能就要深遭不测了 因此 薛安对于这只怪物 自然满是愤怒和杀意 可能也是感受到了 来自薛安身上的杀意 这只怪物突然嘶吼一声 然后伸周左右的那些尖刺 便齐齐轰向了薛安 速度之快 近乎弹指间 便冲到了薛安进前 可下一瞬 薛安的身形 却消失在了原处 没错 就是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就好似薛安压根 没在那里存在过一样 这些尖刺直穿过 扑了一个空 怪物不由一愣 显然没预料到这一手 可也就是在这时 在他脑袋一侧的虚空之中 突然探出了一只纤细修长 却又蕴含无上力量的手掌 手掌握拳 然后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直接轰在了怪物的脑袋上 动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先是这只怪物的脑袋 被这一拳砸得横飞出去 紧接着便带动起 它的整个身躯 一起往外飞去 这只怪物惨叫起来 巨大的身躯 犹如破纱袋一样 被声声轰飞出了老远 等到落地之后 再看这只怪物 脑袋已经被声声砸扁进去 并顺着伤口 往外流淌褐色的鲜血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只见薛安冷笑道 窦英安那个家伙 以为找来你这样的邪物 看守地宫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他真是太天真了 随着话音 薛安的身形再次消失 然后这只怪物 连反应都没来得及 便又一次被从原地轰飞出去 而在半空之中 怪物凄厉地惨嚎着 同时浑身尖刺疯狂地 往四周射去 试图阻挡薛安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一次还没等他落地 薛安便又一次七十二上 出现在怪物的头顶之上 这只怪物仰起头 嘴巴大张 脸上满是凝固的恐惧 薛安却目冷如冰 然后抬起手来 双掌直直拍落 咚 这次的巨响 要比之前都要响亮 而后便见这只怪物 被从空中砸落下去 速度之快 甚至摩擦出了尖锐的哨声 碰 地宫那坚硬无比的地面 被这只怪物 生生砸出了一个大坑 力度之大 乃至令整个地宫 都为之颤动了一下 所有人都看傻了 要知道 刚刚就是这只怪物 压得所有剑修 几乎无法抬头 可到了薛安面前 却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就好似一个肉沙包一样 被干脆利落的几招便解决了 这其中所隐含的实力差距 令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薛安却无任何表情 云淡风轻的 就好似拍死了一只蚊子一样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他只是背负双手 立于半空之中 面色淡然地俯瞰着地面那个大坑 他很清楚 这只怪物 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死去 果然 只见地面的大坑一阵颤动 然后这只怪物便吃力地从中爬了出来 只不过这时候的他 在吴之前的嚣张 相反变得极为狼狈 那身漂亮的花纹叶已黯淡无光 背上的尖刺更是齐齐折断 尤其他的脑袋 被砸得到处都是凹陷 就连他的手脚四肢 也已全部折为束断 全靠着肌肉的力量 他才从大坑之中 艰难地爬了出来 总之 这只怪物 现在凄惨的 就好似一只被玩坏的玩具娃娃一样 薛安却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中满是玩味之意 看不出来 你的生命力倒是挺顽强的嘛 说着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转瞬间便出现在了这只怪物之前 当感受到薛安的气息后 这只怪物几乎是奋起全身之力 疯狂地往后退去 可下一秒 他所有的动作便全都凝固了 因为一只温热的手 不知何时轻轻抚在了他的脑门之上 这只怪物浑身的肌肉都在微微震颤 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薛安的眼神之中 满是无限的惊恐和绝望 没错 这只怪物居然被薛安吓得绝望了 一只体型足有百米 虽然被薛安暴揍了一顿 体型夜已严重缩水 但也有十米之巨的怪物 此刻却被薛安吓得连动也不敢动 就这样乖乖地趴在那 任由薛安抚摸着头 整个过程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样一幅画面简直充满了魔幻感 也令所有观看这一幕的剑修们目瞪口呆 但很快 一些年轻见修的眼中 便蹦现出奇异的光彩 看向薛安的眼神之中 也充满了崇拜 什么叫厉害 将一头谁都无法降服的怪兽 拿捏得服服帖帖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才叫厉害啊 与此同时 薛安的手掌 缓缓停在这头怪兽的脑门上 手指轻轻地敲击着他的天灵盖 然后似笑非笑道 你在害怕 想求我饶你一命 怪兽看着薛安 嘴巴张了张 然后便用极为嘶哑怪异的声音说道 是的 尊贵的大人 我知道自己冒犯到您了 我愿意留下十分之久的神魂和身体 只求您能宽恕我这一次 开始的时候 这只怪兽的言语 还很十分地干涩声音 但越说越流畅 到后面 俨然已经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了 由此也可见 这只怪兽的智商之高 在场众人全都面面相去 因为谁都没想到 这样一只怪物居然会说话 想让我饶了你很简单 但你需要告诉我 你是怎么进入这里来的 以及是谁派你来的 这头怪兽 连犹豫都没有 立即说道 我是从一处时空裂隙 进入这个世界之中的 至于是谁派我来的 很抱歉大人 因为规则的禁锢 我无法提及它的名字 甚至连它的相貌 我都无法提供 这头怪兽的这番言论 跟之前寄生在 慕红熙身上的那只怪物所言 是一样的 他们都记不住 派自己来诛天之中的存在是谁 由此可见 他们在进入诛天之前 记忆肯定经过洗恋 这就值得玩味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如此惧怕 别人知道它的存在呢 薛安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头怪兽也不敢吭声 因为薛安的手此刻 就贴在它的天灵盖之上 稍微一动它 就得神魂俱灭 为求活命 它就这样乖乖地跪趴在地 脸上甚至还浮现出 一抹生硬的产笑 两久之后 薛安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低下头 看了这只怪物一眼 虽然我也想放过你 但不好意思 身为天外之物的你 必须得死 话落 薛安的手掌 突然往下一按 这只怪物绝望地嘶吼一声 然后浑身肌肉 便如流水般 汇聚到了头顶之上 试图抵抗薛安压下来的这一掌 紧接着 他用急切的声音 喊道 尊贵的大人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可以将所有的血肉都留下 只要饶过我一丝神念便可以 求求你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你的血肉 我没兴趣 话音刚落 薛安的手掌之中 便突然吞吐出了一道白光 白光直刺而下 犹如一根丰锐无双的尖刺一样 直接刺穿了这头怪物的肌肉 然后从天灵盖刺入 从胸腹之间刺出 将它牢牢定在了地上 褐色的鲜血 蜿蜒流淌而出 这头怪物死死盯着薛安 眼中满是不甘和怨恨 可他已经无法动弹了 因为薛安的这一击 直接震碎了他身上几乎所有的骨骼 只有肌肉 还因为残存的神经冲动 而微微震战 但很快 这次震战也随之消失了 因为薛安的手突然按在了 这头怪物的后脖梗处 淡淡道 你的血肉我没啥兴趣 但骨骼却不错 既然都要死了 那你的这件东西 留在这也是浪费 索性还是给我吧 说着 薛安的手掌猛然往下一探 扑 手指便深深插入了 这头怪物的后背之中 然后用力一握 往外一把 这头怪物的脊椎骨 便被薛安生生 从他的身体里拽了出来 这头怪物就此彻底消允 薛安手中握着的 这条血淋淋的脊椎骨 却开始泛起淡淡的荧光 而后 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便出现了 只见这条脊椎骨上的 所有骨结 开始自动结合 并迅速声长在一起 眨眼间 这条脊椎骨便成长为 一柄锋芒利刃 并散发着凌凌威势的宝剑 卧槽 还能这样玩吗 人群之中的 夜空明忍不住惊叹道 这时 薛安竖起手中剑 打量了几番之后 不禁满意地点点头 因为这柄长剑 不管是材质还是威势 都完美符合他的要求 自打末王鞍碎裂之后 薛安的手中 就一直没有衬手的兵器 这柄脊椎锁化的长剑 正好可以拿来用 既然是由天外邪雾的脊椎锁化 那我就管你叫天珠吧 薛安淡淡道 化落 剑身轻颤 然后便进长剑的剑恶之上 浮现出两个骨体转字 天珠 而等做完这一切 薛安便转过头来 看向所有剑修 淡淡道 现在 我们要先锋堵住 地宫之中的缺口 然后杀出去 众剑修齐齐领命 莫 正如这帮玄明灵的 历代领主所说 这方地宫不知从何而来 也不知何人所见 其中天然生成许多世界 如泡沫一样 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 而薛安一路破碎虚空而来 发现所经过的世界之中 并无任何通往天外的通道 由此可见 那个通往天外的通道 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个世界之中 一念至此 薛安双眸之中光滑一闪 然后磅礴的神念汹涌而出 不过弹指间便覆盖了整个世界 如此强大的神念 以及如臂食指般的顶级操控 令这些历代领主所化的僵尸 都为之震动 然后便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几步 借以离薛安稍微远一点 这一幕 也被这帮剑修看到了 实际上 许多人从一开始 便对这些僵尸十分感兴趣 尤其那些年纪比较小的 更是一脸的好奇 叶空明便忍不住低声问自己的爷爷 爷爷 跟着薛大人一起来的这些打手 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叶不凡文言 缓缓吐出一口气 然后深深看了这些僵尸一眼 面色变得十分严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些人应该都是 玄明灵的历代领主 什么 您的意思是说 他们都是死人 叶不凡点了点头 没错 那他们怎么还会动 叶空明 简直是一脸猛逼 这个嘛 自然就要问薛大人了 说到这 叶不凡忍不住看了远处 正在以神念搜寻 整个世界遗漏的薛安一眼 眼中也是满满的惊恶 因为他实在无法想象 薛安是通过什么方法 说服的这些玄明灵的历代领主 乃至于令他们 乖乖地为自己所用 甚至转头 对付起玄明灵来 难道说 薛大人以一己之力 将这些历代领主 全都给打服了吗 这个想法 令叶不凡击凌打了个冷战 看向薛安的眼神 也变得越发敬畏起来 因为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显然说明 薛安的实力业 已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 莫非 他已经重归先尊王座了 正当叶不凡 站在这胡思乱想之时 薛安末地 睁开双眸 冷声喝道 跟我来 说吧 他便深化流光 往那黑暗深处 飞去 众箭修自然是紧随其后 这帮僵尸 则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才跟在后面 一路追了下去 虽然说地宫之中 天然生成了无数世界 但规模自然不可能 跟真实的世界相比 实际上 薛安一路破碎而来 所见过的最大的地宫世界 也就跟月球差不多 这点距离 对于薛安而言 不过转瞬极致 可万万没想到 当这次薛安率领众人 往深处赶去的时候 却足足飞了一盏茶的时间 而且 即便飞了这么长时间 面前依然是一团虚无 这下 即便是重剑修 也察觉出了异样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越飞 速度越慢呢 叶空明有些错愕的言道 不光是他 还有许多剑修 都发现了这个现象 不是速度变慢了 而是周围的空间 正在变得凝滞 叶不凡面色凝重的轻生言道 灵狐绝闻言 也不禁点了点头 没错 我可以感觉到 咱们就好像 进入了一团浇水之中一样 周围的空间 都在减缓我们的速度 而正当众人 为之骚动之时 薛安却是面沉似水 一语皆无 依然不停地往那深处飞去 因为他可以感觉到 刚刚在搜索之时 神念所捕捉到的 那片诡异的虚无之地 便在前面 可随着飞行的深入 这种来自于周遭的凝滞之感 也越发地强烈 乃至于令众人的速度 都减缓了至少三成 正当众人感觉越来越吃力之时 薛安突然轻贺一声 眉间便有一道 剑光横斩而出 破 这道剑光好似惊雷般 炸亮了大半个虚空 众人便觉得胸口一瞬 之前那种凝滞和憋门感 都随之减缓了许多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只见这道剑光 好似九天银河般直戏而下 轰隆隆 面前的黑暗 就好似一块巨大的幕布一样 被从中直接屁为了两半 然后化为了乌有 而后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这一幕 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恶 只见在一片暗红的虚空之中 赫然生长着许许多多 粗细不一的血管 这些血管深深地埋入虚空之中 似乎在不停地汲取着什么 并将那点点光滑 输送到了位于正中的核心所在 而这团核心 则伴随着血脉的输送 而微微地跳动着 就好像一颗心脏一样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虚空中怎么会出现心脏 有人惊恶自语 而在这些僵尸那身陷的眼窝之中 则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薛安站于这团暗红色的虚空之前 目光冰冷地凝望着这颗心脏 虽然相隔很远 但他还是可以感受到 这颗心脏之中所蕴含的邪恶之力 而且 每当他跳动一下 那股邪恶之力便会随之增强一丝 这就足以令人头皮发麻了 因为谁都不知道 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这应该便是通往天外的通道了 末地 就见薛安深吸一口气 猛地往前迈出一步 然后手中的天珠剑直斩而下 森冷剑意从天而落 好似要将整个世界都长为两半一样 可就是如此强大的一剑 却没能撼动这颗心脏分毫 因为就在剑意刚刚降落至暗红虚空的那一刹那 这颗心脏微微一颤 然后便有无数根血管从虚空之中拔出 如长边般挥舞了几下 朝着这道剑光便抽了过去 碰 尽管剑势强绝 但在这一击之下 还是被抽为了粉碎 不仅如此 这些血管犹如触手一般 张牙舞爪地便朝薛安扑了过来 而在正面的袭扰之下 还有许多血管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薛安背后 试图偷袭 天哪 这颗心脏居然有灵质 叶空明见状不禁惊叫起来 重剑修的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谁都没有见到过如此诡异的存在 可就在这时 只听薛安微微冷笑一声 就这点伎俩了吗 那你也未免太弱了 说着 但见薛安一脚踩落 哼 一脚之下 虚空震动 不光是正面袭扰的 还是背后偷偷靠近的 所有血管都在同一时刻被震为了粉碎 煞时间 这颗心脏蜷缩在一起 显然极为痛苦 但他的反应速度极快 很快身上的光滑便渐渐引去 居然试图就此逃离了 可薛安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薛安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来至这颗心脏面前 然后抬手往虚空之中一抓 破 这颗已经隐去大半的心脏 便被薛安生生抓在了手中 血管疯狂地挥舞着 犹如一个冰死之人的最后挣扎 可薛安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所有轰来的血管都在刹那间被剑光斩碎 然后薛安手臂用力 虽然缓慢 但却十分坚定地将这颗心脏 从虚空之中缓缓拔了出来 整个过程 因为这颗心脏的奋力挣扎 连虚空都被抽出了道道裂纹 由此也可见力量到底有多大 可一切的挣扎在薛安面前 都是那么地苍白无力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这颗心脏就此被薛安从虚空之中 生生拔了出来 再看这颗心脏 就好似出水的章鱼一样 血管迅速收缩 将自身牢牢地包裹起来 紧接着 这些血管便化为了僵硬的灰色 显然极其地牢固 可薛安对此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淡淡道 问中之憋 也想顽抗吗 这颗心脏一无所动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很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 薛安缓缓举起手中的天珠剑 剑尖直指这颗心脏 然后冷喝一声 破 破 随着这柄天珠剑的轰然刺下 坚硬的外壳 好似豆腐一样被轻易切开 剑身执墨而入 刹那间 这颗心脏便极其痛苦挣扎起来 同时还发出了类似婴儿的啼哭之声 令人一听便 忍不住心声恻隐之心 可他的这些伎俩 对血而言是根本无用的 薛安甚至还十分冷静地握住天珠剑 然后猛地一翻手腕 剑身硬生生在这颗心脏之中搅动了一下 鲜血迸拥而出 可奇怪的是 这些血液根本没有流到虚空之中 而是被这柄天珠剑给直接吸收了 整个剑身就好似被烈日炙烤了无数岁月的沙漠一样 极度干渴地瞬息着这些鲜血 力度之大 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那一缕缕鲜血 被天珠剑疯狂瞬息的景象 这颗心脏开始发出绝望的惨叫 并奋力地挣扎着 试图摆脱天珠剑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天珠剑就好似复古之躯一样 任凭这颗心脏如何挣扎 都不动分毫 反而加大了瞬息的力度 终于 在一阵近乎疯狂的挣扎之后 这颗心脏的动作逐渐僵硬 同时体型也开始缩小 而天珠剑的气势 却越发地强烈 最终 这颗心脏在一声无比绝望的声音之后 彻底停滞 然后便见这颗心脏 开始片片军裂 碰 被生生抽干所有血液之后 这颗心脏 终于榨为了积粉 化为了乌有 而在漫天粉尘之中 却有一道璀璨见光冲天起 绕着薛安转了几圈之后 方才悬停于他的面前 此刻 再看这炳天珠剑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唯有剑身之上 隐隐现出了一丝红纹 但这红纹是如此的微弱 乃至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发现不了 薛安冲重剑修 微微一笑 好了 这个通道已经被摘除 接下来就该对付那窦印庵了 然后薛安抬起手来 轻轻握住这柄天珠剑 目光变得越发璀璨 大家一起动手 打破这个地宫 然后杀出去 说着 薛安身上的气势 开始节节攀升 近乎眨眼间 便来至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地 狂暴的威视之下 连虚空都开始变得不稳定 片片炸裂开来 紧接着 薛安深吸一口气 狂暴的气流狂卷而过 真好似整个世界 刮过了一场飓风一样 斩 天珠剑发出一道近乎透明的剑意 直接砍在了面前的虚空之上 最先破碎的 就是构成这地宫世界的那层虚空 它如鸡蛋壳一样 被轻易击碎 但紧接着 狂暴的剑意 便砍在了一处坚硬无比的壁垒之上 定 在一声微不可查的脆响之后 在那炸裂开的虚空大洞之中 激荡起无数的火花 那是薛安的剑意 跟这层壁垒硬碰硬的结果 当火花稍稍收敛 只见在那虚空的大洞之中 那本来虚无的黑暗之上 出现了一道更为优深的伤口 那便是被薛安这一剑所留下的 不过可以看得出 这道伤口正在迅速愈合 这些剑修们也不是傻瓜 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 实际上 就在薛安这一剑展出的时候 众人便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不过是因为薛安刚刚所施展出的剑威实在太过强大 乃至于将众人的剑意都给遮掩住了 当薛安的剑意刚刚散去 众人的攻击便也到了 虽然远不及薛安强大 但剩在数量众多 因此声势也颇为害人 但见无数剑光凝炼为一道红光 对着这道伤口不停地轰击着 黑暗激荡不休 伤口也在逐渐撕裂 隐隐间甚至可以看到 黑暗尽头已经有细微的亮光出现 可这时重剑修的这一波攻击也已接近结束 若是这波攻击不能将这道壁垒彻底撕开 而是等再积攒出足够的剑意的话 就算是前功尽弃了 毕竟 哪怕是薛安 也不可能每一剑都剑意充沛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明明已经胜利在往 可就是差那么一丝令你不能如愿 虚空壁垒已经被撕裂到极限 哪怕再有一道剑光就能将其彻底击溃 可无奈 这时所有的剑光都已经斩落 正当众人面线不甘之时 一道道身影忽然冲了上去 然后对着那道虚空伤口便发动了攻击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便是一阵滴滴的哗然 因为动手之人 赫然便是那帮僵尸 只见他们疯狂地轰击着这道伤口 每一击都会令伤口逐渐扩大 薛安健壮眼中也不禁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与此同时 当最后一击轰出之后 这道虚空壁垒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身影 最终彻底崩碎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而透过洞口往外看去 赫然便是帝宫之外的玄冥林景象 此刻 在帝宫之处镇守的乃是玄冥林第一神将灵器 说实话 被派来做这个工作 灵器是极其不愿意的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个工作简直就是在侮辱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毕竟 这帝宫有什么好看守的 凡是被关进去的人 除非灵主发话 否则是没人能从里面出来的 所以自己在这里镇守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随便换个其他的神将就可以完成任务 可无奈 这是由窦英安亲自下的命令 他也只好乖乖执行了 尽管如此 他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怨气 比如现在 灵器懒洋洋地靠在躺椅上 在将冰刃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之后 他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无聊至极地打了个哈欠 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一旁立即有守卫攻身上前 启禀神将大人 你与此已经镇守了三个灵石 灵石乃是玄冥灵特有的计时单位 一个灵石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天 听到才过去了三个灵石 灵气脸上的无奈之色 不禁越发地浓重 然后轻叹一声 深不知道灵主大人是怎么想的 居然派我来执行这样无聊的任务 守卫不敢吭声了 因为玄冥灵上上下下 没有人敢在背地里议论斗应安 哪怕是一句都不行 也就是贵为玄冥灵第一神将的灵气 才有资格抱怨几句 若是这个守卫敢这么做 当时就会神魂暴力而死 虽然满腹愿对 但既然斗应安下令了 这灵气自然也要肩负起这个责任来 于是他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 脉步便往外走去 众守卫立即在后 紧紧相随 灵气停住脚步 朝后面一瞪眼 你们干什么 自然是跟随着神将大人 您一起巡逻呀 行了行了 我不过是闲得无聊 绕着地宫转几圈而已 你们就别跟着了 可是 有守卫面露迟疑之色 万一您要是遇到了危险怎么办 危险 灵气简直是气急返效 抬手一指面前的地宫 这能有什么危险 我说不用跟着 就是不用跟着 听清楚没 说着 这位玄冥灵第一神将 便悠哉悠哉地离开了镇守大营 往远处的地宫飞去 这些守卫也不敢跟着 因为谁不知道 这位灵气神将脾气暴躁 要是惹得他生气了 自己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更何况这地宫也正如灵气所说 可谓固若金汤 绝不会有任何危险 于是 这位灵气便独自一人绕着地宫 开始巡逻起来 说是巡逻 其实不如说是闲逛 只见这位灵气漫条丝里地绕着地宫转悠着 心里则在暗暗盘算 该怎么找人替自己一下 毕竟这工作可真是太无聊了 同时 灵气还暗暗付费了窦应安几句 在他看来 自己这位顶头上司 未免有些小心地过头了 人都已经被关进地宫之中了 可谓是万无一失 那还在此镇守个什么劲啊 难道说 他还能从地宫之中跑出来不成 真是笑话 正当灵气的脸上浮现出嘲讽之色 认为窦应安完全就是在起人忧天之时 距离他不远的地宫之上 突然鼓起一个大包 然后便无声无息地爆裂开来 这种爆裂 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甚至没有引起远处的镇守大营的注意 唯有灵气目睹了全过程 这令他浑身俱阵 但身为玄冥林第一神将的他 反应可谓快急 只见他周身的气血和修为 瞬间攀至顶峰 同时深吸一口气 便带发作 可仅仅弹指一挥间 那刚刚凝聚起来的磅礴气势 便如烟云般消散了 因为就在这时 一个淡漠至极 同时包含无上威严的声音 从他驳梗之后传来 别动 也别喊 否则你的脑袋 便该跟你说再见了 灵气瞬间僵在了原地 可他不敢回头 甚至不敢有丝毫的抵抗之心 因为他可以清晰感受到 就在自己身后 有一股表面波澜不幸 但内里却波涛汹涌的强觉威势 正冷冷注视着自己 这种如芒刺背 如梗在喉的感觉 令他的额头上 瞬间便陷出了冷汗 我 我不会动 更不会喊的 只要大人能够饶我一命 我愿意无条件地配合 灵气几乎是在瞬间便屈服了 站在他身后的薛安笑了 对于这个灵气的反应 他并不感到奇怪 因为这才是诸天强者 面对危险时的正常反应 毕竟 在这些强者眼中 没有什么 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 如华族那般牺牲小我 成全民族大义的行为 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窦应安现在何处 薛安淡淡道 他现在正在宴会厅中接待客人 灵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哦 接待客人 什么客人能让玄冥林的领主 亲自接见吗 薛安微微一扬眉 是仁皇殿派来的使者 但具体是为了什么使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灵气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同时目光威胁 偷偷看了身侧的地面一眼 地面之上赫然有一个影子 傲然而立 灵气舔了舔嘴唇 然后眼中 现出了一抹震撼之色 他本来以为 身后至少是有一支队伍的 因为那威势实在太过强大了 强大到根本不像是一个人 所能够发出来的 可万万没想到 站在自己身后的 居然就只有一个人 他打听领主的行踪 又想要干什么 会不会就此杀了我 正当他心中七上八下之时 薛安也是微微一愣 玄机露出了一丝冷然的笑意 仁皇殿的使者 哼 看来 你们这帮超级宗门 还真是沆瀣一切 臭味相投呢 说到最后之时 薛安言语中的森冷杀意 已经足以令人浑身颤抖 这灵气 更是浑身一震 旋即连连哀求 别 别杀我 我愿意配合您做任何事 只要您能饶过我 哦 任何事 你确定 薛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带着一丝玩味之意 灵气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的 同时他暗暗咬牙 不管如何屈辱 只要自己能活下去 那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他业意做好准备的那一刹那 一只手突然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咽喉之上 然后猛地一扣 足以将一座山峰都给捏爆的距离之下 灵气就感觉眼前一黑 旋即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就在他即将堕入永恒黑暗的那一刹那 薛安那冰冷的声音也已传了过来 不好意思 我唯一要你配合的事 就是让你去死 这位玄冥陵第一神将的咽喉 就这样被薛安硬生生捏爆了 死尸栽倒在地 而后便见重剑修 以及那些僵尸 依此献出身形 大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直接杀进玄冥陵之中吗 叶不凡攻声问道 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我刚刚就已经将周遭的天地都给封锁了 并营造出一切如常的假象 所以 那窦应安应该还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 而如果就这样杀过去 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若是他趁机逃窜 再想抓他 可就难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 薛安看向远处的镇守大营 淡淡道 就是你所想的那样 叶不凡闭上了嘴巴 然后深深低下头去 背下明白了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身形晃动了下 整个人瞬间变为了灵气的模样 不管如此 薛安身上的气势也迅速发生了变异 眨眼间 一个活生生的灵气 便又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走吧 说着 薛安迈步便往那远处的镇守大营走去 而当他的脚步刚刚踏出几步之后 灵气的死尸便无声无息地化为积粉 散落于天地之间 仲剑修在后沉默相随 叶空明终于忍不住低声问道 爷爷 薛大人这是打算干什么呀 您又明白什么了 叶不凡笑了笑 满脸崇拜地看了薛安的背影一眼 然后低声道 没什么 你很快也会明白的 叶空明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看爷爷脸上的表情 不禁十分明智地闭上了嘴巴 与此同时 在这座镇守大营之中 众守卫对于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依然在等候着灵气的回来 很快 薛安便出现在了这镇守大营之前 众守卫没有察觉出丝毫的异样 全都躬身失礼 神将大人 紧接着便有高阶守卫 满脸错愕地看向 跟随薛安而来的这些剑修 神将大人 这些事 薛安冷冷地俯瞰着他们 突然一挥手 整个镇守大营也被严密封锁起来 然后薛安方才冷冷一笑 没什么 这些人不过是从地宫之中逃出来的人而已 什么 此言一出 这些守卫悚然而惊 神将大人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那地宫一旦关闭 除非有领主之令 否则任何人是无法开启的 您 话音未落 这名高阶守卫的脑袋便突然掉落下来 然后咕噜噜地滚出老远 无头死尸栽落余地 鲜血更是迅速蔓延开来 众守卫齐齐一惊 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薛安慢条斯理地言道 很抱歉 请借你们的向上人头一用 话落 无数剑芒轰然炸开 直奔这些守卫而来 几乎没有挣扎 甚至连惨叫都只有三两声 这些守卫便稀里糊涂地做了剑下之鬼 顷刻间 整个镇守大营变得空荡荡的 浓郁的血气冲天起 若不是薛安提前将这里封锁 并加以掩饰 光凭这血气就足以惊动整个玄冥陵 可现在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在他们的神念感知之中 整个镇守大营依然一片祥和 而薛安在做完这一切后 转身看向剑修众人 淡淡道 现在 你们的身份便是镇守大营的首位了 可记住了吗 众人这才明白了薛安的意思 齐齐点头 是 我等记住了 薛安淡淡一笑 随手一挥 强大到近乎变态的神念 汹涌而出 于刹那间便改变了所有人的相貌 众人齐皆震动 薛安则又朝着脚下的尸体 微微一弹指 哄 红艳冲天起 直接将这些尸体 焚化为虚无 走吧 这一次 薛安便率领着业以 伪装成首位的重剑修往那玄冥陵山门而去 而也就是在这时 在那玄冥陵的宴会厅之中 一场盛宴夜已达到了高潮 但见功愁交错 笑语艳艳 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 当然 如窦英安这般身份 自然不可能出现在 这些低档次的宴席之上 实际上 在这宴会厅中 单独有一个特殊的小房间 这里才是主宴的所在地 此刻 窦英安满面春风地 冲着下手的一名气宇轩昂 相貌不凡的男子一举杯 真是没想到 落殿主他居然会派出 堂堂的敬畏长阁下来 出示我的玄冥陵 这可真是令我受宠落惊啊 男子也端起杯来 回以义礼 窦领主客气了 我不过是陛下的一柄剑而已 他让我去了 我便会去哪 说得好 窦英安机长赞叹 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男子也陪着饮下这一杯 而若是有其他人在场 看到这名男子的话 一定也会为之震动 因为这名男子的身份极其特殊 即便是在仁皇殿那样的 超级宗门之中 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众所周知 仁皇殿的殿主 洛无情 乃是仁皇殿的第28传人 可这名看似不过中年的男子 却已经服侍了 超过三代仁皇殿的殿主了 即便是洛无情 也要对其礼让有加 因为他便是仁皇殿的禁卫长 掌管整个仁皇殿兵马大权的李玄一 这个身份 也无怪乎窦英安会如此看重 当窦英安将手中的酒杯放下之后 不禁沉声道 刚刚禁卫长阁下所言 我也深有同感 那薛安确实已经成为了 我等的心腹大患 可那薛安狡猾得很 一直不肯露面 但不知道禁卫长还有洛殿主 是怎么打算的呢 很简单 这薛安神出鬼没 就这样 抓他 估计是不可能了 但他有一个弱点 李玄一淡淡道 哦 什么弱点 李玄一站着酒水 在桌上轻轻写出一个字 明 窦英安若有所思地看着 李玄一淡淡道 这薛安曾为不世先尊 后面虽然陨落 却又一次强势归来 可见其人却有过人之处 但我细细研究过他的履历 以及做事风格 发现此人孤名钓鱼 最好美名 所以 只要以名破之 一定会令其主动出现 窦英安眼前一亮 哦 以名破之 没错 李玄一点了点头 我等散发消息 约定时间地点 就说要跟薛安决一死战 那他届时一定会出现 到那时 李玄一的眼中 现出一抹寒光 只要我等齐心协力 并提前设下圈套 这薛安必死无疑 好 窦英安十分激动地一拍桌子 就凭这句话 便当服一大白 来 这杯我敬你 李玄一笑着端起酒杯 饮下这一杯 然后一有所指道 窦灵主 我在来时发现 玄冥林上下戒备森严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窦英安文言哈哈一笑 然后将酒杯放下 满脸得意地言道 敬畏长阁下有所不知 我玄冥林最近 也有一件大喜事呢 哦 什么大喜事 李玄一微微一愣 然后好奇问道 前段时间 剑三与立井行之战 你可知道 有所耳闻 但听说此战结果一直没有公布 甚至连与会之人都杳无音信 外界因此而传得沸沸扬扬 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豆映安一阵的大笑 那些与会之人 当然不会有音信了 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我这玄冥林之中 什么 李玄一勃然色变 就在玄冥林之中 那他们现在在哪 金卫长阁下不必紧张 这些人都被关进了地宫之中 可保万无一失 而且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他们现在应该都已经葬身怪物之口了 说着 豆映安便洋洋得意地 将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 当听到剑宫之主立井行 居然都被豆映安给关进了地宫之中 这李玄一不禁豁然而起 豆灵主所言 可是为真 千真万确 豆映安笑盈盈的言道 李玄一简直是震撼莫名 因为他太清楚 这位立井行的实力了 那可是剑道之中 执扭耳的存在 若是他真的被豆映安所困 甚至陨落的话 绝对会是一件 令整个诛天都为之震动的大事 不行 我要立即将这件事 禀报给店主 李玄一忽然站定脚步 沉声言道 唉 金卫长阁下 大可不必那么着急 豆映安气定神贤的言道 我估摸着 时间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等酒宴结束 咱们便去地宫之中看一下 然后再告知若店主也不迟 李玄一虽然心中万分焦躁 但此刻他为客 豆映安是主 既然豆映安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无奈地重新落座 来 咱们接着饮酒 豆映安哈哈笑道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薛安率领着重剑修业仪 走进了玄冥林之中 神将大人 见过神将大人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充变换为 灵气相貌的薛安 失礼问候 薛安面无表情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全当没有听到 对此 玄冥林的这些弟子 也不感到奇怪 因为这位灵气 平时就是这样 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 就这样 薛安率领着众人长驱直入 静止来到了宴会厅之外 然后才遇到了 第一个敢于阻拦他的人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第一神将大人啊 怎么 不按照灵主之命 在那地宫之处镇守 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守卫之后 传来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 然后便见一名面色离黑 相貌平平的男子 分开人群走了出来 当见到这个男子之后 薛安眼神微动 因为按照这灵气的记忆 这名男子 正是玄冥林中 排名第二的神将 谢牙 同时 他也是这灵气的死对头 二人因为神将的排名问题 可谓是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 而他此次 居然被派到这里来看守宴会厅了 而能被围以这个任务 说明他很得窦印庵看重 而且这个任务 还可以近距离接触窦印庵 可比 被派到外面去吹风的灵气强多了 也难怪他会如此得意 这些念头 在薛安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而后他便淡淡道 我有要事要禀告领主 自然要回来 哦 要事 什么要事 血牙冷笑一声 薛安豁然抬眸 冷冷瞥了血牙一眼 血牙后面的话便生生咽了回去 因为薛安的眼神实在太可怕了 可怕到 他都为之毛骨悚然的地步 血牙 我要做什么 还需要向你禀报吗 说着 薛安脉步便往里走去 血牙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 但玄机想到了什么 又一次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然后皮笑若不笑地言道 灵妾 你要做什么 当然不需要向我汇报 但你要搞清楚 现在领主正在里面接见贵客 你若是冲撞了他 哪怕你是第一神将 这个后果你也担待不起吧 薛安停住脚步 似乎也在思索血牙的话 血牙见状 不禁越发地得意 刚想接着往下说什么 可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薛安又一次迈步上前 直直撞向这个血牙 这个血牙就感觉有一股 佩然莫知能欲的距离袭来 直接将自己撞到了一边 而后薛安长驱直入 直奔那宴会厅中而去 同时还有薛安那淡然的声音传来 会有什么后果 就不劳血牙你费心了 随着话音 薛安便已来至宴会厅门口 然后迈步走入其中 血牙满脸错愕地 看着薛安的背影 心中满是问号 虽然说他跟灵器乃是生死对头 可他还从未见过 这个灵器如此嚣张 居然敢擅闯领主的宴会 莫非他疯了不成 而也就是在这时 仲剑修紧随在薛安身后 往那宴会厅中走去 这血牙张了张嘴巴 刚想说话 但玄疾便想到了什么 眼中浮现出一抹冷笑之色 然后便退到了一旁 再不吭声了 与此同时 薛安走进了这宴会厅中 然后站在门前 环视全场 本来欢声笑语的宴会厅 随之安静下来 跟随李玄一而来的人黄殿官员 以及作陪的玄明灵众长老 纷纷抬头望去 当看到是灵器之后 这些玄明灵的长老 不禁全都面线不遇之色 其中离着门口最近的一名长老 更是阴沉着脸说道 灵器 你不在地宫镇守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还不快滚 说话的语气 极其傲慢无理 因为对于这些玄明灵的长老而言 什么第一神将 不过就是一条比较优秀的狗而已 自己才是主人 而这名长老的话一出 整个宴会厅的人 全都用玩味的眼神看着薛安 尤其是跟在人群最后面的血牙 更是一脸细血之色 准备看自己的这个老对头如何当众出丑 以一对二 大战将起 第二根 等于等于等于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却令所有人为之一阵 血牙脸上的讥讽 更是随之凝固 因为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猛的一挥手 直接抽在了这名长老的脸上 啪 一声清脆至极的巨响之后 这名玄明长老在猝不及防之下 被硬生生地扇飞出去 并在空中接连翻滚了好几圈 方才扑通落地 等落地之后 只见他的半张脸都已经被抽碎了 口鼻之中更是不停地往外躺着血 简直狼狈至极 全场一片死寂 血牙嘴巴张得老大 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位死对头 居然会如此地豪横 居然赶山长老的耳光 这名长老也被山猛逼了 跌坐余地 呆呆地看着薛安 然后浑身才逐渐颤抖起来 目自欲裂 双眸冲雪 你 你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淡淡道 我有要事要禀告领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阻拦于我 说着 薛安连看都没看 这名长老一眼 脉步便往宴会厅之内走去 气势所及 居然无人敢拦 不光如此 薛安还淡淡道 将所有人控制起来 若有敢异动者 杀无赦 简在心 以及九剑仙灵狐绝等人 齐齐领命 然后鱼贯而入 瞬间便将宴会厅中的局势 控制起来 要知道这些长老虽然位高权重 但实力和修为 却仅仅只能算是稀松平常 以九剑仙灵狐绝等人的实力 控制这些酒囊饭袋 自然是毫不费力 甚至连这位第二神将 血牙都乖乖束手 没有任何的反抗 但他之所以这么做 却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想看看这灵气 最终会落个什么下场 毕竟 仅凭擅闯宴会厅这一桩醉 就足够他喝一壶了 再加上以下饭上 一掌山非玄冥长老 可谓是必死无疑 所以他才满心冷笑地 看着薛安那迈步 前往宴会厅深处的背影 就好似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对于宴会厅中所发生的一切 窦应安居然一无所绝 这其中大部分 是因为薛安的神殿封锁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这位窦应安喝醉了 没错 堂堂玄冥陵领主 顶级先帝级的强者 此刻居然喝得醉太净险 拍着李玄一的肩膀 笑眯眯地说道 李老爹 说实话 老哥我是真的佩服你 能一连伺候三位仁皇殿店主 却依然稳如泰山 并不引起任何猜忌 手段当真了得 这番话 看似在夸赞李玄一 实则话中有话 可李玄一文言 却只是呵呵一笑 窦领主言重了 而且 我能于仁皇殿之中屹立不倒 应该赞叹的 难道不该 是几位店主的心胸吗 这个回答 巧妙地避开了 窦应安的话题 窦应安一阵的大笑 没错没错 你看我真是喝多了 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来 这一杯就是静落店主的 二人刚要举杯 可也就是在这时 这间小厅的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然后 薛安便迈步走入其中 当见到进来的 居然是自己的手下灵气之后 窦应安不禁面色一沉 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谁让你来的 醉眼朦胧之下 这窦应安 居然没有察觉出异样来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随手便将门给关上了 我来这里 自然是有原因的 此言一出 窦应安悚然一惊 整个人瞬间清醒 不对 你不是灵妾 你到底是谁 随着话音 磅礴的先帝之威便以袭来 威势之强 足以将一般强者 直接挣为积分 可薛安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股威势刚冲到近前 便直接化为了乌有 紧接着 薛安慢条斯理的言道 你将我等关在地宫之中 现在居然还问我是谁 窦应安的眼睛瞬间睁大 一旁的李玄一 更是脱口而出 你是立井行 薛安转头看向这位李玄一 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寒光 人黄殿 李玄一却没有吭声 而是稍稍往后退了几步 而这时的窦应安 则忍不住说道 这不可能 没有谁能够从地宫之中逃脱 而且 你不是身陷 说到这 窦应安惊觉失言 胆紧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将玄冥林历代先祖的尸体 都卖给天外邪物 并改造为僵尸的这件事 要是传出去 那他这个玄冥林领主 也就不用混了 毕竟 这已经触碰到做人的底线了 可薛安闻言 却只是微微一笑 你是说他们吗 说着 薛安抬手一挥 掌中佛国瞬间开启 然后那十几名僵尸 便从中飞出 眼中鬼火悠悠 死死盯着这个窦应安 一见到这一幕 窦应安不禁更慌了 但很快 他便冷静下来 然后一阵的怪笑 真是没想到啊 连那样的绝境 都能被你逃出来 果然不会是建功之主呢 可你觉得 能从帝宫之中逃脱出来 就能将我怎样了吗 你太天真了 说着 窦应安瞥了一眼身旁的李玄一 敬畏长阁下 此人跟那红莲仙尊交情莫逆 要想对付薛安 首先要将他给铲除 所以 此刻我们必须连起手来 将其杀掉 李玄一默然不语 但身上 那节节攀升的气势 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李玄一的实力 自然不及窦应安 但身为仁皇殿的禁卫长 他也有着堪比先帝的实力 现如今二人联手 强大的威势 瞬间震碎了 这方小空间 宴会厅中的众人 只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便见空中 浮现出了彼此对峙的三人 但这一幕 仅仅只持续了几个弹指的时间 然后便见薛安冷笑一声 双眸之中光滑陡然爆亮 武库 开启 一声令下 在宴会厅的上空 陡然出现了一个 黑洞洞的虚空通道 庞大的犀利直接将薛安 窦应安 李玄一 以及这些僵尸们 吸入其中 紧接着 这通道便迅速收敛 于虚余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满脸正恶的众人 呆呆地站在那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久之后 这位血牙才咕咚一下 吞了口口水 满眼惊骇地轻声呢喃道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领主呢 是啊 领主呢 这个疑问 同样浮现于在场这些 玄冥林弟子的心头 至于仁皇殿的那些使者 则是一脸猛逼地思考 自己家的禁卫长去哪了 但不管这些人如何疑惑 在简在心 还有灵狐绝等人的 强力弹压之下 他们也只能乖乖地低下头 默默等待着 与此同时 在那武库之中 一场惊世之战 亦是随之展开 砰砰砰 伴随着一声声沉闷的巨响 正在跟斗应安缠斗的 这些僵尸 被接连震飞出去 其中伤势最重者 连双臂都被震掉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肩膀 以及裸露在外的灰白骨茶 姐姐 利景行 你真以为靠着这些 吃里扒外的家伙 就能将我怎样了吗 你太天真了 斗应安连连怪笑道 吃里扒外 薛安哑然失笑 全天下谁都可以说这句话 唯独你没有资格 你这话什么意思 斗应安面色阴沉下来 因为你连自己宗门 历代先祖的尸体 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卖出去 你又有什么资格说 别人吃里扒外呢 薛安冷声道 斗应安的面色 轻一阵红一阵 十分的难看 因为薛安所言 恰好是他的短处 恼羞成怒之下 他不禁宁笑起来 即便我出卖了 又能怎样 那也是我玄冥林的历代先祖 和你有什么相关 而且 这帮家伙 没准还更加乐意呢 毕竟 这也算是死而复生了吧 死而复生 成为他人的奴隶 这也算是死而复生吗 薛安冷笑一声 然后抬手一指这些僵尸 而且你想没想过 他们要是乐意的话 又岂会跟我合作 转头来对付你呢 废话少说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李老弟 一起上 先结果了这个小子的性命 话落 斗应安周身气势如废 如一架战车般 轰隆隆地撵了过来 李玄一紧随其后 两人联手 对薛安发起了绝杀 一名顶级先帝 一名警察一丝 便要跨入先帝的超级强者 二人联手一击所造成的威压 足以将一般的先王 直接震碎 可薛安却在这 惊涛骇浪般的威势之中 淡然而立 甚至连嘴角的那一抹冷笑 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见到薛安毫无反应 斗应安不由大喜 没有谁能如此藐视自己 哪怕是当初的那位 红莲先尊都不行 所以在他眼中 这个男子绝对是死定了 可就在这股威势堪堪 就要触碰到薛安的身躯 甚至将他的头发 都给吹拂起来的时候 薛安却慢条斯理的言道 要想摆脱束缚 那他就必须得死 所以现在 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化落 这座武库陡然一颤 直接将斗应安和李玄一震退 然后便见十几道璀璨光滑 从那武库深处直接飞出 绕着这十几名僵尸 转了几圈之后 猛地往下一探 哄 这些光滑 便将这些僵尸包裹起来 然后便听其中 传来一阵阵齿轮转动的声音 刹那间 光滑散去 再看这些僵尸 夜已大变了模样 之前那破破烂烂的藏衣 已经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 是一件件散发着 冰冷金属光泽的甲昼 这些甲昼 将这些僵尸严密地包裹起来 同时也将他们身上的气势 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 要知道这些僵尸 本身就是玄冥林的历代领主 每一个在生前都是顶级高手 虽然死后的实力夜已跌落大半 但境界却还在 所以 当有了这兵服战甲的加持之后 简直是如虎天翼一般 实力飙升了 足有数倍之多 这样一来 本来对于战场局势 无足轻重的这些僵尸们 便赫然成为了 足以左右最终胜负的强大力量 窦英安健壮 亦是勃然色变 因为他尾时没有想到 薛安居然还能来这么一出 这是什么 你给这些老不死的 穿的是什么 窦英安私生尖叫道 薛安淡淡道 没什么 只不过是几具战甲而已 不过取你性命 应该已经足够了 而且 他们应该是很乐意 替我做这件事的 窦英安没有说话 因为此刻的他 脸色叶已变得比死了都难看 他可以清晰感受到 这些僵尸对自己的敌意 尤其是那一双双 被面甲遮挡住 冒着幽兰鬼火的眼睛 更是散发着幽冷至极的杀气 在这种对峙之下 本来就 有些心虚的窦英安 居然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正在这时 只听薛安以淡漠的语气言道 上吧 他是你们的了 一声令下 这些僵尸立即化作到的华光 朝着这窦英安便扑了过去 砰砰砰 不过眨眼间 这十几名僵尸 便跟着窦英安对轰了数几 速度之快 令人压根就来不及眨眼 窦英安实力确实了得 即便被十几名僵尸围攻 依然稳落泰山 同时还能加以反击 可无奈的是 不管什么样的攻击 在轰在这些僵尸身上的甲咒之后 都会被巧妙地卸开 最终无功而返 窦英安健壮 不禁气得连连低吼起来 这他妈是什么鬼甲咒 为何如此坚固 实际上达到现在 这窦英安的心中 已经满是警惕了 因为他搞不懂 这个剑弓之主 到底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古怪法宝 首先便是将自己吸入的这片空间 要知道 以窦英安的先帝之威 一般的空间根本无法承受得住 可能一生轻贺之下 便会暴力而开 可这片空间 却是如此的稳固 乃至于自己跟李玄一二人全力出手 这空间都稳如泰山一般 没有丝毫的震战 这就足以令人感到震惊了 要知道 哪怕是窦英安惯常居住的这座玄冥陵 空间经历过数千年的喜炼 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这种稳固程度 甚至令窦英安 想起了自己所掌握的那座地宫 因为他们都不像是诸天之物 反而有点天外之物的意思 其次便是这些僵尸身上的假咒 因为哪怕窦英安全力出手 依然奈何不了这些假咒分毫 这可就太匪夷所思了 因为自己可是堂堂先帝啊 却连个假咒都无法击破 这是什么道理 可也就是在这时 更令他浑身发冷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薛安犹如鬼魅般 出现在李玄一进前 然后抬手便是一拳 李玄一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猝不及防之下 只能硬着头皮 跟薛安对轰了一拳 动 一声沉闷的巨响 伴随着几声清脆的骨折声 然后便见李玄一被轰得倒飞出去 等立定之后 手肘以下的骨头 已经被齐齐震为了粉碎 李玄一面现痛苦之色 然后满眼震恶地看向薛安 你你不是剑修吗 怎么拳法还会如此厉害 谁告诉你 我只是剑修了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眼眸之中 陡然献出一抹寒光 刚刚那一拳只是玩玩 现在再接我这一拳 说着 薛安再次消失在原地 李玄一就感觉头发瞬间立起 浑身的肌肉都紧绷在一起 同时警惕心已经提至最高 就怕像刚才那样 再被薛安给偷袭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李玄一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薛安的身形缓缓浮现在他身后 然后轻描淡写地 冲他的后脖梗吹了口气 李玄一豁然而惊 可这时已经来不及转身了 他只能举拳朝后轰去 可薛安却像是已经提前预知到了 他这一拳一样 微微往旁一闪 便躲开了这一拳 紧接着 薛安的手掌便慢条斯理地往前一探 正拍在了李玄一的后背上 咯嘣嘣 伴随着一阵好似爆竹般的脆响 李玄一的肩胛骨 肋骨 乃至脊柱都在同一时刻 被薛安的这一掌拍为粉碎 磅礴距离更是直接将其震飞出去 同时在空中接连转了四五个圈 方才勉强落地 这下 一直在偷眼观看局势的窦应庵 不禁傻眼了 他本来还以为 这李玄一即便不是薛安的对手 也能支撑一段时间的 可谁能想到 仅仅只过了这么一会的功夫 这李玄一便被打得连连吐血呢 心神俱阵之下 他的反应不禁也稍稍慢了一丝 正好被一名僵尸窥准了破绽 一拳轰在了他的左肩上 窦应庵被轰得往后退了几步 脸上也现出了痛苦之色 但很快 他便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嘶声利吼道 不对 你不是利景行 那个家伙是个纯粹的见疯子 绝不会以拳法伤人 所以 你到底是谁 声音在这武库之中回荡 虚安淡淡一笑 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利景行啊 整个过程 都是你自己在揣测而已 至于我是谁 虚安眼中光滑一闪 所有的伪装瞬间消失 现出了本来面目 当看到出现在面前的 乃是一名白衣飘飘的少年之后 不管是窦应庵 还是这里玄一 瞳孔都在瞬间收缩 因为他们都已认出了来人 是你 原来是你搞的鬼 怪不得你能带着人 从那地宫之中逃出来 窦应庵满脸怨毒的低吼道 李玄一则是一脸肃然 然后不为人察觉地 往后稍稍退了半步 同时 脚下出现了点点光滑 居然试图破开空间 从这方世界之中逃出去 可这时 绪安的声音也已传了过来 不要白费力气了 只要进了这武库之中 除非我允许 否则你们是出不去的 果然 李玄一无奈地发现 自己所有的试探都好像泥牛入海一样 压根没有任何回应 这下 他的脸色不禁就是一变 然后寒声道 红莲先尊 你如此狂妄行事 是非要跟我仁皇殿做对到底了吗 狂妄行事 薛安简直是哑然失笑 然后颇看完味地说道 你说这话之前 难道没有经过大脑吗 从头至尾 都是你们这些超级宗门一再挑衅 我不过是合理的反击而已 到了你的嘴里 却成为了狂妄行事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束手就擒 方才符合你的心色 薛安侃侃而谈 神态十分地放松 可他越是这样 窦英安还有李玄一的表情 就越是难看 因为这只能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 薛安已经胸有成竹 否则不会如此地见谈 性薛的 你最开始假扮沐红夕而来 并故意进入地宫之中 所谓的 就是封堵那地宫之中的缺口吧 窦英安咬牙切齿地言道 薛安点了点头 猜对了 呵呵 窦英安忽然一阵地冷笑 姓薛的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 你是不是想将所有的缺口都堵上 挽救整个朱天于水火之中 薛安歪了歪头 似笑非笑道 是又如何 窦英安文言 却是一阵地冷笑 然后便以阴冷的语气说道 好一个心系朱天的红莲先尊呢 可你觉得 就凭你的一己之力 真的能力挽狂澜吗 实话告诉你 那天外夜已集结起大军 不日便将攻打朱天 任何敢于阻挡 他们脚步的都将被碾为积粉 不要觉得你会是例外 因为那些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 到时候 你也得死 窦英安的言语中满是癫狂和怨毒 可薛安文言 却只是轻笑一声 听起来似乎很厉害 但我有个毛病 那就是 越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越要去做一做 毕竟很多事不试试的话 又怎么能知道 会不会成功吗 杀了他 窦英安突然抱贺一声 然后李玄一和他便一前一后 对薛安形成了夹击之势 窦英安刚刚之所以说话 也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令重伤的李玄一尽量恢复 然后联手围攻薛安 这个筹划可算得上是成功了一半 至少在他们二人一前一后 冲到薛安进前 并骑骑出拳轰击的时候 窦英安便是这么想的 可下一瞬 这所有的筹划便全都落了个空 因为就在这一刹那 薛安轻声言道 震 一言而出 武库皆震 紧接着 一股磅礴至极的力量 便轰然降临在了窦英安 和李玄一二人身上 二人当即被这股距离 压得无法动弹 而与此同时的薛安 又轻轻打了个响指 凤 一道道锁链凭空浮现 直接将窦英安和李玄一 捆绑起来 并牢牢锁死 不过转眼间 二人便成为了薛安掌中之物 再无能力挣扎反抗 可奇怪的是 薛安却没有着急要他们的命 反而款步走至了二人进前 此时的窦英安和李玄一 眼中满是怒涩 尤其是窦英安 似乎全无畏惧一样 一直冷冷地注视着薛安 薛安健壮 不禁淡淡一笑 然后低声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 知道什么 窦英安冷笑道 知道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你还有他 都不过是剧分身而已 对吗 此言一出 窦英安和李玄一 全都勃然色变 同时眼中也第一次现出了惊恐之色 因为薛安所说的这句话 可以说是 他们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宁宁 窦英安嘴唇微微颤抖 我怎么知道的是吗 薛安淡然一笑 其实你们伪装的确实很好 乃至于我在第一眼见到窦英安的时候 也没有察觉出来 可后面 我就突然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很简单 那窦英安乃是先帝巅峰的强者 这等实力 可以说是诸天最顶级的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 在遇到利景形这般的对手后 最正确的做法 难道不是直接出手 将其抹杀吗 所以 你将我关进地宫之中 试图以其中的力量 将我抹杀的时候 就证明你对自己的实力压根就没有信心 我猜得对吗 窦英安的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自己这样一个做法 却令薛安看出了破绽 但很快 他便冷笑起来 是又如何 信薛的 我承认你实力今天 同时会演如炬 可这都改变不了你必败的事实 所以认清现实吧 现在投降于天外的大人们 还来得及 相信以你的实力和威望 一定会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的 薛安文言 却只是呵呵轻笑几声 却没有理会斗应安 反而转头看向了一旁的李轩衣 既然连你都只是一句分身了 那如果 没有猜错的话 现如今坐在仁皇殿店主宝座上的 应该也是一句分身吧 李轩衣面沉似水 一言不发 沉默 很好 那看来我猜得没错了 在结合之前的事情来看 能让你们这样的存在 都不惜以本体头伴去 就只有天外的那些存在才能做到了 我说的对吗 李轩衣默然良久之后 缓缓抬起头来 冷冷地注视着薛安 是又如何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杀了我们 根本于事无补 因为等到我等随着大军 濒临城下之时 就是你的死期 看着李轩衣那一脸的怨毒 薛安却忍不住轻笑起来 好 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只是不知道 你们这些本来屁腻一世的强者 却成为了别人的走狗 这种滋味真的好受吗 呵呵 薛安 你不必拿话来羞辱我 实话告诉你 那些大人物 乃是你无法想象的高等存在 跟他们比起来 这小小的猪天不过是一方水蛙而已 而你则是这方水蛙之中 比较强壮的那只蝼蚁 根本不值一提 说这话时 李轩衣一脸狂热之色 这其实也是触发了 当初李轩衣本体离开之前 留在这具身体里的执念 平时若是无视的话 那么这李轩衣是不会想起 自己乃是一具分身的 为人处事 也都正常无碍 唯独遇到了类似这种战败 或者被人当众揭穿秘密的事 留下的执念才会被触发 这也是李轩衣之前 压根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的原因所在 小水蛙之中的蝼蚁 薛安轻声重复了一遍 旋即抬起头来 冲李轩衣微微一笑 你这该死的比喻 听起来还真是形象了 李轩衣面现得意之色 刚想说话 可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俯身 凑到李轩衣的镜前 语气淡漠道 我知道你的本体 现在可以听到 所以 我这个小水蛙中的蝼蚁 就等着你们 这群大人物 进犯诛天之时 再看看 到底谁才是蝼蚁了 说吧 薛安的手掌 直接从李轩衣的前胸刺入 从背后穿透出来 Pull 在薛安那鲜血淋漓的手中 赫然是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李轩衣一脸惊讶地看着薛安 显然没想到 她居然会直接下死手 但很快 她的双眸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暗淡下去 与此同时 薛安的手掌猛然一握 碰 一声闷响之后 这颗心脏被生生捏为了肉泥 这具李轩衣的分身 也随之死去 薛安将手缓缓抽回来 其上红雁闪烁 将所有的血子都蒸发干净 而后薛安才转过头 来看向了这位窦应安 哦 确切地说 应该是窦应安的分身 虽然神殿之中 也同样设置了触发条件 可毕竟 这窦应安的实力 要远胜过李轩衣 事实上 如果薛安不揭穿的话 这具分身 甚至可以缓慢修炼 直到本体归来的那一刻 所以 这具分身的反应 也更加真实 薛薛安 商量一下可以不 哦 商量什么 薛安淡淡言道 同时用手轻轻擦去 溅落在脸上的一滴鲜血 我可以配合 你做任何事 甚至将这座玄冥林 送给你都可以 只要你能放过我 如何 窦应安满眼殷切地看着薛安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放过你 让你去跟天外的本体会合吗 薛安 你不是不怕我等吗 那你纠结这些干什么 怕不怕是一回事 但放不放你走 又是一回事 这两件事 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更何况我所要的 可不仅仅只是你的性命而已啊 那你想要怎样 话音未落 但见薛安眼中光滑爆亮 汹涌神念如摧枯拉朽一般 刺入了窦应安的石海之中 论神念之力 朱天没有谁能比得过薛安 更遑论仅仅只是 一具分身的窦应安了 所以 不过片刻光景 窦应安的石海 便被薛安彻底占据 紧接着 薛安的眼中光滑闪烁不定 而窦应安的脸上 则浮现出极度痛苦的神色 终于 在一声凄惨的嚎叫之后 窦应安的脑袋轰然爆开 因为高温而沸腾起来的脑浆 洒落一地 薛安则缓缓睁开了眼睛 目中献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因为他发现 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 不光是仁皇殿和玄冰陵 包括静月司 青海楼等顶级宗门在内 几乎所有先王以上的强者 居然都已经逃往了朱天之外 可以说 现如今的朱天 已经被掏空了底子 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但很快 薛安便冷笑一声 也好 反正都是一群没有骨气的投降派 逃出去 反倒省得自己 再动手清理门户了 此刻 在这座玄冥陵的宴会厅之中 气氛开始逐渐变得紧张 虽然在简在心 以及九剑仙等人的强力弹压之下 没有人敢说话 但许多人都在偷偷地一眼神 做着私下里的交流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薛安还有窦英安等人 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 整个过程多无半点阴性 这种异样的沉默 自然令许多人颜色更变 气氛也随之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简在心等人自然也感受到了气氛的异样 但他们的心中此刻也是一样的胶着不安 毕竟 刚刚薛安可是跟顶级先帝级别的窦英安 以及超级强者李玄一一起消失的 虽然说薛安实力强横 可同时面对两大超级强者 还是令人为之捏了一把汗 至少这位叶空明的心中 就是七上八下的 最终忍不住低声问道 爷爷 你说大人这次 能赢吗 叶不凡扭头看了自己这位嫡孙一眼 然后轻笑一声 怎么 害怕了 叶空明立即将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当然不是害怕 我只是有些担心罢了 呵呵 叶不凡轻笑一声 旋即仰头 看向薛安之前消失的地方 然后淡淡道 放心吧 大人一定会赢得 因为他可是独一无二的红莲先尊啊 说这话时 叶不凡的眼中浮现处近乎狂热的光芒 叶空明也不敢问 只是顺着爷爷的目光看过去 眼中一彩连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们祖孙二人的对话十分隐秘 外人自然不得而知 但在人群之中 却还有一个人 正满脸冷笑地看着宴会厅的上空 这位玄明灵的第二神将谢牙 应该算得上是 现如今整个宴会厅中 除剑修外 实力最强之人了 可他却连丝毫的抵抗都没有 便束手就擒了 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 自己这位死对头灵气 绝对是必死无疑 没错 一直到现在 这位血牙还认为薛安乃是灵气呢 于是薛安的所作所为 落在血牙的眼中 就变成了犯上作乱 试图倾覆玄明灵 从而执掌大权的叛乱行为 其实这也不奇怪 因为在许多超级宗门之中 类似于这样互相倾压的事情 简直是屡见不鲜 毕竟 修行虽然大多时候 是以年限长短来平定强弱的 但有些时候也会有例外 比如突然之间的顿悟 导致的实力暴增等等 这都会令人信心爆棚 从而有了反叛的心思 可血牙却不认为 灵气能有这个实力 对付得了灵主跟人皇使者的联手 所以他才会束手就擒 为的就是看笑话 这个时候还不出来 估计已经被灵主和人皇使者 给剁成肉酱了吧 真是笑话 居然敢跟灵主大人作对 真以为自己是第一神将便了不起吗 血牙心中暗暗想到 脸上的表情也随之越发地嚣张起来 可就在这时 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想法 只见那宴会厅上空 突然泛起了涟漪 紧接着便见光滑开始璀璨 而后便见一道淡淡的身影 从中穿越而出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全场一阵骚动 所有人都睁大眼睛 抬头望去 这血牙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他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的微笑 仰起头来看去 可紧接着 他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 因为当那光滑消散之后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赫然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这少年傲然而立 眉眼如画 虽然面无表情 但身前身后 却自有百般的威风 这一下 血牙彻底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灵器 还有灵主 以及人皇使者 一起消失的吗 那现在这个少年 又是谁 灵主 还有人皇使者呢 一连串的问号 占据了解牙的脑海 不光是他 几乎所有 玄冥陵的门人弟子 以及人皇殿派来的使者 都傻眼了 唯有剑在心等剑修在微微一愣之后 便为之欢呼雀跃起来 恭迎先尊 九剑仙灵狐爵上前一步 满脸激动的抱拳拱手 率先言道 其余众人见状 一时纷纷上前 跟随着灵狐爵抱拳拱手 齐声喝道 见过先尊 生镇屋啊 也令整个宴会厅中的人 为之错愕 这群人在喊什么 先尊 哪来的先尊 可也就是在这时 一名玄冥长老 忽然明白了什么 脸色刷一下 变得如雪般惨白 然后整个人都为之颤抖起来 你 你 你了半天 这名长老都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那是因为他的牙关 由于过度的惊惧而打战了 与此同时 旁边也有一人认出了薛安 然后便以近乎绝望的声音喊道 红莲先尊 他是红莲先尊薛安 哄 这句话 真好似一颗重磅核弹一样 炸得整个宴会厅的人 都为之色变惊骇 与此同时 只见薛安低头腑 看着脚下的云云众生 淡淡一笑 没错 我就是薛安 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们一句话 那就是 你们的领主还有使者 都已经死了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人敢说话 更没有人敢有丝毫的质疑 因为薛安这个名字 本身就代表了许多 毕竟 这可是近千年以来 整个诸天最为精彩绝艳的存在了 尤其这次强势归来 更是搅弄得整个诸天 都为之动荡不安 而若是他来此的话 那一切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毕竟 玄冥林跟薛安之间 可是死对头 之前 薛安杀掉了玄冥林培养处的传人 萧天煞 这份仇怨 已经另斗应安 对其恨之入骨 可人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红莲先尊会如此的强横 居然敢同时对付玄冥领主 以及人皇使者 关键是 他最终还赢了 就在这全场震步之下 躲在人群之后的血压 整个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脸色更是白的 好像一张纸一样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真想狠狠扇自己两巴掌 自己怎么就这么蠢 居然连这位红莲先尊的伪装都没看出来 还傻傻地以为 他是自己的死对头灵气 并特意留下 准备看笑话 这下好了 不但笑话看不成 估计还得把自己的命搭上 正当着血压后悔莫及之时 但见薛安淡淡一笑 恐惧吗 这就对了 因为接下来的事 才是最让你们恐惧的 话落 但见薛安一脚踩落 寻恶之剑便轰然而出 陷于众人面前 当无数洁白的剑芒 化为汹涌潮水 直扑咽会听众人之时 薛安却压根就没有看最终的结果 而是转身便往外飞出 剑在新剑状 刚要上前跟随 薛安的声音便摇摇传来 不用过来 再次等候即可 我马上回来 剑在新只好停住脚步 同时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大人这是干什么去了呢 与此同时 宴会厅中的惨叫声 正在此起彼伏地响起 构成了一曲 名为死亡的交响乐 这位血压虽然极力躲避 可在这寻恶剑下 任何的罪恶都无所遁形 所以 不过眨眼间 这些剑芒便如 孵骨之躯般围拢过来 啊 这血压惊恐至极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 同时奋力地挣扎反抗起来 不得不说 这血压不愧是 玄明灵的第二神将 其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尤其事关自己的生死存亡 因此 这血压几乎疯狂地 将自身所有压箱底的招数 都倾泻而出 同时身形往后急退 试图闯出宴会厅 逃出升天 在他看来 这一切 还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 这薛安再厉害 也是他人厉害 现如今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只剩下一招建议 自己拼死挣扎 难道还斗不过区区一道建议 抱着这个想法 血压还真就闯到了宴会厅的墙壁之前 眼见下一秒就要破壁而出 这血压的脸上 甚至都已经浮现出兴奋效益之时 墨电 但见一道剑光横斩而过 速度之快 乃至这血压根本来不及反应 破 一声闷响之后 这血压的咽喉被生生切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鲜血混杂着气管中的残存气体 喷涌而出 在洁白的墙壁上 溅落出一幅妖艳的画卷 即便是这样 这血压依然没死 只见他双手死死捂住咽喉处的伤口 不顾一切地往前直冲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闯过这道墙壁 那自己就算逃出升天了 可往常脆弱不堪的墙壁 在此刻却好似铜墙铁壁一样 令其根本无法逾越 血压目自欲裂 浑身肌肉震战 就想撞碎墙壁 但接下来 他的整个人便彻底放松了 因为又有一道巡恶之剑横空飞至 直接从背后透入 从胸前冲出 同时还带出了一溜 混杂着脏气碎片的血线 若你仔细看去 还能看到这血液之中 混杂着粉红的骨髓 那是血压的脊椎 被生生斩断的表现 哪怕是以血压的汗涌 当脊椎碎裂之后 依然如一滩烂泥一样 瘫软在地 神经的失序 令其只能目光呆滞地 看着宴会厅的天花板 咽喉处的鲜血勃勃涌出 很快 血压的双眸便迅速地暗淡下去 最终化为了两块毛玻璃 浑浊不堪 就此死去 他的死 也宣告着宴会厅这一战的结束 寻恶之剑如潮水般退去 此刻在看场中 不管是玄冥陵 还是人黄殿 几乎没有人幸存 地上横七竖八地 躺着许许多多的死尸 每个人的脸上 都凝固着死前的恐惧 地上流淌着鲜血 浓郁的血腥味 甚至令人喘不过气来 叶空明 简直都看傻了 叶不凡见状 不禁微微一笑 然后轻声叹道 孙儿 现在知道我为何说 大人肯定能赢了吧 因为你不明白 什么才叫真正的力量 说到这 叶不凡满脸崇敬地 看向虚安消失的方向 手掌生杀 严断生死 却又从不恃强凌弱 以示压人 这才叫真正的力量 叶空明的脸上 也现出了肃然和尊敬之色 低声道 是 我明白了 而也就是在宴会厅中的 杀戮终结之时 薛安夜已出现在了 玄明灵的地宫之前 此刻 这地宫之前空荡荡的 之前负责看守这里的人 已经都死光了 薛安站于地宫门前 静静地看着 目中光滑闪烁不定 两久之后 薛安方才淡淡道 类似的构造 类似的空间 我实在很好奇 你与这武库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说着 薛安抬起手来 手心之中风雷隐隐 其上赫然悬浮着 一栋古朴的建筑 正是武库 薛安当初在地球之上 曾开启武库 分发兵符战甲 助力众人试炼 而在离开之时 薛安只留下了 一道武库分身 借以维持武库试炼 至于本体 则被薛安随身携带来 没想到 在这次对战窦应庵和李玄一之时 派上了用场 但这并非是最主要的 最为重要的是 薛安从这玄冥陵的地宫之中 嗅到了跟武库类似的味道 所以他才会在灭掉窦应庵之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不过薛安并没有急于印证心中的猜测 他随手打开掌中佛国 那十几具僵尸从中飞出 在薛安的面前站成了一排 然后躬身失礼 虽然无法说话 但眼中的敬意和感激 却足以令人感受到 他们当然要感激薛安 因为是薛安帮助他们解开了枷锁 否则他们便将永世为奴了 感受着这些僵尸的心意 薛安淡淡一笑 你们也不用这么客气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是想着 就此回到灵寝之中沉睡呢 还是说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为将来历劫的朱天而战呢 这些僵尸文言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齐齐冲薛安点了点头 薛安哈哈大笑 好 果然不愧是当初叱咋一世的顶级强者 即便死了也风骨犹在 这些僵尸无一例外 全都选择为朱天而战 尤其之前跟薛安交流过的那具僵尸 更是十分坦然地以神念说道 我们本来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之前只是不想背负枷锁为人奴隶 现如今枷锁既已解开 那么朱天遭劫 我们自然不去再死一次 薛安收敛笑声 面色一素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且先退后 待我将这地宫拔出 众僵尸纷纷退后 而后便见薛安上前一步 双手伸开 须报横空 猛地一晃 砰砰砰 伴随着一阵地洞山摇的巨响 只见这座玄冥陵地宫 一点点地升起 居然被薛安从地里生生拔了出来 众将师也是为之择舌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但见以霸王举顶式 将这偌大地宫举在空中的薛安 猛然抱贺一声 开 哼 地宫之上光滑爆量 然后便迅速地缩小起来 眨眼间 这地宫便缩小为手掌大小 然后直奔悬浮于薛安面前的武库而来 哼 两道光滑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激起了万道光芒 令这些僵尸们都为之惊退 而紧接着 当这些光芒稍稍收敛散去之后 一幕奇景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见这已经缩小为手掌大小的地宫 在围绕着武库转了几圈之后 突然如水般流动起来 并奋出屡屡丝线 飞速地渗入武库之中 伴随着地宫的渗透 武库的光滑变得越发璀璨起来 同时 体型也开始一点点的增长 眨眼间 这座武库的体型便增长了差不多一倍 并且 建筑也变得比之前苍凉古朴了许多 这神奇的一幕 令这帮僵尸都为之择舌 薛安却静静地 看着面前这座武库 然后眼中光滑一闪 神念便沉入其中 此刻 这座武库的内部构造业 已跟之前有了些许不同 首先是面积增大了许多倍 其中更出现了许多陌生的空间与建筑 但这些空间和建筑 全都蒙在一层灰色的雾气之中 对于外界的变化 没有任何反应 哪怕是薛安以神念刺探 也无济于事 虽然这座地宫 已经跟武库融合在了一起 但之前里面所附着的一切 此刻都已经荡然无存 就连这些玄冥陵历代领主的灵寝 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除此之外 就再无其他的变化了 薛安默然不语 因为他发现 即便是吞噬了这玄冥陵地宫之后 依然没能揭开这座武库的秘密 比如 它是由何人建造 那些笼罩在灰蒙蒙雾气中的建筑 又是什么 这些疑问都在薛安的脑海之中徘徊 但很快 薛安便将其暂时抛住于脑后 因为在已知信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所有的揣测 都是空中楼阁 完全经不起推敲 所以 还不如将其暂时抛下 等到信息充足的时候 再推测真相也不迟 这也是薛安形式的一贯作风 很快 薛安便将神念从武库之中退出 然后随手一挥 这座武库便被重新收纳起来 而后薛安转头看向这些僵尸 微微一笑 好了 此件事了 接下来 我们便要将人黄殿青海楼等 已经被天外邪物控制住的傀儡宗门 一网打尽 众僵尸纷纷点头 薛安冲天起 整个人站于玄明林上空 俯瞰脚下 这座历经数千年而不倒 最终却被不孝子孙出卖的顶级宗门 淡淡道 众箭修听令 随我来 说吧 薛安一甩袍袖 整个人化为一道剑光 直奔远处虚空而去 在他身后 这些僵尸紧随其后 而在宴会厅中 当听到薛安之令后 包括简在心在内 所有剑修齐齐一阵 汹涌的建议 直接将这座偌大的宴会厅 挣为积粉 然后便也随之冲天起 追随着薛安而去 直到他们的身影 已经彻底消失在茫茫虚空之中 这座物字颤抖不止的玄明林中 才有三三两两的门人弟子 满脸惊恐地探出头来 他们都是没有资格 进入宴会厅的低阶弟子 薛安也懒得理会这些人 因此 他们全都幸存下来 可幸存是幸存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却已经害破了这些人的胆子 所以一直到众人彻底消失不见 他们才赶出来 看着夜已被移为平地的宴会厅 这些门人弟子的脸上 全都现出茫然和惊恐之色 因为无论是谁 在此之前都没有想到 本来叱咤诸天的超级宗门 居然会如此轻易地被覆灭掉 轻易地 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可眼前的事实 却又不由得他们不信 因此 他们只能神情呆滞地站在原地 直到两久之后 方才有人以无限惊恐的语气 轻声呢喃道 朱天要彻底乱了 很快 玄冥林被薛安领人直接踏平 玄冥林领主窦应安 以及恰逢其会的人黄殿使者双双陨落 整个玄冥林彻底覆灭 这一连串惊爆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便以恐怖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 所过之处 真好似飓风过境一般 令所有人都为之震害惊疑 无他 实在是这些消息 简直太刺激 人的神经了 且先不说旁大 就说 这位玄冥林领主窦应安 就不是异于之辈 论实力 更是可以排进朱天前三 可就是这样的顶级存在 却如此轻易地就陨落了 同时还带上了一位人黄殿的使者 这怎么听 怎么令人匪夷所思 甚至有很多人在听到后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是在开玩笑 可事实却由不得他们不信 很快 玄冥林现如今的惨状 便通过各种方法 传遍了整个朱天 当看到那满目创意的玄冥林总坛 以及那虽然被夷为平地 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到 累累尸骨的宴会厅 几乎所有人都不经道歇 一口冷气 因为这一切若是真的 那就证明 这位红莲先尊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 莫非他已经重登先尊之位了 那他现在又去哪里了 后面这个疑问 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因为薛安此次 前往仁皇殿 并未遮掩行踪 而是光明正大的率领着重剑修 直奔而去 所过之处 不管是何等强大宗门 薛安都如入无人之境 浩浩荡荡地直冲而过 这下 整个星海都为之震动 围观众人也不是傻子 从薛安前进的方向 以及结合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便可轻易推断出 薛安此行的目标会是谁 仁皇殿 因为只有仁皇殿 才有这个资格 煞世间 无数双目光都投向了 正在以一条直线 往仁皇殿杀去的薛安 人们都想知道 这位已经灭掉了 一大超级宗门的红莲先尊 接下来会如何对付仁皇殿 要知道 这仁皇殿 可是屹立在星海顶端的超级宗门 论实力丝毫不逊色于玄冥陵 甚至有有过之 而且 他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果然 当薛安等人 刚刚冲到半途之时 这仁皇殿便闻风而动 在外的强者纷纷折返 紧接着 仁皇殿的上空 便浮现出厚厚的光幕 将其彻底包裹起来 正是护山大阵 全部开启后的景象 这下 这场巅峰对决 彻底吸引了整个诸天的目光 而也就是在这亿万万人 瞩目的情况下 薛安率领重剑修 终于飞制了仁皇殿所属心域 大战 就此展开 看着画面中 那个出现在仁皇殿 幽蓝色 护山光幕之前的白衣少年 有人不禁轻叹一声 当真不愧是叱咤风云 将整个诸天 都曾踩在脚下的男人 果然气魄不凡 居然敢以这点人来冲击 早有防备的人皇殿 此刻 离着仁皇殿 比较近的众多宗门叶椅 齐聚一堂 并通过水晶之术 将远处的景象 时时转播过来 呵呵 有人闻言却冷笑一声 然后接着言道 气魄是不凡 但未免有些太过拖大了 毕竟从那流传出的消息 可以看出 玄冥林之所以那么快地覆灭 完全是因为 事先没有防范的缘故 可经过薛安这一路上的折腾后 现如今的人皇殿叶椅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薛安即便再厉害 也休想重复 玄冥林的成功了 许多人闻言 亦是纷纷点头 没错 不说别的 就光凭这护山大阵 就足够这位红莲先尊 喝一壶的了 那可是出自历代 数十为顶级阵法大师的手笔 整整磨砺了数千年 其威势之强 甚至可以抵挡 顶级先帝的权力攻击 我就不信 这薛安能那么厉害 可以轻易破开这护山大阵 当然 也有很多人对薛安此战 持乐观态度 但不管怎样 在看到这堵厚达树里的 幽蓝色光幕之后 哪怕最乐观的人 也不禁暗暗为薛安捏了一把汗 与此同时 薛安站于仁皇殿的 护山光幕之前 一言不发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而在他的身后 众剑修也在默默地看着他 只不过 这些人的眼神之中 没有犹疑 有的只是无限的坚定与信任 因为对于他们这些剑修而言 现如今的薛安 俨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信仰 不管他做什么 这些剑修 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而也就是在薛安站于 护山光幕之前观察里面的时候 仁皇殿之中的人 也在透过光幕看他 不过此刻的人皇殿上下 却沐浴在一股轻松的氛围之中 没有半点大战来临前 该有的紧张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这些仁皇殿的门人弟子 同样对于这座护山大镇 充满了信心 与此同时 在那仁皇殿正殿前的广场之上 仁皇殿殿主 若无情正面无表情地 坐在龙椅之上 台阶之下站立的 则是仁皇殿的大小官员 毫无疑问 能出现在这的 都是仁皇殿的最高层了 可奇怪的是 那些站在最前排 本该在这个时候 出言献策的众多军师 以及太傅 此刻却全都神情木讷 一言不发 反倒是一些普通官员 十分的兴奋 正在跟身旁的人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着 甚至还有人满脸讥讽地 看着光幕外那道身影 泽泽 领着这么点人 便赶过来挑战我们仁皇殿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谁说不是 要不咱们的陛下 以及这些太傅军师们 全都没吭声呢 估计早就有了万全的准备了吧 可这些正在小声议论的人 并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 这位仁皇殿殿主 若无情眼中 闪过的一抹诡异寒芒 而也就是在这时 只听东的一声巨响 将仁皇殿整个包裹起来的 护山光幕 也随之微微颤抖起来 薛安 出手了 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 但见薛安一拳轰在了 幽兰光幕之上 巨大的力量 震得整个光幕 如水般颤抖起来 但很快 这光幕便稳定下来 甚至连那幽兰的光泽 都没有半分闪烁 这下 不管是在远处围观的人群 还是仁皇殿之内的门人弟子 全都微微骚动起来 我说什么来着 这位红莲先尊 实力是不错 可他现在 毕竟还不是真正的先尊 要想凭一己之力 破开如此强大的护山光幕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冷笑道 仁皇殿之中 更是痴笑连连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还想攻打我仁皇殿 呸 做梦去吧 无计可施的话 就赶紧回家抱孩子去吧 一时间 各式各样的戏血之言 满天飞 可薛安却好似 根本没听到一样 甚至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欠缝 他只是冷冷地注视着面前 这堵看似不可攻破的光幕 然后缓缓抬起手来 省省力气吧 再打多少拳 结果都是一样的 有人见到这一幕 不禁冷笑道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的手中 突然献出了一道 单薄到近乎透明的剑意 可就是这样一道剑意 当他出现之后 久见仙灵狐诀 以及减在心等人的瞳孔 却为之急缩 因为他们可以感受到 在这道看似 随时都可以折断的剑意之中 却蕴含着无间不摧的力量 甚至仅仅只是这么看上一眼 便觉眉心刺痛 面目生寒 薛安慢慢抬起手来 一剑挥落 没有声息 没有气流 甚至连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这道剑意 便好似热刀切黄油一样 轻而易举地 将面前的幽兰光幕 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 直到足足斩进去李许之谣 这道剑意 方才被消磨殆尽 化为了乌有 不仅如此 这道剑意所展出的伤口 好似蕴含着一股奇特的力量一样 将那涌动而来的幽兰光滑阻隔在外 令其根本无法复原 这下 全场一片死寂 之前还信誓旦旦说 薛安绝不可能以一己之力 攻破这道护山光幕的人 此刻全都傻了眼 尤其是光幕包裹之中的人黄殿众人 更是满脸的惊骇欲绝 谁能想到 看似牢不可破的光幕 到了薛安的剑下 却跟豆腐一样 根本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抬起头来 微微一扬眉 以淡漠的语气缓缓道 所谓坚不可摧 原来不过如此 说吧 薛安再次伸手 直接探入了面前的虚空之中 然后猛地往外一转 咔咔咔 一道比之前那道剑翼 还要强大无数倍的剑翼 就这样被薛安一点点拽了出来 顷刻间 只见一道长鱼数百里的剑翼赫然出现 令整个环宇都为之震动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闭目侧头 因为这剑翼实在太盛 乃至令人根本不敢直视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举剑 斩落 剑翼还未至 这幽蓝光幕便已层层炸裂开来 而后剑翼从中指掌而过 朝着整个人黄殿便斩落下来 哄 剑翼威压之下 整座人黄殿都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所有门人弟子的脸上 全都浮现出惊恐的神色 因为这一剑的威势实在太强了 强到令人为之绝望的地步 可也就是在这时 从那大殿之前的广场之上 传来一声冷哼 你真以为 我人黄殿好欺负吗 随着话音 但见这位人黄殿殿主洛无情 从座位上豁然而起 眼中金光一闪 紧接着从头顶之上 便浮现出一尊巨大的虚像 这尊虚像头戴免留 身穿 袖满十二张纹的袍服 威严赫赫 宛若上古天地一般 令人不敢直视 天哪 是人黄法香 围观的人群之中 有人失声惊呼 至于这些人黄殿的门人弟子 则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要殿主大人施展出这人黄法香 也就意味着 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果然 当这建议降临至这尊人黄法香的头顶之时 只见他突然举起宽大的手掌 直接将这道建议握在手中 然后猛的一合 碰 建议轰然破碎 归于虚无 然后便见这尊人黄法香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轻蔑的笑意 以隆隆的声音喝道 就凭这点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喝声如雷 碾过四眼 也令全场一片肃然 很多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凝重之色 尤其那些对薛安抱有善意的人 更是暗暗替薛安捏了一把冷汗 唯有薛安一脸平静 甚至还似笑非笑地看了落无情一眼 然后方才淡淡道 是吗 那就再接我这一剑 说着 薛安手腕一翻 天珠剑便出现在了手心之中 然后往前一刺 剑身整个末路虚空之中 等再次出现 夜以来治了这尊人黄法香的眉心之前 并直指往前刺去 整个过程全无半点波澜 轻松血液的 就好似顽童西系一样 可就是这样一剑 却令这尊人黄法 相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猝不及防之下 剑尖便以微微刺入了人黄法香的眉心之中 足有半寸之深 而那凝练的剑意更是深入其中 令这尊人黄法香的整个身躯 都随之闪烁起来 谁都没有料到 局势居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有了如此大的逆转 但也就是在这时 只听这尊人黄法香 嘶声力吼道 朕乃不是人黄 谁敢在朕的面前造次 话落 强决的威势 令天朱剑的前进之势 瞬间凝滞 紧接着 只见这尊人黄法香的面前 光纹闪现 陡然间形成了一方巨大喜应的模样 而后他便以空洞 却又充满无上威严的声音说道 震集天下 死 哄 这方喜应 顺着天朱剑 便砸向了虚空之中 并瞬间出现在了虚安面前 整个过程可谓快急 不光如此 这方喜应 还在疯狂地增大 等到了虚安面前之后 夜已变得跟一座小山相似 人黄之印 这个姓靴得完了 有人见状 忍不住轻叹道 因为这人黄之印 买是人黄殿最顶级的秘宝 在经历了数十代人黄的喜炼之后 这方喜应之中 蕴含有无上的人黄之气 一旦施展开来 甚至连天道都要为之退避 可以这么说 一旦被这方人黄之印尽深 那么 你除了臣服以外 就只有一个字 死 因此 全场便是一阵的骚动 而当看到这喜应 成功出现在虚安的头顶之上 并将其笼罩起来后 这若无情的脸上 也不禁浮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可下一秒 他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凝固了 因为就在这时 正顶在他眉间的 这柄天珠剑又往前猛的一词 破 剑意所致 这尊人黄法相的脑袋 被瞬间炸开了一个大洞 与此同时 在那喜应之下 也传来薛安淡然的声音 一介分身 也敢在我面前造刺 说着 这方喜应便突然停住 然后上面献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最终轰然破碎开来 而后在那漫天烟尘之中 薛安傲然而出 一昧飘荡 宛若折仙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而也在同一时刻 只见这尊人黄法相 惨好几声 然后便从脑袋开始 一节节地炸裂开来 眨眼间 这尊人黄法相 便彻底崩碎 消失于众人面前 咕咚 许多人下意识地 吞了口口水 洛无情 更是呆立于空中 眼中光滑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薛安一步迈出 直接来治了这洛无情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 两久之后 方才淡淡一笑 很抱歉 看来你的试探也失败了 这句话一出 洛无情的眼中 陡然暴射出璀璨的光滑 并死死盯着薛安看了两久 这才缓缓言道 原来你早就知道 当然 薛安慢条斯理的言道 从你躲在这句分身之后 窥看于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洛无情看着薛安 眼中光滑见盛 居然隐隐间浮现出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就好似在这句身体中 还躲藏着另外一个人一样 这一幕 也引来了全场的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薛安刚刚所说的分身 又是怎么回事 有人惊呼道 天啊 你们快看 这时的场中 变故又生 这洛无情的身躯 正在迅速地崩碎 很快便只剩下了那两只 散发着璀璨光滑的毛子 而从眼眸之中 则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姓薛的 你不愧是曾经叱咤风云的 红莲先尊 果然有不俗之处 但你也应该明白 什么叫大事 哦 什么叫大事 薛安微微一条眉 很简单 天外的大人物们 征服诸天 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 所以 时时务者为俊杰 只要你肯低头 之前的账 都可一笔勾销 你也能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 并拥有难以想象的进步空间 你可愿意 这番话 是直接以神念的形式 出现在薛安的脑海中的 可薛安却冷笑一声 然后盯着漂浮在空中的这双眼眸 淡淡道 不好意思 我不愿意 而且我也从不相信什么大事 我唯一相信的 只有手中的这柄剑而已 你 这双眼眸之中的声音 为之气节 可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手中的天珠 直接展出了一个 优美至极的圆弧 扑扑两声 这双眸子 便被从中斩为两半 浓血洒落余地 而虚空中 则隐隐传来了一声 愤怒至极的惨嚎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此很快 一切便重归于济 至此 这位仁皇殿 殿主落无情 就这样消失在众人面前 全场静的 可以听到人们呼吸的声音 因为所有人 都被这一连串的变故 给惊呆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薛安抬起头来 目光从人皇殿的众人身上扫过 然后猛地一跺脚 哄 寻恶之剑直接浮现 如蛟龙出海般直扑而下 而薛安则转过身来 大步而去 甚至都没有看最终的结果一眼 因为他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是 薛安以一己之力 覆灭人皇殿 消息传开 举世震惊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天之中 薛安以摧枯拉朽之势 连灭青海楼静岳斯 等数十个顶级宗门 速度之快 乃至令人们到后来 都震惊得有些麻木 有人更是哀叹 经此一役之后 诸天恐将为薛安一人之地 可也就是 在人们纷纷揣测 这位强势回归的红莲先尊 在灭掉了这些星海大教之后 将会如何均临天下之时 发布了一个消息 消息的内容 便是关于整个诸天 即将面临的这场大劫 以及玄冥陵人皇殿 还有千鹤宫等宗门 是如何跟天外之力勾结 意图倾覆诸天的 这个消息 薛安直接以神念广播的形式 扩散开来 因此不出一天光景 便传遍了整个诸天的各大宗门 煞时间 整个诸天都沉没了 虽然说 有许多宗门 其实隐隐约约 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但还有很多人 对于这些事并不知情 所以 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简直震惊得无以复加 甚至若是其他人 告诉他们这些消息的话 一定会被其认为是骗子 可现在告诉他们 这个消息的 可是薛安啊 那铁一般的事实 由不得他们不信 于是乎 几乎所有的人都迷茫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个困局 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即将到来的大劫 甚至有些人认为 诸天这下肯定是完蛋了 绝望之下 做出了许多自暴自弃的举动 一时间 整个诸天可谓是愁云惨雾 一片哀嚎 就在这种形式之下 薛安率领着重剑修 返回了剑宫之中 留守于此的人 自然也已经知道了 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满脸崇拜地前来迎接 可他们并未见到薛安 因为薛安早早地 便飞入了心域之中 去见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去了 不过很快 小莎和张小鱼 便领着想想念念出来了 却依然不见薛安和安颜的身影 直到两久之后 他们两个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虽然表面看去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眼尖的张小鱼 还是注意到 安颜的脸色 稍微有些红韵 这不禁令他黑黑一笑 却又不敢吭声 只能几眉弄眼地 冲小沙 做了几个鬼脸 直到挨了几巴掌后 方才老实下来 很快 薛安便将事情料理了一下 众人各自散去 连安颜和想想念念 也随之离开了 却有一个人并没有离开 那就是这位九剑仙灵狐绝 直到众人全都离开之后 他方才走上前来 抱拳拱手 沉声言道 大人 可还没等他接着往下说 薛安便笑着摆了摆手 不用说了 先来喝杯茶吧 说着 薛安直接飞至立井形 闭关所在的高台之旁 然后摆上茶盏 开始烹茶 林狐觉有些拘谨地 站在一旁看着 很快 随着炭火的炙烤 茶壶之中便飘出了 沁人心脾的茶香 薛安娴熟地榛满两杯茶 然后头也不抬地说道 坐 林狐觉十分恭敬地坐在对面 然后端起茶杯 戳饮了一口 眼前便是一亮 味道如何 薛安淡淡道 好茶 林狐觉真诚赞叹道 薛安笑了笑 然后目光便飘向远处 那依然处在闭关中的立井形 淡淡道 说吧 你都想问什么 林狐觉面色一素 然后便将茶杯放在桌上 斟酌了一番言辞之后 方才缓缓言道 大人 您将消息公开之后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薛安转眸 看了林狐觉一眼 你觉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林狐觉苦笑一声 我不知道 但玄吉 他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但我觉得 若想度过此劫 非得集合全诸天之力不可 所以应该发出召集令 令所有强者都前来商议此事 薛安笑了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吗 或者说 你是想教我做事 林狐觉面色一白 慌忙言道 悲下不敢 但我只是觉得 现如今诸天强者 都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之中 若是长此以往 恐怕有伤势气啊 薛安默然不语 只是用线长的手指 轻轻转动着桌上的茶钟 林狐觉也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直到两久之后 薛安才忽然轻笑一声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之所以没有发出第二道命令 就是想让他们在这种气氛之中多待一会 毕竟 没有什么是比恐惧更能令人冷静的了 你说呢 看着薛安脸上那淡然的笑意 林狐觉心头轻颤 旋即深深低下头来 大人高见 是背下愚钝了 不过 你说的倒也不错 若老是这样的话 也会伤损士气 所以吗 薛安的手中 突然出现了一柄小剑 然后轻抚剑身 淡淡道 也是时候让人们动一动了 言罢 薛安猛地一挥手 小剑直冲而起 飞入了九霄云端 然后轰然炸开 无数剑光分涌而开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林狐觉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忽然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因为他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句话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而与此同时的薛安 则缓缓引下杯中茶水 眼中光滑如玉 轻声呢喃道 这场大劫 终归是要以这种方式来结束 而也就是在茶盏之中 水还未凉之时 整个诛天都因为薛安 所发出的这道小剑 而震动起来 几乎所有宗门 都在第一时间 收到了这些小剑的通知 但更重要的是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剑 飞向了那偏僻的虚空深处 惊起无数影视高人 在那星海荒僻之处 有一颗普普通通的星球 这颗星球气势平平 灵气也非常一般 因此 有史以来这颗星球之上 出过的最高等级的修行者 也仅仅只是个真线而已 原因无它 就是因为这颗星球的灵气 以及资源供养 不出更高等级的强者了 但尽管如此 在这颗星球之中 依然是宗门伶俐 修者众多 而且因为资源的短缺 导致这里的修饰 彼此之间的轻压更为厉害 门派之间 更是动辄变徒宗灭门 总之 这就是一颗连星际海盗路过 都懒得打劫的普通星球 也是真正的荒蛮之地 而也就是在此刻 在这颗星球之上的一座高山之下 矗立着这一座小镇 小镇并不大 一山而建 总共也不过两条街 但却十分的繁华 尤其是现在 因为这颗星球首屈一指的 大剑宗贤岳宗 开山在即的缘故 导致这座小镇 更是人员爆满 来自四面八方 试图败入贤岳宗的少年 简直数不胜数 早有精明的商家 窥准了商机 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 不管是旅馆还是茶寺 都因此 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最挣钱的 还要数大街上那一家 嗨着一家的建冠了 只见这些建冠的门外 无一例外都挂着大幌子 上面以醒目的大字 写着各式各样的广告语 比如 贤岳宗第十八代 嫡传弟子 开馆收徒 贤岳宗外山大长老 亲自指点了 诸如此类的话 简直是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 但不管是什么广告语 基本都带着贤岳宗这三个字 因为在这里 开监惯的人都清楚一个道理 能来这座小镇的 全都是冲着贤岳宗的名气来的 所以 贤岳宗才是他们的金字招牌 只要打出这个旗号 那就坐等弟子上门吧 原因很简单 每年贤岳宗开山 仅仅只会收十名弟子 可前来这里拜师的少年 却成千上万 如此悬殊的比例 令能够成功 败入贤岳宗的人 简直是凤毛麟角 即便败入了 也基本都是非富极贵的子弟 一般人连想都不要想 可其他人来了 总不能白来 所以这些见惯便窥准心理 在这里打着贤岳宗的名义 大肆收徒 赚取高昂学费 更有甚者还招摇撞骗 说自己有幕后渠道 可以通过运作 让人败入贤岳宗 条件就是 必须要败入贱冠之中 修行三年 总之 整座小镇都因为贤岳宗 而变得极度繁华 街道之上 简直人流如枝 可也就是在这时 从那街道的拐角处 突然传来了一阵谩骂之声 哪里来的臭要饭的 这里也是 你能来的地方吗 还不快滚 随着话音 便听扑通一声 一个干瘦肮脏的老头 便被推倒在了街上 路过的行人纷纷闪避 却也有许多好事之人 驻足停留 留下来看热闹 只见这名老者 干瘦得 好似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一样 衣衫褴褛 尤其一双眼睛 更是泛着不祥的白光 全是个瞎子 而在路旁的 一座饭庄的台阶之上 一名店小二 正趾高气扬地站在那 嘴里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骂着 妈的 居然还是个瞎子 真是晦气 告诉你 我这里一会可是要招待先宗贵客的 若是被你冲撞了贵人 你十条命都不够赔的 还不快滚 省得脏了我这里的地面 可奇怪的是 面对店小二的妈妈 这名老者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的表情 表现得十分平静 甚至当有好心人 上前将其搀扶起来的时候 他的脸上 都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可就是这种无言的沉默 却令这个店小二 感受到了一丝无形的压力 甚至于下意识地 他嘴里的骂声都随之变小了许多 只能嘟嘟囔囔地低声道 死瞎子 居然还敢板着脸 小心一会走路摔死 话还没说完 但见树道见光自远处飞了过来 然后落于场中 待献出身形之后 赫然便是几名身穿弦跃宗弟子服 满脸惊傲之色的少年少女 一见到这些人 这名店小二神色一变 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 然后便一路小跑地冲了过来 几位先宗贵客 饭菜早已准备好 快请尽快请进 这店小二点头哈腰 一副奴言必息的模样 可这几名闲跃宗的弟子 却连正眼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仰起头来 瞥了一眼这座饭庄 然后其中一名少女便捂住嘴巴 有些嫌恶地说道 师兄 你说的就是这么 领头的一名少年点了点头 没错 可我看这饭庄普通的很嘛 就这样一座凡间饭庄 能有什么好吃的 你尝尝就知道了 这里面的大厨手艺 可是相当不错 这名少年说着 脉步便往里走去 众人在后相随 可就在这时 这名老者也恰好转过身来 准备往那长街走去 好巧不巧的 正好跟之前说话的那名少女 打了个对脸 当看到这名衣衫褴褴的老者之后 这名少女便是一皱眉 往后一退 满脸嫌恶地说道 这里怎么什么人都有啊 连要饭的都出来了 看见他 什么吃饭的心情都没了 这戏话一出 领头的少年便停住脚步 转头看了老者一眼 然后便看向这名殿小二 冷声喝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殿小二被吓得脸都白了 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我 我现在就赶他走 不用了 一个死瞎子 也敢冲撞师妹 杀了算了 在这几人之中 有一名满脸英质之色的少年 冷笑道 没错 师妹何等尊贵存在 居然被这样一个 卑贱东西给冲撞了 不杀不足以平息木火 旁边一人 也随之附和道 领头的这名少年 闻言漠不作声 但他的面前 却隐隐献出了一丝剑芒 师兄好厉害 居然这么快就能凝练剑芒了 这名少女 剑状不经满脸崇拜的言道 这少年颇为自得的一笑 然后转头冲 这名老者淡淡道 怪就怪你不该来这里的 而且能死在我的剑下 也算是你的荣幸了 说着 只见他面前的这道剑芒 骤然增大 然后便直奔这名老者 斩了过去 围观的路人纷纷一闭眼 心说完了 这个老头死定了 这名少女的脸上 则浮现出一抹得意之色 就好似戏耍蝼蚁的顽童一样 充满了天真的残忍 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却令他脸上的得意 彻底凝固了 只见这道剑芒 刚刚冲到老者境前 便如血浴骄阳一样 直接消融于无形 不光如此 这名发出剑芒的少年 更是如遭重锤一般 被轰得往后连退十几步 并大口大口地往外喷血 这一下 全场皆惊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而正当众人瞠目结舌之时 这名老者 眨动着无神的眼睛 然后迈步便往远处走去 气势所及 无人敢于阻拦 立即让开了一条道路 很快 老者便从这名 正在瑟瑟发抖 店小二身旁路过 店小二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可老者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略停了停脚步 然后便继续往前走去 这名少女也傻眼了 只能神情呆滞地看着 这名走来的老者 直到都已经 走到他的境前了 老者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你们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用剑 此言一出 这些贤悦宗的弟子们 全都面现不愤之色 有几个人的眼中 更是闪过一抹寒光 但老者仅仅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便迈步往远处走去 他的身形刚刚走远 这名少女的眼中 便浮现出深深的屈辱 跟旁边几名少年对视一眼 彼此微微一点头 紧接着 少女便突然捏碎了手中的欲绝 一点光滑冲天起 然后于空中炸裂开来 化为了满天烟花 正是贤悦宗弟子 独有的求救信号 一旦发出 就意味着遇到了难以应对的险境 附近的贤悦宗门人 会在第一时间赶来 这座小镇的人自然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脸刷一下就白了 很多胆小之人 更是立即悄无声息地散去 因为他们知道 一场大风波 很快便将降临 尤其这座小镇距离贤悦宗实在太近 所受的波及肯定更强 为了保险起见 自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至于这名老者 在许多人眼中 现在的他 俨然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果然 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但见远处的那座高山之上 光滑四起 足足数百道的剑光 直奔着小镇而来 同时 领头之人还以威严的声音喝道 何人居然敢在 我贤悦宗的山门之下造次 声波所及之处 气势威严不凡 有人低声惊呼 是贤悦宗的法厄大长老 居然是他亲自出山了 这一下事情更大挑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远远地离开了这名老者 生怕再受到牵连波及 老者的脸上 却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 仿佛这位贤悦宗 法厄大长老的话 只是耳旁风一样 继续缓步往前走去 眼见着数百道剑光 马上就要驾临小镇上空 可也就是在这时 一柄小剑 突然划过虚空 刺破苍穹 出现在了这颗星球之上 并散发出璀璨而又独特的建议 说他璀璨 BQ Dex Me 是因为这件一支墙 足以令人瞠目 说他独特 则是因为这件一支中 所蕴含的信息 只有大罗以上的强者 才有资格解读 因此 不管是在场众人 还是贤悦宗的强者 来自整个星球的所有宗们 都只是感受到 有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 突然出现 却完全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 正当整颗星球都为之大乱之时 这名老者 却豁然抬起头来 那双无神的眼眸 直勾勾地盯着天空 然后轻声呢喃道 天外之节 召集群雄共诸之 真是没想到 我这个已经被人 打下双眼的废人 居然还有人记得 也好 那我便走这一趟 说吧 老者浑身微微一颤 那本来感受至极的身躯 立即变得丰满起来 同时变化的 还有他身上的气势 本来只是街边 一名普普通通的要饭老头 可不过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名 气势深如渊海的绝世强者 这等变化 令周围的人 全都瞠目结舌 之前对老者出手的 这名少年 见状面现骇然之色 然后便想推测 老者的实力 可这个窥探的念头刚起 这名少年的脑袋 便直接爆裂开来 死尸栽倒在地 不光是他 刚刚对老者 颇为敌视的 这几名少年少女 连哼都没来得及 哼一声 便被威压震碎了心神 崛起身亡 顷刻间 这间饭庄的门前 便只剩下这位 抖落筛康 惊惧欲死的殿小二了 他奇迹般地 没有吓晕过去 而是大睁着双目 呆呆地看着 这名老者的背影 此刻 这名老者的背影 挺拔如剑 哪里还有半点 之前的颓势 紧接着 便见这名老者 一挥袍袖 整个人冲天起 煞时间便来 置了高空之中 此刻 这位贤月宗的 伐恶大长老 率领着 众多门人弟子 也停止在高空之中 不是他不想动 而是他根本就动不了 他刚刚只感觉 脚下的小镇之中 有一道威势冲天起 并在寝客间 便彻底掌控了 周遭天地 令他连动都不敢动 因为他很清晰地 预感到 若是自己稍有异动 那自己绝对 会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 在空中待着 直到这名老者的到来 当看到这名老者之后 这名乏恶大长老的眼眸 逐渐睁大 眼神之中满是惊恐 因为他骇然发现 以自己的实力 却连这名老者身上的威势 都看不透 这就说明 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简直不能以道理计 而也就是在这时 老者眨动着那双无神的眼眸 看向这名乏恶大长老 这名乏恶大长老 就感觉浑身的肌肉 瞬间紧绷 极度的恐惧 令他不由自主地 便跪倒在空中 老者却没有理会他的跪下 而是微微抬头 面对着远处 这座贤月宗的高山 淡淡道 看来你们整个宗门 也不配用剑 说吧 老者的面前 陡然浮现出一道 形如秋叶的剑椅 然后便对着远处的高山 指掌而下 轰隆隆 这座高山剧烈地晃动起来 其中更是隐隐传来 贤月宗门人弟子的惨叫之声 可一切都无法阻挡这一剑 不过眨眼间 这一剑便将这座高山 从中间硬生生地长为两半 至于这座贤月宗 更是荡然无存 化为了一片狼藉 这一剑 真好似石破天惊 不光令在场众人 也令整个星球的宗门强者 为之震害欲绝 因为这一剑之威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 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地 可这名老者轻描淡写的 却好似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 双手背负于后 淡淡道 此宗掌剑不正 无秋一夜今日灭之 若有寻仇者 无于心海之中随时恭候 言罢 老者仰起头来 深周见一璀璨 然后变化为流光 于瞬息间消失不见 没错 这名老者正是之前于剑三大战 最终落败的那位 绝世散修秋一夜 他当时被剑三一剑斩碎双目 但剑三并未杀他 而是以极其轻蔑的态度放过了他 可对于秋一夜这样的剑修而言 这种态度本身就是极大的侮辱 所以他很快便消失不见 就此再无任何下落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谁也没想到 他居然来到了这样一颗荒僻的星球之上 并化身为落魄潦倒的乞丐 这都是因为 秋一夜当时被剑三击败之后 剑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实际上 若不是因为薛安这一剑的召唤 这秋一夜 很可能将就此沉沦下去 再也不会出头了 而也就是秋一夜 按照薛安所发出的召集令 往那剑弓星域而去之时 在朱天的另外一个角落 出现了一架巨大的圆环 这道圆环是如此巨大 并且通体都是以金属铸造而成 散发着冰冷的机械美感 但是此刻 在这架星环的表面之上 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痕 就好似被无数陨石砸过一样 有些深的 甚至都能够看到 里面那裸露的线露了 呼 坐于轮椅之上的张天佑 突然尝出一口气 然后便抬起手来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妈的 累死我了 终于写完了 不是 我早就劝过你 放弃这种落后的输入方式 可你就是不听 用脑电波输入 难道不好吗 随着话音 一名身穿洛丽塔公主长裙 却依然掩盖不住 那满脸冷漠的女子 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 环环 这就是你不懂了 你永远无法理解 双手在键盘上翩翩起舞 是一种什么感觉 尤其那清脆的键盘 敲击声 连成一片的时候 真好似一曲优美的交响乐 令人为之沉醉 张天佑一脸迷恋地说道 女子文言挑了挑眉 很抱歉 我确实无法理解 通过双手输入字符 来控制飞船穿越陨石海 并最终害得整个星环 差点遭受不可逆转的损伤 有什么好值得迷醉的 落后就是落后 不必找任何借口 这番话一出 这名张天佑的脸上 便浮现出十分尴尬的神色 然后轻咳几声 嗨嗨 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但是环环 你能不能不要说得这么直接 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星环奇怪地看了张天佑一眼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博士 很抱歉 身为人工智能 我是不会说谎的 张天佑十分无奈地一无眼睛 好的 我明白了 说吧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缓缓 查一下损失情况 然后进行修复 好的博士 情况我早就已经查明了 星环整体受损程度为57 其中可自行修复的占32 需要人工干预修复的25 那现在便赶紧修复吧 好的博士 说吧 星环身形陡然散开 就此融入了地面之中 消失不见 等到指挥舱中 只剩下张天佑一人后 只见他轻叹一声 然后摇了摇头 满脸无奈到 真是没有情趣啊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已经想起 这位张天佑的身份了 他正是前文曾经提到过的 那位科技改变一切发展社的社长 当然 直到现在他这位社长 依然是个光感司令 连扫地的都算上 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当初 这位张天佑 曾经巧遇过薛安和胡叶二人 后面分别之后 他便驾驭着这架星环于 诸天之中一路游荡 辗转之下 居然来置了这诸天边缘之地 并误入陨石弥海之中 直到今天才出来 张天佑驱动轮椅 来自控制台前 看着大屏幕上的星图 淡淡道 也不知道离开了这么久 诸天有什么变化没有 先侦测一下吧 说着 张天佑食指挥舞 在键盘上进行了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 煞时间 大屏幕上便浮现出密密麻麻的代码 同时 星图也在不停地变化 墨电 张天佑停住食指 愣在了原地 什么 天外之节 紧接着 他便开始激动起来 看来我之前的推算是正确的 诸天之外 果然有极其广袤的空间 哈哈哈哈 这简直太有趣了 张天佑狂笑起来 同时极其兴奋地控制着星环上那特有的雷达 捕捉周遭的一切信息 他想尽快找到合适的星路 然后离开这边缘之地 前往星海深处 可就在这时 在大屏幕的画面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柄小剑 当小剑出现之后 画面立即将其牢牢锁定 而后还不等张天佑反应过来 这小剑便缓缓调转剑身 剑尖直指画面之外的张天佑 墨电 剑身之上爆发出极为璀璨的光滑 然后一个加速 就此消失在原地 仅仅刹那间 这柄小剑便从原地穿透虚空 直接来治了星环之前 然后轰然炸开 磅礴的剑意夹杂着庞杂的信息 狂涌而入 刹时间 张天佑面前的屏幕上 出现了海量的画面和信息 张天佑认真观看着上面的信息 面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两久之后 信息流中断 张天佑坐在原地漠然不语 而这时 这名身穿洛丽塔长裙的女子 也再一次出现在张天佑身后 不是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先行躲避起来 躲避 张天佑轻笑一声 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眼中闪耀着无比璀璨的光滑 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便要前往这剑弓星玉 跟着薛安会合一处 因为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天外之力 能将整个诸天都搅弄得如此沸腾 而且我有预感 这将是我们科技改变一切发展社 证明自己发展壮大的最佳时机 说到这 张天佑兴奋言道 现在便调转方向 朝着剑弓星玉全力进发 遵命 博士 星玉立即开始调转方向 然后浑身一颤 尾部喷出幽蓝色的光焰 猛的一个极加速 便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以这星玉的速度 跨越亿万星玉 都不过几天时间 更何况是这区区边缘星玉 可就在星玉 马上就要脱离这片边缘之地的时候 它那本来狂暴的速度陡然一致 就好似撞在了什么铜墙铁壁之上一样 居然硬生生停了下来 即便这架星玉坚固无比 可那巨大的惯性 还是令它的内部 发出了咯蹦蹦的声响 好似随时都会解体碎裂开来一样 张天佑更是被硬生生地震飞出去 脑袋重重地撞在了大屏幕上 险些就此砸晕过去 幸好人工智能环环 及时接管了一切 本来朝后喷射的发动机尾焰 猛地掉转了一个方向 将大部分的惯性都给抵消掉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即便如此 张天佑的脑袋还是被砸出了一个大包 并且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直到过了几个呼吸 方才清醒过来 然后便怒火中烧得好到 怎么回事 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面到底有什么 无怪乎他会如此愤怒 因为他已经被砸猛逼了 并且顺着额头还在往下躺落鲜血 正在这时 但见被张天佑的脑袋 砸得闪烁不止的大屏幕之上 开始缓缓浮现出前面的图像 然后 这位本来狂怒不已 正在疯狂叫嚣的张天佑便彻底傻眼了 因为就在大屏幕的画面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名身穿淡青色连裙的少女 这名少女不过十四五岁年纪 生就一双淡紫色 犹如琥珀般的双眸 顾盼流转间给人一种至尊至贵的感觉 至于她的面容 更是美得如同梦幻一般 尤其是她那对连裙遮掩下的大长腿 比之修长到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 关键她还赤着双脚 一对精致无比 连脚趾头都泛着淡粉色的脚丫 就这样踩在虚空之中 在这荒蛮的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名好似精灵般的少女 这本来就已经足够令人匪夷所思的了 更为关键的是 这名少女翘生生地站于虚空之中 虽然没有任何的动作 周遭的虚空 却好似自动护主一样 凝结为坚固无比的存在 这架星环 刚刚就是撞在了这个上面 才险些被震得解体破碎的 张天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轻声言道 环环 侦测一下这名少女的站立 环环却一脸严肃地说道 刚刚我就已经侦测过了 结果如何 环环沉默片刻 然后环环道 站立侦测仪 直接爆掉了 张天佑 然后便一脸惊叹地看着这名少女 眼中一彩连连 从外表看不出丝毫的气势 却能令星环不得存尽 同时站立指标无法观测 莫非 你也是那些就派修士中的佼佼者吗 天啊 真想抽一管鞋 好好检测一番啊 可就在这时 似乎是感知到了张天佑心中这一丝恶意一样 少女忽然抬起眼眸看向了她 虽然之间隔着心环 可张天佑还是浑身一颤 然后便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深处涌起 令她的头发都为之树立起来 紧接着 这名少女便笑了 她这一笑 真好似万花 意气绽放一样 令人迷醉其中 无法自拔 而后便见这名少女连足轻移 往前迈出一步 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步 却直接跨越了她跟张天佑之间的阻隔 从那外界的虚空之中 直接跨入了心环的指挥舱内 出现在张天佑面前 整个过程 虚空波澜不幸 平静地 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一样 张天佑的眼眸 瞬间睁大 而掌控这一整心环的人工智能环环 更是毫不犹豫地 便启动了防御程序 几乎是在眨眼间 伴随着密集的机械齿轮转动的声响 无数柄枪口中 闪烁着危险光芒的巨炮 便从指挥舱的四面八方伸展而出 目标全都对准了这名少女 可这名少女 却连看都没看 这些杀伤力堪称恐怖的大杀气一眼 仅仅只是微微一笑 这些枪炮的枪口之中 便生长出了一朵朵色泽淡青 美轮美奂的花朵 花朵刚一绽放开来 这些枪炮 便好似在瞬间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一样 迅速地袖拾老去 眨眼间 这些枪炮便化为了乌有 而少女却连手都没动一下 环环的面色越发严肃了 刚想继续动手 张天又却喝止了她 行了环环 你退下去吧 可是博士 我说了 退下去 张天又冷声说道 是 博士 环环深深看了这名少女一眼 然后便往后退了一步 悄无声息地融入地面之中 消失不见 少女看着张天又 然后嘴唇轻起 以一种十分淡定从容的语气说道 很有趣的人工智能 居然还掺杂着人类的灵魂 张天又一副认命了的表情 也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你刚刚是不是想戳我衔 少女连不轻移 足不沾沉地来至张天又身前的指挥台上 直接坐在了上面 翘起长到惊人的双腿 好争以侠地看着张天又 张天又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没错 那你现在还想吗 张天又摇了摇头 不想了 哥哥哥哥哥哥 少女无嘴娇笑起来 然后眼波流转 轻声言道 是不想了 还是不敢了呢 不想 同时也不敢 张天又将头转到一边 认认真真的回答道 有嘴滑舌 少女轻笑几声 然后也没见他有什么动作 整个人便已来至张天又的面前 你好像都不敢看我 张天又的脸上挤出一丝抢笑 哪 哪有 少女伸出手来 轻松般的手指轻轻在张天又的脸上滑过 所过之处 张天又脸上的肌肉都随之振战不已 眼中更是浮现出无限惊恐的神色 放心 我不会杀你 因为你虽然没有双腿 但很多地方却比一些健全的男人还要男人 少女轻笑言道 但这番话却足以令人浮想连篇 尤其是从这样一名好似精灵般的少女嘴中说出来时 魅惑力更是惊人 但张天又除了眼中的惊恐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表情 没意思 少女撇了撇嘴 这么怕死 不跟你玩了 话落 她便重新出现在之前的指挥台上 可还没等张天又喘口气呢 但见少女随手一挥 面前便出现了一幅画卷 上面赫然是一名身穿白衣 眉目如画的少年画像 而后少女淡淡地 可见过她吗 当见到这幅画像后 张天又的瞳孔瞬间收缩为针尖大小 少女见状立即兴奋起来 哦 看样子 你应该认得她咯 那她现在何处 快带我去见她 张天又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少女瞬间出现在张天又面前 并站于半空之中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她 确实不知道 说话之时 张天又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表现得十分平静 可下一秒 她便再也无法平静了 因为她整个人 突然被一股无形距离 拽到了半空之中 不是 心环之中 传来人工智能的喊声 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叠 这声音中 似乎掺杂着一丝交集 紧接着 便见整个指挥舱 都开始急速变形 一架架巨大至极 同时 枪口闪烁着危险光泽的枪炮 便伸展而出 对着少女便开始狂轰滥炸 极度危险的死亡射线 泛滥横行 每一树都有着足以泯灭 一座小山的巨大能量 同时 又有无数机械手臂 直奔张天佑而来 试图将她从空中救下 整个反应可谓快急 但她快 这名少女更快 只听那绚烂的光滑之下 传来少女的一声轻笑 到底应该怎么说 你们才会明白 这些攻击手段 对我而言 都是没用的呢 随着话音 但见这些本来肆意泛滥的光滑 瞬间凝结 然后便片片碎裂开来 同时在这些光滑之中 伸出了一支完美的 好似艺术品的裸足 下一瞬 少女的身形 便又一次浮现在张天佑面前 那些本来都已经将张天佑捆绑起来 正准备往回拉的机械手臂 在见到这名少女之后 好似活物般痛苦地扭曲了一下 然后便 直接碎裂为了积粉 少女 站在张天佑面前 目光平视 淡淡道 我现在再问一句 这个人现在何处 张天佑没有说话 只是艰难地摇了摇头 少女并未恼怒 反而哥哥一笑 很好 我很喜欢有骨气的男人 但接下来 希望你还能如此坚持 说吧 少女的手指在面前轻轻一点 空间便如水面般泛起了涟漪 紧接着 少女的手指缓缓探入其中 张天佑的脸上 立即浮现出极度痛苦的神色 嘴巴大张 虽然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 却令人可以深切感受到 她那剧烈到无法形容的痛楚 放开博士 星环吼叫着 然后身形便出现在张天佑的身旁 试图救下张天佑 可少女却只是轻轻瞥了这个 心环一眼 她的身躯便轰然炸开 同时少女淡淡道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耐性 否则我可不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 说着 少女的手指 一点点从虚空之中拔出 一同带出来的 还有一团色泽粉红 同时还在微微 跳动不已的大脑 没错 就是一个人的完整大脑 只见她悬浮于虚空之中 如豆腐一样的表面 正在微微颤抖着 里面更可隐隐看到 血液在那密如珠网的血管之中流动的景象 这样一幕景象 本来就足以令人震恶惊恐的了 但关键并不是这个 关键在于 这个大脑一直都是活的 没错 尽管她悬浮于半空之中 却依然在活跃 在思考 至于张天佑 此刻的她 眼眸已经变得无比空洞 脸上的神色 更是极其呆滞 少女轻笑一声 然后伸出手来 轻轻按了一下这个大脑 淡淡道 现在感觉怎样 是不是觉得 头脑都清除了许多呢 哪怕是 身为人工智能的心环 再看到这一幕后 也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因为这名少女的手段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仅仅只是束手轻身 便将一个人的大脑生生挖出 同时还保证她是活的 这简直只有魔鬼才能做到 可在这名拥有绝世容颜的少女脸上 却看不到丝毫残忍 有的只是兴致盎然的天真与烂漫 这种强烈的反差 却令人心底直冒寒气 与此同时 张天佑的大脑 在颤动片刻之后 其上献出了一道淡淡的虚印 正是张天佑的神识投影 只见她先是 有些惊疑地 看了一下周围左右 但很快 脸上便浮现出 极其兴奋与好奇的神色 真是有意思啊 居然能将人的大脑完整取出 同时不伤及任何器官 并且还能保证 这个大脑的完整存活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想知道吗 少女轻笑问道 张天佑重重点了点头 当然想知道 那我就不告诉你 张天佑 紧接着便见这名少女伸出手来 轻轻拂过张天佑的这道神识投影 张天佑的这道神识投影 瞬间凝至于空 而后海量的信息 便如潮水般 涌入少女的湿海之中 不过虚欲间 少女的脸上 便浮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有意思 居然想要召集 整合整个诸天的力量 来应对天外的入侵 可问题是 你真的能做到吗 说吧 少女随手一挥 本来悬浮于空的这个大脑 随即消失 紧接着 张天佑的眼眸 便重新恢复了灵动 当恢复意识之后 张天佑伸出手来瞅了瞅 脸上满是叹为观止的神色 神乎奇迹 简直就是神乎奇迹 可这名少女并未理会张天佑的话 只见她瞬间出现在指挥台前 然后轻描淡写地 用手指点在了屏幕上 刹那间 整个星环便开始剧烈震荡 而后便如幽灵般逐渐变淡 最终在一个闪烁之后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在那剑弓星域之中 来自各方的强者 正在分支踏来 其中有以剑修居多 这些人基本都是散落于 诸天各处的散修 可别看他们是散修 实力却丝毫不逊于那些宗门修士 这也是薛安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发出召集令的原因所在 就是因为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整个剑弓星域也随之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众多修士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高谈阔论 交流着彼此的心得 毕竟 这对于许多修士而言 乃是一场难得的盛会 许多平时根本就见不到的人物 此刻全都齐聚一堂 自然要珍惜这个机会 可也就是在这时 剑弓星域之外 突然来了一行人 这行人的出现 令这些修士们也是一阵骚动 因为来的这些人 居然全都是妖修 确切地说 应该是狐足 而且还都是实力超强的顶级狐足 尽管妖修这些年来 跟人族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但毕竟族群不同 所以天然就有着一层隔阂 此刻 这么多的狐足突然连眉而至 自然引得这些修士们一阵骚动 可也就是在这时 只见这群狐妖之中 有一人昂首而出 带走至最前之后 双手插腰 深吸一口气 然后大喝一声 呆 姓靴的 你狐爷来了 还不出来受死 声音轰隆隆传遍了整个剑弓星域 众修士闻风而动 有许多人更是面线凝重之色 因为单凭这一声喝问便可以听出 这名狐妖的实力 绝对非同凡响 关键是 只此关键时刻 若是这些妖修突然返水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可也就是在这时 只听从那心欲深处传来一声轻笑 狐爷 我看你是几天不挨揍 就皮痒痒了是吧 还是说你已经忘了 你之前已经输给我 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次了呢 随着话音 但见一道光滑横掠而至 顷刻间便出现在这些狐妖面前 正是薛安 至于来者 自然便是那位豆逼狐爷 以及青秋湖国的众多狐足了 当见到他后 本来一脸嚣张的狐爷 在微微一愣之后 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谄媚起来 呵呵呵 薛哥 别误会 我刚刚只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薛安笑盈盈地看着 直到狐爷说完了 方才轻描淡写地说道 怪不得敢如此嚣张 原来已经突破为半步先帝了 狐爷的神情 立即变得十分尴尬 嘿嘿 巧合 都是巧合 我那都是 在跟您开玩笑呢 哦 你这话我 怎么那么不信呢 薛安淡淡言道 狐爷开始抓耳挠腮 说实话 在来之前 他确实有想要在薛安面前装一波的心态 因为就在前段时间 在数百年岁月的日积月累之下 狐爷终于踏出了那关键的一步 从顶级先王晋升为半步先帝 这林狐爷简直是狂喜不已 认为自己终于反超了薛安一波 可以好好出一出 这数千年来被压制的怨气了 可万万没想到 当来到这里之后 却发现 薛安也已经是半步先帝的修为 同时 实力和威势 更是远胜自己太多 狐爷当时就怂了 再不敢有丝毫的嚣张 乖乖地站到了一旁 与此同时 在狐爷的身后 阿柔款步走了出来 然后冲着薛安脸任意 见过哥哥 他现在已经嫁给了狐爷 自然要随着狐爷来称呼薛安 在见到是阿柔之后 薛安脸上的神情 立即变得郑重起来 然后点头回礼 弟妹客气了 与此同时 在狐妖的人群之后 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 薛哥哥 听到这个称呼 薛安的脸上 不禁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意 然后抬眸望去 但见已经许久不曾登场的狐阴脸 夹微红地走了过来 薛安伸手便拍了拍他的脑袋 嗯 比之前又长高了些 是个大姑娘了 言语中满是长辈对晚辈的宽厚 狐阴低下头 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正在这时 安岩和两个小丫头 以及小沙和张小瑜 也赶到了 阿柔赶忙又一次失礼见过严姐姐 安岩却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笑着上前一把牵住了他跟胡英的手 行了 都是一家人 何必那么多理呢 两个小丫头和张小瑜 更是极为兴奋地将胡英围拢起来 胡姐姐胡姐姐 你终于出场了 我们好想你啊 哎 奇怪 我为什么要用出场这个词呢 念念歪着头 一脸疑惑地说道 胡英也是十分兴奋 俯身一把抱起两个小丫头 一人亲了一口 安岩笑着说道 走 咱们去里面说话 说着 他便拽着阿柔和胡英离开了 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胡叶忽然尝出一口气 然后便好似抽去了浑身骨头一样 神情立即变得被拦起来 同时抱怨道 终于能松口气了 这段时间可把老子累坏了 薛安的脸上 立即浮现出心领神会的表情 新婚艳耳 可以理解 但也得懂得节制啊 胡叶先是一愣 玄机才明白 薛安是什么意思 立即催了一口 我呸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 老子体力超强 怎么会在那方面怂 那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胡叶轻叹一声 然后满脸苦涩地说道 哎 老薛啊 你是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 自打结婚以后 这阿柔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以往的柔情似水 直接荡然无存 反而像管小孩子一样 开始管我 不许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不许嬉皮笑脸 不许跟其他女子说话 不许不许的事情 简直太多了 弄得我好像娶的不是媳妇 而是老妈一样 胡叶对着薛安 大到这段时间的苦水 薛安也不好意思 直接笑出声 只能强忍着笑意 站在那听着 不光是他 连跟着胡叶一起来的 这些青秋胡国的胡族们 也是一脸古怪的神情 然后便不约而同地 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防止自己再听到 某些不该听的话 直到胡叶叙叨叨地说完了 薛安才淡淡道 就这些 胡叶的眼睛瞬间瞪圆 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薛安摇了摇头 不够 因为我觉得 弟妹管得你很对 这些不都是你身上的毛病吗 督促你更改 这才是 你的闲内注啊 胡叶呆呆地看着薛安 过了两久之后 才悲愤欲绝地说道 姓薛的 你是在嘲笑我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薛安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用怀疑 我就是在嘲笑你 胡叶 但很快 两人便相视一笑 然后薛安一拳 垂在了胡叶的肩头上 小子 来得倒挺早 那是 在收到你的召集令后 我立即放下一切事情 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一刻都没敢耽搁 胡叶笑道 可怎么就你们这些人呢 你的那位胡祖 还有小正太胡安呢 还躲在三生树上 不敢下来吗 还是说 准备改行当猴子了 薛安问道 话音刚落 就听虚空中 传来一个悖懒的声音 哎 我就知道 你在背地里 说不了我的好话 随着话音 空中逐渐浮现出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领头的正是那位 不着调的九尾天 胡胡桓 而在他身后跟着的 那名小正太 则是那位死而复生的 大长老胡安 一见到他们两个出现 青秋胡国的众胡族们 纷纷俯升为力 胡桓却笑嘻嘻地 飞至薛安进前 先上下打亮了薛安几眼 然后颇为惊叹的言道 虽然早就知道 你此次重修 静静将会极快 但你这修为增长的速度 也未免太过惊人了 这才离开多久 就已经挣到半步先帝 并紧插一丝 便要突破了 薛安微微一笑 没办法 天才 就是这么任性 胡桓以及胡叶等人 然后这位小正太 胡桓忍不住小声嘟囔道 我本来以为师父 就已经足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 还有更厉害的 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他忽然发现 薛安正似笑非笑地 看着自己 这令他赶紧将后面的话 咽了回去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便躲到了胡桓的背后 但胡桓却在这时 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拍了拍薛安的肩头 好 很好 我第一次发现 你不要脸的样子 很有我当年的风发 这里可有好酒吗 一路赶来 我这嗓子咳得难受啊 当然 没酒管够 薛安微微一笑 往旁边一闪身 然后沉声道 欢迎诸位到来 请 可正当众人 刚要往建功心域之内 而去的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了 一阵大笑之声 怎么 薛老爹 这酒难道就没我的份吗 随着话音 就见一行人 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众人面前 领头的赫然是一名身穿长袍 脑后挽着发际 一派先锋倒鼓形象的老者 一见到此人 薛安的嘴角也不禁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可还没等他说话 胡叶便以大大咧咧的笑骂道 诸葛老道 你这个老家伙终于肯露面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没错 来得正是诸葛葬 只见他满脸含笑 放心吧 你这只狐狸死了 我都死不了 说吧 他才上前一步 冲着胡桓打了个骑手 见过胡祖大人 胡桓摆了摆手 倒也太客气了 与此同时 在诸葛葬身后 以诸葛伴藏 诸葛玄亲 以及魏如兰为首 诸葛家族的众弟子们 齐齐躬身失礼 见过薛先生 以及诸位大人 声音震动四眼 胡叶也不免为之动容 好家伙 诸葛老头 你这是把所有的家底 都给晾出来了吧 诸葛葬微微一笑 直此大劫来临之际 我诸葛家族 自然是责恶无旁贷 实际上 早在接到薛安通知之前 诸葛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 因为他早就感觉到 有一股强大至极的势力 正躲在迷雾之中 对诸天虎视眈眈 此劫非同小可 因此 诸葛葬早早地就开始做准备 等到薛安的通知一出 诸葛葬立即率领 诸葛家族所有的高手 往剑弓心域赶来 因此 这次的诸葛家族 可谓是精锐尽出 看着这些满脸坚定之色的 诸葛家族成员 薛安也颇为感动 认真点头道 辛苦诸葳了 里面请 说吧 薛安便亲自在前引路 带领众人 往那心域之中而去 轰隆隆 光滑如洪流般 从剑弓心域划过 而等到他们走后 剑弓心域的众修士们 可谓是欢欣鼓舞 我的天 居然连神算子诸葛藏也来了 咱们这边的声势 可谓越来越大了 有人惊叹道 何止如此 没见到青秋湖国 也是精锐尽出吗 一个半部先帝 还有两个根本 看不透实力的顶级存在 这样的阵势 就足以威压大半个诸天了 有人更是感叹道 死 那要是看不透实力的话 很可能也是先帝一级 这样的存在 以往 咱们连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这次来可算是开了眼了 正当众修士议论纷纷 感叹不已之时 薛安夜已领着众人 来至了剑宫之中 此时的剑宫 已经临时改为了 招待各方宾客的所在 而胡叶还有诸葛藏等人的到来 更是令这里变得热闹非凡 各种真羞美味 沉酒加酿 如流水般呈上来 这位九尾天呼呼环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坐下来就开始大快躲移 那副狼吞虎咽的吃相 简直就像是几年没吃过饭的一样 小正太胡叶有些嫌恶地 往后退了半步 可下一秒 一只油腻的大手便伸了过来 一把抓住他的手 往前一转 胡叶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去 刚想说话 正在这时 另外一只手便抓着一大块肉丝 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胡叶剧烈地挣扎着 却根本无法挣脱这只大手的束缚 最终只好无奈地咽了下去 胡还嘿嘿笑道 好徒儿 这肉味道怎么样 胡叶简直是欲哭无泪 要知道生性喜好洁净的他 可是极少触碰昏心之物的 哪怕饿了 也只是吃些灵果了事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大肉块 他还是第一次吃 宴席上的其他人 看到这个小正太 胡叶那满脸的委屈 只能暗自憋笑 就连薛安 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正在这时 这位胡还转过头来 端着酒杯笑嘻嘻地说道 薛老弟 听说你酒量不错 要不咱俩喝几杯 薛安微微一挑眉 哦 你确定要跟我喝 当然确定 想我胡还好歹也是堂堂的酒尾天壶 身具上骨血脉 我还真就不相信 还能喝不过你这个人足 胡还一脸傲气地说道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陪你喝几杯 但提前可先说好 喝多了 不许耍酒疯 胡还简直是嗤之以鼻 笑话 我可是堂堂的酒尾天壶 怎么可能喝多 耍酒疯 那就更是不可能了 说着 他端起酒杯就要喝 薛安却摆了摆手 慢着 嗯 什么意思 不敢了 胡还笑眯眯地问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这么一杯杯地喝太慢了 胡还微微一愣 玄机问道 那你说怎么喝 薛安目光清冷 淡淡道 不如 用这个吧 说着 他随手一挥 两道剑气飞出 然后在半空中 凝结为两个巨大的透明容器 且先不说喝不喝酒 就凭这一手神乎奇迹的剑术 便震惊四座 众人全都有些傻眼 因为这两个容器大的 简直就像是个小池塘一样 这要是灌满了酒 得有多少 胡还忽然有些后悔 不该跟薛安打赌了 但就在这时 薛安微微一挑眉 怎么 不敢了 这句话一出 本来有些心虚的胡还 立即挺着胸膛 笑话 我怎么会不敢 来就来 谁怕谁啊 薛安脸上的笑意更盛 够爽快 在一旁坐着的胡叶 见到此刻薛安脸上的笑容后 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旋即便捂住了眼睛 胡叶 你无眼睛干什么 胡安有些好奇地问道 胡叶无奈地低声说道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些不好的事 将要发生了 不得不说 胡叶的预感 还是很准的 一个时辰之后 众人看着这只叶 已献出九尾原形 并东倒西歪地 跳着舞的狐狸 不禁全都有些傻眼 哈哈哈哈 我是一只快乐的小狐狸 啦啦啦啦啦啦 看着那歪七扭八的舞姿 所有的狐足 全都将头低下 跟狐叶一样 用手捂住了眼睛 原因无他 实在是太丢人了 堂堂青秋湖国的狐足 存世的唯一一只九尾天狐 顶级先帝级的存在 此刻却像到二货一样 在地上跳着舞 这画面怎么看怎么为何 胡叶见状忍不住轻叹道 居然敢跟薛安拼酒量 那不是找死吗 正在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看向他 虽然喝了足足三大纲的酒 可薛安的脸上 却连一丝醉意都没有 眼神更是清亮如水 胡叶 现在你家狐足已经喝醉了 要不你再替他喝点 胡叶立即将头摇得 跟波浪鼓一样 不用喝了 我现在就认输 这么干脆利落的怂 让薛安也不禁有些意外 但玄疾便轻叹一声道 看来酒量太好了也不行 连陪着喝酒的都没有 这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 全场众人 诸葛藏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 本来刚想说话 末弟 他忽然像是感知到了什么 立即仰头望去 同时 脸上的神情也变得极其凝重 薛老爹 不用说了 我已经感知到了 说着 薛安长生而起 面沉似水地看着剑弓上空 煞时间 本来欢声笑语的宴会厅 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人们纷纷仰头望去 与此同时 就见本来平静的剑弓上空 突然开始晃动 紧接着 一个淡淡的虚影 便缓缓浮现出来 不过瞬息间 这虚影就已经变得充实凝练 然后人群便发出了一阵惊呼 因为出现在众人面前呢 赫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心环 如此巨大的心环 就这样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出现在剑弓上空 而且整个过程 剑弓的防御法阵 连一丝异动都没有 甚至连整个心域都十分平静 平静的 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众人瞠目结舌地看着 与此同时 便听一个充满好奇的女生自身旁传来 你就是薛安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恶 纷纷转头望去 但见在薛安身前不远处 不知道何时突然出现了一名身穿连裙的赤足少女 少女歪着头看着薛安 那双淡紫色的双眸之中满是好奇之色 然后又问了一遍 你就是薛安吗? 全场一片死寂 因为所有修饰都莫名感到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这个少女的出现实在是太诡异了 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的征兆 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 自然令许多人暗自心惊 薛安却仅仅只是一扬眉 然后语气淡然道 没错 我就是薛安 话音刚落 少女便突然出现在薛安面前 距离之近 乃至于薛安都可以看到 自己在她那双淡紫色眼眸中的倒影了 这种匪夷所思的出没方式 令许多人头皮为之发麻 因为这种毫无征兆的神出鬼没 实在是太可怕了 根本没有办法提前防范 这也就意味着 若是她有恶意的话 你将会十分被动 可薛安却没有丝毫的动容 只是静静地看着面前这名少女 黑色的瞳孔简直幽深四海 片刻之后 这名少女才撇了撇嘴 然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嘟囔道 果然不愧是华族人 连眼眸都是一模一样的幽深 说着 少女的身形又一次出现在远处 同时淡淡道 既然你是薛安就好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将在你身旁 但你可以当我不存在 继续做你的事情 薛安冷冷地注视着这名少女 你这是在通知我吗 没错 少女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但关于我的身份 你还是不要去揣测了 因为那不是你可以接触的 总之你就记住一点 我对你并无任何恶意和善意 我只是单纯地 想要在一旁观看事态的发展而已 明白 薛安眼中光滑微闪 哦 单纯只是想看事态的发展 对 那你为何又要挟持着张天佑儿来呢 躲在暗处观察 不是更好吗 薛安语气冰冷地言道 呵呵 少女轻笑一声 然后好整以侠地斜靠在虚空之中 轻松自在地 就好似坐在了躺椅上一样 然后淡淡道 因为我之前对你这个人比较好奇 所以才会现身 但现在看来 不过耳 哄 全场一片哗然 要知道 薛安的实力 现在虽然还未恢复巅峰 但已经是诸天之中 屈指可数的高手了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到了这个少女的嘴里 却只是不过耳 这口气该有多大 许多人都目光冰冷地 看向这名少女 少女却魂不在意 掀手一挥 张天佑的身形 便出现在面前 至于你说我挟持她 你觉得 她值得我挟持吗 少女笑盈盈地 用手轻抚着张天佑的头顶 淡淡言道 张天佑 此刻已经彻底认命了 对此 没有丝毫的反应 只是满脸苦涩地看着薛安 局势一时间陷入了僵持状态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一个故作高冷 实则骚气满满的声音传来 哎呀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呢 是吧 这位美丽的姑娘 只见这位喝得五迷三道的胡桓 嬉皮笑脸地凑上前来 然后十分自来熟地说道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胡桓 乃是青秋胡国的祖宗 这位美丽的姑娘 你的容貌成功打动了我 请问 我能知道你的方名吗 一边说着 胡桓一边往前走去 可她的脚刚刚迈出一步 周遭的虚空 瞬间化为牢笼 将其死死困在当中 下一瞬 这名少女的身形 便出现在胡桓身前 然后伸出手来 轻轻划过她的脸颊 笑盈盈地说道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赞美 但你心中对我所有的恶意 我都可以感觉到 所以 少女的眼中 陡然闪过一抹冷卧 你去死吧 话落 从胡桓的脚下开始 空间犹如玻璃一样 轰然炸裂开来 哎呀 我擦 小姑娘还挺厉害 胡桓黑黑笑道 紧接着身后 便现出了一条巨大的虎尾 直接镇压了所有碎裂的空间 九尾胡 呵呵 有点意思 少女见状 却只是冷笑一声 但紫色的双眸之中 寒光一闪 然后先手轻轻一点 面前的虚空 扑的一声 胡桓便觉得自己的尾巴 突然被一股不可抗拒的 大力声声切断下来 然后少女的手中 便出现了一条血淋淋的胡尾 见此情景 全场便是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 要知道 胡桓可是九尾天胡极的存在啊 结果却在几个呼吸间 便被这名神秘少女 切断了一条尾巴 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少女手握这条洁白的胡尾 语气淡然道 可也仅仅只是 有点意思而已 与此同时 胡桓脸上醉意进去 神情也随之变得凝重起来 然后深吸一口气 身后便又重新生 长出了一条胡尾 但这条胡尾 却明显单薄许多 显然已经受到了些伤害 胡桓面沉似水地 看着这名少女 你到底是谁 少女嘴角微微扬起 我刚刚说过 我的存在是你们无法触碰的 所以还是不必问得好 而且 我对你们也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在一旁观看 局势的发展而已 话音刚落 站在人群之中 一直默不作声的诸葛藏 突然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少女转头看向了他 淡淡道 叔叔 从刚刚开始 你就一直在推算我的存在 现在可知道代价了吗 诸葛藏的眼中 现出一抹骇然之色 正如这名少女所言 从他府邑登场开始 诸葛藏便以天机算术 推演他的由来 结果 当计算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一股默可名状的力量突然出现 天机算术随之崩溃 庞大的反噬之力 直接令他受了不清的伤 这也让诸葛藏对这名少女 充满了忌惮 要知道 以诸葛藏现如今的实力 只要他愿意 便可以推演出 诸天之中几乎所有的事情 哪怕是这场天外大劫 他也在很早之前 隐隐推演出了一个轮廓 唯独却在遇到这名少女的时候 非但没能推演出任何结果 自己反而还受伤了 从这名少女出现到现在 总共也不过一盏茶的光景 却以近乎匪夷所思的手段 连伤两大高手 这个结果 令全场众人都为之震动 包括胡叶 亦是面色凝重的低声言道 老薛 这小娘们到底什么来路 怎么这么歇心 是不是你之前惹下的风流寨 找上门来了呀 薛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也没说话 然后便迈步往前走去 胡叶闪闪地闭上嘴巴 但看着薛安的背影 他的眼中 还是有些疑惑 老薛这是打算干什么 难道他有信心 能够制服这名少女 不光是他 在场的许多人 此刻心中都有这个疑惑 与此同时 薛安从被空间 牢牢束缚住的胡桓身边走过 胡桓忍不住说道 薛老爹 小心 这娘们厉害地邪乎 薛安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淡淡地 知道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少女并没有任何动作 反而饶有兴致地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薛安 终于 当走到这名少女的进前之后 薛安停住脚步 然后目光清冷地看着他 少女仰起头来 毫不示弱地跟薛安对视着 两久之后 薛安的嘴角渐渐仰起 浮现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你似乎很自信 没人可以奈何得了你 对吗 少女也随之笑了起来 她这一笑 真好似万花绽放一样 但笑容之中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傲慢 不用似乎 而是本来就是如此 说到这 少女俏皮地舔了舔舌头 怎么 你不服气 你觉得呢 随着话音 薛安猛地往前一探手 少女的眼中 闪过一抹错愕之色 因为哪怕是薛安 都已经对自己动手了 她依然没能从薛安的 察觉到丝毫的恶意 所以 薛安的手掌 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直奔她的咽喉而来 这可就太奇怪了 但这种错愕 只持续了不过弹指一挥间 然后这名少女便娇笑一声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便直接对人家动手 真不算个男人 一个娇艳欲低的少女 用娇称的语气 说你不算的男人 这足以令定力稍差之人 心神荡漾 可薛安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手掌更是直直 抓向少女的脖子 可就在这时 少女突然消失在原地 速度之快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虚印 在后面的弧环见状 不禁轻叹一声 没用的 这个娘们简直是神出鬼没 一般手段根本就抓不住她 话音未落 但见薛安猛然轻喝一声 然后手掌便直接探入虚空之中 然后往里直直深入 刹那间 薛安的整条胳膊都探入了虚空之中 紧接着 便听虚空之中传来一声惊叫 薛安面无表情 缓缓往外拔着胳膊 顷刻间 便见虚空之中 重新献出了一道淡淡的身影 而后便被薛安生生拖了出来 正是那位突然消失的少女 只见此刻的她 被薛安单手掐住脖子 踢到半空之中 却没有挣扎 而是满眼惊恶地看着薛安 因为她尾时想不明白 这个薛安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具体行踪 并将自己硬生生从虚空之中抓回来的 而且不光如此 更让她感到惊恶的是 哪怕都已经是现在这样了 她依然没有从薛安的身上 察觉到丝毫的敌意 没有敌意 那些自动反制的手段 自然也就全部失效了 因此 她只能呆呆地看着薛安 甚至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 还在薛安的掌握之中 而此刻的全场 亦是死一般寂静 尤其是胡桓 嘴巴张德简直可以塞下 已知烧鸡了 两久之后 方才轻声感叹道 卧槽 他是怎么做到的 唯有胡叶对此见怪不怪 一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这个比又被老薛给装了的表情 至于诸葛藏 在微微一愣神之后 便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 然后轻轻擦去嘴角的血字 淡淡道 还得是薛老弟啊 否则此女将无人可治 就在这全场注视之下 薛安目光淡然地看着这名少女 然后冷声道 现在你可服气了吗 刚刚少女问薛安是不是不服气 现在薛安便将这些话 原路奉还 可这名少女 却无丝毫的金句之色 哪怕是被掐住脖子 提到半空之中 依然神情淡雅 好似自己不是受人所致一样 甚至她还似笑非笑地看着薛安 看来你果然有些过人之处 刚刚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所以我现在收回之前的话 你并非不过二 至少已经有资格知道我的存在了 哦 薛安微微一扬眉 那这么说 我应该对此感到荣幸了 少女 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当然啊 毕竟 能知道本小姐名号的 还真是没有几个 说着 少女那双淡紫色的眼眸之中 光滑微微一闪 一道无形屏障 便将众人屏蔽在外 然后少女放在淡淡道 好了 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 我会将名字告知于你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相反手掌逐渐握紧 冷冷地注视着这名少女 虽然一般情况下 我不会对女人下狠手 但我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少女的眼中 第一次献出惊恶之色 你想杀我 薛安冷笑一声 突然凑到镜前 目光冷若冰霜 死死盯着这名少女 怎么 你到现在还以为我不敢杀你 薛安的话 犹如一柄锐锐无上的宝剑 直接抵在少女的咽喉上 令她那双漂亮至极的淡紫色瞳孔 都为之急剧收缩 可能是还从未有人敢对她这样说话 艾之令她的脸上都满是茫然之色 但玄机 少女便笑了起来 然后对薛安说道 你知道吗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 薛安目光冰冷 那你以后可能就要慢慢习惯了 呵呵 不过我喜欢这种感觉 说到这 少女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玄机轻声道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 之前在武库之中的那只梨花猫吧 你是说那只自称猫大爷的家伙 薛安微微一愣 玄机问道 你是他的主人 少女想摇头 然后才想起 自己正在被薛安掐着脖子呢 因此只能眨了眨眼睛 算是吧 不过那个家伙背懒又好色 所以已经被我踢出门了 那武库的主人你可认识 你们又到底是谁 薛安一叠声地问道 少女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那双淡紫色的眼眸之中 便闪过一抹狡黠之色 不用问了 这些问题 我是不会回答的 实际上就连我的出现 都已经违背了某些人的意愿 所以 这些事 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少女顿了顿 然后接着说道 而且你可以相信一点 那就是我绝无恶意 来这里 也只是单纯的好奇 想知道这件事的最终结果而已 明白了吗 薛安默然不语 陷入了沉思之中 她相信 这名少女 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武库之中所发生的事 就连安言都不知道 却被这名少女一语道破 那就证明 她跟那只梨花猫肯定认识 很可能跟武库的主人 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 在思量片刻之后 薛安猛地一松手 少女便跌落下来 然后薛安转过身来 淡淡地 看在这武库的面子上 你可以旁观 但若是有丝毫想要对诸天不利的想法 小心你的脑袋 说吧 薛安迈步便往外走去 少女手俯着自己 那已经被掐红的咽喉 突然喊道 喂 现在我也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薛安停住脚步 头也不回得道 说 你是如何找到 我在虚空之中的具体行踪的 还有为何你明明 在对我动手 我却从你身上 感知不到丝毫的恶意 这也是这名少女 最为郁闷的地方 因为哪怕薛安有一丝的恶意 那她身上的被动防御 就会开启 到那时 薛安的下场 便可以参见 这位九尾天呼呼环了 薛安文言冷笑一声 很简单 早在和你动手之前 我的神念 便已经将整个剑弓心域 都笼罩起来 其中发生任何的异样 我都可以第一时间感知到 所以 你的行踪 也不可能逃过 我的眼睛 至于恶意 薛安转过头来 眼中金光影线 你可知道佛修吗 佛修 那帮只会念经的和尚 少女有些惊诧 没错 但你说错了 和尚并不只会念经 有时候 还要秉持一颗慈悲心形霹雳手段 而我 现在便是佛修的教主 说吧 薛安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少女眼中一彩连连 之前被薛安所致的 怒气夜已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是满脸的兴奋和好奇 怪不得那只臭猫回去后 对你大家赞赏 果然有点意思 这样看来 这场大劫的最终结果 还真是难料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呢 说到这 少女忽然高声喊道 喂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薛安来至少女所设下的屏障前 停住脚步 然后以淡然的语气 回复了三个字 没兴趣 少女 旋即便高喊道 你不想知道 那我还就偏要告诉你 你给我记住了 我叫月清欢 薛安却连头都没回 直接一脚踩落 哄 屏障破碎 外界的声响随之涌入 而后薛安便大步而去 月清欢站在原地 有些错愕地 看着薛安的背影 两久之后 方才满脸气恼地皱起眉头 混蛋 你可知道有多少人为了知道本小姐的名字 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吗 我现在收回刚才的话 就凭你的傲慢 这次的劫难 你绝对会输 这场风波就这样戏剧性的结尾了 宴会继续进行 但许多人此刻已经无心韭菜 因为他们正目瞪口呆地看着站在薛安身后 如影随形般跟着她的这名少女 脑袋里全都被大大的问号所占据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刚才还跟薛安打得不可开交的这名少女 眨眼间却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尤其此刻的月清欢脸上 还是一副乖巧可爱的形象 这就更令众人为之疑惑了 但更为疑惑的 还要数胡还等人 只见夜以脱困而出的她 坐在一张桌子旁 满眼错愕地看着远处的薛安 最终忍不住轻声呢喃道 我操 这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薛老弟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怎么令这个娘们变得如此听话了 胡叶闻言却只是黑黑一笑 老祖 这还不明显吗 这娘们显然跟老薛认识啊 说到这 胡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 跟在薛安身后的月清欢一眼 然后以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道 老薛 你还敢说 这不是你的风流战 不过 你这也未免太明目张胆了吧 这要是被嫂子看见 你的下场 一想到 那复修罗场的画面 胡叶就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而在一旁坐在的张天佑 在听到胡叶的话后 也是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 难道真如这只狐狸所说 这个神秘少女 真的跟薛安相识 正在这时 人群忽然一阵地骚动 许多人纷纷站起身来 恭敬地躲到了一旁 然后便见安言领着两个小丫头 以及胡叶阿柔等人 分开人群走了过来 他们的出现 令全场的气氛 瞬间变得怪异起来 许多人都用意味深长的目光 看向薛安 月清欢再见到安言之后 也忍不住眼前一亮 然后便像是故意的一样 上前走了半步 离着薛安的后背更近了 这种暧昧的距离 林胡叶倒吸一口凉气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冲着安言微微一笑 言儿 你过来了 安言颇为好奇地 打量月清欢一眼 先是被这名少女的绝世容颜所惊 但很快 她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上前几步 轻易地挽住了薛安的胳膊 嗯 老公 听说来了客人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 说着 安言看向月清欢 就是这位小妹妹吗 月清欢一脸高傲地站在那 根本没有吭声 薛安淡淡道 不用管她 她也不算什么贵客 就当她根本不存在便好了 月清欢文言目光微动 刚想说什么 突然觉得 有人在拽自己的裙子 等低头一看 但见两个粉雕欲拙 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 正在满脸 好奇地看着自己 其中一个还十分惊讶地说道 哇 姐姐 你的眼睛好漂亮啊 正是想想和念念 面对这样可爱的两个小丫头 即便是高傲如月清欢 也在瞬间沦陷 忍不住蹲下身 两眼放光地看着想想和念念 居然是难得的双生女啊 你们两个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啊 面对这个老土的问题 想想和念念 忍不住笑道 姐姐旁边的是妹妹 妹妹旁边的 就是姐姐啊 月清欢也笑了 然后伸出手来 摸向两个小丫头的脸蛋 刹那间 许多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谁都知道 这名看似柔弱的少女 实则有种种 堪称匪夷所思的手段 万一她要是对想想念念有恶意的话 那可就太危险了 可薛安却只是目光微闪 并没有阻拦 很快 月清欢便如愿以偿地 捏到了两个小丫头的脸蛋 那软弱滑溜的手感 令月清欢简直是爱不释手 两个小丫头 也很喜欢这个 宛弱精灵般的少女 可就在这时 月清欢的目光微微一宁 因为她居然从两个小丫头的身上 感知到了非同一般的气息 虽然因为想想和念念年纪上小 这两股气息还十分微弱 但那种至尊至贵的气息 还是忍不住令着月清欢 为之站立 这天赋 月清欢的眼中 现出无比凝重的神色 刚想说话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薛安淡淡道 有些话自己心里知道便好 还是不要说出来了 月清欢文言 抬起头来 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薛安目光冷然地看着她 最终月清欢点了点头 明白了 说着她便站起身来 十分轻腻地牵着两个小丫头去旁边了 这样近乎玄幻的一幕 令全场众人为之震恶 胡叶更是连嘴巴都合不上了 半晌之后 方才低声感叹道 卧槽 老薛还是你牛啊 嫂子不说你也就罢了 居然还能让自己惹下的风流寨 替自己看孩子 这胡叶对薛安的误会 显然是越来越深了 与此同时 安言看着不远处的月清欢 忍不住低声问道 老公 这名少女的来历是 薛安目光闪烁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我现在也不敢下结论 但应该绝非一般人 那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用她自己的话说 是要旁观整件事情的发展 但我总觉得 这里面另有隐情啊 薛安目光冷然地说道 安言还想问什么 但看到薛安脸上 那若有所思的神情后 便闭上了嘴巴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在距离剑弓星域 仅有一万里之遥的一处虚空之中 一道光滑 正以极快的速度行进着 突然 光滑猛地停住 然后便从里面献出了一名挺拔如剑 但双目灰白的老者 正是之前那位仗剑而出的 绝世散修秋一夜 只见他站于虚空之中 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的神情 然后便沉声言道 敢问前方可是红莲大人吗 随着话音 只见前方的虚空之中 一团雾气引现 而后从中缓缓走出了一个人影 白衣圣雪 眉目如画 同时眼角眉梢 还带着千层的煞气 正是薛安 虽然邱一夜的眼睛看不见 但一颗剑心通明成澈 所以可以十分清晰地感受到 前方这股滔天剑势 因此 他不禁长出一口气 然后抱拳拱手 邱一夜 见过红莲大人 当年薛安纵横诛天 尤其以一道红莲剑翼 压得重剑修 不敢抬头 这邱一夜 自然也曾见识过薛安的厉害 并对其钦佩不已 所以他才会在收到薛安那一柄小剑之后 立即显露行踪 往剑弓心域赶来 现如今在半路巧遇薛安 邱一夜自然表现得十分恭敬 薛安也不惊淡淡一笑 一夜兄实在太客气了 你能赶来 我就已经十分感激了 何必如此多礼呢 邱一夜轻叹一声 想我邱一夜败于剑三手下 双目失明 夜已是个废人 没想到红莲大人居然还记得我 并亲自发来召集令 我焉有不来之理 只是不知道 红莲大人不在剑弓接待各方强者 出现与此事为何事 薛安笑了笑 剑弓心域 由丽景行在负责招待 自然不用我管 况且 我刚刚收到消息 说在某处疑似出现了天外邪物的踪迹 此事非同小可 所以 我要亲自去看一下 哦 天外邪物的踪迹 您不是说 还得过几年 才会封印失效吗 现在就有了 应该不是 从内善同门过来的 但诸天如此广大 难免有防御薄弱的地方 所以我不可不慎 正好夜兄也来了 不如跟我去探个究竟如何 薛安笑着言道 秋一夜漠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 反正我现在也无事可做 便陪红莲大人走这一趟 如此甚好 薛安喜笑颜开 那我们现在便走 说着 薛安转过身来 便在前引路 秋一夜漠不作声地 在后面跟着 二人速度很快 不过一盏茶的光景 便跨越了数千万里的心域 末地 前方正在赶路的薛安 突然停住了脚步 秋一夜随即也停了下来 然后淡淡问道 这么快就到了吗 薛安头也不回 轻声言道 没错 已经到了 前方便是那邪雾出没的区域了 那为何要停滞不前呢 秋一夜问道 薛安回头望了他一眼 见到此刻的秋一夜 一脸平静 不禁露出了一丝 寒意莫名的笑意 因为我突然觉得 前方这个邪雾 应该由你来对付的比较好 正好也探一探他的虚实 说着 薛安便让开了一条道路 秋一夜没有吭声 而是脉步便往前走去 可在经过薛安身边的时候 他突然说道 这就是你设下的埋伏吗 此言一出 薛安的脸色陡然一变 但旋即便恢复了正常 同时含笑道 一夜兄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秋一夜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笑 那双灰白的眸子 虽然暗淡无光 却依然死死盯着薛安 不得不说 你的伪装堪称完美 甚至连红莲剑衣 那独有的威势 都完美模拟出来了 但你可知道 自己哪里出现纰漏了吗 薛安脸上的笑意 渐渐隐去 目光冰冷地看着秋一夜 哪里 就是因为你说 剑功现在是由历景行 在主持的这句话 只因为这一句话 薛安微微一正 秋一夜点了点头 没错 虽然相隔亿万里 但我依然可以感知到 剑功之中的历景行 气息十分独特 他很有可能 是已经闭关沉睡了 这样一来 他还怎么主持剑功 所以你的身份 便已经昭然若揭了 我说的对吗 来自天外的 邪恶 面对秋一夜的质问 这个薛安 忽然连连冷笑起来 果然不愧是排名 仅次于历景行的 顶级剑修 果然有两把刷子 可我纳闷的是 既然你已经知道 我是假的 为何还要跟我来呢 秋一夜如见 淡淡言道 因为我想知道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而已 哈哈哈哈 我就是喜欢 你们这些困居 小水潭中的蝼蚁的狂妄 既然你跟我来了 那你今天就不要走了 你的皮囊正好可以为我所用 随着话音 但见着薛安的身形 突然开始变化 身上的白衣 直接被凸起的肌肉崩碎 紧接着猙獰的骨刺 便刺破了肌肤 裸露出来 眨眼间 一只猙獰可怖的怪物 便出现在秋一夜面前 他咧开嘴巴 腥臭而带有腐蚀性的口水 顺着嘴角滴落下来 然后便节节怪笑起来 受死吧 说着 他便往前踏出了一脚 这一脚真好似 将整个虚空都给踩漏了一样 秋一夜却毫不退缩 面前光滑一闪 然后一道秋夜型的剑芒 便直掌而出 噗 剑芒削去了这只怪物身上的 一大块血肉 怪物痛得嘶吼一声 旋即越发暴怒地往前冲来 秋一夜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笑 然后双手连挥 道道剑芒直掌这只怪物 紧紧眨眼间 这只怪物的身上 便被斩出了一道道巨大的伤口 可就在秋一夜 占据绝对上风之时 只听这只怪物怒吼一声 还不动手 话落 就见周遭的虚空陡然一变 迷雾瞬间浮现出来 将秋一夜牢牢地困在了当中 秋一夜浑身一震 但他反应不可谓不快 一脚踩落之下 无数剑一往四面八方直掌而出 但很快这些剑意便全都落了空 而后便听迷雾之中 传来这只怪物的宁笑声 秋一夜 没用的 你是逃不开这片迷雾的 慢慢享受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吧 哈哈哈哈 笑声剑影 紧接着秋一夜便突然发现 自己的眼睛居然能看到了 可也就是在这时 他便发现周遭的环境迅速变化 迷雾和虚空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凉的草原 而后便见在那奇妖身的草丛之中 缓缓走来一个人 一名眉间有一点红质的女人 剑三 秋一夜浑身一震 可对面的女子 闻言却只是一笑 我现在还是剑四 但等我将你击败之后 便可以叫我剑三了 秋一夜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自己跟剑三大战那一天的场景 可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是中了幻境了吗 可真的有如此逼真的幻境吗 秋一夜伸出手来 手掌轻扶着 那因为微风吹拂 而摇动不已的草业 那种毛茸茸的扰动感 是如此的逼真 乃至于令秋一夜 都有一种真假莫变的感觉 而也就是她发愣之时 对面的剑三沉声言道 秋一夜 初见吧 秋一夜深吸一口气 不管这一切真假与否 但对面这个剑三身上的滔天杀意 却是做不得假的 她很确定 自己只要稍有不慎 那幻境也会变成真的 毕竟 于幻境之中杀人或被杀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更何况 此时的秋一夜 心中也升腾起了浓浓的战意 上一次在跟剑三对战十天十夜之后 她最终西败于一招之下 结果双目失明 剑心破裂 虽然因为强大的剑道修为 以及坚韧到极点的意志 令她没有就此倒下 但毕竟是败了 所以这一战的耻辱 她是永远也不会忘的 现如今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之后 秋一夜的剑心夜意恢复如初 所以当有机会再次面对剑三之时 她不禁又升腾起了熊熊战意 不为别的 只为证明一下自己 哪怕对方只是存在于 幻境之中的一个存在 她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因此 在面对剑三的挑衅之后 她缓缓自腰间拔剑 剑是从秋一夜出道 开始便一直随身携带的 以繁铁打造 通体平平无奇 甚至剑身之上 还有多处伤痕 好似随时都会折断一样 可就是这样一柄 犹如开玩笑一样的剑 却令对面的剑三面色 瞬间凝重下来 然后 剑三便也从脑后 缓缓拔出一柄发簪 这柄发簪通体乌黑 犹如木块 但当剑三握在手中 随手一挥之后 这柄发簪 便在瞬间变为了一柄 长鱼齿许的短剑 请赐教 剑三沉声言道 秋一夜也不达话 直接一剑挥出 没有绚烂夺目的剑气 没有基勇鼓荡的威势 甚至连脚下的草丛 都没有惊扰半分 就是平平无奇的一挥手 可就是这样一剑 却令剑三的眼中 爆发出璀璨的光滑 好剑 说着 他手中的三剑 直接点在了面前的虚空之中 碰 一声沉闷的巨响之后 两剑直接碰在了一起 然后便激起了一阵狂风 狂风扩散开来 将周围的草丛 全都吹得弯了腰 剑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眉剑的红质 也越发地烟红起来 你很不错 你也是 秋一夜淡淡达到 然后又一次起手挥剑 这一次 剑光似雪 洗卷去 剑三毫不畏惧 二人直接缠斗在一起 其实这一战并无任何花哨之处 不管是剑三还是秋一夜 都没有动用任何剑威 而是纯以剑意相抵拼 这就纯粹比的 是谁对于剑道的理解更为深刻 剑心更加通明成澈了 只见剑光过畜 草叶纷飞 宛若话语 眨眼间 二人便已对攻了不下数百剑 却依然没有愤出高下 可就在这时 周遭的草丛忽然开始疯涨 并化身为无数条黑色的触手 直接将秋一夜的手脚 牢牢缠附起来 秋一夜闷哼一声 周身陡然浮现出 无数道细小的剑芒 直接将捆覆自己的触手斩断 可这些触手 却好像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一样 即便被斩为血水 依然能在瞬间重生 并如复古之躯一般 死死缠绕在秋一夜的身上 与此同时 对面的剑三 也以一剑斩至近前 面对已经迫在眉睫的一剑 秋一夜猛地深吸一口气 这一口气 好似将周遭的空气 都给吸光了一样 形成了一阵狂风 而后便听秋一夜缓缓到 一夜落 而天下秋 哼 秋一夜深周所有的剑芒 都在瞬间化为了枯黄的落叶 可就是这样的落叶 却充满了无限的杀机 所过之处 不管是那化为触手的草丛 还是对面的剑三 全都被斩为了积分 刹时间 整个草原都变得空荡荡的 秋一夜站于满天血雾之中 微微叹息一声 可惜 这只是幻境而已 可是秋一夜的话音刚落 在她的胸前 便突然冒出了一截剑间 正是那柄三剑 这一剑是如此的突然 乃至于秋一夜压根 没有任何的防备 直到感知到痛楚之后 她才低头看了看 然后便缓缓转过头 去看向身后 在她身后 剑三正在含笑看着她 可等开口之后 说话的声音 却是虚安的 怎么样 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如何 鲜血勃勃流出 秋一夜就 感觉自己的生命力 也在迅速消逝 但她还是死死盯着面前 这个剑三 然后用阴雅的嗓音说道 先用剑三的出现 来诱导我对战 然后再突然袭击 这一切都是你提前设计好的 对不对 剑三哥哥娇笑起来 但这笑声 听在人的耳朵里 却只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没错 秋一夜 实话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 特意为你设计好的 包括这片迷雾 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所谓的 就是你的这幅身躯 因为只有有了它 我才能完美地融入这片珠天 明白了吗 剑三的眼眸之中 闪烁着好似爬行动物 见到猎物后的危险光芒 而在她的身后 那些被斩碎的草丛 又一次缓缓汇聚 并最终凝聚为一条 遍布诡异花纹的毒蛇 只见毒蛇昂起头来 吐着草杏 阴侧侧地说道 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赶紧动手 身躯归你 我要她的灵魂 因为这次我也受到了重创 必须得好好补补了 别着急嘛 饭得一口口吃 是得一步步做 你说对吗 秋一夜 邪屋又一次怪笑起来 此刻秋一夜的胸前夜 已被鲜血染透 面色更是因为失血 而变得极其惨白 这就是剑修的通病了 在剑一通达的时候 杀伤力可谓恐怖 可是一旦受伤 那相对于体修 乃至其他修饰而言 十分沉弱的身躯 就会立即拖了后腿 所以 我想问你 你是打算先被吞噬掉灵魂呢 还是先被我占据身躯 邪屋笑嘻嘻地问道 秋一夜也笑了 笑容虽然苍白无力 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可我若是 什么都不选呢 此言一出 这名邪屋便陡然感受到了 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 这种预感令他头皮发麻 刚想发作 秋一夜的眼中 现出一抹绝绝之色 然后沉声言道 乾坤洞 而万物春 话落 在他的身周左右 无数剑芒隐线 但这些剑芒 此刻却一改之前的销索剑意 而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威能 并在眨眼间凝聚为一道璀璨的雷光 直批面前的邪雾 这邪雾 吓得亡魂街帽 立即往后退去 同时嘶吼道 怎么回事 你不是剑修吗 怎么会掌握雷霆之力 话音刚落 便听一声惨叫传来 那条由草丛汇聚而成的毒蛇 被雷光劈了个阵阵 刹那间 大半截身躯 便化为了乌有 剩下的身躯 在无力挣扎几下后 也随之消散 躲到远处的邪雾剑状 简直都要被吓风了 与此同时 秋一夜冷冷到 谁说 剑修就不能掌握雷霆之力了 随着话音 在他的眼中 隐隐又有雷光闪烁 这邪雾一见此景 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转头便疯狂地逃窜了 因为刚刚那一道雷霆 给他的震慑力 实在是太大了 若不是有那条倒霉的毒蛇 替他挡了一击 那现在死的便是他自己了 因此 他跑得毫不犹豫 而当他逃走之后 周遭的幻境瞬间破碎 化为了乌有 秋一夜站于原地 眼眸重归挥败 可胸前却依然在往外躺的鲜血 尽管如此 他的身形却依旧挺拔如剑 并静静地站在虚空之中 一言不发 直到两久之后 当确定那邪雾确实已经逃走了 秋一夜才 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然后沸腾的威势便随之萎靡下来 若是那只邪雾不是那么怕死 再稍微坚持一下的话就会知道 刚刚那一道雷霆 其实已经是秋一夜全部的力量了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雷霆之力 而是纯粹以精纯无比的剑意 幻化出的威能 秋一夜最为擅长的乃是秋一夜剑意 这本是诸天之中最为萧索无情的剑意 可物极必反 当萧索无情到一定程度之后 便会隐隐孕育出勃勃生机 譬如冬去春来后的那一季雷声 刚刚那一道雷霆便也是如此 可这也就意味着成百上千倍的剑意消耗 再加上被邪物偷袭成功 以及本已负伤在身的剑心 这些综合起来都对秋一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实际上若不是那无比坚韧的意志在支撑着她 她很有可能在刚刚便已经倒下了 即便如此 能撑到现在便已经是极限了 只见秋一夜勉强地半跪余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没喘息一下 胸前的伤口便会涌出更多的血液 这也就意味着她的生命正在飞快地消失 但很快 秋一夜便重新抬起头来 双眸之中满是无比坚毅的神色 同时轻声弥喃道 竹天之中居然已经有邪物出没 并能幻化成其他人的形象来招摇撞骗 这件事非同小可 必须要告知红莲大人 说到这 秋一夜猛地将一只手插进了胸前的伤口之中 然后一丝丝剑意便如针线般将那受损的脏气缝合起来 并从里道外地将伤口风堵住 顷刻间 奔涌的鲜血便被止住 可这仅仅只是个权宜之计 因为一旦秋一夜自身的生命力衰落到一定程度 那么这些剑意便会瞬间崩溃 到时候等待她的便将是血崩而死的局面 可眼下秋一夜却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只见她在将伤口堵住之后 立即飞升而起 跌跌撞撞地往那剑弓星域而去 本来这里距离剑弓星域最多只有一万里里路途了 要是搁在以往 不过半个时辰光景便能赶到 可对于现如今的秋一夜而言 这一万里路途却漫长得好似天倩一样 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力不会大崩溃 她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速度 往前飞去 这样一来 这次赶路的时间便被无限拉长了 足足三个时辰之后 秋一夜的额头上 夜已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那是身体极度虚弱的表现 即便如此 也仅仅只赶了不到十分之一的路程而已 秋一夜的眼前开始出现幻觉 维持她飞行的见光更是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会崩碎一样 可也正是在这时 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突然有两道光滑闪过 然后便听其中一人闷声闷气地说道 师父 这人怎么了 看上去好像是受了啥重伤一样 光滑停住 从中献出了两道身影 被其称为师父的人 身材极为高大 并且浑身上下都如刀砍斧垛的一样 肌肉线条极其优美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 可每一丝肌肉 都好似蕴含有爆炸性的力量一样 令人望而生畏 她也是颇为惊异地 看向秋一夜 但很快便睁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这不是秋一夜吗 说着 她立即冲到了近前 感受到气息接近之后 秋一夜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 做出防御的姿势 但很快 她便察觉到了 这股气机的异样 与此同时 只听这名男子焦急地说道 一夜道有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秋一夜终于松了口气 然后轻声道 吴向兄 麻烦你 带我去见红莲大人 说吧 秋一夜身上仅存的一点剑光 轰然崩碎 随即彻底晕死过去 身体往后倒落 男子惊叫一声 立即冲上前来 一把搂住了晕倒的秋一夜 这时 他的徒弟也来到了近前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俺怎么听到他说什么红莲大人 莫非跟教官有什么关系吗 没错 说话的正是周大牛 而这名男子 便是那位诸天第一体 修楚无相了 当初在解开地球危局之后 楚无相对天赋异禀的周大牛 可谓欣赏不已 最终将其收为徒弟 然后带回了龙相门 在龙相门之中 因为楚无相的权力教导 周大牛终于展现出了 他在体修上的恐怖天赋 修为可谓是突飞猛进 不过几年光景 他便成功突破了几大境界 并最终来至了顶级大罗之境 这等修为 配合上他的岁数 足以傲视群雄了 楚无相甚至有信心 只要再给他几年时间好好调教 这周大牛一定能再次突破 并最终成为体修的先王级强者 也就是在这时 他们收到了来自虚安的通知 诸天大劫将至 所有人都要团结起来 共抗邪恶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楚无相和周大牛 立即丢下手头的一切事物 朝着建功心欲的方向而来 可因为体修本身就不擅长赶路 所以直到今天才赶到了这里 却没想到 居然遇到了重伤的邱一夜 楚无相查看了一下邱一夜身上的伤势 面色变得极为凝重 因为 能将这样一位绝世剑修伤成这样 那对方的实力 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邱一夜昏迷前 指名点信要见薛安 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因此楚无相沉声道 大牛 徒儿在 在前开路 我等立即往建功心欲赶去 是 轰隆隆 周大牛犹如一架推土机一样 从虚空之中碾过 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离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这等声势 自然也令过往行人未知侧目 因为这里 已经离这建功心欲不远了 所以有很多人自这里经过 而在看到这一幕后 众人纷纷驻足停留 怎么回事 前面这个大个子是谁 赶阁路而已 为何有如此大的声势 有人满脸惊恶地说道 应该是体修 有人轻声道 体修 对 因为除了体修 没有哪派修士 会如此蛮横地赶路 可这也太夸张了吧 说话之人 眼睁睁看着周大牛 直接撞飞了一名 来不及躲闪的修士 忍不住惊叹道 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吧 让开道路 先让他们过去 众人纷纷往两旁躲避 闪开了一条道路 周大牛气势如红地从中碾过 楚无香背着昏迷不醒的秋一夜在后相随 眼见就要跨入剑弓心域了 就在这时 一艘星舟慢悠悠地飞了出来 并好死不死地挡住了周大牛的去路 快闪开 周大牛闷声闷气地喊了一声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东的一声闷响 二者便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 叶空明最近心情很是不错 因为在剑弓心域之中 他见识到了许多往常根本没资格见到的高人 现在的他 无比庆幸自己跟随爷爷参加了这次历练 否则一直躲在家中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外面的天到底有多大 今天他接到了一个任务 要他在剑弓心域附近巡逻 防止有人闹事 在领到这个任务之后 叶空明简直是兴奋不已 立即信心十足地驾驭着新周 来了剑弓心域的边缘 可他刚刚飞出剑弓心域 周大牛便也赶到了 还没等叶空明反应过来 二者便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当一声巨响之后 叶空明驾驭的这架新周 发出了一阵不堪重负的呻吟 然后便轰然解体开来 叶空明更是被震飞出去 而在半空之中的他 依然是一脸猛逼 实际上从开始到现在 叶空明压根就没看到周大牛的影子 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是感觉有一道巨大的光滑直冲而来 然后自己驾驭的 这架新周轰的一声巨震 从中破开了一个大洞 紧接着便彻底解体开来 正当他一脸猛逼之时 背负着秋一夜的储物香 从旁匆匆而过 然后丢下了一句 小兄弟 对不住了 我们这有点急事 还望见谅 说吧 他便随在周大牛的身后 飞入了剑弓心域之中 看着远去的这几道光滑 叶空明呆呆地站在原地 简直是目瞪口呆 直到两久之后 他的脑海中方才浮现出一个念头 自己是不是跟新周泛冲啊 怎么一开新周就出事 一开新周就出事 头一次是跟九剑仙撞上 并险些闹出大事 这次更好 连新周都没了 直接被人撞成了粉碎 不行 自己得找个人看看了 听说那位诸葛道爷术法今天 要不找他 给自己破破吧 这老是出事 也不行啊 叶空明站在原地 开始胡思乱想 与此同时 周大牛夜以气势汹汹地 冲到了心域之中 他这般声势 自然惊动了剑弓众人 简在心率领众人刚要阻拦 薛安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场中 并沉声言道 不要动手 是自己人 与此同时 周大牛再见到薛安之后 声声停住脚步 惯性之大 乃至将脚下的空间都震出了道道裂纹 而后他毕恭毕敬地站在薛安面前 满脸肃然地扶手言道 叫关 薛安点了点头 目光却全都投向了紧随其后赶来的储无相身上 怎么回事 储无相沉声道 路上见到了秋一夜 结果他不知被何人所重伤 并要见你 于是我便将他背来了 秋一夜 薛安微微一正 立即上前 果然 当看到趴在储无相后背之上昏迷不醒的秋一夜之后 薛安的眼中也是光滑一闪 好重的伤 是啊 这秋一夜 好歹也是顶级剑修 居然被打成这副模样 可见下手之人绝对非同凡响 储无相面带优色的言道 薛安也没答话 而是直接握住了秋一夜的一只胳膊 无比精纯的剑意瞬间涌入 稳定秋一夜体内 那已经糟糕到极点的伤势 可能是感知到薛安的剑意 秋一夜身躯颤抖了一下 然后便缓缓睁开了眼睛 这双眼眸 虽然灰白无光 却还是死死盯着薛安的方向 是红莲大人吗 秋一夜的声音 十分微弱低沉 薛安点了点头 轻声道 是我 一夜道友 你这是怎么了 秋一夜却没有谈论自己的伤势 只是突然反手 抓住了薛安的手腕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令围观的众人一阵骚动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因为他知道 秋一夜对自己没有恶意 果然 当抓住薛安的手腕 确定他不是邪恶之后 秋一夜方才长出一口气 然后竭尽全力地言道 红莲大人 我此来乃是为了告诉你 诸天之中夜已有邪恶出没 此言一出 全场未知震动 什么 诸天之中 现在便有邪恶出没 这怎么可能 有人失声惊呼 是啊 不是距离大劫来临 还有一段时间吗 这邪恶长得什么样子 众人纷纷鼓躁起来 但很快被安静下来 因为薛安轻轻摆了摆手 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秋一夜 一夜道有 那邪恶长得什么样 秋一夜睁着无神的眼睛 看向薛安 这邪恶的具体相貌 我也不知道 但它却可以变换为你的模样 甚至连气势都一般无二 最开始 我也是因为这个 才被其所骗 接下来 秋一夜便将事情的经过 大概讲述了一遍 死 当听完秋一夜的叙述之后 全场众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如果所言为真 那这只邪恶 可就太可怕了 因为它居然可以伪装成薛安的模样 甚至连气势都一般无二 若不是言语上露出了马脚 甚至连秋一夜这般的强者 都被其所骗 关键是 它还可以操控极其诡异的幻境 若是任由它在诛天之中 游荡作恶的话 那可就太恐怖了 薛安在听完之后 一时面沉似水 一言不发 秋一夜这时 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晕厥过去 但依靠着极其强大的意志力 他死死地坚持着 然后将一个虚空坐标度 给了薛安 红莲大人 这便是我遇到那只邪恶的位置所在了 你务必要将此邀铲除 否则后患无穷 看着满脸疲惫的秋一夜 薛安郑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 这件事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秋一夜点了点头 然后便终于支撑不住 就此晕死过去 诸葛藏立即冲上前来 再仔细查看一番之后说道 还好 虽然伤及脏腑 但根本还在 只是元气大伤而已 好生僵养的话 不会危及生命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站起身来 老道 一夜道友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有我在 他想死都死不了 薛安又看向楚无香和周大牛 老楚 这件事也多谢你了 嘿嘿 你我弟兄 何谈谢字 楚无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 你和胡叶等人 暂且替我掌管一下建功心域 你要去追杀这只邪物吗 带上我一起去吧 咱们两个联手 胜算也会更大一些 楚无香立即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不用 区区一只邪物 我一人便足矣 反倒是这建功心域更为重要 楚无香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一看薛安那肃然的表情 便明白说什么都没用了 因此便点了点头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留在建功心域 不过让大牛跟着你吧 也好有个照应 周大牛一听 眼前一亮 立即上前一步 是啊 教官 就让俺跟着你吧 哪怕帮你打打下手也行啊 看着周大牛 那满眼炙热的表情 薛安笑着点点头 也好 正好也看看 你最近几年的进步如何 周大牛文言 简直是喜不自胜 与此同时 薛安又转身 对安颜和两个小丫头 交代了几句 最终她面色一素 冲楚无香 还有胡叶说道 我离开之后 若是有其他人回来 你们察觉到任何不对之处 立即便可动手诛杀 明白 楚无香和胡叶明白 薛安这是怕自己走后 那只善于伪装的邪雾 再来招摇撞骗 不禁纷纷点头 紧接着 胡叶便笑着说道 老薛 你就放心吧 别人不敢说 你我还不了解吗 若是那只邪雾真敢过来 我一眼 就可看出真假 到时候 你看我怎么收拾它的 薛安点了点头 话虽如此 但也不可掉以轻心 那邪雾显然对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否则也不会连气势都能模仿的一般不二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约定一句暗号吧 暗号 什么暗号 胡叶问道 薛安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度给了胡叶和楚无香 以及安岩等人一道神念 当感受到这道神念之后 众人的神情全都变得有些古怪 至于胡叶 脸上的尴尬 更是都要满意出来了 然后满是不愤地说道 老薛 非要如此吗 当然 薛安笑呵呵地说吧 转身便要带着周大牛离开 可正在这时 这位神秘少女月清欢 出现在了薛安的身前 薛安微微一皱眉 怎么 我出去办事你也要跟着吗 当然 我当初说过 要旁观整件事的发展 而你就是这件事中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当然要跟着 月清欢只高气扬地说道 薛安无奈 她知道自己跟这个少女是说不通道理的 因此只能点了点头 既然你愿意跟着 那随便你 大牛 我们走 说着 薛安率先飞起 周大牛有些惊诧地看了这名少女一眼 显然不明白 这个少女到底是什么来路 居然敢跟教官这么说话 关键教官还管不了她的样子 月清欢显然是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不禁皱了皱鼻子 恶狠狠地说道 大哥子 你看什么看 再看小心我把你的眼珠给抠出来 周大牛天不怕地不怕 可在听到这名少女的话后 还是没来由地浑身一颤 然后立即飞升而起 去追先行一步的薛安了 月清欢无嘴娇笑了一声 然后眼波流转 最终停留在愁眉苦脸的狐叶身上 淡淡道 泽泽 输了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次 这要是我 估计早就没脸见人了呢 此言一出 狐叶的脸都黑了 你 可话音未落 月清欢便已娇笑着消失在原地 狐叶有些气闷的一跺脚 然后颇为尴尬地看向众人 都看什么看 还不去干活 众人也不敢笑 全都一哄而散 就连储无香也拾去地离开了 眨眼间 场中就只剩下了阿柔 还有安妍等人 但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 可不吃狐叶这一套 只见他们两个凑上前来 满脸好奇地问道 狐叶叔叔 你真的输给我爸爸 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二次吗 嗨嗨 小孩子懂什么 这当然是假的了 狐叶心虚地解释道 念念还好说 可想想 可就没那么好糊弄了 只见他看着狐叶 如果是假的 那为什么爸爸 要用这件事做暗号呢 阿柔扑斥一勒 然后凑到狐叶的耳边轻声道 怎么不狡辩了 这一下被两个小丫头给问住了吧 狐叶 最终还是安妍替狐叶解了围 只见他笑道 好了 大人之间的事 小孩子不许插嘴 这两个小丫头 方才闭上了嘴巴 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呀 狐叶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 阿柔冲安妍耸耸耸肩 满脸无奈地说道 严姐姐 你也看到了 虽然都已经结婚了 还是半步先弟级的强者 可他还是跟他孩子一样 安妍玩耳一笑 这也不算什么坏事 毕竟他的性子就是这样 而且玩闹惯了 你反倒不寂寞 话是这么说 可我担心 他以后还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糟糕了 阿柔有些无奈地说道 安妍微微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阿柔的脸一红 因为 然后 他凑到安妍的耳边 滴滴说了一句什么 安妍的眼睛瞬间睁大 满是惊喜地说道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 阿柔修得将头深深低下 念诺言道 就这几天才知道的 那胡叶知道了吗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 现在正是忙碌之时 我担心告诉他后 他在分心 所以准备等事情 处理完后再说 那怎么行 这种事可耽误不得 还是赶紧告诉他吧 也好让他体会一下 即将做父亲的心情 安妍笑着言道 没错 阿柔刚刚跟安妍说的话 就是指自己已经怀孕这件事 这也是最近几天 他才察觉到的 而在听完安妍的话后 阿柔的脸不禁更红了 然后低声言道 严姐姐 觉醒血脉后的 我已经跟人族不一样了 而妖族怀胎 一般都是至少三年起步的 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安妍闻言不禁轻叹一声 然后笑道 胡叶这个大傻瓜 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他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 我要是不说 估计他到最后都不会知道吧 阿柔称道 脸上却满是温柔的笑意 与此同时 正在剑弓某处的胡叶 突然一脸打了好几个喷嚏 然后揉了揉鼻子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又是哪个姑娘 在背地里念叨我啊 哎 妖怪要是太受欢迎了 也是一种压力啊 而也就是在 胡叶于剑弓之中 自我陶醉的时候 薛安夜以来至了 秋一夜所提供的坐标之处 这里当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但通过残留的气息 薛安依然可以断定 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 因此 薛安很快便闭上了眼睛 神念如潮水般蔓延开来 试图寻找这场大战留下的蛛丝马迹 一旁的月清欢 则颇为惊异地看向薛安 这神念 居然比我见过的许多人都要强大 这还是一个小水蛙之中的蝼蚁 该有的水平吗 而正当他呢喃自语的时候 周大牛也在一旁暗自惊叉地看着 对于这名跟着教官一起来的神秘少女 生性酣直的周大牛 不禁畅想出了很多可能 朋友 不像教官也没这么小的朋友啊 情侣 刚刚颜姐可就在场呢 教官应该没那么大的胆子吧 莫非是兄妹 这还真是有点可能呢 正当周大牛胡思乱想之时 薛安收敛神识 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吗 月清欢好整以侠地问道 薛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淡淡道 你不是只做旁观者吗 怎么还关心起这个问题了 月清欢哥哥娇笑起来 然后媚眼如丝地说道 问问还不行吗 一旁的周大牛 心里咯噔一下子 直接在兄妹和朋友这两个选项上 打了个成号 因为没有朋友或者兄妹 会用这种眼神和语气说话 面对这种足以令铁人动心的娇称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直接摇了摇头 不行 月清欢撇了撇嘴 哼 小气鬼 开个玩笑都不行 真是没意思 说着 他慢条斯里的抬脚迈步 那双美至惊人的赤足 便点出了几许涟漪 然后于瞬息间出现在了 这片虚空正中 刹那间 整片虚空似乎都随之轻颤起来 而后月清欢那双淡紫色的眼眸之中 便泛起了点点光滑 我想你一定在疑惑 这只邪物是怎么进入诸天之中的 毕竟 你已经将诸天各处的缺口 都给封堵住了 而净土佛国的那扇同门 也还未到开启之期 所以 你很是不解 对吗 薛安默然不语 只是冷冷地看着月清欢 因为他知道 这个女人肯定会接着说下去 果然 在等了半晌 发现薛安根本一无所动之后 月清欢不禁有些气恼地白了他一眼 然后便沉生道 你可真是个油烟不尽的家伙 多谢夸奖 薛安淡淡地回了一句 月清欢这时候 却反倒不生气了 而是绽放笑颜 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而因为你的有趣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 你疑惑 这只邪物是怎么进来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 有人耍了一些小手段 通过时间上的漏洞 将这只邪物送往了过去 最终成功进入了这诸天之中 所以 你才会对其一无所决 这番话说得很是晦涩难懂 至少薛安的脸上 便浮现出若有所思之色 时间上的漏洞 没错 不过 我更喜欢将其称呼为颠倒因果 因为果出现在因的发生之前 这不就是颠倒因果吗 薛安脸上的神色 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若按照你的意思解释 那现在这只邪物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于这片诸天 它只是天外投射进来的一道投影 对吗 月清欢的眼中 现出一抹亚异之色 因为他伪实没有想到 薛安的理解能力 会如此恐怖 几乎瞬间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并提出了一个 更为形象的比喻 因此 他点了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只邪物 才会急于寻找合适的皮囊 因为没有实体的影子 是无法对这个诸天 产生任何干涉的 这也是他为何要通过幻境 来杀人的原因所在 毕竟 影子在一般情况下 是无法伤害到任何实体的 薛安和月清欢的这番对话 却把周大牛给彻底搞猛了 什么因果 什么影子的 弄得他一脑袋江湖 不过他很快便将这些东西 抛诸脑后 因为他相信 只要教官在这 那么不管是谁 都掀不起任何风浪来 与此同时 薛安的面色越发凝重 然后来回踱步 显然在思索着一整件事 月清欢也不吭声 就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眼中满是玩味之色 似乎在等待什么一样 末地 薛安停住了脚步 然后豁然抬头 眼中蹦射出璀璨的光滑 净土佛国 这只邪物进入朱天的目的是 净土佛国 月清欢轻轻鼓掌 笑嘻嘻道 醒悟得挺快 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 薛安却也没有心情 跟这个女人废话了 因为只有他才明白 这件事有多么的急迫跟重渺 稍有不慎 他之前所有的筹划 都有可能付诸流水 到那时 朱天可就真晚了 所以他立即喝道 大牛 走 说吧 他飞升而起 力化流光 往远处飞去 周大牛紧随其后 刹那间 虚空之中 就只剩下了月清欢一人独立 他也不急 反而看着薛安远区的身影 笑嘻嘻的言道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也越来越期待你的表现了呢 说着 他的身形逐渐变淡 最终消失不见 净土佛国 自从薛安离开之后 这里便进入了严密的戒备之中 因为月记 还有弥勒等人都明白 净土佛国之中 这扇被封印的同门士官 整个诸天的生死 绝不可掉以轻心 因此 每天都会有众多修为 深厚的大佛 修沿着佛国的边境来回巡视 为的就是防止 有心怀不轨的萧小之辈靠近 确保整个净土佛国的万无一失 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被派出来 巡逻的乃是定禅寺的大师兄中通 以及他的两位师弟 袁通和惠通 三人结伴同行 围绕着净土佛国的边缘转了一圈 见一切如常之后 不禁微微松了口气 然后便听惠通言道 二位师兄 眼见距离封印失效之期越来越近 你说教主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呢 惠通 不该问的别问 这也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 大师兄中通淡淡道 袁通却也一脸的迟疑 其实也不怪惠通有这个疑惑 我最近也总感觉心惊肉跳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 将要发生了一样 而且 教主大人此去也有段时间了 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中通文言沉默了 他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毕竟 现在的薛安 可是整个净土佛国的主心骨啊 他这一去这么久都没有音讯 着实令众人等得有些心骄 但很快 他便尝出了一口气 行了 教主大人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 咱们还是好好看守净土佛国 今后教主大人的归来吧 惠通别了别嘴巴 然后便不敢吭声了 三人 正准备继续巡逻 突然便见着加罗之外的虚空之中 现出了一道光滑 三人便是一愣 旋即便提高了警惕 满心戒备地做好了防范 而后忠通上前一步 冷声喝道 什么人 此处乃佛门禁地 闲杂人等 请速速闪开 声音直奔远处的那道光滑而去 并隐隐带有龙象之威 这也是忠通故意的 为的就是震慑萧小 令其知难而退 可紧接着便听那道光滑之中 传来了一声轻笑 不错 戒备心倒是挺足的 不过你们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随着话音 但见这道光滑迅速飞至卓家罗之前 然后便站定身形 现出了里面的身影 当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庞之后 这三人不禁齐齐一愣 旋即便惊喜无限地败倒在地 弟子见过教主大人 没错 来人正是薛安 看着跪倒在地的中通元通会通三人 薛安笑盈盈地一挥手 行了 都起来吧 何须如此距离 三人这才起身 然后便满脸恭敬地垂手站立 最近佛国之中态势如何 薛安淡淡道 回教主大人的话 佛国之中一切安好 同门更是由我的师尊 跃迹等人全力看守 没有出现任何异动 中通立即言道 当听到同门二字 薛安眼中光滑微闪 然后点了点头很好 你们做得不错 得到教主的夸奖 中通和元通激动得浑身 都在微微颤抖 根本不宜有他 然后元通恭身一礼 教主大人 要不要我现在便通知师尊等人 让他们出来迎接于您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不必了 他们都在忙 还是不要劳烦他们了 你们带我进去便好 是 元通和中通赶忙应落 然后闪退一旁 让开了一条道路 可惠通却没有动弹 而是站在原地 有些疑惑地看着薛安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见到这一幕 中通赶紧一把 将其扯到了一旁 然后低声道 惠通 你怎么了 站在那发什么了 惠通没有吭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 迈步走进卓家罗之中的薛安 眼中的疑惑之色不禁越发地浓重 正在这时 薛安偶有所感 转头看了他一下 然后微微一笑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惠通浑身一震 旋即便深深低下了头 一旁的元通赶忙说道 教主大人 惠通他可能是见到您归来 欢喜得有些傻了 是吧 说着 元通还偷偷推了 自己这位小师弟一下 惠通微微一震 旋即滴滴地应了一声 薛安意味深长地 他看了惠通一眼 哈哈一笑 然后便转身去 见到他走了 元通这才长出一口气 然后凑到惠通的耳边低声道 你干什么呢 怎么怪怪的 惠通目光复杂地看着薛安远区的背影 然后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赶紧走吧 你呀 整天就是爱胡思乱想 说着 元通和中通便急急地追上去了 惠通却站在原地 皱着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莫非真是我看错了 心中抱着万般的疑虑 惠通最终也跟了上去 打算看个究竟 与此同时 当薛安步入净土佛国之后 所过之处 众佛修无不欢喜赞叹 然后跪拜余地 恭迎教主 教主归来了 这些充满惊喜的喊声 此起彼伏 薛安意识满面含笑 频频点头 很快 他便来至了净土佛国的腹地之中 当看到那一望无际的药田之后 薛安的瞳孔微微收缩 脸上的笑意却丝毫未变 好一派繁忙景象啊 话音刚落 听到消息后的月姬 以及弥勒等人 便也赶到了 见过教主 众人纷纷失礼 薛安含笑点头 目光却从众人的面上掠过 怎么还少一个人呢 月姬立即言道 教主 我的师弟月沙 正在同门之前看守 所以不得前来 哦 薛安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便也过去看看吧 正好我也检查一下 同门上的封印 是 众人应诺 刚要动身 正在这时 负责给这一望无际的 要填施肥的神父球球 恰好也赶来了 薛安笑盈盈地看了球球一眼 可本该冲上前来迎接的球球 却在此刻十分惧怕地 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身形一闪 居然就此离开了 这样一个小插曲 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唯独小和尚惠通 将其看在了眼里 然后心中的疑惑 不禁更盛 怎么回事 为何这球球 也会对教主如此疏远呢 惠通百思不得其解 却还是下意识地 跟随着众人 往铜门飞去 此刻 在薛安封印的那个大坑旁边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人 全都与此镇守 不光如此 净土佛国的众佛修们 更是全天候的再次看守 比如现在 月莎就被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 戒备之森严 月莎盘膝而坐 正在闭目送念经 小萝莉英洛 则百无聊赖地 靠着她的后背坐着 然后常常打了个哈欠 喂 大叔 你整天念这经 难道就不会烦吗 月莎双眸微闭 含笑摇头 不会 可我听都听烦了呀 嗡嗡嗡的 简直就跟蚊子叫一样 令人只想睡觉 那你就睡啊 月莎继续言道 阴洛瞬间坐直了身子 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 满脸古怪地看着月莎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虽然没有回头 但月莎依然能感受到 阴洛眼神之中的一样 哼 我是在看一只 披着人皮的大色狼 阴洛气哼哼地说道 哦 月莎呕了一声 依然不为所动 这一下却是阴洛沉不住气了 直接探过头去 满脸疑惑地看着月莎 你难道就 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 不想 切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想我这般如花似玉的一个小姑娘 你却要我在这里睡下 适合拘心 是不是想趁我睡着了 偷偷亲我 阴洛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这次月莎终于睁开了眼睛 但眼中却满是哭笑不得的无奈 你这些话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只是单纯地关心你一下而已 保证没有其他的想法 切 谁信啊 爱信不信 月莎所信不再理会阴洛 而是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阴洛气得张牙舞爪 而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率领众人也赶到了 当感受到薛安的气息之后 月莎终于从地上站起身来 然后含笑一对 回来了 薛安微微一笑 是啊 回来了 月莎的目光从薛安的身后收回 有些疑惑地问道 嫂子还有那两个小丫头呢 哦 他们有些事耽搁了 这次没有跟我一起回来 说着 薛安看向一旁的阴洛 小阴洛 你似乎又长高了呢 可面对这样一句和蔼可亲的话 阴洛却有些惊惧地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便躲到了月莎身后 有些奇怪地看着薛安 这样一种反应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就连月莎也不禁有些惊异 但还是笑着说道 他可能有些害羞了 薛安哈哈一笑 也没说别的 正在这时 程浩率领着火凤凰的众人 也赶到了境前 然后齐齐站定 大声喝道 教官 生振苍穹 薛安的眼神深处 不禁现出了一抹意思 但还是点头言道 嗯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这封印 可有什么变化吗 报告教官 您离开之后 我们便一直在此看守 封印并无任何变化 程浩报告道 薛安却没有吭声 而是信部 走到了大坑的边缘 目光炯炯地打量着 众人也不敢吭声 全都在后面 秉息凝神地等待着 而也就是在这时 小和尚惠通 偷偷跑到了阴落近前 然后伸出手来 冲他招了招手 小阴落走到了近前 干嘛 惠通压低了声音道 阴落 你刚刚是不是也感觉出什么了 你是说 惠通偷偷指了指远处的薛安 阴落的小脸瞬间变得十分肃然 然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低声道 没错 你也感受到了 嗯 从第一眼见到教主大人的时候 我就感觉怪怪的 却又说不上是哪里怪来 惠通皱着眉头言道 眼神 阴落立即说道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是他的眼神 惠通思索片刻 然后一拍大腿 没错 就是眼神 他的眼神 简直太奇怪了 跟之前的教主完全不一样 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一样 但旋即 他的气势又低落下来 可师兄还有师父 他们都没察觉出一样来 是不是咱们搞错了呀 不会的 我的感觉绝对不会错 为什么 惠通一脸惊恶地问道 因为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阴落信心十足地说道 惠通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阴落沉音不语 突然眼前一亮 然后便沉声道 你不要说话 且先看我的 说着 阴落瞬间换了一副表情 然后从人群之中跑出 来至了薛安静前 教主大人 想想和念念 他们两个要什么时候回来 阴落仰起头来 奶声奶气地问道 在后面的惠通 看得简直是冷汗直冒 可众人却不宜有他 因为这阴落平素 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 并且经常口误遮拦 这薛安低头俯瞰了阴落一眼 在那一瞬间 阴落就感觉自己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因为他撇到了这个薛安眼神之中的冷漠之色 那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的冷漠 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足以令人头皮发麻 但下一秒 薛安便恢复了正常 同时伸出手来 轻轻拍了拍阴落的头顶 笑着言道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他们和暗言因为一些事 暂时回不来呢 那是因为什么事啊 尽管被拍头的时候 阴落浑身发寒 但这个小萝莉却在此刻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 继续问道 薛安微微一皱眉 与此同时 月莎也走上前来柔声道 阴落 不得胡闹 还不退下 我不吗 我就是想知道 想想和念念他们两个 什么时候回来呢 说着 阴落还抬起头来 满脸天真的看着薛安 教主 你该不会也不知道吧 薛安面色渐冷 却没有理会阴落的话 反而转过头淡淡道 我观这封印 似乎有松动的迹象 看来必须要进入其中查看一番了 说着 薛安沉声吩咐道 程浩 在 你等负责 打开这封印 是 程浩不宜有他 立即率领众人 准备动手 可就在这时 小阴落却突然大喊一声 不行 你们不能打开这道封印 众人纷纷回头看去 薛安的面色 也逐渐阴沉下来 哦 为什么不能打开 因为 因为 面对薛安的质问 阴落急得抓耳挠腮 突然眼珠一转 因为 我有预感 这封印一旦打开 便将发生极为不好的事情 这番话 令全场一阵的骚动 尤其是薛安 更是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哦 不好的事情 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个 哎呀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 反正就是不好的事情了 阴落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薛安却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月莎 淡淡道 月莎 这是你的意思吗 月莎立即上前一步 双掌合十 当然不是 说着 月莎转过头来看向了阴落 然后低声道 阴落 不得胡闹 阴落不禁为之气急 我没有胡闹啊 我确实有一种十分不祥的预打 薛安冷哼一声 转身便走 月莎抓着阴落的胳膊 十分严肃地说道 阴落 你平时怎么闹都可以 唯独这时候不行 快回去 说吧 月莎转身要走 而面对众人的不理解 阴落简直都要急哭了 终于鼓起勇气大喊一声 傻瓜大说 你难道就没看出来 这个家伙是假的吗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月莎更是豁然转身 你说什么 阴落这时候 也索性豁出去了 抬手一直远处的薛安 陈生言道 从第一眼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后面的种种行为 更是证实了我的猜测 他根本就不是薛安 而是其他东西假扮的 全场一片安静 包括月姐 还有弥勒在内 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恶地看着 因为谁都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出现 这样一个大转折 月莎更是抬眸看向薛安 眼中满是错愕和疑惑之色 叫 教主 月莎刚想接着往下说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却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只见她冷笑着言道 怎么 就凭一个乳羞未干的 黄毛丫头的几句胡言乱语 你们就开始怀疑 我了 你才乳羞未干 你才黄毛丫头 阴落这时候已经再无顾忌 索性撒起泼来 薛安目光一冷 然后便阴侧侧地说道 小丫头骗子 我先不跟你计较旁的 你说 我是假冒的 那请问证据呢 说着 薛安上前一步 神舟气势涌动 眉间更是隐隐有红莲浮现 相貌可以做得了假 难道说 气势也是假的吗 是啊 不管是月计 还是月杀 众人不禁暗自点头 他们自然也不是傻瓜 不会仅凭肉眼去辨别真假 而是会用神念气息 来判定一个人 而此刻 这个人身上的气息 确实是属于红莲先尊的 这也是所有人 都没有察觉出任何异样 唯独小和尚会通 和阴落感觉古怪的原因所在 因为他们两个的修为上浅 根本无法通过神念 来辨别一个人的气势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看清 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迷雾 所谓旁观者清 便是如此 说到这 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此刻站在净土佛国之中的这个人 确实不是薛安 而是由那只天外邪物假扮的 当时这只邪物 在设计埋伏秋一夜 试图谋夺其皮囊的这一计划失败之后 便立即遁影到了虚空之中 因为他也被吓破胆子了 谁能想到 这方小水蛙之中的剑修 居然会如此生猛 甚至一个照面 便将自己的同伙给斩灭掉了 要不是自己跑得快 可能连自己 也得交代在那 虽然侥幸逃脱 可这只邪物很清楚 这次计划失败 同样也意味着自己行踪的暴露 很快 自己出现于诛天之中的消息 便将扩散开来 到那时 各方一定会提起警惕 所以 自己若想完成任务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 趁着消息 还没扩散到净土佛国的时候前来 否则就将前功尽弃了 因此 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净土佛国 却没想到 眼见就要成功了 却出现了这样一幕插曲 此刻 在面对这只邪物的质问之时 阴落没有丝毫的慌乱 反而十分冷静地说道 我不懂什么气势不气势的 我现在只问你 想想和念念 为何没来 哼 原因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他们两个因为一些琐事耽搁了 所以暂时没能回来 哦 那因为什么琐事呢 阴落一脸冷静地问道 这番作态 也令众人为之安静下来 似乎这个小萝莉身上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样 小和尚会通 更是满脸崇拜地看着阴落的背影 因为阴落此刻的神态 简直太洒了 这只邪物 开始根本没把阴落当回事 但在他这步步逼问之下 眼中不禁引现怒色 怎么 你还想盘问我吗 阴落仰起头来 一脸认真的说道 没错 我就是要盘问你 因为你若是真的 自然也就无所谓盘问不盘问了 相反 你会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真实与清白 对吗 这番话令 本来准备煽风点火的邪物 哑口无言 因为阴落说的确实有道理 若是自己此刻坚决拒绝回答的话 那反倒 显得自己心虚了 因此 他只能阴冷地注视着阴落 那你想知道些什么 阴落冷声道 很简单 想想念念他们 因为什么没能回来 因为剑弓心欲之中 现在离不开炎儿 所以 他们也只能跟着他 一起在那守候着 等到事情处理完毕 他们自然也就回来了 有问题吗 邪物冷声说道 这时 哪怕是最为愚钝的人 也察觉出了薛安身上的异样 因为以往的薛安 可是从来不会用这种 语气说话的 可问题是 这只邪物身上的气势 简直太像了 简直到了一假乱真的地步 所以 众人也只能将信将疑地 看着这只邪物 程浩悄悄地向身后的人 使了个眼色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人 立即分散开来 不动神色地 将这只邪物围在了当中 那我再问你 想想和念念他们的小名是什么 小英洛再次发问 邪物的眼中 终于现出了怒色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 来自月季等人身上的敌意 感谢观看